第586章 清连河 随后 他去见了秦汉城 竹丸等人 告诉他们自己将出去一段时间 叮嘱他们耐心修炼 不要离开这片山谷 众人都点头同意 你放心去吧 出门在外 注意安全 秦敌怀揣着金风斩离开家 再度来到土陵城 土陵界跟金陵界类似 所有的仙城都依附于宗门和世家 土陵城是由土陵宫建立的 其中一半的修士乃是土陵宫的弟子 剩下的一半则是散修 有的长期居住于此 有的暂时借住在这儿 土陵城中有四个传颂镇 分别通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秦敌缴纳了两百万仙石 等了半天的时间才站上传颂镇 不久 随着一阵天旋地转 它出现在东方的牧林界 传颂镇的出口位于铁木城 城里有不少的参天大树 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是牧修士 秦敌在城里买了几枚玉检 里面有关于牧林界的地图和介绍 牧林界有十几个大型的宗门 这些宗门都分布在清联河的边上 清联河是一条大河 长数万里 宽的地方有数百里 窄的地方也有几十里 因为河中有一条五阶仙灵脉 带来源源不断的仙灵气 所以很多宗门都选择沿河而居 那些个长老和执事在河边都有自己的宫殿 清联河从东往西流 它的上游乃是宽广的清联高原 下游乃是位于天嵌鸿沟边上的清联海 秦敌仔细研究了一番 发现铁木城距离清联海只有三千里 于是他准备先去清联海看一看 他出了铁木城 沿着清联河南岸向西走 河边生长着许多大树 有的树木高过百丈 比地球上的望天树还要高 绿树演绎之中 分布着一座座阁楼 宫殿 也有简单的茅屋 远望去有不少的修饰 在阁楼中打坐 在河边钓鱼 距离河岸十余里 有一条东西向的马路 马路两边是绿树和荒草 那些草都长到一丈多高 人走在马路上 向两边张望 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只有跳起在空中 或者飞在云端 立足于大树上 才能看见清联河 秦迪来木灵界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青木盏 他的身上带着金风盏呢 只要接近青木盏百里之内 就能够得到金风盏的提醒 因此之故 他不需要靠近河边 只要沿着大路往前走就可以了 走着走着 他看见路边有个遮阳棚 棚下坐着个光头老汉 边上竖着个旗子 上面写着清联茶三个字 于是秦迪走过去 上下打量着老汉 发现对方是一位河道修士 于是道 给我来一碗清联茶 老汉笑道 仙长 您请稍作 清联茶需要新鲜榨汁 我从河心岛上采摘的清联叶 榨出来的清联茶 有提神醒脑 消伐解渴 缓解天人武衰的作用 秦迪问道 什么样的清联 拿来给我看一眼 老汉笑道 仙长 您是外地来的 清联是本地特产 只有某些河心岛上才有 您看 它的叶子是这样的 类似于普通的荷叶 但是蕴含了薄薄生计 清迪道 这只是三千年的清联 还没有长出莲藕 对不对 嘿嘿 仙长您说的没错 清联要长到万年以上 才会有成型的莲藕 只有大宗门的长老 才有资格享用 小老尔没机会 接触万年清联 清联河中 有很多清联吗 还是说 只有这一段才有 别的地方没有清联 别处也有 但是越往下游 清联的等级越高 可惜 仙品的清联 被大宗门霸占了 河岸边有没有 有是有 但是等级不高 要去清静的河心岛上 才有生长数万年的清联 除了清联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仙草 有啊 但是 清联河边 最有名的就是清联 若有仙界的清联 对于缓解天人武衰 有很好的效果 老汉端上来一碗清联茶 道 仙长您尝尝 清敌喝了一口 有种特殊的清甜 赞道 不错 这样的清联茶 你一天能卖几碗 嘿嘿 小老闲得无聊 卖几碗不重要 你是散修 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有一子一女 儿子有幸加入铁木门 女儿留在家里 我给他攒点嫁妆 不错不错 老叔发心知 留下儿女 此生无憾也 老汉 干笑两生 也不去做辩解 情敌只是开玩笑 其实若非失去长生的希望 这些修士都不愿主动留下后代 而留下后代 能缓解一部分遗憾 所以也算是一件坏事 正在饮茶的功夫 路上又来了两个人 看见棋子便走了过来 每人要了一碗清莲茶 这两人一老一少 都只是地仙境界 看见情敌乃是灵仙 不觉吃了一惊 赶紧行礼 见过前辈 打扰您了 情敌问 看你们的相貌好似父子 对不对 其中年长之人头发花白 笑道 没错 听说 亲信宗开山门招收弟子 所以我带儿子过去试试 情敌问 为何去清信宗 这里不是属于铁木门吗 年长之人笑着解释 铁木门是古老的宗门 很少招收新弟子 他们的弟子都是从小培养的 清信宗是新兴的宗门 近年来蓬勃发展 势力不在铁木门之下 清信宗位于何处 从这里往西迁渔里 那里有不少的清信属 情敌看向坐在另一侧的少年 问道 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修炼多少年了 少年只是憨憨一笑 没有开口说话 年长之人代达 祈禀前辈 我叫李德 我儿名叫李恒 今年才一万三千岁 情敌心里明白 灵界的人一生下来就筑基了 因此 起点比较高 再加上先灵气很丰富 所以修炼得比较快 如果是大宗门的弟子 用不了一万年 就能成为帝仙 而李恒一万三千岁 才到帝仙出街 已经算是慢的了 当然 作为帝仙 拥有百万年寿命 一万三千岁 才相当于小娃娃 因此 显得那么年轻 修士的心智 不能用年龄来衡量 有些修士 在进阶帝仙之前 都不敢出远门 再加上常年闭关修炼 没有跟外人打过交道 所以 心思比较单纯 还不如凡人摸爬滚打 十几年呢 情敌问 既然到了帝仙境界 本命仙灵术 就已经固定了 如果你入清信宗 会不会更改仙灵术 李德点头 说道 要更改仙灵术 据说成为清信宗的弟子后 宗门里 会赐下一株清信术 有了清信术 才能学习清信宗的功法 情敌道 我想去清信宗瞧瞧 等会儿跟你们一起上路 好啊 我们这就走 两人一口喝完清莲茶 抹了把嘴 丢下一颗仙石 情敌抓了一把仙石 搁在桌上 让卖茶的老汉双眼放光 多谢前辈 您一路走好 三人向西走了一千两百里 来到了清信宗的地界 清信宗位于清莲河的南岸 沿河百里都是宗门的驻地 这里还有一座清信城 到了清信城 情敌便跟李德和李恒飞开了 情敌不想在木灵界担得太久 否则 他可以借机加入清信宗 想来 清信宗一定有先接的信术 若能弄两株仙信术 将会有助于他的修行 他只在清信宗附近地界走了走 没有听见金风斩的提醒 显然 清木斩并不在这儿 于是便离开了 他继续沿着大河往西走 距离清莲海不远 还有个清莲宗 河边的清莲明显增多了 情敌越过清莲宗 再往前则是浩瀚无边的清莲海 他站在海边向前张望 不时看见有灵仙飞来飞去 偶尔还能看见天仙 隔着很远 他看见两位灵仙 一男一女 从海上飞过来 还听见他们低声说话 师妹 我得到三珠仙莲 都是二阶仙品 也算不需此行 师兄 你准备拿仙莲做什么 我会好好保存着 为天仁武衰做准备 你那五珠仙莲 有没有莲蓬和莲藕 没有莲蓬 只有一节莲藕 听说莲蓬的效果最好 其次是莲藕 最次是莲叶 一颗成熟的莲子 能延缓万年天前 情敌看见两人越飞越近 于是主动招呼 两位仙长 你们是去海上寻找仙莲的吗 我也想去凑热闹 却不知哪里能找到仙莲 其中那位男子 警惕地看着情敌 见他只是二阶灵仙 略微松了口气 道 你功力太低 想找到仙莲可不容易 这片清莲海看着平静 其实水下隐藏着厉害的妖兽 走得越远越危险 而海边的清莲都被人采光了 只有海中小岛的周围 才能找到仙莲的清莲 情敌笑道 多谢兄台指点 我这就去试试看 而那位女修则鼻孔上翘 情亨道 你也不问问 有什么妖兽 每年死在这里的灵仙 又有多少人 如果就这么前去 至少有七成的 可能陨落 情敌笑道 请教仙子 海里有什么厉害的妖兽 那位女修却不踩他 转身飞走了 那位男子还想跟情敌说两句 然而看见师妹飞走 他也不好多留 冲着情敌喊道 小心水里的蛟龙 有高阶仙莲的地方 便可能有龙触没 情敌大声道 多谢仙长 一路走好 他取出一枚玉剪 上面有关于清莲海的简单介绍 清莲海 纵横两万里 海中多清莲 有大岛三十三处 小岛不可计数 海中有龙族繁衍 若被惊扰 会发起攻击 相传龙王乃是低阶祖先 看到这里 情敌经不住吃了一惊 没想到 此处还有祖先阶的龙族 这倒是比较奇怪了 为什么到了祖先境界 还不肯飞升呢 难道是为了保护族人 害怕人族践踏清莲海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 既然人族的大宗门 有祖先坐镇 那么妖族也必然有祖先留守 否则将会受欺负 既然可能有祖先阶的龙族 那么情敌就不得不小心了 他驾起祥云 从大海上掠过 距离水面足有两三里高 一般来说 这么高的天空 应该不会惊扰到龙族 他是来寻找青木斩的 不是为了寻找青莲 所以不必贴着水面飞 为了寻找青木斩 他还不得不寻视每一片海域 情敌在空中飞来飞去 低头看见一座小岛 边上有一片青莲 他的目光很敏锐 看见一位身穿轻衣的中年人 坐在岛上一块白石上晒太阳 此人乃是龙族的九阶天仙 身材高大 额头凸起一块 眼睛中有星光闪烁 在小岛边上的海水里 还有波浪翻滚 似乎有一头幼龙 在水中玩耍 中年人抬头望天 看向情敌 面沉似水 隐忍着没有出手 情敌停在空中 望向对方 隔空传音道 这位龙兄 莫要发怒 请听我一言 中年人不吭声 一双圆眼瞪着情敌 情敌道 白鹿园东角 青龙四北狼 桂树家道生 青龙对道鱼 中年人瞳孔骤然缩小 终于开口了 你懂得 龙族古老的切口 跟龙族有什么渊源 情敌道 我想跟你做一笔生意 拿一段青龙金仙诀 跟你换几株清廉 你怎会有我族的心法 无需多问 有了这段心法 能为你进阶天龙 节约一半的时间 好 你先给我心法 让我看看 是真的还是假的 情敌取出一张空白玉碱 当场用神识刻画了五百个字 然后从空中抛了下去 中年人迎风一招 将玉碱抓在手中 神识一扫 面露喜色 过了好大一会儿 他忽然抬头道 这套心法尚不完全 还请先生赐我完整的功法 我愿意拿清廉跟你交换 请你捎蛋 我去去就来 说完他一头扎入水中 身影消失不见了 大约过了半炷香的功夫 忽然有一位老者 从水中浮出来 中年人出现在他的身后 情敌看向老者 发现他的功力 比中年人还要高 显然是一位祖先 乃是龙族的大人物 于是拱手道 打扰龙军了 老者纵身而起 飞在空中 靠近秦敌不过离许 道 请问先生来自何方 跟传说中的清帝宫 有什么关系 秦敌答道 我见过清帝宫的 先王像团 从他那里得到了 龙族的心法 老者道 先生来此地界 只是分身化影 龙军莫多问 请先生传我完整的 金仙诀 我为你准备好了清廉 第587章 清目斩 老者将一枚戒指 隔空抛过来 秦敌伸手接住 神石一扫 发现里面有数十个连棚 还有成捆的莲藕 以及三四阶的仙连 于是他又取出一枚空白玉剪 痴痴刻画了两千字 然后抛给对方 老者拿到玉剪后 双目放光 哈哈大笑 如此功法 十分高妙 多谢先生了 秦敌拱手 说道 我来这儿 是为了寻找 传说中的清目斩 请问龙军 有没有听说过 刘武方和他的五行斩 老者眨了眨眼睛 道 早年我躲在水底 远远地看见过刘武方 他有先王的修为 让人不敢直视 不过他后来去了仙界 有了新的仙宫住址 武林界 只是他的祖地 你能确定 他死后五行斩 飞回来了 秦敌随口说道 我不晓得 只是奉命过来查看 老者以为 秦敌只是一具分身 本体可能在遥远的仙界 所以不以为意 道 木林界有一片神秘的区域 普通的修饰难以接近 那便是清廉高原 你可以去那里找一找 说不定会有收获 秦敌道 多谢龙军指点 告辞了 先生请走好 秦敌转身飞走了 老者身后的中年人低声道 父亲 你为何不出手 将他拿下 我猜他身上还有更宝贵的心法 若是将他囚禁起来 一点点榨干他掌握的法门 岂不是对我们很有好处 老者摇头 沉声道 我从他身上闻到了龙族气息 他虽然不是龙族 但肯定跟龙族有很深的关系 我们犯不着得罪他 父亲 我以为他修炼了龙族法相 才会有那种特殊的气味 飞一眼 他肯定接触过龙族 我听说 即便是清帝宫的长老 也未必掌握青龙金仙诀 他可能没说实话 不知道从何处得来的法诀 父亲 有了这段法诀 真能修成金仙吗 有了他 能帮我节省许多年光阴 秦敌沿着青莲和逆流而上 又回到铁木门 继续往前走 沿河依旧有不少的门派 有许多的宫殿和亭台楼阁 还能碰到不少的修饰 修饰聚集的地方 有小型的城池 有些店铺的外面 经常有求够青莲的招牌 显然对于本地的修饰来说 青莲是一种好东西 秦敌悄悄包了一把青莲子 一面走一面往嘴里丢 他发现 青莲子有很强的宁心安神的作用 能够在一段时间内 对抗天人武衰 特别是那种类似于走火入魔 五星繁热的情况 然而 秦敌自身并没有这些状况 所以他吃青莲子 纯粹是暴殖天物 因此 他看见那些求够青莲的招牌 便走进去跟对方交谈 顺便出手一些青莲子 倒是莲藕 还有提升功力的作用 都被他留下来了 秦敌顺便购买了一些仙木星 木仙精 还有仙徒 仙木星是指仙术的木星 里面蕴含着仙术领悟的天道法则 木仙精 是指仙术脚下的仙灵脉 吐出来的仙精 能快速提升木修士的功力 至于说仙徒 木灵界也有仙徒的 但不是人为培养的 而是本来就有的仙壤 本地多是木修士 他们关注的是仙术 因此 仙壤的价格比土灵界便宜很多 秦敌放慢了速度 一连走了三十天 渐渐接近青莲高原 他发现 前面的地势越来越高 湿度越来越大 空气中弥漫着白色的雾气 再往前走 碰到的高阶修士越来越多 附近的宗门却越来越少 低阶修士比较少见了 这一日 秦敌正往前走 忽然听见风云激荡的声音 还有叱咤呼喊的声音 他靠近一看 发现有一位五阶天仙 正在跟一头猛虎交手 而那头猛虎的功力 也到了天仙街 这让秦敌心头警觉 意识到青莲高原 可能是虎族盘踞的地方 他在自己身上 贴了一张仙街三品的逆宗服 再贴上一张仙街三品的遮天服 隐匿了自身的气息 悄悄从旁边绕过去 再往前走 他又看到几位天仙 在白雾之中匆匆掠过 也不知道在寻找什么东西 前方 树木越来越高大 白雾越来越浓密 已经很难看清道路了 继续往前 似乎是一片原始森林 树木一棵挨着一棵 枝丫相接 树根交错 空中萌萌隆隆 抬头不见天日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秦敌忽然看见一位 身穿黑衣的老手 坐在一株高大的树梢 双眼紧闭 随风摇摆 不知道是已经死了 还是依然活着 秦敌站在那里 施展天时地厅 才能察觉老索的心跳 老索还活着 这人功力很高 乃是一位出街祖先 秦敌不敢招惹对方 于是想悄悄避开 然而 正在这时候 老索忽然睁开眼睛 向这边看了一眼 道 咦 年轻人 你来这边做什么 难道不晓得 清廉高原 乃是木修士的坟场 秦敌还真不晓得这一点 他没有再往前走 而是抱拳失礼 对不起 打扰前辈清修了 老索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说什么清修 我在这里等死呢 秦敌道 前辈说笑了 老索却道 我没有说笑 年轻人 你若想活命 就别往前走了 清廉高原乃是禁地 不是临先该来的地方 只有将死之人 才会来到这里 不会吧 我关前辈气血 还算旺盛 至少还能活几百万年呢 身为修士 若无法再进一步 跟死了 有什么区别 前辈 您怎么停在这里 不继续往前走了 年轻人 你来到这片森林 没有感觉到木煞 哪有什么木煞 哎 你已经病入膏肓了 秦敌早已经察觉 这里有木煞的存在 但他并不在意 所谓木煞 实际上是仙术 非正常生长 释放出来的杀机 仙术跟人一样 也会面临天人武衰 再进入衰竭期时 会放出煞气 而这种煞气实际上 属于变异的阴灵气 秦敌修炼过神魔炼体大法 所谓神魔 其实就是指阴阳并修 不管是阴气还是阳气 都能够吸收入体 因此之故 他才不在乎什么木煞呢 而那位坐在树梢头的祖先 一生修炼的乃是纯阳之气 遇到木煞就觉得浑身疼痛 那感觉就像肚结一样 他来这里 也不是自找苦吃 而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寻找刺激 想要找到修炼进阶的途径 他之所以不敢再往前走 乃是因为前头的木煞更厉害 他趴进去之后 会真的死在里面 秦敌一面跟对方胡扯 一面悄悄绕过去 走出一段距离后 才对老索说道 前辈多保重 我去前面看看 能不能找一株仙树 找到了就回来 老索嘿嘿笑道 仙树到处都是 你又何必去森林深处 秦敌道 我想寻找剑木 剑木 那种传说中的神术 这里会有吗 我反正没有见过 秦敌已经转过头去 不再搭理这老家伙了 再往前行 又走了两个时辰 秦敌看见一位中年女修 赫然乃是三阶祖先 身穿黄色的袍子 头上插着金钗 面容娇好 看不出寿数 秦敌愈发小心翼翼 轻手轻脚 从旁边绕过去 忽然间 那位中年女修睁开眼睛 用干涩的声音喝道 站住 你往哪里去 秦敌吃了一惊 赶紧攻身道 对不起 惊扰前辈了 你是哪门哪派的弟子 为何来到此间 我是散修 过来探险的 你是魔门修士 否则怎能走到这里 奇怪 魔门不是被灭绝了吗 我可是堂堂正正的先修 前辈您看错了 你进前来 让我仔细瞧瞧 秦敌师展开 逐日仙部 嗖的一声 窜进森林深处 去了 中年女修犹豫了一下 没有起身追赶 自言自语道 再往前五千里 就有高阶仙阵笼罩 你还能逃往哪里去 我就在这等着 用不了多久 你还要返回来 秦敌身法极快 只是片刻之间 便一头撞上了 柔软坚韧的阵魔 他定睛一看 发现阵魔色成六彩 赫然乃是一个六阶仙阵 秦敌心想 这里怎么会有六阶仙阵 这是谁嫌的无聊布置的 青木斩是否在里边呢 他围着仙阵 走了一段距离 发现大阵笼罩的范围很广 周围全是参天大树 他还看见几个修士的肉身 那些人有天仙 有祖先 都已经死去很久了 就连洞天都变得残缺 秦敌悄悄追问 待在身边的金风斩 你有没有察觉 青木斩的信息 金风斩传来回应 是有一些若有若无的感觉 但是找不到具体的位置 秦敌道 或许是因为隔着大阵的缘故 等我破开大阵进去看看 他用仙王戒一划 那六色阵膜 便出现一道裂缝 他撕开裂缝 纵身跳了进去 里面的空间很开阔 一眼看不到镜头 形同于一个小世界 青天朗日 清风袭袭 近处芳草漆漆 远处有一些株仙树 秦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感到这里面并没有木煞 而是有极为丰富的仙灵器 这时候 他听见金风斩的提示音 主人 我感知到 青木斩的存在了 他就在我们脚下 秦敌已经意识到 这个宽阔的小世界 就是青木斩的内部空间 他低头看向地面上绿色的小草 发现那不是普通的小草 而是生长多年的仙毛 他看见仙毛遍布原野 一直延伸到天边 经不住心中欢喜 这是好东霞 仙毛看似卑贱 其实有很大的用处 仙毛的根有 清热凉血的作用 能够抵御风火节 对于度过天人五衰有好处 仙毛跟青莲香和当茶饮 可以明心安神 形同于旺幽茶 仙毛还可以作为伙计的材料 他迈步往前走去 看见原野上有数百棵仙树 等级最高的 已经到了仙阶五品 品种繁多 总计数十种 其中包括仙竹 仙松 仙板 仙杏 仙桃 银杏 水山 礼树 礼树 然而那些果树都很少挂过 他还看见一个小湖 湖中有五阶的青莲 开了白色的莲花 却没有莲棚和青莲子 他看见一个圆形的宫殿 样式古朴 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 宫殿的大门敞开着 然而却看不到人影 情敌站在宫殿的外面 刚想迈不入内 忽然心中一礼 与此同时 他得到两个提示音 一个来自于金风斩 我闻到前主人的气味了 但是气味很淡 若有若无 另一个声音 来自于戴在手指上的仙王剑 宫殿之中 有大仙的一丝残魂 情敌追问道 还剩下多少残魂 仙王剑回答 约有五分残魂 尚不足一线 情敌略微输了口气 如果是仙王的一根残魂 会对我造成压力了 只有五分吗 倒是不要紧 他又掐指演算了一番 得出的卦象并没有凶险 于是迈步走入大殿 大殿里静悄悄的 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殿中珠光宝器 靠墙有几个架子 上面摆满了琉璃盏 桌上有几卷金书 一个金光闪闪的波鱼 还有一个琉璃塔 地上丢着一口断剑 赫然乃是巴结的仙剑 可惜已经断作两截 大殿一脚则堆了几个木箱 情敌没有碰出那些宝物 目光看着墙上挂的一幅画 画中有一位中年人 站在高山之巅 长发飘飘 头顶有一只青盘 双肩各有一只圆形的盘子 双手也各自拖着一个盘子 五个盘子都有独特的颜色 合在一起 泛出青色黄白黑五色光芒 带着独特的魅力 情敌只看了一眼 眼睛便挪不开了 那位中年人的眼神忽然一闪 似乎活了过来 嘴角微微上翘 露出蔑视的笑容 一个声音想在情敌脑海中 嘿嘿 这句肉身不错 恰好是五行兼修 可以让老夫夺赦 情敌做出惊恐之相 问道 你是谁 那个声音答道 你闯入我的家中 还不知道我是谁 嘿嘿 我便是刘五方 你 你也是五行兼修之人 嘿嘿 我原本是黄帝公的精英弟子 可惜 黄帝公解散了 要不然 我说不定 已经成为先帝了呢 你骗人 黄帝公不都是土修吗 你怎会五行兼修 小子 你真是孤陋寡闻 岂不闻五行运化 土居中央 我西年得到一部分 五点 金章 从中悟出了五行大道 第五百八十八章 残魂魅影 刘五方或许很多年没说话了 所以看见有人出现 他便像猫戏老鼠一样 想跟对方多聊几句 秦敌也不是真的被话中的五行精光制住 他想趁此机会得到的更多的信息 于是暂不动手 站在那里 跟对方胡扯 前辈 你莫要夺受我的肉身 我也是黄帝公的弟子啊 胡说八道 黄帝公早在五百万年前 天庭崩解的时候 就悄悄解散了 你才多大岁数 如何能成为黄帝公弟子 我真是黄帝公弟子 也学过 三分五点的 要不然 我给你背诵一段 哼哼 你要是真能背诵出来 我倒是可以 将你的神魂保留下来 至于说肉身嘛 还是要夺赦的 前辈 你既然是黄帝公弟子 当初入门的时候 就该发过誓 不得残害同门 对不对 嘿嘿 你太年轻了 不知 从哪里学了一点道法 又没有将魂灯留在黄帝公 如何能算是我的同门 我的魂灯 早就留在黄帝公了 我是转世重修之人 我的岁数比你还大 要不然 黄帝公都已经解散了 我去哪里学习 三分五点 少说废话 你先背诵一段五点 我听听是不是真的 五行四项 雾极攒银如何样 黑水红云 白马被牛两下分 金车宝碾 大道宜然烹玉线 碾露如银 搬在婴儿出世尘 图画中的中年人在侧耳倾听 面上露出惊异之色 心里感到 这年轻人背诵的 好像是真的 可这些内容又很陌生 连他也没有听说过 因此 他倒是不急于动手了 他觉得自己有把握拿下此人 因为这是在自己的仙宫中 那件金波和琉璃塔 都是仙器 虽然说他 只剩下一丝残魂 催动仙器的速度比较慢 但只要 对方没有逃离青木斩的范围 他就能将对方收拾了 情敌继续背诵经文 人心为微 道心为微 为经为医 允直觉中 老实讲 他以前 的确跟那些大帝学过三分五点 但是 前面那部分内容 乃是胡扯 而这段经文 才是真的精髓 果然 刘武方听见这十六个字 立马心中迷惘 整个人变得糊涂了 这些字 虽然简短 却是三分五点的核心 其中的含义 博大精深 好多人呕心立血 也想不明白 刘武方 竟然学过五点 而且靠着他修炼到 先王境界 自然对这十六个字 有极深的胆触 所以他 一下子掉进 情敌洼的陷阱里 此时此刻 他已经将情敌忘记了 还以为 仙宫中空无一人 自己正在闭关悟道呢 情敌悄悄伸手 将墙上的图画 收入网生罐中 网生罐 但经过他的反复计恋 又刻画了不少的仙阵 早已经晋升为 三阶仙气了 按理说 三阶仙气 想困住先王 是不可能的 但是 刘武方 只剩下一丝残魂 网生罐 恰好是鬼气 对魂魄 又很强的约束 刘武方 无法透过网生罐 给外面的仙气 发号施令 他也就不能 拿情敌怎么样 情敌还有些不放心 干脆将网生罐 收入仙气九鼎中 九鼎乃是 八阶巅峰的仙气 里面有三个空间 一个用来盛水 一个用来载人 还有一个用于 囚禁大妖和犯人 如此一来 这刘武方 是没办法逃出去了 情敌这才有功夫 去查看店中的物品 那件琉璃塔 乃是一件五阶仙气 那件金波 乃是一件六阶仙气 就连薄骨架上 摆着的一套琉璃盏 都是四阶仙气 然而这些东西 落在情敌眼中 也只是稀松平常 他若有金仙级别的修为 就能炼制出这样的仙气了 在他看来 别人留下的法器 终究不如自己炼制的好事 至于说 桌上那几卷经书 情敌只是瞄了一眼 同样没放在心上 他已经掌握了 五十四万大道 浩如烟海的功法 境界不知道 比刘武方高多少层 真正让他感兴趣的 是墙角的箱子 里面装满了 仙木星和仙金 仙木星是仙术的树星 被挖出来以后 直径有大有小 大的有两三尺 小的就像鸡蛋一样 里面有丰富的纹理 每一条纹理 都是天道法则 这种仙木星 乃是木修士 拿来悟道的好东西 将其埋在剑木之下 也能提升剑木的境界 随后 情敌找到了地宫的入口 看见大量的仙木 可以拿来制作弓箭 仙琴和木系仙器 除了仙木之外 他看见墙上悬挂着一面仙谷 那谷乃是六阶仙器 看上去有些来历 不知道刘武方从哪里抢来的 经过一番寻找 情敌找到了控制机关 看见了青木斩的气灵 八阶仙器的气灵 已经化成了人形 平日里藏在仙器中 偶尔出现在人前 看上去跟真人差不多 但是性格简单直爽 不像真人那么狡诈 情敌念诵 神器诀 很快沟通了气灵 问道 外面那层七阶仙阵 是怎么回事 气灵脆声回答 那是残魂魅影 释放的大阵 情敌微微一愣 你是指刘武方 柳先生是我的前主人 但他已经陨落了 残魂并不是柳先生 只是他的魅影而已 新年 刘武方陨落的时候 三魂七魄都被绞杀了 只有一道魅影 随着青木斩逃走了 所谓魅影 乃是残魂的影像 就像分身画影一样 不管是性格还是意念 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他不是原来的刘武方 八阶仙器有独立的意识 只会服从主人 纯阳神时的约束 不会接受魅影的管教 就算一时听令 也只是习惯而已 接下来 秦敌只是青木斩 一点点缩小 最后变成了一个圆盘 被他收了起来 随后 他从大阵里钻出来 向着北方急奔 青木斩被收起来以后 位于西侧的那两位祖先 立马就感到了明显的变化 咦 怎么回事 为何木煞之气忽然大幅减轻了 其实 本地的木煞 并非仙木陷入天人武衰的结果 而是由青木斩带来的 青木斩跟金风斩一样 一直在不停地远转 向外吐出木煞和金煞 归根结底 是为了得到更高阶的仙金和仙木 不久 先后有六位祖先 聚集在七色镇魔的周围 心中狐疑 彼此交流着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为何木煞之气 在渐渐消失 这道七色镇魔 似乎也不如以前饱满了 有人伸手一戳 发现镇魔向内凹陷 感觉很诧异 不对 这附近的仙灵器 在急剧下降 好像有人抽走了地下的仙灵脉 那位三阶祖先女 修取出一口五阶仙剑 试着劈向镇魔 一般情况下 饱满的七阶仙镇 是不可能被五阶仙剑劈开的 然而 他一剑斩下 就听见吃了一声响 镇魔裂开了一条长长的缝隙 其余五位祖先见此情景 也都取出仙剑 斩向七色镇魔 他们劈开镇魔后 向里探头张望 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巨大的深坑 一眼望不到尽头 于是 每个人都呆住了 这 怎么会这样呢 怪灾 那么高阶的仙镇 就为了保护一个深坑 难道说 坑底有什么宝物不偿 于是 这些人争先恐后地钻进去 飞入坑底寻找宝物 然而他们找了半天 找遍了方圆五百里的盆地 下面却什么都没有 至此 这些人才意识到出问题了 这里原本可能有一件仙器 如今仙器被人收走了 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 有人高声大喊 这件事是谁做的 哪位道兄收走了仙剑 麻烦出来 跟我们说一声 有人道 你喊什么呀 但凡有能力收走仙器的 又怎么会守在外面密林中很多年 在场的都是知根知底的人 谁有能力破开七阶仙镇 虽然说 这六位祖先都来自不同的门派 但是 祖先在武林界属于顶尖的存在 他们以前都彼此见过面 甚至可能交过手 谁有几斤几两都很清楚 有人道 既然有仙器存在 就不可能凭空消失啊 诸位近日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进来 一位身穿黑衣的老索说道 我见过一位少年 功力低微 才只是低阶临仙 从我静坐的地方经过 向着这个方向来了 有人问 金木索 你见那少年长什么模样 老索道 身高八尺 相貌英俊 见梅朗木 圆壁风妖 哼 每个少年都这个模样 没有特色怎么寻找 这时候 那位身穿性黄袍的中年 女仙发话了 我也看见那少年了 他移动的速度很快 不惧木煞 似乎是魔门修饰 新娘 你看清楚了吗 木灵界哪来的魔门修饰 我看清楚了 本想换他过来仔细盘问 谁知道 他跑得很快 搜的一下就不见了 我受到木煞的困扰 一时犹豫 没有追上去 谁知道 竟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既然如此 那赶紧追查 只要他还在木灵界 应该能找出来 于是 六位祖先彼此对视了一眼 不再犹豫 掉头就走 试想 七阶仙镇保护的仙器 会是什么样的仙器呢 只要找到那少年 就能找到仙器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虽然说 这六个人中 只有两位见过秦敌 但他们都有庞大的人脉 说不定运气好能找到 秦敌对木灵界并不熟悉 他从土灵界过来的时候 落脚在铁木城 铁木城距离青莲高原很远 此时 他已经来不及返回铁木城了 于是他施展逐日仙部 静止向北方奔去 远离青莲河之后 越往北走越荒凉 仙树不见了 仙灵树不见了 到最后灵树也看不见了 只剩下漫天的摔草 再往前走 料无人烟 更别提修士了 没有仙灵脉的地方 自然就没有修士定居 半天之后 秦敌来到木灵界的 北部边缘地带 外面就是虚空云海了 他掐指掩算了片刻 然后纵身跃入云海 这片云海极其宽广 其中充满了虚空裂缝 秦敌有仙王界定位和指引 结合逐日仙部 只用了半年光阴 便穿过虚空云海 抵达北方的水灵界 正如当年天仙若幽所说的 水灵界有五大湖 湖底有仙泉 可以冒出仙水 这五大仙湖中 有四个湖被大宗门占据了 只有一个开放给散修 秦敌很快了解到 本地四大宗门 分别叫幽水门 弱水门 寒水门和苦水门 这四个宗门都有祖先坐镇 幽水门只是略微强一点 还达不到一手遮天的地步 秦敌懒得挨个考察每个大湖 因为那样做太麻烦了 四个仙湖被宗门占据 除非他冒充各大宗门的弟子 才有机会悄悄摸进去 他心想 我要找的 碧水门 应该不在四大宗门占据的地方 如果被某个宗门控制的话 势必造成一家独大的结果 这跟现实的情况不符 他也不认为 碧水门位于第五个大湖的附近 因为那里有很多的散修 人来人往 如果有宝贝 早就被人发现了 那么 碧水门究竟位于何方吗 秦敌不停地在各大仙城闲逛 寻找地图和相关的蛛丝马迹 他心想 既然金风门能放出金煞 青木门能放出木煞 碧水门会不会放出水煞呢 按理说应该如此 既然这样 那就应该去寻找 有水煞的地方 他仔细研究水灵界的地图 发现五大湖的分布 很有意思 就像五角星一样等距排列 它的目光落向五角星的中心区域 那里有一片海域 方圆三千里 换作黑海 海水是黑色的 据说海中没有鱼 也没有任何的活物 于是 秦迪直接前往黑海 查看那里的情况 令他感到诧异的是 黑海周边没有人 也没有树 整片海域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他沿着海边走了大半天 只看到一个残破的宫殿 殿门口有个石碑 上面写着五方殿三个字 除此之外 还有几行字 大部分无法辨认 有几句能勉强认出来 黄沙杨木矮 黑海起腰分 独语军携手 行银看白云 秦迪一时间猜不透碑文的意思 他翻看买来的预检材料 结果发现 这里原本是刘武方居住的宫殿 自从刘武方陨落后 他的宫殿被人闯了进去 纵然有什么好东西 都被一抢空了 多年以后 宫殿变得残破不堪 大殿都毁了 只剩下断圆残瓦和模糊的石碑 而相传这片黑海中 曾经出现过金仙级别的龙 一口气吞噬了很多人 后来那条龙也消失了 海中还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残魂 在海面上漂浮游荡 因此之故 一般修士都不愿来这里 免得招惹邪魅 再加上海水也莫名其妙地 变咸变苦 如果被水沾染了身体 身体会感到很痛 甚至还可能触发天人武衰 这让修士们将此地视作禁区 第589章 金仙雷倩云 秦敌围着残破的宫殿转了一圈 希望能得到金风展和青木展的提示音 然而 他并没有得到提示 显然 碧水展并不在这里 他正在这里徘徊的时候 达远处飞来一位天仙 这位天仙看相貌是一位中年人 真实年龄不知己许 身材魁梧 抱头还眼 身穿褐色短衫 手里提着个青色的葫芦 他把葫芦丢入黑海中 转过头来望着秦敌 问道 小子 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 秦敌道 我在这里平吊古人 请问前辈 你取这海水 有什么用处 中年人不达 环顾四周 又问道 你是哪门哪派的弟子 难道不晓得 黑海乃是禁区 一般的修士 不可以过来 秦敌道 我没有接触海水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地方有残魂游荡 活人在附近经过 一不小心 便可能神魂被染 多谢前辈提醒 那我一会儿就走 秦敌能看得出 眼前这人只是二阶天仙 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 所以 并不介意 对方说什么 他缓缓走向海边 蹲下身子 将手伸入水中 他的手一接触海水 立马便感到 这水与众不同 那里含有水煞 什么是煞 可我五行之神也 什么是水煞 乃是阴水 对修炼纯功法的先人来说 各种有害之水 便是水煞 但是反过来 水煞也可以拿来淬炼肉身 特别是 对于修炼魔门心法的人来说 水煞乃是好东西 秦敌修炼的神魔炼体大法 同样需要水煞来刺激肉身 他因为转世重修的缘故 以前曾经用亡魂海的血水 来淬炼肉身 知道最后形成的天道纹理 是什么样子 所以 现如今 即便没有水煞 他也可以凭空演化出 肌肤凑理的符纹 但如果有大量水煞的话 则可以加速这个过程 而对于顾如虎来说 就更需要水煞来刺激肉身 从而修炼出 神魔炼体大法了 因此 秦敌蹲在那里 手伸入水中 面上露出笑容 这一幕被那位中年人看到了 心中咯噔一声 暗道 一般人伸手入水 都会感觉到疼痛 他还怎么还笑起来了 难道他跟我一样 修炼过特殊的法门 中年人望向秦敌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出自哪个门派 秦敌道 我叫秦竹 出自水行门 他纯粹是顺口瞎说 逗人家玩的 中年人皱眉 水行门 没听说过 你练过何种脆体的功法 为何不怕苦水的侵蚀 秦敌站起身来 甩了甩手 说道 我练得金刚不坏之身 乃是出自佛门的功夫 武灵界没有佛门修饰 这么说 你是下界飞升上来的 嗯 你说的没错 中年人眯起眼睛望向海面 心里犹豫着 要不要将秦敌拿下 他看秦敌只是二阶灵仙 身上连口仙剑都没带 就算杀了也没几两肉 所以懒得动手 这时候 秦敌忽然道 前辈 我看你面色发暗 手臂上有龙形符文 是不是修炼了妖族的功法 中年人瞳孔骤然缩小 冷哼道 休要胡说 当心祸从口出 不小心丢了性命 秦敌黑黑笑道 在我眼中 人与妖并没有区别 前辈又何必心惊肉跳 我家里 还有十来位妖羞呢 连祖先接的大妖都有 听见这话 中年人心中一致 面线惊异之色 更加不敢动手了 秦敌又道 请问前辈 我看这石碑上 有毒语军携手 行银看白云 这个军指的是什么人 中年人眨眨眼睛 收敛杀鸡 说道 刘武方当年有一位红颜知己 名叫雷倩云 善于击鼓 乃是一位金贤 后来此人不知所踪 有人传言 说他被刘武方害死了 秦敌想起见到的那面仙谷 问道 既然是红颜知己 刘武方又为何要害他 刘武方陨落后 五行门的弟子 被群仙联手绞杀 有人透露出一些消息 说刘武方出自皇帝宫 雷仙云是他的同门师妹 他的父亲是皇帝宫的长老 掌握了某种核心秘籍 刘武方为了得到秘籍 才跟雷仙云交好 后来反目成仇 哦 原来如此 中年人收起青色的葫芦 又看了秦敌一眼 心里有所顾忌 觉得秦敌有古怪 于是甘笑两声 小兄弟 多保重 有缘再会 秦敌笑道 前辈请走好 待到中年人去远 秦敌将大禹九鼎取了出来 将其丢入黑海中 同时念宋神弃绝 按理说 九鼎也是八阶仙气 等级比金风斩和青木斩 只高了一点点 也应该听从秦敌的吩咐才对 然而实际上 秦敌并不能完全掌握九鼎 原因是 九鼎的主人乃是先帝大禹 大禹并没有死 所以秦敌无法收服九鼎 让他认主 这跟金风斩和青木斩不同 刘武方已经死了 留下来的残魂魅影不算数 所以秦敌能念宋神弃绝 让这两件仙气 接受自己为主人 仙气一旦认主 就变得听话了 九鼎没有认主 秦敌即便念宋神弃绝 也只能求其帮忙 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他 不过 这一次九鼎听取秦敌的指挥 开始收取黑海中的水煞 九鼎内部的储水空间很大 能装下地球上 整个云门大泽的水 而西年的云梦大泽方圆数千里之阔 比后来的洞庭湖大得多 两天之后 秦敌将九鼎收起来的时候 发现黑海的水位赫然下降了五尺 黑海被称作海 其实它是一个大湖 水位下降之后 露出了大片的陆地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岛屿 秦敌纵身飞向湖心 湖心有一个比较大的岛屿 覆盖了黑色的淤泥 他刚接近湖心岛就得到青木斩和金峰斩的提示音 说闻到碧水斩的气息了 就在湖心岛的下面 于是秦敌毫不犹豫 施展土盾绝 一头扎进淤泥里 他沉入地下数百丈 发现下面全是五六阶的鲜水 水质成澈碧率 数量之多 难以计量 他看到碧水斩的气灵 呈现出人形虚影 一动不动 躺在一具冰棺之上 秦敌念宋神气诀 将其唤醒 设法与其沟通 与此同时 金峰斩和青木斩 也在旁边帮着劝说 所以很快的 碧水斩便被说服了 然而 他却轻轻拍了拍冰棺 道 这个冰棺中 有雷仙云的肉身 他被镇压于此 已经很久很久了 先生能不能将冰棺收走 它的存在 让我难以获得安宁 秦敌破为惊讶 怎么 雷仙云还活着吗 这里只有他的肉身 和一半神魂 只能算是半死状态 有一半神魂 对于金仙来说 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秦敌走过去 看见冰棺上 刻满了符文 鲜水填充在 符文刻度之间 将冰棺中的肉身 压制得死死的 他神识传音高声道 石前辈 在下秦竹 想要救你出来 请你发下天道誓言 日后莫要与我为敌 冰棺里静悄悄地 过了好久 才传出沙哑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不相信 这世上还有好人 秦敌道 我看见你那面仙谷了 就冲那面谷 我想要救你出来 我的仙谷 与你何干 你是什么人 我跟仙音门 有很深的渊源 仙谷也属于乐器之一 可我是皇帝公弟子 并不是仙音门的人 有了仙谷 才可以合奏真正的 云门大眷 这是皇帝公群 先庆典的乐章 你不会没学过吧 我是皇帝公 新年三大鼓手之一 当然 熟悉有关的乐章 我问你 刘武方那间人 是不是已经死了 刘武方 身死盗销 尸骨无存 前辈若宣誓不与我为敌 我便放您出来 否则 我将兵关封印 你再也没机会出来了 好吧 我愿意发下天道誓言 此生不与你为敌 秦敌伸手一抹 将冰关上的符纹抹去 然后咔嚓一用力 将棺盖略微松动 道 前辈随时都可以出来 你需要什么东西 也可以跟我说一声 冰关里传来声音 道 我是火修士 不喜欢沾染鲜水 请将冰关带到外面 我自然便会出来了 秦敌道 好说 请前辈稍等片刻 随后 碧水盏开始缩小身形 化作持续大小 里面是银银鲜水 秦敌将碧水盏收起来 一手托着冰关 从很深的地下钻出来 然后纵身往南方奔去 一口气跑出三万里 这才站在一座山栏上 召唤灵水 清洗法衣 只是片刻之间 他身上的污迹全部消失 恢复了齿白唇红 玉树凌风的年轻人形象 等他转过头来 发现身后站着一位女仙 穿着火红的衣裙 面如白玉 身形窈窕 只是眉间有些凝滞 显得不太自然 他缓缓对秦敌攻身 说道 多谢小先生救我出来 请恕我神魂不全 多年没有活动 肉身变得僵硬了 秦敌微微一笑 道 恭喜前辈摆脱困恶 雷仙云清探道 我被人囚禁多年 耽误了修行 还以为再也无法脱困呢 没想到还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请问刘五方是怎么死的 秦敌道 据说是挑战别的先王 被对方斩杀了 具体情况 我也不清楚 你收集他的五行斩 不怕有残魂留在里面 刘五方乃是先王 功力很高 即便死了 也可能有残存的神石 躲在某个地方 不怕 我懂得神器诀 有神器诀的天道约束 除非刘五方凑齐一半神魂 才能重新掌控五行斩 单靠一星半点的残魂魅影 是没办法威胁到我的 小先生 你真的只是灵仙吗 灵仙怎么能沟通八界仙器呢 我的背景十分复杂 你可以认为我是转世的仙人 请问秦先生 你以前是金仙吗 远在金仙之上 哦 这么说 你不该称我前辈 请叫我雷仙子即可 好吧 从今以后 我换你雷仙子 雷仙云伸展手臂腰肢 眉毛紧促道 我想跟你借一些仙石 仙精 借以催动器血运转 秦迪道 仙石 仙精没有用 我带你去南方火灵界 多吸收几朵鲜火就好了 那好 多谢秦先生 另外 冰棺不适合你存身 这是你的仙骨 我给你带来了 两只骨锤 是中空的魁牛腿骨 你可以暂时借助 雷仙云展颜一笑 道 骨锤中 有我以前收藏的宝物 没想到 被你给找回来了 里面还有个火域床呢 秦先生 您真是善解人意 多谢多谢 他身形一闪 飘身进入骨锤不见了 秦迪收起仙骨和骨锤 纵身前往幽水城 幽水城是幽水门所在的仙城 那里有传送阵 直通南方火灵界 当秦迪取走碧水展的时候 水灵界的五大仙湖 都发生了变化 湖底的仙泉 忽然停下来 不再向外喷涌鲜水 老实讲 这五大湖的地下水脉 都是跟黑海连通的 碧水展就像大型的水泵一样 给五大湖提供动力源泉 同时借此祭炼和分化仙水 将高阶仙水收藏在碧玉展中 将低阶仙水排入五大湖 同时将水煞吐出来 形成了令人畏惧的黑海 因此之故 碧水展被取走 五大湖的仙水喷涌 暂时停下来 要想再度恢复喷涌 恐怕需要漫长岁月的积累了 五大仙湖的变化 并没有被人很快察觉 因为湖水很深 湖面很大 仙泉位于湖底 人们从岸上只能看见 轻微的水波荡漾 看不清仙泉的变化 但是用不了两三天 还是会被人发现的 于是三天之后 幽水门 落水门 寒水门 和苦水门的老祖 都警觉仙湖的改变了 他们亲自前去探查 下到湖底观察仙泉 眼见仙泉没有一丝动静 每个人都感到心情沉重 这些人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互相联络 聚在一起 商讨对策 清幽上人 乃是幽水门的祖先 乃是一位中年人 身材高大 四方脸 棱角分明 眼神锐利 无怒而微 率先开口 声若红中 诸位 不知何故 水令界发生了骤变 这对我们四大宗门 都是极大的考验 仙泉停止喷涌 相当于宗门断了根基 没有鲜水 我们的弟子没办法进阶 有谁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五百九十章 抵达火灵舰 韩泉上人 乃是韩水门的长教 是一位比较年轻的祖先 原本是一字眉 此刻聚成一团 说道 我比较担心的是 是否原来五行门的长教 先王刘武方 死而复生了 毕竟他的功力其高 超乎我们的想象 是他强行将灵界分成五块 变成了今天这个鬼模样 他若是回归 说不定会抽走仙灵脉 导致地下水脉匮乏 从而使仙泉停止喷涌 苦水门的太上长牢 乃是苦仓上人 也是一位中年人 体型瘦高 脸型细长 说话的声音有些干涩 道 不对 我去湖底的时候 曾经放出神石 深入地下十余里 发现地下的水脉还在 并没有被人抽走 另一位若水门的祖先 若蕊上人 是一位女修 满头银发 看上去年纪很大了 用低雅的声音道 先王刘武方复生 这怎么可能呢 相传 西年刘武方修成了先王 刚刚登上先王剑 为了正道夺取天庭颁发的先王剑 不得不挑战各路先王 他的运气不好 碰到一位厉害的人物 那人是先帝镇原子的清传弟子 名叫清云子 据说清云子有一根先接九品的木剑 乃是人参果树的树枝炼制的 他用木剑斩杀了刘武方 用乾坤大秀收了他的神魂 韩全上人道 可他还是让刘武方的五行斩 飞走了呀 五行斩分开来 每一件都是八阶仙气 合起来却是九阶仙气 因此撕破了乾坤大秀 或许有可能带走了一部分神魂 若蕊上人却道 事后清云子吞下刘武方的神魂 仔细检查发现 逃走的部分极少 单凭那些残魂 刘武方很难复原 清优上人问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 若蕊上人答道 后来清云子派他的徒弟碧云仙君 来武林界考察了三次 有一次碧云仙君召见我 让我帮他留意水灵界的动静 如果有任何关于五行斩 和刘武方残魂的下落 都可以用秘法通知他 众人闻言 皆陷入沉默 过了一会儿 忽然有人走进来 对清优上人道 启禀长老 门中弟子发现一件怪事 黑海水位大幅下降 水面减少了八成 湖中心出现一个很大的岛屿 岛上有一个深深的大坑 不晓得这件事 是否跟仙权的改变有关系 清优上人猛然站起来 道 走 过去看看 于是四位祖先纵身前往黑海 到了地方 他们发现 原本十分广阔的黑海 水面覆盖的范围大幅缩小 露出高高低低的海床 此时此刻 那些黑水还在向中央收缩 中央有片高地 高地的正中 竟然有个直径百里的大坑 黑水从四周的缺口 向大坑中流淌 距离填满大坑 还差了三十丈 估计等大坑填满的时候 外面的黑水将流进去大部分 四个人都看得呆住了 秦游上人性子暴躁 他奶奶的 这么个大坑 究竟有多么深 他是怎么来的 总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吧 其实他们来晚了三天 这三天里 不知道有多少黑水流入大坑里 因为碧水盏放开来 直径百里 高度也有数十里 一旦缩小 形成真空 自然引起外面的水网里流动 局部地区甚至产生了坍塌 苦仓上人深吸一口气 哦 应该下去看看才对 可是这黑水非比寻常 里面含有水煞 连我都不敢下去 若蕊上人悲叹道 就算下去 也已经晚了 看样子 这里 曾经有一件仙剑 刚刚被人取走了 什么样的仙剑 被谁取走了 会不会跟先王刘五方有关 天晓得呀 不行 这件事非同小可 我必须禀报碧云仙君 碧云仙君在武陵界吗 不 他在仙界定居 给过我一件仙罗 能够隔空传音 从仙界下来一趟 并不容易 估计等碧云仙涨下来 说不定 要过去几个甲子了 我们的仙权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既然仙灵脉还在 那就请仙镇师重新梳理 构建新的仙权法阵呗 正当这些人 充满了一句和忧虑的时候 秦敌已经通过 幽水门的传送仙镇 抵达南方的火灵界 火灵界方圆数十万里 拥有九座大型火山 还有数十座小型的火山 这些火山都集中在一片方圆五万里的区域 被各大门派占据着 来到这里之后 雷仙云便从鼓锤中出来 对秦敌道 我要去那九座火山 吸收鲜火和灵火 争取尽快恢复功力 秦先生 你要去哪里 秦敌道 我准备四处走一走 看看本地的风景 雷仙云笑道 我知道 你想找到五行斩中炎火斩 秦先生 炎火斩处于休眠状态 普通的仙人难以找到 我对刘五方比较熟悉 能帮你找到炎火斩 但你能否让我吸取一部分中接仙火 秦敌微微一笑 道 没问题 我也用不了那么多仙火 因为他能自主进行火剂 所以对仙火的需求并不强烈 雷仙云道 秦先生 你能否在这里等我一个月时间 届时我带你去找炎火斩 好啊 一个月的时间 我还是等得起的 秦敌从传送阵出来的地方 换作紫火城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仙城 居住了许多的火修 街上有不少的丹药店和炼器店 因为炼丹和炼器以火修为主力 比起其余的修饰相对容易一些 所以火修室中有较多的炼丹师和炼器师 秦敌有装冷提供二阶仙丹 有时候秦敌偶尔出手 炼制比较稀罕的三四阶丹药 所以并不需要从外面购买丹药 同样的 秦敌有货香炼制低阶仙气 还有秦敌未雨绸缪 在仲剑峰插着的数千口仙剑 也不需要从外面购买仙气 因此 秦敌只是在各大店铺浏览 借以消磨时间 很少出手购买 走着走着 他看见一个残碱店 走进去一看 发现里面有很多残缺不全的预解 他感到有些诧异 问道 这些预解是从哪里来的 店主是一位身穿轻袍的老者 功力并不高 只是一位三阶临仙 听见有人询问 赶紧答道 这是我从火灵谷收购来的 秦敌问 火灵谷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残缺的预解 火灵谷里 原本有五星门的分工 五星门被群仙剿灭以后 有人在火灵谷的地下挖掘 得到不少的功法预解 好的预解都被人搜罗走了 我这里只有残缺的预解 你别看他们残缺不全 其实那里藏着瑰宝 有时候 哪怕只有一两句真言 也可能对修士有极高的价值 秦敌的目光 扫视那些预解 虽然看上去都是预解 但是 材质有细微的差别 他捡起一枚紫色的预解 问道 有多少这样的预解 把我找出来 过了一会儿 店主拿来五十几枚紫色预解 道 就只有这些了 三块鲜石一枚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 这种预解比较抢手 因此卖得比较贵 秦敌拿出一百多块鲜石 然后神石扫过预解 说道 因为这些预解 并非出自五星门 店主很是惊讶 啊 不是五星门的预解 怎么会出现在五星门的地下呢 秦敌并没有解释 问道 火灵谷在哪 你这儿有没有地图 有 一颗鲜石一份 店主取出一份地图 顺便指出 火灵谷的位置 出了紫火城 向南方走三千三百里 那里有几座山巒 山石城紫红色 原本地下 有高阶火灵脉 如今火灵脉 都被人牵走了 山巒之间有一片山谷 原本是五星门的别宫 如今化作废墟 地下百丈 被挖过好几遍 连残缺的预解都 很难找到了 秦敌点点头 收了地图 便离开紫火城 奔向火灵谷 三千三百里 对他来说 相当于近在咫尺 只不过迈出六七步就到了 他看到了紫红色的山巒 看到山巒间的山谷 山上寸草不生 山谷里 则覆盖了荒草 秦敌在山谷里 走了一圈 没有听到金风斩 青木斩 和碧水斩 发出的提示音 显然这里是没有 盐火斩的 他来这里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寻找盐火斩 只是想看一看五行宫的旧址 他先前在殿里 见到的紫色残碱 并非出自五行门 而是来自于皇帝宫 秦敌很想知道 西年皇帝宫 为什么会解散呢 这个问题 他还没来得及 追问雷先云 或许就算他问了 也未必能找到答案 因为刘武方 只是皇帝宫的真传弟子 他能把雷先云片的晕头转向 说明 雷先云算不得很精明 秦敌为什么要寻找 皇帝宫解散的缘由呢 只有找到事情的真相 追寻那些大人物离开的足迹 他才能找到春秋宫 只有找到了春秋宫 才能寻觅自己的根 摆脱孤身奋战的局面 作为重生的先帝 修炼到一定地步 需要见到所有的分身和化身 只有收回分身和化身 才是一个完整的神仙 本体和分身化身的分分合合 乃是先帝提升境界的关键步骤 当然 在此之前 他需要大幅提升修为 否则在见到分身时 居于弱势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再者说 他也不能确定 春秋宫是否还存在 不知道以前的家人和门人弟子 是否还活着 所以 很想追寻有关的信息 秦敌在火灵谷转悠了许久 并没有得到什么收获 他没有灰心 这里毕竟是灵界 并不是仙界 也不是仙王界和大罗界 只有到了更高的位面 才有可能寻找到真相 这事急不得 必须慢慢来 于是 他又返回紫火城 随后几天 一直静悄悄的 这跟他的想象很不一致 秦敌原本以为 雷仙云闯入九座大型的火山 会闹得各大宗门沸沸扬扬 毕竟他闯进去的目的 是为了夺得鲜火 那些鲜火 都是各大宗门储备的宝物 一旦被抢走 他们还不急地发疯啊 然而 他待在紫火城 却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 这让他感到有些奇怪 一个月后 雷仙云悄悄回来了 秦敌问 雷仙子 你得到鲜火了吗 雷仙云笑着点头 那是自然 我在每个宗门的火山中 取走三成的火焰 总共1300朵鲜火 可惜等级最高的 只是四阶鲜火 大部分都是一二阶鲜火 这些鲜火 对我来说 价值不大 只能让我暖暖身子 秦先生 我已经找到 炎火斩的位置了 但我没办法收取 不瞒你说 我没学过神器诀 我虽然是六阶金线 却接触不到神器 在他的心目中 已经将秦敌 当作转世的先帝 或者高阶先王了 否则 不可能懂得神器诀 因为只有到了 先帝这种地步 才配拥有 超越先品的神器 秦敌大写 道 请仙子带我过去 等找到了炎火斩 我将里面的鲜火 送给你六成 真的吗 秦先生 你真是太慷慨了 对你来说 最需要的乃是六 七阶鲜火 按照我的猜测 炎火斩中 或许有六阶鲜火 但是七阶鲜火吗 估计是没有的 这里毕竟是灵界 就算炎火斩 凑齐大量火焰 既连数百万年 也未必能得到 七阶鲜火 就像我得到的 金风斩中 只有五六阶的仙金 青木斩中 只有五六阶的仙木 碧水斩中 只有五六阶的仙水 有六阶鲜火也好啊 只要有十来朵 我就能恢复大部分功力 可惜 我的神魂丢失了一半 短期内很难完全恢复 雷仙子 你对今后有什么安排 等你恢复得差不多了 想去投奔哪个大势力 令尊是否还活着呢 雷仙云面上的笑容消失了 到 皇帝宫解散的时候 家父就已经陨落了 当时我心中迷惘 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所以受了刘五方的蛊惑 如今 我依然不晓得 该去哪里 总觉得 孤孤单单 大千事件 冷冷清清 情敌问 雷仙子 你还有没有兄弟姐妹 或者任何熟悉的长辈 我是家中的独女 母亲死得早 父亲陨落后 皇帝宫的人四散而走 我认识的人 也都不见了 这件事发生于五百万年前 时隔这么久 更没有熟悉的人了 既然如此 雷仙子 我想冒昧地邀请你 跟我走如何 我背后有一个小型家族 我现在功力太弱 感觉有些吃力 需要有人帮我 只要有几万年光阴 我便能修成金仙了 这期间 我会帮你找到七阶仙火 祝你修成仙君 等我进阶仙仙后 还能为你找八阶仙火 祝你修成仙王呢 至于说 能不能修成仙帝 那就看你的造化了 对于秦敌的邀请 雷仙云并没有感到奇怪 她是一个心性单纯的女子 长期被囚禁在兵关中 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 谁知道 却被一个功力很低的 灵仙救出来 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 远比受妖精奇怪得多 在她看来 一个普通的灵仙 不可能念颂神弃绝 收复八阶仙器 连她自己都做不到 要不然也不会被囚禁 在避水斩中啊 水灵间那么多天仙和祖仙 为什么别人没有救她出来 偏偏一个二阶灵仙做到了呢 因此 雷仙云成阴片刻 反正我现在无处可惧 神魂也没有补权 有蒙你就我出来 欠了你的恩情 我便答应你 帮你十万年 祝你成道 秦敌心情愉悦 暗想 如此以来 若碰到大荒仙尊 就可以将其解决了 秦府之中 虽然有了清环仙子 但他只是祖仙街的散仙 远不是大荒仙尊的对手 而雷仙云却是六阶金仙 功力比清环仙子高很多 第591章 仙王洞天 接下来 两人离开紫火城 前去寻找炎火斩 秦敌一面走一面问 请问雷仙子 西年皇帝宫为什么会解散 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雷仙云答道 我也是听人传言 并不知道真假 早在五百五十万年前 有了三清化仪器 导致第一次天庭崩解 随后五行归一 天皇十三头 帝皇十一头 人皇九头 各自收归融合 造成第二次天庭崩解 从那以后 皇帝宫便解散了 听了这番话 秦敌在自己的脑海中搜索了一番 找到一些模糊的印记 他的记忆有缺失 早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越到后面越模糊 至于说到最后 为什么转世重生 那就一点都不记得了 在他的记忆中 的确有三清化仪器这件事 他得到弟子桑子明的禀报 说 亲眼目睹太上老君 吞噬了自己的分身 原始天尊 吞噬了分身 通天教主融合了分身 三位教主勾心斗角 想要吞噬对方 然而到最后 有没有融合成功 那就不晓得了 他还记得 天皇融合了十三具分身 帝皇融合了十一具分身 人皇融合了九具分身 从而功力大进 从十八阶先帝 一跃变成了三十三阶先帝 他记得当时的宇宙 有一股歪风邪气 许多大仙竞争激烈 为了快速提升境界 不但吞噬自己的分身 收回所有的化身 而且还相互吞噬 导致人人惊恐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此时 秦帝忍不住在心中猜想 帝皇就是轩辕皇帝 他先后吞噬了九具分身 难道这就是皇帝 公崩解的原因 莫非那些个分身 每人占据一方宇宙 一旦分身被吞噬了 皇帝公也就失去了主宰 联想到 两次天庭崩解 那么多大地消失不见 这究竟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方宇宙 有可能只是分化的世界 并不是世界的主体 他已经意识到 宇宙并非只有一个 而是可能有好几个 每个宇宙都是分化割裂的 正因为如此 他才找不到春秋宫 找不到以前的家人 朋友和弟子 秦敌一面想 一面跟着雷仙云往前飞 不知不觉来到一处山谷 谷中没有火焰 却冒出蒸腾的热气 雷仙云飞在空中 手指山谷说道 就是这里了 山谷中有火煞存在 一般的天仙和祖先 都不敢进入谷内查看 因为火煞容易引来天人武衰 秦敌并不害怕火煞 对他来说 火煞也是可以拿来萃体的 他取出五阶仙气琉璃塔 口中念念有词 开始收集火煞 一个时辰之后 他收起琉璃塔 一头扎入地下 雷仙云落足在山头 静静地等着 半天之后 擎敌从土里钻出来 手里捧着一个持许大的圆盘 里面有炙热的火焰流动 他把圆盘递给雷仙云 说道 需要多少鲜火 你自己取用 只要给我留下两三成就够用了 鲜火再经不再多 一朵高阶鲜火 胜过许多低阶鲜火 雷仙云露出笑容 说道 我看看 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哎呀 果然让你猜对了 只有十几朵六阶鲜火 六十朵五阶鲜火 四百朵五阶鲜火 然而却没有七阶鲜火 这几朵六阶鲜火 我先借用一部分 等将来再还给你 有了六阶鲜火 我先前得到的低阶鲜火 也用不着了 他收了七朵六阶鲜火 然后吐出上千朵 低阶鲜火 又将炎火斩还给禽笛 禽笛将炎火斩收起来 然后道 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 两人走后过许久 九大火修仙门才察觉 自家的火山 蒸腾的火焰减弱了 不再向外冒出新的鲜火 这让他们惊慌失措 然而百般探查 却找不到原因 也有人发出哀鸣 我们的鲜火被偷了 可是护山大阵 却保持完好 他们的护山大阵 是挡不住惊仙的 有人感到匪夷所思 我们的火山变弱了许多 然而地下的仙灵脉还在 火脉大阵也没有被破坏 擎敌取走了炎火斩 相当于取走了火灵界的心脏 但是并没有破坏血管和肉身 有人忍不住大声惊呼 完了 火灵界要崩塌了 没有了仙火的来源 还怎么能称为火灵界呢 其实则不然 因为地脉还在 假以时日 还可能有仙火诞生 但却未必出现在那九大火山中 换句话说 火灵界将重新洗牌 秦敌回到秦府 将收敛了功力的雷倩云 介绍给家人 这是雷仙子 我刚刚结识的朋友 你们见他 要称呼前辈 众人看不出雷仙云的功力高低 听秦敌这么说 便纷纷上前打招呼 按照修真界的规矩 在一般情况下 高阶修士能看清 低阶修士的功力境界 反过来则不行 除非修炼过特殊的眼功 或者掌握了更高一层的天道法则 因此之故 但凡看不清 对方身份的时候 直接称呼前辈就对了 这其中 最感到惊讶的乃是清还仙子 她的功力 相当于祖先初期 竟然看不透雷倩云 因此 心中很是诧异 没想到秦敌出去一趟 又请回来一位厉害的女仙 而雷仙云 则是个简单寂寞的女仙 她当年被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 因此缺乏历练 心思单纯 就像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 忽然有一天家破人亡 她失去了小姐的身份 总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此时 她被秦敌带回家 看见秦敌有这么多人 心里感到的不是厌烦 而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秦敌招呼小狐狸 清凤 雷仙子出来乍到 你先跟着她 好好照顾她的起居 清凤笑盈盈地 做了个万福 是 主人 秦敌跟雁雪交代了一番 让她帮雷仙云安排住处 雷倩云看见山谷里 有一个天仙洞天和两个灵仙洞天 面带微笑说道 这三个洞天的境界太低了 秦先生 你在寻找青木斩的时候 有没有找到它的储物法器 秦敌问 什么样的储物法器 是一个琉璃斩 我找到了一套琉璃斩 总共有十几只 都是四阶仙器 秦先生 你大概没仔细看 其中有一只琉璃斩内有乾坤 藏着宝物呢 我记得 里面有一颗仙王级别的洞天 啊 刘武方 怎会有仙王级别的洞天呢 他在挑战正道仙王 清云子之前 曾经跟三位仙王级别的人物交手 斩杀了其中的一位 其余两位受伤逃走了 因此 他得到一枚仙王级别的洞天 我记得 那位仙王名叫黄灵 乃是纯粹的土修士 早年也出自皇帝宫 乃是刘武方的师兄 猝不及防 才遭了毒手 所谓仙王 既是一种级别 也是一种称号 只有夺得仙王界 才能被天庭承认 成为正道仙王 因此之故 正道仙王的数量有限 每个中千世界只有一位 而普通的仙王级别的修士 却数不胜数 秦敌取出十几只琉璃斩挨个查看 果然发现 其中有一只琉璃斩与众不同 内里有一颗透明的虚米水晶 虚米水晶是 最高等的虚米石 经过仔细雕琢 可以变成储物仙器 而且并没有境界约束 不管是几阶的洞天 都可以收容进去 秦敌从虚米水晶中 找到一颗 比芝麻粒还小的黄色洞天 这便是仙王级别的洞天了 境界越高 从外面看到的洞天越小 而内部的空间越大 雷仙云说道 这枚洞天 以前被刘武芳打开过 破解洞天的密钥 是一个仙文 锦字 当年 刘武芳曾经说过 这个字要写出633笔 才能将洞天破解开 老实讲 我也写不出那么多笔画 因为我是火修士 不懂得 吐戏天道大法 秦敌微微一笑 让李秋水取来符纸和符笔 然后他符案书写新闻 他一面书写 一面说道 仅总共有697笔 算不得最复杂的仙文 不过对我来说 也算是考验 因为我的功力太低了 不得不借助于仙石 提供仙缘力 他不紧不慢地下笔 一只手抓着一把仙石 仙石在他手中化成粉末 他又抓起一把仙石 等他抓到第七把仙石的时候 这才输了一口气 笑道 成了 雷仙云赞道 秦先生 你能写出仙文 足可以说明一切了 秦敌用符文照住 比芝麻力还小的洞天 口中念念有词 眼见着洞天 一点点变大 逐渐长大到一尺 一丈 十丈 三十丈 洞天上有一个开口 也跟着不断变大 等到洞天 尝到直径五十丈 秦敌才收了符文 走入洞天中查看 秦敌当年斩杀过 许多的仙王和仙帝 仙帝级别的洞天 也不是没见过 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都不会感到惊奇 仙王级别的洞天 内部空间是很大的 展开来 就是一颗星辰 跟太阳差不多 宇宙间 那么多明亮的星辰 其中一半来自于宇宙爆炸 另一半则是仙王 仙帝留下来的 而有些小星 则来自于仙君和金仙 秦敌的目光 能看到数百里外 他看到一个个土丘 那些土丘 都是由仙壤构成的 有低阶仙壤 也有高阶仙壤 他心里明白 这个洞天 既然来自仙王级别的土修 其中必然有八阶仙壤 当然 八阶仙壤的数量 可能比较少 否则 此人将是高阶仙王 不该被刘武方斩杀 秦敌站在洞口 掐指眼算了一阵子 没有算出 有什么危险 然而他还是不放心 转头对雷仙云说道 请仙子帮我看看 这么大的洞天中 有没有藏着刘武方 或者皇陵的残魂 雷仙云纵身飞了出去 他来来回回 飞了好几遍 最后对秦敌道 没发现残魂的存在 不过 我倒是发现了一群麒麟 还有一个人族的部落 人口不算太多 被约束在一个盆地中 约有十多万 秦敌问 那些人的修为境界如何 雷仙云摇头 道 没有高人 只有一位二阶帝仙 算是实力最强的了 有没有看到高阶仙数 等级最高的仙数 也只有两三阶而已 我虽然不是土修 但因为我父亲 土火双修的缘故 所以知道一些 土修的道理 作为土修仙王 不会允许高阶仙数 诞生于洞天中 否则会消耗仙气 耽误仙土的境界 这些二三阶的仙数 也该是皇陵陨落后 才逐渐长起来的 秦敌道 从今以后 我来做主 将洞天变作福地 任凭仙树生长 既然有了仙王级别的洞天 他把原来的天仙洞天 和两颗灵仙洞天 都丢进去 然后将仙王洞天 当作新的老巢 仙王级别的洞天 地下有八阶仙灵脉 仙气含量更加丰富 法则也比较完备 可以大大加速修饰的境界 有了这样的洞天 就算在里面 给仙气渡劫 都不会有声音传出来了 秦敌将金风斩 青木斩 碧水斩 和炎火斩都举出来 隔在仙王洞天中 彼此之间相隔很远 构建了四个不同的修真区域 适合金木水火 四系的修饰修炼 至此 他还缺乏土形斩 就可以凑齐武行斩了 不过 一旦取走土形斩 必然改变土灵界的结构 而他才到临先第二重 暂时还不想离开土灵界 所以他没有立即出发 去寻找土形斩的下落 反正 仙王洞天中 有高阶仙壤 有没有土形斩 并不重要 秦敌寻找五形斩的目的 不是为了得到这五件法器 而是获得中高阶的仙才 有了仙才就可以快速进阶 等他修成仙王之后 能随手炼制八阶 九阶的仙气 所以他并不在乎 是否凑齐武行斩 想当年 他作为顶尖的仙帝 可以批量炼制天帝玄黄 四阶神器 甚至连混沌神器 都炼制出来了 那可比五形斩高明太多了 刘武方 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仙王 比刘武方功力高的仙王 和仙帝数不胜数 就连天下有名的神器 都有几百件 左右一比较 五形斩能算啥呀 也就是现阶段的秦敌 才需要费心思寻找五形斩 过了这个村 就不会惦记这个殿了 秦敌找齐了 金木水活图五形仙才 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修炼了 他足不出户 待在洞天中静修 雷仙云也躲在洞天中 设法补足神魂恢复功力 清还仙子见到仙王洞天 经不住喜出望外 只觉得自己跟对了人 秦先生越来越神奇了 连这样级别的洞天 都能找到 既然有如此优厚的修炼条件 他就有希望 度过剩下的两道散仙节了 而其余众人 对于仙王洞天 并没有太深的感触 因为他们的境界太低了 就像刚从山村里 走出的小学生 根本不晓得 北大 清华 哈佛 耶鲁是什么玩意 对他们来说 能开开心心上中学就够了 第592章 仙果一览 日子一天天过去 秦家小镇还在缓缓成长 有越来越多的人来 小镇上探访 这其中 有些人是来寻找到藏丹的 然而这种丹药比较少见 等闲不容易见到 另外 秦家小镇上有一些珍稀仙灵木 低阶的仙火 仙水 仙壤 仙剑 以及陶制的仙气 这些东西 虽然都是仙品三阶以下 不会被高阶天仙和祖仙看入眼中 但是却吸引了许多灵仙和地仙 秦府之人 也不是一直待在山谷中修炼 有时候 他们也出现在小镇上 跟来往的修士接触和交流 王衍在茶馆的边上 开了家祈祷馆 有空的时候把招牌挂出去 平日里把招牌收起来 他发现 来往的旅客中 精通奇异的人并不多 很难找到合适的对手 不过 因为土林宫就在数千里外 土林宫乃是大宗门 拥有大量的灵仙和地仙 那些人仙的无聊 偶尔也会前来秦家小镇 看见这里有一家祈祷馆 久而久之也会聚拢来 再加上福衍在茶馆里挂起了算命招牌 充当神棍 帮人算卦 骗取钱财 文祥在附近开了家 仙文馆 吸引了一批修士 还有装冷的仙丹店 霍香的仙气店 李秋水的仙福店 朱婉和秦林的灵仪馆 顾鲁虎和杜月笙开辟的舞蹈馆 秦月和吉娜开办的剑道馆 张乃锦开辟的宜然阁 因此之故 秦家小镇越来越热闹 渐渐成了土林宫弟子和一些小门派 世家散修喜欢聚集的所在 清环仙子不识献身于小镇中 他虽然只是散仙 但是外人并不晓得 只要他一献身 就会带来莫名的威压 因此有人传言 说秦家小镇有一位祖先坐镇 于是 那些人都变得老实了 不敢肆意妄为捣乱 燕雪每隔一个甲子 都会派其争出去 将一批仙石送往土林宫 因为这里 毕竟是土林宫的领地 秦家人只是在此借助 固如梅偶尔还会去碧灵殿 给天仙换币 送一些新鲜的仙桃 仙姓 因为秦敌有了青木斩 其中有不少的仙术 那些仙术中包括集中果树 由于受到青木斩的约束 很少开花结果 秦敌将这些果树 从青木斩中移出来 栽种到仙王洞天里 果树便开花结果了 这些仙果等级比较高 一般人享受不起 没那个福分 勉强吃下去 反而会有害处 另外 他在原先的天仙洞天中 还有一些仙灵阶的果树 经过多年的培养 有些果树也晋升到仙阶了 这些仙果等级 虽然稍微低一些 但是适合秦府大部分人员吞服 因为大伙都还在地仙层次 有仙阶一品的仙果 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再加上仙王洞天中 有一批二三阶的仙术 其中也不乏仙桃 仙星 仙里树 这些树 结出不少的果子 被燕血摘下来 拿出一部分 让顾如梅送到碧灵殿 这一天 天仙换臂听弟子说 一个姓顾的姑娘 送来一筐仙果 刚开始的时候 他并没有在意 因为土林宫拥有大量的仙田 有的仙田中 也栽种了仙草 果树 所以一阶仙果并不缺 但是 土林宫毕竟是土修宗门 并不追求果树等级的提升 因此 三阶仙果就很少了 当幻璧看见那一筐二三阶的仙桃 仙姓时 他心中感到惊讶 便召见顾如梅 问道 顾姑娘 这些仙果是从何处得来的 顾如梅笑着回答 启禀前辈 我师父去了一趟木林界 从那里买回来一些仙果 为了感谢前辈对我们的照应 所以 让我送一些仙果过来 这些仙果 来自木林界 是啊 你师父不待在家里修炼 四处乱跑做什么 来回乘坐传送阵 要花多少仙石啊 嘻嘻 我师父有赚取仙石的法子 他铸造的仙剑 卖了不少仙石 好吧 仙果我收下了 回去谢谢你师父 顺便帮我问一句 他有没有升级仙田的秘法 如果有的话 土林宫不会亏待他 我记住了 前辈 回去我会禀报于他 另外 土林宫的老祖要办一场讲道大会 我留了几个名额 欢迎你和你师父前来听讲 好啊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呢 我给你两张明帖 到时候再通知你 多谢前辈 匆匆十余年过去 这一天 风和日丽 蓝天白云 阳光续暖 很多人聚集在土林城的西城区 那里有一座数十丈高的土丘 乃是土林宫的祖先开坛讲道的地方 土林宫的老祖 名叫昆龙上人 乃是一位四阶祖先 在武林界 威名赫赫 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他这次开坛讲法 乃是半开放的性质 主要面向土林宫的弟子 以及常年居住在土林城的人 那些人相当于土林宫的附庸 秦敌和顾如梅 持有天仙换臂的明帖 因此才能参加这场法会 等他们来到西城的时候 发现那里人山人海 土林宫乃是大型的宗门 门下弟子不知道有多少 再加上土林城居住的修饰也很多 这些人都自带椅子前来听讲 秦敌和顾如梅 被天仙换臂 请到山脚下的一处所在 那里人很少 环境优美 有鲜花环绕 小桥流水 还有一个小亭子 有七八个人围绕着天仙换臂 其中包括他的孙子 换雄 还有几个亲近的弟子 秦敌上前跟他们攀谈了几句 很快了解到 这些人中除了换雄乃是一阶天仙外 另外还有一位名叫齐龟的人 乃是三阶天仙 作为八阶天仙换臂门下大弟子 在土林宫也有些地位 换雄的身材有些鲜瘦 面色淡黄晶莹 说话轻声细语 齐龟人高马大 面色黄里透红 说话问声问气 看秦敌和顾如梅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莫名的蔑视 另外几人都是高阶灵仙 有男有女 围着换臂 显出和睦的景象 这时候的情敌才是二阶灵仙 固如梅还是帝仙十五阶 比别人境界都抵不守 因此那些人觉得奇怪 不晓得师父请这两位外人来做什么 而天仙换臂城府很深 并没有跟弟子做说明 第593章 五阶仙壤 换臂作为女修 能修炼到八阶天仙 成为土林宫排名第三的人物 仅此于老祖和掌门 他的人生可以单独抽出来写成一本书了 换臂当年出身贫寒 但是资质绝佳 他原本不是土林宫的弟子 而是某个小家族的庶女 后来这个家族被灭了 他才十岁就被人掳走 变成了女奴 再后来 掳走他的那个家族 被土林宫的一位名叫 张坦的天仙给灭了 换臂被天仙张坦看重 收为卢顶 因此被带到土林宫 换臂为人乖巧 赢得张坦的喜爱 从卢顶变为姬妾得到了他的栽培 功力大幅进步 等他修炼成高阶灵仙时 便逐渐掌握了府里的大权 这时候 张坦陷入天仁武衰 不得不躺入兵关中 后来 换臂自己进阶天仙 便将其余的姬妾全部撵走 把张坦交给宗门照看 土林宫有专门的武衰殿 还有一处兵宫 有数百位陷入天仁武衰的天仙和灵仙 全都躺在兵关中 这些人是死是活 只能靠他们自己 土林宫只能定时打开兵关 向兵关中补充一些龙穴石而已 张坦在兵关中躺了八十万年 病情越来越重 到最后没气了 换臂和张坦生了一个儿子 本来叫张月 后来改姓换 名为换月 后来换月陨落了 留下一个儿子便是换雄 像幻璧这样 经验丰富的天仙 看人看事都很深入 他对秦敌有很深的印象 首先 秦敌只是二阶灵仙 怎么能提供四阶仙剑呢 其次 秦家小镇上出现的盗藏丹 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 再次 秦敌为何要去牧林界购买仙果 三阶仙果 即便在牧林界也不好买 往往被大宗门占据了 作为普通的修士 怎么能轻易买到呢 更何况 秦敌当初说起仙田的时候 他脸上的表情带着深意 或许懂得如何培养五阶仙田 总而言之 幻璧觉得秦敌很不简单 所以才把他请过来 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修正人讲究机缘 然而机缘不会凭空落在头上 看见端倪而不去追问 有潜在的机缘不去抓住 这不符合幻璧的性格 因此 他放下天仙的架子 殷切地招待秦敌和顾如梅 让门下弟子都感到诧异 幻璧说道 老祖讲道 能将声音放送到百里之外 不过 等到讲道开始的时候 外面会张开大阵 限制声音传出去太远 只有周遭十里内的人 才能听清楚 秦敌道 原来如此 多谢前辈盛情邀请 幻璧又道 这是我的孙子浣熊 胆子小 没出过远门 请问秦先生 你有什么办法 能够弥补他的胆气 秦敌微微一笑 胆小是好事 越是胆小 越容易活得久 浣熊抓了抓头发 嘿嘿 干笑两声 奇归不经意间 撇了撇嘴 心道 乌龟王八活千年 又有什么用 幻璧轻叹道 我是怕等到将来 如果我运气好 侥幸修成了祖先 未必能留在土灵宫 我离开此地 飞升仙界 换雄可怎么办 秦敌道 等前辈飞升的时候 将他带在身边就是了 幻璧摇头 灵界之飞升 天结十分恐怖 我没有高阶仙气 没法带人上天 有一位女弟子问道 师父 什么样的仙气 才能挡住天结啊 幻璧答道 至少也得 是六阶以上的仙气才行 秦先生 你何时能炼之六阶仙剑 秦敌赶紧摇头 道 不行不行 差老远呢 至少也要等我修成祖先 齐归冷笑道 秦先生 想修成祖先可不容易 进阶天仙 淘汰九成 进阶祖先 再淘汰九成 剩下的不足百分之一 秦敌微微一笑 道 是啊 修先不易 只能多努力 幻璧面无表情地忘了 齐归一眼 然后问道 秦先生 我上次请顾姑娘帮我问 你有没有生阶仙田的方法 还没有 从你这儿得到答案呢 秦敌道 我暂时没有办法 等我进阶天仙再说吧 你能说出大致的方法吗 前辈 按照我的推测 在土灵界 没办法生成五阶仙田 是因为 受到了天道制约 要想克服天道制约 需要制作高阶仙阵 什么样的高阶仙阵 土灵宫有一套五阶仙阵 等级够高了吗 有了五阶仙阵 还要选择特殊的地方 在土灵城附近 是无法形成五阶仙田的 您可以去边缘的地方试一试 为什么土灵城不行呢 秦敌只是摇头 却不解释 他心里很清楚 问题的关键在于最后一个五行斩 也就是行土斩将高阶仙阵吸走了 土行斩对土灵城周遭数万里形成制约 他一方面从整个土灵界收拢灵脉和仙阵 将四阶以下的仙阵吸引到附近区域 另一方面对这些地方形成制约 让各大宗门没办法得到五阶仙阵 要想破解这种制约 必须将土行斩收走 而一旦收走了土行斩 在短期内必然造成天下动荡 各大宗门现有的仙田都可能被破坏 然后仙阵和灵脉重新分布 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稳定的格局 秦敌现在不缺高阶仙阵 所以他不想去冻土行斩 如此以来才能保证安定的修真环境 否则天下动荡 土灵宫都可能四分五裂 又怎能保证秦家小镇的清静呢 然而 幻璧却抓着这个问题不肯放 秦先生 你能否仔细说说 去何处能得到五阶仙田 秦敌沉默片刻 反问道 前辈为什么对五阶仙田孜孜以求 幻璧道 有了五阶仙田 才有连续不断的五阶仙壤 为土灵宫的天仙找到出路 前辈 难道说土灵宫没有五阶仙壤 我的运气好 从老祖那里得到一小团 还不到三两种 数量太少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进阶祖先 如果能多有几斤就好了 秦敌改用神识传音 说道 前辈 我没办法帮你构建五阶仙田 但能帮你找到一百斤五阶仙壤 够你升级祖先用的 但这件事不可声张 否则 我会有麻烦的 幻璧文言又惊又喜 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同样神识传音道 真的吗 秦先生 求你帮忙泽个 你放心 我愿意发誓 绝不会泄露秘密 你需要什么东西 只要土灵宫有的 我都可以拿给你 土灵宫出产的二三阶仙草 请给我送来一些 我有门人弟子 可以炼制低阶仙丹 好 没问题 回头 您给我列个单子 我把仙草给你送去 随口几句话 双方谈定了一笔交易 第594章 老祖讲道 秦敌之所以愿意 拿出部分五阶仙壤 是因为他打开仙王洞天后 里面有大量的高阶仙壤 别说五阶仙壤了 连八阶仙壤都不缺 而秦府大部分人的功力太低 根本用不着高阶仙壤 还不如换一些 能用的低阶仙草 炼制成丹药呢 换必能得到 梦寐以求的仙壤 因此 精神大振 荣光焕发 看什么都开心 他心想 幸亏我将秦先生请来 否则 错过这个机会 那可是莫大的损失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这个人很不简单 没想到他连五阶仙壤都有 这简直就是奇迹了 修真戒 从来都不缺奇迹 缺的是能抓住奇迹的人 我就是那个善于抓取机会的人 想到这里 他转头对齐规道 上次 你为宗门立下大功 掌门赏赐 你二两新接一品的悟道茶叶 对不对 你何不将茶叶拿出来 跟大伙一起享用呢 奇归文言 心里发苦 面容都变得扭曲了 是 师父 我这就去拿 因为悟道茶对领悟道法有奇效 所以 他自己都不舍得喝 只有到了关键的时候 才拿出一片叶子 放在嘴里咀嚼 秦迪笑道 我还以为 土灵宫中没有仙品的悟道茶树呢 可惜了 上次我那手下敷衍 拿珍贵的盗藏单 换了几颗仙灵酒品的茶树 换必呵呵笑道 土灵宫乃是土灵界最大的宗门 也只有两株仙街悟道茶树 自然不舍得拿出去 秦迪乃是转世重生之人 脑子里装着无数道法 并不需要重新悟道 但是 那些道法充斥在脑海中 如果能有悟道茶的话 能让脑子变得更清醒 也更容易梳理捏道法 而且 秦府那么多人 也需要尽心悟道 所以如果 能得到悟道茶树 秦迪还是不会放过去 换必道 可惜啊 以我的身份 也没法给你悟道茶树 那是宗门的瑰宝 被老祖康管着 即便是掌门 也不敢拿它送人 秦迪笑道 没关系 等我去了天仙界 自然能得到仙品的茶树 而且 我已经有了 仙灵酒品的悟道茶树 假以时日 也能培养出仙品茶树 换必摇头道 茶树的升阶非常缓慢 尤其是悟道茶树 在我的印象中 土灵宫培养数百万年 才好不容易得到一株仙品茶树 秦的确道 那是因为土灵宫中 没有人懂得茶之大道 如果有人为茶树讲法不道 自然能加快他的境界 这番道理 就像他在昆仑山培养葫芦藤一样 野生的葫芦藤 凭什么能境界 自然要得到高人指点才行 换必听了愈发惊讶 秦先生 你还懂得茶之大道 略知一二 茶字仙文有1288笔 如果化成仙符 贴在茶树上 能让茶树一日千里 进阶飞速 当然 除了大道之外 还需要有仙水 仙壤和灵脉 四者缺一不可 秦先生 原来您处自仙文阁 是一位仙文大宗师 非也 我跟仙文阁有约缘 但不是仙文阁的人 秦先生 等听完老祖讲道 我可以向他引荐你 只说茶道之事 你愿意吗 可以 说起茶道 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秦笛的功力还比较低 一时半会 无法离开土灵界 因此 他需要跟土灵宫 打好关系 如果能借此机会 跟祖先昆龙上人聊聊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 昆龙上人 毕竟是土灵界顶尖的人物 掌管一方大势力 或许了解某些信息 拥有某些好东西 修真讲究财旅法地 哪怕是秦笛这样的大地 也不适合闭门造车 他需要保持开阔的心胸 才能更快地提升自己 主人助己 相互提携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走过路过 都要有所收获 留下歌的传说和印记 这才是仙人转世重生的奥义 如果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 高高地养着头目不斜视 这样的仙人不但容易夭折 而且难以得到成长的机会 那又何必来一次这方宇宙呢 先帝等同于一个完人 需要每一个分身和化身 从各个角度探索世界 最后综合起来 才能丰富认知 掌握更多的天道法则 要不然 秦笛如何能深入地理解 那六十四万大道呢 而且六十四万并不是大道的极限 又过了好大一会儿 随着一阵古月之声 土林宫的老祖昆龙上人 现身于山丘之上 此人看相貌人过中年 但是头发胡须都没有白 一字眉 两眼细长 目光锐利 仿佛两枚刀片 他身穿褐色的袍子 手里捧着几页金书 看上去似乎有年头了 有的金箔还缺了脚 万众瞩目之下 昆龙老祖开始讲道 琼楼玉玉玉千兵亭 中有仙王淡梅雨 问我灵界就封月 和似皇宫阮尘土 话说 昔年 先王刘武方 在皇帝宫中求道 一度晋升为精英弟子 然而他运气不好 赶上皇帝宫解散了 因此 他从皇帝宫出来 在外面游荡了许久 来到此地 撕裂大地 化为武灵界 他靠着五行斩功力大进 然而毕竟修行时间短 不自量力挑战多位先王 最终陨落于外 消息传回来 震惊了灵界 令众仙惋惜不已 适逢金仙碧云 仙长夏凡 打破了武方宫 我当时也跟着众人 去了武方宫中 沾了好运气 得了几页经书 和十来枚玉检 玉检都已经琢磨明白 然而时隔多年 这几页经书快 被我翻烂了 也只能得其大概 无法洞察其意 古语有云 是顾学然后之不足 较然后之困 因此 我今天就结合这几页经书 讲讲自己在修行中的感受 下面数万人都睁大眼睛瞧着他 庆幸能听见西海的真经了 就连天仙换臂都不敢大意 喝了一口误道茶 端端正正地坐着 侧耳倾听老祖的言辞 耳听昆隆上人说道 我给大家念一段文字 如果有人听说过 知道他的出处 请举起手来 我便能看见你了 只要能说出一两句真言 土灵宫必有重赏 接下来 他缓缓念诵了一段文字 词句之间显得颇为艰涩 很不容易理解 第595章 惊仙将士 可是 秦迪一听就明白了 这些字句出自三分五点 要么是刘武方 从皇帝宫带出来的经典 要么就是 他学了一部分 回来自行陌路的 又听了几句 他很快便明白 昆隆上人无法掌握这几页 经书的原因了 因为上面的文字 断断续续 并不是完整的经文 不知道是因为 保存不善损毁了 还是因为 刘武方记录下来的经文 本来就不完整 这样不完整的经文 同样能给人以启迪 但也很容易误导修真人 导致走火入魔 昆隆上人琢磨这么久 还没有陷入天人武衰 这已经算是奇迹了 秦迪并不想出风头 所以他不动声色地喝茶 面无表情地听着 可是 顾如梅这丫头 却变了神色 因为他得到一部分 三分五点的真传 特别是 关于总纲的部分 不光是他 也包括 燕雪 庄冷 霍香 李秋水 王眼 这些人都曾经听秦迪讲解过 三分五点 是三皇五帝的 留下来的修仙经典 这些人都是顶尖的大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仙心得 最后由皇帝派人 收集所有的经文 编撰而成为八部真经 正因为如此 薛元皇帝的功力 暴涨一大劫 成了三皇五帝中 最杰出的一位 天仙幻璧 发现了顾如梅脸色的变化 经不住心中一震 低声问道 姑姑娘 你知道这些经文的出处 顾如梅赶紧摇头 不知道 我觉得像天书一样 不似人语 很难理解 然而 幻璧却已经留了心 猜测他没说实话 幻璧心想 如果这丫头知道经文的来历 那么秦先生一定知晓 不行 我得盯紧他 此人很可能是我成道的关键 昆龙上人念一段讲一段 摇头晃脑 神采奕奕 下面的人听得迷迷糊糊 如痴如醉 兴奋不已 秦笛听得很尴尬 因为昆龙上人 很多地方都讲错了 顾如梅低头不敢吭声 生怕在被旁边的人看破 过了一会儿 就听见天仙奇归 轻轻拍打石桌 赞道 老祖讲得太好了 字字朱击 如闻天籁一般 听完讲经之后 我要回去闭关五百年 肯定能再提升一件 旁边其余的修士 也跟着赞叹 赞扬之声不绝于耳 顾如梅低头咬紧牙关 不敢笑出声来 秦笛也跟着说道 老祖很厉害 竟然能领悟出这么多大道 真是令人钦佩 他这句话不纯粹是捧臭脚 而是对昆龙上人 真的有些佩服 因为在经典有缺失的情况下 还能独自琢磨出大道 许多大道并没有偏离方向 这就很不简单了 说明昆龙上人有悟性 如果有名师指点 或许能修成金线 先王 顾如梅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略微平静了心情 这才抬起头来 看了师父一眼 随后 昆龙上人不紧不慢地 讲了大半天 眼见日头偏西 正准备收尾的时候 忽然间空中落下金碧大小的花朵 落音缤纷 速速而降 众人看见天花 一个个都被惊呆了 哇 不得了 老祖讲道 赶天动地 降下天花 赐福弟子 快接住那些天花 能增长纯阳之情 天仙幻璧也很吃惊 赶紧领着门下弟子 从凉亭中走出来 沐浴在天花之中 秦敌和顾如梅也跟出来 心里感到很奇怪 老家伙讲了半天 十句之中 至少有两句错误 就凭这种水平 还能感动天地 难不成这方天道 吃屎了不成 秦敌伸手接住一朵天花 在手指间一拧就消失了 感到里面 蕴含的纯阳之气很稀薄 经不住摇了摇头 心道 这样的天花乃是水货 还不如我给仙气杜劫 甚至不如仙音演奏带来的天花呢 幻璧看见他摇头 问道 秦先生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秦敌抬头望向空中 隐约看到一个影子 于是神识传音道 这不是老祖讲道带来的天花 而是有人从天上下来了 幻璧吃了一惊 什么人会从天上下来 秦先生 我怎么没看见 秦敌伸手一拉固如梅 两人缩回梁亭里去了 能从天上降临此地 很可能是一位金仙 金仙忽然来临 带来的多半是坏事 这些个修炼多年的老家伙 很少有人主动做好事 幻璧瞪大眼睛看着天空 天空变得非常明亮 就像有十个太阳同时升起一样 在这样的强光下 他看不见有人下来 心里觉得很奇怪 我可是八阶天仙 都看不清高空中的情况 秦先生怎么能看见呢 他却不知道 一则情敌修炼过落日见诀 眼力远超常人 二则情敌看见了天道法则的扭曲 三则情敌精通演算 不用掐指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又过了十几个呼吸的功夫 白光之中才出现一个人影 同时有悦耳的悦音传下来 情敌在心中冷哼 一个小小的金仙 竟然摆出这么大的架子 这也就是在武林剑 如果换到大罗剑 很可能被人打死了 他心想 这次下来的是谁呢 不会是大荒先尊吧 希望不是他 我还没准备好 该怎样迎接他呢 土丘之上 祖先昆隆上人 已经站起身来 拱手而立 心中忐忑地迎接上仙道来 土丘之下 天仙幻必变了脸色 不知道接下来是或是福 稍远的地方 数万人鸦雀无声 肃然而立 惶惶不安 又过了几个呼吸 就听见昆隆上人高声道 原来是碧云仙君 晚辈率领门下弟子 恭迎上仙降临 一个浑身闪着金光的年轻人 出现在低空之中 用高高在上的目光 环视众人 他只看了一眼 就给众人带来极大的威压 在场的人 忽然跪倒了一大半 只有天仙以上的修士 还能勉强站着 双腿却在速速发抖 擎敌和顾如眉躲在凉亭中 坐在石凳上瞧着 被惊心目光扫过 他们也装作害怕 低下了头 随后 就听见一个锥子般的声音 仿佛能撕裂人的耳膜 和随海屏障 透视到人们的心底 我听说 武林界出了很大的变故 似乎刘武方的魂魄 死而复生 所以过来瞧瞧 昆龙 我来问你 最近数十万年 土林界有什么变化没有 昆龙上人就像小学生一样 恭恭敬敬地回答 启禀上仙 土林界一切如常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你没听说 刘武方的魂魄 死而复生 没有这种事 上仙来到土林宫 晚辈十分欢喜 请您去宫中休息 嗯 我撕裂虚空 来到这里 费了不少的力气 的确需要休息几天 上仙请跟我来 第596章 覆水难收 过了片刻 那金光闪闪的身影消失了 压在众人心口的石头 才落了地 有人低声窃窃私语 太吓人了 看到上仙第一眼 就让我喘不过气来 是啊 我的随海被搅动 恐怕十年之内 无法恢复平静 散了 散了 赶紧走吧 别在这里待着 秦敌走出梁亭 跟幻璧告辞 前辈 我该走了 回去闭关修炼 幻璧轻轻点头 道 我先前答应你的 引荐本门老祖 暂时也办不到了 秦敌神识传音道 请问前辈 这位碧云仙君 是什么人 幻璧同样传音回来 他的师父是先王清云子 清云子是镇原子的徒弟 就是他斩杀了刘武方 秦敌道 明白了 前辈 您需要的五接仙壤 我回去给您准备好 过两天送过来 不 我自己过去拿 如今到了多世之秋 该当小心谨慎 秦敌领着顾如梅返回家中 顾如梅问 师父 你怎么提前晓得 昆隆上人念诵的经文 秦敌微微一笑 我传给您们的 都是珍贵的经典 到外面很难找到 师父 你是先王转世吗 能不能跟我说说 以前的故事 哼 我跟你无话可说 修要多想 赶紧修炼去吧 现如今 家里什么都不缺 你若不能修成大仙 那就太让我失望了 顾如梅吐吐舌头 转身离去 随后 秦敌想了想 觉得江仙王洞天 就这么搁在山谷中不安全 于是 精心炼制了一个五阶隐匿阵 将其遮蔽起来 如此一来 即便有外人走进山谷 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不久 幻璧亲自来秦家小镇 取走一百斤五阶仙壤 同时送来大量的二三阶仙草 秦敌带着弟子装冷 用这些仙草 炼制了许多仙丹 分发给众人服用 促进他们的修行 另外 秦敌还炼制了一百枚土系盗藏丹 交给伏眼 让他借着给人算命的机会 将盗藏丹 换成仙灵脉和仙金 伏眼问他 先生 你只会炼制土系的盗藏丹 其余四系的盗藏丹 你能不能炼制啊 秦敌道 这里是土灵界 以土修饰为主 如果去了别的地界 我自然能炼制其余四系的盗藏丹 福岩很是钦佩 先生掌握的大盗如此丰富 真是令人佩服啊 您是本届唯一能炼制到藏丹的人 可惜不能公开发售 否则将聚拢大量财富 秦敌叮嘱到 最近有一位金仙下凡 暂时居住在土灵宫 你先悠着点 等他离开之后 再推出盗藏丹 福岩问 先生 府里那位雷仙子 是什么境界 我曾经悄悄演算过 但却算不出他的来历 秦敌摆了摆手 他是一位中阶金仙 你莫要触他的眉头 府眼大吃一惊 倒吸一口凉气 先生您不早说 差点害了我 按理说 秦敌有雷仙云助力 根本不怕避云仙君 可是雷仙云丧失了一半的神魂 需要时间来慢慢修补 短期内不愿意出手 所以他还要小心一些 自此之后 秦敌很少出门 顶多天气好的时候 在外面的小镇上走走 在茶馆里喝茶聊天 偶尔跟徒弟往眼下盘棋 秦汉成和秦汉旭 都已经进阶的仙了 经常跟着文祥 文若研讨仙闻 秦敌将自己著述的36卷 仙闻会脆 拿出来 交给文祥和文若超路 两人看见十万八千个仙闻 每一个都注视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们的心情很激动 就像着了魔一样 文祥学会了仙闻 交给文若 秦汉成和秦汉旭 秦汉成再给府中人开课 交给朱婉 秦湛 秦灵 秦月 吉娜等人 每隔一段时间 秦敌还会召集众人 亲自讲述各种道法 因此 秦家小镇 从表面上看着不起眼 而内里藏龙卧虎 各种修真法门很丰富 秦桓仙子 从青木展中 挑了一棵五阶仙树 收入洞天中 闭关百年 功力大尽 变成了中阶祖仙 距离第八次散仙节不远了 惊仙雷倩云从严火展中 吸收了几朵高阶鲜火 功力也在逐渐恢复 这一天 他听见秦敌给众人讲道 其中的内容猛一听 很浅显 然而仔细品味 则有很深的含义 于事后 他听得入了迷 事后 他对秦敌道 我虽然出自皇帝宫 但因为是火灵根 因此 修炼了别派心法 五帝宫之间 常常互换心法 家父乃是皇帝宫的长老 为我讨来了 赤帝宫的火修功法 然而我毕竟不是赤帝宫弟子 所以得不到敌传赤帝火 我的本命鲜火 乃是杂牌子火焰 叫不出名号 秦敌微微一笑 道 你把本命鲜火吐出来 给我看一眼 雷仙云便吐出一朵 三尺长的火焰 颜色略微有些发青 秦敌道 你的运气不错 这不是杂牌子鲜火 而是有名的紫薇天火 雷仙云精神大阵 什么是紫薇天火 紫薇天火 出自紫薇宫 乃是紫薇大帝开创的仙火 有着系统的功法和流派 可以一路修炼到先帝境界 啊 竟然有这样的来历 可我在皇帝宫中 为何没有人告诉我呢 就连家父那样的仙王 都不晓得 令尊以土修为主 对不对 他不晓得 也情有可原 实际上 秦敌说的是印象中前世的仙剑 至于说 这方宇宙 有没有紫薇大帝 他都不晓得 不过 既然有紫薇天火 说明这位大帝的势力 已经扩张到这里来了 雷仙云的心中有些激动 然而很快又开始患得患失 说道 我有这样的火焰 却没有相应的功法 每到细微之处 便无法很好地把握 这可如何是好 他抬头看见秦敌波澜不星 怡然自得的神色 于是 心中有了期盼 秦先生 你有这门心法吗 如果有的话 我情愿拜你为师 执弟子里 秦敌笑道 我恰好拥有 回头传给你就是了 他以前修炼过多种火焰 曾经专门去拜访过紫薇大帝 将每一种火焰 都升级到神火的层次 然后柔和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春秋圣火 雷倩云开心而又惊讶 对秦敌的态度越发恭敬 秦敌问 你现在的功力恢复几成了 大约能发挥两成的实力 有两成实力 那也不错了 相当于五阶金县 前几天 有一位碧云仙君 从仙界下来 此人大概是三阶金县 然而摆出来的架子很大 仿佛天王老子一般 来的是碧云仙君 我听说过此人 还见过他师父青云子呢 早年青云子拜师镇原子 得其真传 成了一方仙王 后来 镇原子跟五帝一样 消失不见 青云子便来到皇帝宫 想要得到皇帝宫的支持 才能坐稳先王之位 据说他这一派 自诩为帝先之祖 依托于人参果树 修炼的昆元真经 最喜欢构建 福星 秦敌微微一笑 心想 我跟镇原子 颇有渊源 还记得我和弟子 桑子明一起 先后斩了 镇原子的本体 和多具分身 不过嘛 这样的老家伙 是斩不进杀不绝的 他问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 大荒仙尊这个人 雷仙云想了想 道 没有 他是哪个门派的大人物 秦敌道 不晓得 我从未见过他 也不知道 他的功力高低 那你追问他做什么 此人想要将一颗星辰 炼化为星域 而那颗星辰上 还有数十亿人口 恰好是我出生的地方 明白了 他动了你的祖地 这是不共戴天之仇 秦先生 我平日里 很少跟人动手 不晓得能不能帮得了你 等我传逆 紫微心法之后 你的功力 将在上一层楼 届时跟人交手 只要吐出紫微天火 就可以覆盖 方圆万里地界 在这片区域内 你就是主宰 哪怕是九阶金仙 也会仓皇退避 雷仙云叹了口气 啊 秦先生 你为什么 对我这么好 传我神功心法 不怕遭到反噬吗 秦迪孝道 如果你有害人的心思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 他修炼的紫微斗树 周易 连山易 龟藏易 先天八卦 后天八卦 七十二卷 大眼星惊 能够欲知吉凶 也能判断对方的心思 若有危险 老早就避开了 雷仙云悠悠说道 想当年 我刚认识刘武方的时候 他也是甜言蜜语 师妹师妹地叫着 经常送给我礼物 跟我一起探讨功法 然后到最后 他不但抢走了 我身上带着的经书 那是我父亲留下来的 三分五点的笔记 而且还抽走 我一半的神魂 把我囚禁在冰棺中 秦敌微微皱眉 这不合情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跟你结成神仙伴侣 或者红颜知己 不是很好吗 雷仙云道 因为家父有一封遗书 牵涉到皇帝宫部分 隐藏的宝藏 我偶然跟刘武方提起过 但没告诉他具体的位置 所以他一直追着问 还想用搜魂之法 找出真相 我被他骗走了经书 偶然听见他说的一席话 就对他彻底死心了 秦敌嗤之以鼻 什么宝藏 能赶上人心珍贵 对我来说 心里装着友情 亲情和大道 就已经足够了 别的都是过眼云烟 他最珍贵的是 脑袋里丰富的记忆 至于说 仙气 仙才 珍宝 又固然是好事 没有也无所谓 都可以凭着自己的双手 创造出来 雷仙云望了他一眼 道 先生救我出来 便是我的恩人 我愿意将藏宝 说给你听 情敌摆了摆手 暂时不需要 我的境界太低 知道也没用 且待日后再说 你听好了 紫薇心法 总共有三十二层 我先传你前面八层 等你掌握之后 就能轻松操控 紫薇天火 不但能恢复 六阶金线的实力 还能将杀伐实力 大幅提升 雷仙云的性子柔弱 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 一个是 身为大小姐缺乏历练 第二个 是因为他学的心法 跟本命仙虎不匹配 因此 杀伐实力较弱 不得不小心翼翼 尽量少跟人动手 他的情况 跟幻璧的孙子幻熊类似 幻璧是土修 幻熊却是精修 因此 修炼之路 走得很小心 幻璧 不敢放孙子出去历练 久而久之 形成懦弱的性格 话说 碧云仙君在土林宫住着 原本想着住一个月就离开 然而 昆龙上人伺候得很周到 声色全马都上来了 找了十个美丽的女修 有的是灵仙 有的是帝仙 围着碧云仙君打转 于是乎 这位金仙大人 堕入温柔乡中 按理说 碧云仙君这样的金仙 要么不敬女色 要么月女无数 怎么可能被这些 繁俗 女子迷住呢 但是有时候就那么巧 那么帅 碧云仙君 早年不敬女色 跟着师父 清云子修炼 从来不敢多看女人一样 生怕被师父责骂 可他来到武林界 天高皇帝远 师父看不到他在做什么 于是他便放开了约束 白昼轩吟 夜夜金歌 仙人的鸡巴 更大成分 相当于猥亵 折腾半天 都不会留下种子 有的女修拼尽浑身解数 想要博得她的欢喜 但都功亏一篑 然而 却有一位女子 不甘心白白受辱 施展出青秋素女宫 让碧云仙君吃了大亏 事后 碧云仙君覆水难收 心中十分恼怒 一掌把那名女子打死了 随后 她还迁怒于土林宫 把昆龙上人居住的昆尘殿 打个粉碎 有数十位修士 被当场打死 昆龙上人也受了重伤 土林宫的修士 被吓个半死 跪在地上苦苦求饶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 碧云仙君 却一句话不说扬长而去 她来武林界 是为了寻查刘武方的残魂 在土林界 没有任何消息 于是她前往火林界 木林界 金林界 和水林界 她余怒未消 在火林界打杀一位祖先 木林界 打伤一位祖先 一时间风声鹤唳 人人心惊肉跳 碧云仙君寻查武林界 虽然看见 其中四界有变化 却没查出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 她只知道 并没有所谓的刘武方残魂 于是便 破空飞走了 第597章 修仙无止境 秦迪在小镇上喝茶的时候 听见一些相关的传闻 然而 很多人只是猜测 并不晓得背后的真相 于是她前往碧灵殿 去拜会天仙换臂 换臂请她进入内殿 挥退左右 略微舒了一口气 天煞星 终于走了 土灵宫损失不小 老祖不得已躺入兵关中 所幸 我们还有不少天仙 暂时没受到别派的压迫 前辈 为什么碧云仙君 勃然大怒 可可 据说 跟一个名叫春梅的女修有关 她利用邪术 让金仙丢了原羊 其实 这种事 她自己当年就做过 否则 她儿子哪来的呢 秦迪道 什么样的邪术 能让金仙入骨 幻璧答道 掌门黄前派人去调查了 春梅的祖上出过天仙 家里有一位胡祖老碧 传授了 她某种邪术 秦迪轻哼道 这事儿也怪怪派老祖 怎么能如此招待上仙呢 这也算是旧游自取 幻璧叹了口气 大宗门往往便是如此 最喜欢欺负女弟子 不把女修当人看 其实被教过去的女修 有得心甘情愿 希望能得到好处 毕竟是金仙大人 稍微拿出来一件宝物 就能让他们屈之若鹜 秦迪问 前辈 土灵界有几位祖先 总共有三位 除了土灵宫之外 还有仙壤门和神土宗 这两个门派都有祖先 其中仙壤门规模较大 神土宗规模比较小 所幸那两位祖先都只是一二届 心有顾虑 不敢攻打土灵宫 这几位老祖 为何不肯飞升离开本地 这个嘛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心境 如果飞升去了天仙界 那里竞争力太大 搞不好就会陨落 还不如躲在武林界 悠哉悠哉呢 毕竟祖先能活很久很久 也不担心会寿终正寝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躲能躲到什么时候 秦先生 我把你给的五阶仙壤收入洞天 正准备闭关进阶呢 短期内 你可能见不到我了 不过 我已经交代孙子浣熊 让他多关照秦家小镇 好说 预祝前辈功利大进 秦迪回到家中 也开始闭关进阶 至此 他有了五行斩中的四件仙器 金木水活土五行材料都不缺 每融入一件中高阶仙材 都能提升境界 因此 他以每个甲子提升一阶的速度 快速成长 五个甲子后 晋升到林仙第七重 这个速度简直逆天了 因为一般而言 林仙每提升一阶 都要花数万年的时间 林仙总共只有九阶 却拥有八百万年的寿命 平均五十万年生一级 到四百五十万岁 修炼到林仙第九重 这才是正常的进阶方式 然而 秦迪不是平常人 他是先帝转世 拥有特殊的手段 这种情形 不仅属于秦迪一人 如果换作御帝重生 也同样会飞速进阶 当他出关之后 先将燕雪叫过来 此时的燕雪 也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刚刚进阶临仙 因此心情愉悦 青春洋溢 先生 我能施展第三式 鬼水神雷了 嗯 不错 一切顺利 水到渠成 我再传你 第四 五 六式 总共三十六式雷法 任重而道远 先生 等我学拳了 能不能大杀四方 打遍天下无敌手 差不多 虽不敢说独步天下 但是很难找到对手 修真之路有尽头吗 顶在顶上 没有尽头 你先掌握十万八千仙闻 再加上三十六式神雷 和弱水星法 等你啥时候修成了先帝 我再传你真正的大道 啊 照您这么说 先帝才是刚起步 那可不 你知道吗 先帝并不是修真人的极限 先帝的境界 以掌握的大道多少来划分 掌握一万大道 相当于一阶先帝 掌握十二万大道 乃是十二阶先帝 才开始第一次正道 掌握二十四万大道 乃是二十四阶先帝 开始第二次正道 掌握三十六万大道 乃是三十六阶先帝 还有第三次正道 燕雪听得十分惊讶 老天啊 竟然有三十六阶先帝 轻敌轻探道 三十六阶先帝 才算是踏入古神境的开始 什么是古神境 类似于传说中的盘古大帝 身体崩解便是宇宙 古神境还分成九阶 每一阶增加九万大道 据说要掌握一百零八万大道 才能成为九阶古神 燕雪听得直摇头 先生 您跟我说这些 我压根听不懂 好高骛远 没有意义 秦迪笑道 没错 先把眼前的事做好 想法太多 会让人乱了心境 他只记得 自己当年掌握五十四万大道 相当于踏入三阶古神境 至于说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不记得了 现如今 他才是七阶灵先 上面还有天先 祖先 金先 先君 先王 先帝等多重境界 要想恢复 新年鼎盛时期的修为 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至少短期内 不可能做到 秦迪对燕雪道 你既然已经 进阶灵先 就可以去外面走一走了 你出去游离一个甲子 然后再回来修炼 顺便帮我找一找 土星斩的位置 燕雪还有些担心 先生 我要是出去 会不会受人欺负 秦迪轻哼道 你有三世鬼水神雷 碰到天仙也不怕 另外 你还修炼了逐日仙步 有什么好担心的 先生 我修炼的逐日仙步 才到第二重境界 出门之前 再给你强化训练几年 你把阿梅叫来 两个人一块学习 不一会儿 顾如梅来了 他已经修炼到 地仙石七重 也算是进步神速了 秦迪给两人讲解 逐日仙步 这门心法 出自于夸父 夸父乃是祖乌神族的人 因此要想炼好 逐日仙步 最好掌握 神魔炼体的功法 神魔炼体 会不会变得很丑啊 什么丑不丑的 能在危急关头 逃得性命最要紧 恰好 先前我去北方水令箭 收取了一些水煞 可以拿出来给你们脆体 秦迪修建了一个池子 将水煞放出来 然后教两人神魔炼体的功夫 经过三年的修炼 两人的肉身强悍了数倍 而且逐日仙步加快了很多 燕雪能施展第三重心法了 随后 燕雪离开家 在土灵界四处游荡 她把相貌变得平庸了一些 如此走在路上较为方便 第598章 小丫头元宵 土灵界相对较小 总横13万里 算是武灵界中的精华部分 燕雪一路走过 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宝壤 稍微有点仙灵脉的地方 就可能有一街仙壤 不过但凡有仙壤的地方 都被人占据了 这些灵星的仙壤分布 造成了小型的世家和门派 这些小势力并不安全 彼此之间相互杀伐吞噬 就算是睡觉 都要睁着眼睛 燕雪因为是水木双修 以水为主 以木为府 所以对这些仙壤性质不是太大 她的洞天中 有一株剑木 剑木的根部 已经覆盖了四阶仙壤 她对土灵界的风土人情感兴趣 很想了解那些人的生活方式 这一天 她走在荒野之地 看见一个方圆离许的湖泊 湖边住着一户人家 一座简单的小木屋 边上有十来亩宝田 一对中年夫妇在田中耕作 他们有一双儿女 儿子十来岁 正在湖里捉鱼 女儿七八岁 在田间捉蝴蝶 看到这一幕 宁静祥和的景象 燕雪的心里感到温暖 于是站在不远处 多看了一会儿 田间那对夫妇很是警觉 他们的功力并不高 男子只是河道第十重 妇人乃是不须修饰 因为看不透燕雪的功力 心中忐忑 不知道她站在那里 意欲何为 夫妇彼此之间对视了一眼 面上浮现出忧虑之色 妇人上前两步 对燕雪失礼 前辈 远道而来 请进家喝杯茶水 燕雪面带微笑 道 你莫要怕 我只是随便看看 对你们没有恶意 妇人输了一口气 笑容满面 说道 让前辈见笑了 我们家只有这几亩薄田 耕种了仙灵谷 勉强能够糊口 一双儿女 还不懂事 燕雪问 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是否有人过来袭绕 启禀前辈 我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多年 这里地势偏僻 来的人比较少 没有仙田仙壤 只有四街宝田 即使有人过来 也只是瞄眼就走了 你看我们 身无常物 家境贫寒 啥都没有 他还是害怕 燕雪动手伤害家人 燕雪问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为何来到如此偏僻的地方 我看这里 只有一条低阶仙灵脉 根本不足以支撑修行 妇人苦笑道 还说什么修行啊 我们已经不指望进阶了 好生把儿女抚养成人 就算是完成心愿了 我和丈夫都出自一个小型门派 以前门中 有一位中阶灵仙 占据了方圆百里的一块地盘 其中有一阶 仙田百鱼亩 后来 我们的灵仙门主生病了 买不起冰棺和龙穴石 所以 便将自己埋在地下 苟延残喘 我们这些人 只能四散而走 找个地方勉强活下来 燕雪望着对方 道 我看你气血旺盛 年龄并不大 对不对 我只有3300岁 原本仙路并没有断绝 只是因为缺乏修炼的条件 所以只能放弃了 我丈夫也不到一万岁 他还年轻着呢 何道修士能活十万年 因此的确比较年轻 那汉子 只是低头是弄仙灵骨 不敢抬头看燕雪一眼 燕雪问 你这双儿女 做何安排 妇人文言 心中一颤 暗道 坏了 他看中 我的孩子了 万一开口 让孩子们做奴婢 那可怎么办 因此 他急忙说道 前辈 我想等儿子14岁时 送他去一家中型门派 我们已经打听清楚了 南方3000里外 有一个长土宗 再过两年 开山门招收弟子 我这儿子 灵根还行 做个外门弟子 应该是可以的 燕雪问 你家小姑娘资质如何 妇人更加担心了 心想 他连七八岁的小丫头 都不放过 天哪 到底安得什么心啊 可是 既然对方问话了 他也不敢不答 于是迟疑着说道 前辈 我女儿资质不行 她是杂灵根 水灵根为主 土灵根为辅 在土灵界没有前途 我准备讨一门水修功法 给她 等她结成原因 就让她嫁人 燕雪笑道 你把小丫头叫来 我为她摸骨测算一下 如果运气好 我把她带走 妇人听了 心里冰凉 面色大变 浑身颤抖 前辈 我虽然家里穷 却把女儿当宝贝 就算拼了性命 也不能让她做奴婢 那汉子双手抓紧了锄头 肌肉也在速速颤抖 燕雪道 渔夫渔夫 害怕什么呢 我是水修士 如果看中你的女儿 乃是你们的造化 这是难得的机缘 你们真要拒绝吗 如果不愿意 我转身就走 你可要想清楚 妇人文言呆愣了片刻 前辈 您想受我的女儿为弟子 不是做奴婢 做奴婢也没关系 我怕你把孩子送到红楼去 什么红楼 你说的是青楼吗 不是青楼 红楼是一家门派 实力很强 名声不好 进去的女子 绝大多数都废了 只有极少数能成为仙子 他们看见 有资质的小姑娘 就会毫不客气地抢过去 前辈 您不是红楼中人吧 红楼这个门派 我好像听说过 似乎跟大荒先尊有关 可她究竟位于何处 我不知道 放心 我不是红楼的人 乃是正派的先修 到此时 妇人才将小姑娘叫过来 阿霄 你过来 小姑娘笑嘻嘻地跑过来 娘 你叫我坐身 燕雪笑着问 小丫头 你叫声名字 我叫元霄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妇人解释道 她爹姓元 给她取名为元霄 燕雪伸手摸了摸 小姑娘的顶门 脊背和双肩 又取出一个侧灵盘 测试了她的灵根 道 天皆中平水灵根 人皆中平土灵根 如果修炼土系心法 进步将比较缓慢 如果专修水系功法 进阶速度比常人快很多 这孩子我收下了 妇人心中还有些不安 因为她不知道燕雪的来历 也不晓得她 会不会善待女儿 燕雪取出一枚玉剪 痴痴刻画了一篇 简单的基础心法 然后递给妇人 道 我暂时不能带元霄走 这是一篇水修的基础法门 你帮我解释给她听 先给她打好基础 等她进阶金丹后 再去秦家小镇找我 妇人文言 这才放了心 因为进阶金丹是几十年后的事 到时候女儿元霄长大了 能自己做决定了 第599章 美貌魔女 燕雪将秦家小镇的地址 也刻在御检重了 她对妇人说道 如果你们在这里生活遇到困难 也可以提前搬迁到秦家小镇去 在那里找个工作谋生 妇人道 多谢前辈 等我们把儿子送入宗门 然后再说吧 双方互通了姓名 妇人名叫张梅清 那汉子名叫袁生辰 燕雪做了一番交代 留下一件陶制低阶仙器 送给袁生辰以庇护家人 然后便离开了 至此 她开始关注红楼这个门派 渐渐得到了更多的信息 这是先王空空道人开创的门派 早年曾经一度很繁荣 出现过红楼三君子 四霸王 十二金钗 后来 空空道人陨落了 上层人物分崩离析 有人离开天仙界 前往金仙界提升自己 大荒仙尊悄悄偷走了仙王界 经常在天仙界 灵仙界 地仙界游走 保存了一部分红楼的底层势力 红楼的修炼方式 主要靠游仙枕和破梦经 游仙枕是一种仙器 能在梦中以原神形态游走各地 红尘破梦经 是空空道人留下的心法 要想破梦 必须先入梦 这一入梦 就坑了无数的年轻男女 绝大多数人都陷入其中 没办法破梦而出 在外人看来 这个门派荒诞不经 形同于白日做梦 不经情色 声色全马 所以名声很不好 而且很少有人能修成正果 所以算不得正经的先修 燕雪还听说 几乎在每个仙城 都有潜藏的红楼势力 而且红楼和青楼互融合 已经分不出彼此了 他碍于自身还是姑娘 不好前去仔细调查 于是便放弃了 燕雪花了三十年光阴 走了很多地方 遇到过十几次厮杀 很多时候 他放出一口四阶水系仙剑 就能将对方杀得狼狈逃窜 少数时候 他将一口大剑 化作九口小剑 可以同时对付多位敌人 有一次 他动用了鬼水神雷 对手是一位四阶天仙 猝不及防 被神雷劈在头顶 顿时就懵了 燕雪毫不留守 趁机一剑 斩了对方的手机 这位天仙也算是倒霉 不晓得燕雪有这手功夫 如果早做准备 不会死得那么惨 因为燕雪的神雷功夫 只能让人手足麻木 心惊肉跳 丧失六七成杀伐实力 但还不至于一下子就劈死 燕雪斩了天仙之后 信心增加了不少 也渐渐恢复了青春美貌 随后十年 他碰到的歹人 增加了数倍 而这也给他增加了 交手的机会 在这十年中 他斩杀的灵仙多达五十人 天仙也有三位 另有四位天仙逃走了 于是乎 土灵界流传出一种说法 说从北方水灵界 来了一位魔女 貌美如花 心狠手辣 修为境界很低 然而杀伐实力很强 不知从何处学到 几招神雷的功法 能够毫无征兆地降下水雷 靠着这一手 能越阶斩杀天仙 这消息不禁而走 传到各大仙城 那些个灯徒子 都变得收敛了许多 不敢在人少的地方 欺负女孩子了 这件事也引起了 某些大人物的注意 因为神雷功夫很稀奇 在五灵界 几乎闻所未闻 这位姑娘 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幸亏雁雪行走在土灵界 而土灵界大都是土修 只对土系神雷感兴趣 要不然肯定有高阶天仙 甚至有祖先出马 千方百计活捉她 逼她说出神雷道法 这一天 土灵宫中 公主黄乾在 跟一位长老说话 这位长老名叫金成子 乃是六阶天仙 对黄乾禀报说道 公主 大事不好 本门卓长老陨落了 黄乾吃了一惊 怎么陨落的 有人在现场吗 卓长老带着徒弟 前往文革山 路上看见一个 相貌绝美的女子 站立在小山巅 她让徒弟先走 说自己有事 要询问那位女子 于是徒弟先走了 到了文革山之后 等了许久 也没等到卓长老 只好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她经过那座小山的时候 看到了卓长老的尸骸 卓长老乃是二阶天仙 怎么可能轻易陨落呢 难道说 那位女子是祖先不成 不是祖先 甚至连天仙都不是 最近外面流传一种说法 有一位魔女从北方来 卓长老为人不检点 家里收了数十位炉顶 还在外面掐花惹草 到最后终于出事了 黄乾有些烦躁 卓长老是昆隆老祖的俗家 第五代侄孙 靠着老祖的支撑惹了不少事 如今身死盗消 这可如何是好 金城子问 老祖的身体好点了吗 黄乾摇头 十万年内好不了 他的先功被避云先军打破 不但肉身受损 还隐隐触发了天罚 幸亏目前只是有那种趋势 天人第五衰 还没有真正降临 所以他躺在冰关中不敢动 希望天灾尽快过去 话是这么说 然而 他心里已经给自家老祖 画了句号 至少也是个大问号 昆隆上人躺入冰关 对黄乾来说 有利有弊 坏处是土灵公没了称天柱 好处是黄乾成了掌握大权的人 不用在老祖面前装孙子了 然而表面上 他还是希望老祖能尽快恢复 于是对金橙子说道 我听说 秦家小镇能找到到藏丹 你去看看 能不能逃换两颗 给老祖送过去 金橙子答道 公主 据说到藏丹 主要针对天人五衰的前三衰 对于第五衰效果很差 怎么会呢 秦家小镇有个算命先生 说道 藏丹中蕴藏了五百大道 对于灵仙和低阶天仙来说 补足五百大道 就可以起死回生 然而对于祖下而言却不行 至少也要补上八百大道才够 哦 原来是这样 无论如何 都要弄两颗送给老祖 全当是尽孝心 碰碰运气了 若是老祖身体恢复后 则问卓长老陨落的是 那可怎么办 您知道老祖脾气不好 卓长老是他 唯一还活着的后人 他要是发怒 会不会像碧云仙君一样 迁怒于我们啊 这 那你略微缓一缓 再将道葬单送给他 我准备闭关清修 看看能否进阶祖先 公主 近日有个好消息 换碧长老 竟升为九阶天仙了 四 好啊 这对皇前来说 同样有利有弊 好处是土灵宫增强了实力 坏处是全力要分给别人 不过 他既然准备闭关清修 有换臂支撑起土灵宫 好处大于坏处 第六百章 成长中的小镇 燕雪按照秦迪的吩咐 在外面晃悠了一个甲子 才回到秦家小镇 回来之后 他把自己的经历 讲给秦迪听 先生 我没有找到土星斩 还杀了好几位天仙 得罪了不少的势力 其中包括土灵宫 以后我再出门 恐怕要戴上面具才行 秦迪冷笑道 不用 如果土灵宫敢找上门来 我不介意 请雷仙子和清还仙子出手 燕雪大喜 先生 你不怪罪我呀 我怪罪 你做什么 你出于本心杀人 无需有太多机会 反正掌握了神雷 连天劫都不怕 五雷院都解散了 先生 我在外头收了个徒弟 名字叫元宵 他已经来了 在齐征的茶馆里帮忙 他的父母住在外面的小镇上 齐征也是水修 但他修炼的北明心法 跟燕雪修炼的功法不一样 不过 由他来指点元宵基础功法 还是没问题的 燕雪来到小镇上 看见小镇规模扩大了不少 居住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茶馆里坐了不少人 主人齐征不在 只有两个少女负责招待 一个换作秋叶 年龄有四百岁了 功力为原因第九重 另一个便是元宵 有六十多岁了 到了金丹第三重 六十岁在人间界乃是老人 然而在灵界却还是小姑娘 灵仙福岩也待在店里 占据了茶馆一久 专门给人算卦 她是大眼门修士 就靠这一手谋生 同时也能通过演算 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有她坐镇茶馆 两个小姑娘才不会受欺负 燕雪把元宵叫过来 道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你师父 五十多年前 见过你一回 元宵看着好似 豆蔻年华的少女 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 盯着燕雪看了一眼 展颜笑道 师父 您跟以前不一样 变得更好看了 燕雪道 当年我略微改变了面容 此刻才是我的本来面目 你跟我说说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元宵道 师父您走以后 又过了五六年 我哥进入长土宗 成了杂役弟子 我跟着父母 在湖边住了二十几年 修炼您传的功夫 进步飞快 我娘很开心 后来有一天 有位弟仙经过那里 盯着我看了许久 开口想让我跟他走 我爹按照您的交代 说我已经被土灵工 某位天仙看中了 可是 那人还不肯走 以为我爹在骗他 我爹百般解释 那人却凶相毕露 我爹无奈 虚于尾夷 请对方进屋饮酒休息 忽然拿出您给的淘气 一下子将他收了进去 自那以后 我娘觉得 住在湖边不安全 便决定 带着我来这儿了 燕雪问 你爹娘在做什么 元宵回答 我娘在灵仪馆帮忙 我爹跟着霍先生做事 他说的霍先生 乃是灵仙霍山 霍山乃是土修 在地明界的时候 他是丹山门的长教 来到灵界之后 依从于秦敌 负责秦家小镇的改阔建 小镇位于山谷的开口处 坐北朝南 北边是大镇封锁的山谷 东西两个方向 多了两座小山 乃是灵仙霍山 从别处搬来的 如此一来 山谷的开口变得狭长 小镇两侧有了防护 也变得更加安全了 另外 小镇的南边多了个开阔的广场 广场上还有一座九尺高台 偶尔有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类似于开谈讲道的性质 有不少人愿意倾听 在这种时候 秦敌是不会公开讲道的 他的弟子得不到允许 也不能出来现身说法 但是 林仙文祥 秦汉成 秦汉旭出来讲解先文 他也没有阻止 有时 浮衍和霍山也会登台 他更不愿多管 此外还有一些外来的客人 借助于高台宣扬自己的道法 因此 秦家小镇变得越来越热闹 假以时日 有可能演化为一座仙城 燕雪给了元宵一个 进出大镇的令牌 允许他进入山谷中修炼 你是我第一个徒弟 好好修炼 我对你寄予厚望 等你进阶不虚后 再正式拜师 此前依旧在殿里帮忙 这算是人生必要的磨炼 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多谢师父 我会努力的 燕雪自己经历了很多 早年他毕业于复旦大学 帮着秦敌掌管商业帝国 后来主管秦府上下众多的人和事 这次出去游历了一个甲子 斩杀了不少的灵仙和天仙 杀伐气势也培养起来了 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徒弟 只知道修炼 仿佛白纸一样单纯 不懂的人和事 那样子很容易出事 就像雷仙云一样 作为精仙大能 竟然被封入兵关中 这种事要不得 此时的雷仙云修炼了秦敌传授的紫薇心法 对于紫薇天火的操控熟练了很多 神魂也弥补了一部分 已经恢复了西年鼎盛时期七成的战力 因此 雷仙云心情愉悦 叫了顾如梅 一人击鼓 一人弹琴 山谷中 想起了美妙的月音 燕雪从小镇上回来 听见月音 经不住凑过去 在场的还有秦敌 清还仙子 杜荣 杜兰和秦月 秦敌问 雷仙子 你从哪里学到的击鼓之法 雷仙云笑着回答 西年皇帝宫中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爹有一位朋友 名叫弥衡 据说是先帝长仙的徒弟 有先王级别的修为 我这面大谷就是由他制造的 秦敌有些惊讶 弥衡 他还活着吗 不晓得 皇帝宫分崩离析 弥衡便不见踪影 你有没有见过长仙 以及别的任何先帝 没见过 我说的皇帝宫位于金仙间 那里最高只有 先君和先王 没有先帝将领 先帝都住在大罗界呢 这个宇宙分成六界 分别是人间界 地仙界 灵仙界 天仙界 先王界和先帝界 先帝界又叫大罗界 属于等级最高的位面 六界都不止一个 每个位面都有独特的名字 比如说 秦敌从地明界飞升 到了武灵界 再往上是哪个天仙界 那还不好说呢 雷倩云说的金仙界 距离武灵界 隔着一层天仙界 第601章 幻璧上门 秦敌目前才是七阶灵仙 距离飞升金仙界还早 杜戎 杜兰和秦月都已经是帝仙了 帝仙总共18重境界 是每个大境界中最复杂的 他们还是中低阶地仙 距离灵仙差得很远 已经被秦敌和燕雪 远远地抛在后面 然而 帝仙拥有百万年寿命 相对而言 他们还很年轻呢 他们原本没有灵根 被逆天改命 走上长生路 已算是不需此生了 而且只要活着 就有希望修成金仙 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秦敌则不然 他有一种紧迫感 不得不尽快提升功力 顾如梅谈了一会儿秦 将秦收起来 对秦敌道 师父 我已经到了地仙十八重 该准备进阶陵仙了 你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秦敌微微一笑 你把准备融合的 星陨残片拿来 让我再看一眼 顾如梅道 我准备了三块残片 但我有自知之明 最终只能融合两块 秦敌宁神端向了许久 道 这两块更好 里面还有残存的仙灵脉 我帮你将多余的法则打散 让你更容易吸收眼花 另外 我最近炼制了一批灵仙丹 给你三颗应该够了 顾如梅笑道 多谢师父 灵仙丹乃是三阶仙丹 秦敌亲自出手炼制的丹药 很多都拥有 丹纹 有一道丹纹便是极品 两道丹纹换作无瑕丹 三道丹纹则是至宝丹 他将一部分品项稍差的丹药 送到宜然阁 交给张乃景对外销售 只有无瑕丹和至宝丹他 才会留下来 有了这样的灵仙丹 再加上合适的星蕴残片 还有三四阶仙壤构建天柱 很容易建立灵仙级别的洞天 因此 顾如梅晋阶仙将非常顺利 而且形成的洞天 拥有广阔的空间 如此才能储备更多的仙力 越阶斩杀对手 顾如梅守好仙丹和星蕴残片 进入仙王洞天 闭关修炼去了 燕雪对秦迪道 我手里有一颗天仙洞天 还有二十多颗灵仙洞天 你帮我看看 能不能打开 实际上他斩杀的人 不止这么多 但是杀人不见得能获取洞天 有时候 修士在最后 关头眼见不敌 便主动选择自爆了 灵仙自爆的威力很大 不亚于一颗小型核弹 不过 同样是灵仙 面对核弹抵抗力较强 只要不是近距离接触 便不会受重伤 而且 燕雪修炼了逐日仙部 能够及时避开 所以才没有受到伤害 擒敌将所有的洞天 慢慢破开 将这些洞天搁在山谷中 请蚕丛 鱼服 鳖铃 杜鹃 灵鹰碧落 小狐狸青凤 还有笑天犬 再加上齐征 秦山 土虎这些弟子 进入洞天 搜寻仙材好宝物 一部分交给宜然阁 出售 一部分用于修炼 最后 他对燕雪道 你拿一个灵仙洞天出去 搁在谷口小镇上 将其放大成一座小山 如此一来 小镇将拥有更多的空间层次 因为秦敌跟土灵宫 租了这片山谷 不能无止境地扩张小镇 否则 土灵宫可能会抗议 当然 秦敌招纳了雷仙云之后 已经不怕土灵宫刁难了 修真借实力为王 他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反手吞并土灵宫 将其变成自己的附属势力 不过 他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 所以才懒得动手 此时 土灵宫中 公主皇前已经开始闭关了 九阶天仙幻璧 暂时接管了宗门事务 幻璧从秦敌这里 得到百经五阶仙壤 将洞天世界的天柱 猛然称得很高 天道法则 也跟着获得提升 所以保持着进阶的动力 正在心情兴奋之时 连相貌都变得年轻了 他跟秦敌关系良好 不会因为小镇的扩张 而过来说三道四 可是不久之后 他得到宗门弟子 传过来的消息 说 那位杀人无数的美貌魔女 出现在秦家小镇上了 这让幻璧感到有些头疼 他不想得罪秦敌 于是将此事压了下去 反正门中老祖还在冰关里躺的呢 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他希望在老祖出来之前 自己能达到九阶天仙的巅峰 最好能进阶祖先 届时就可以离开武林界了 然而 他转念一想 我若是飞升了 孙子浣雄怎么办 对他而言 这又是一件发愁的事 他忍不住发出叹息 哎 浣雄都已经是天仙了 却喜欢待在家里 不敢出门闯荡 对比那位魔女 人家还是低阶灵仙的 就能月节斩杀天仙了 跟人家一比 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想到这里 他对那位传说中的美貌魔女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天 他来到秦家小镇 赫然发现 山谷外面有一层五色仙镇 这让幻璧大吃一惊 原先只是四阶仙镇 怎么变成五阶呢 五阶仙镇在本届很稀缺 除了土陵宫有五阶仙镇外 其余宗门都只有四阶仙镇 秦先生从哪购买的镇盘 土陵宫的五阶仙镇 乃是前代公主接待下凡的金仙石 由对方赠送的 按理说 秦先生不可能有这样高等级的仙镇才对 他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越来越神奇了 就冲这层五阶仙镇 我也不能得罪他 理论上讲 四阶仙镇可以阻挡天仙 而五阶仙镇可以挡住祖先 换句话说 有了这道五阶仙镇 就算昆隆上人从冰关里爬出来 也很难将仙镇打破 幻璧心中有些忐忑 来到谷口 对看门的屠红剑说 想求见秦先生 随后 他被引入谷中 看见一颗天仙洞天 还有一排的灵仙洞天 经不住愈发吃惊 他并不晓得 这里还有一颗仙王洞天 被秦敌用隐秘阵遮蔽了 秦敌在仙宫中迎接幻璧 前辈请入内缝茶 幻璧看见秦敌 木然间睁大了眼睛 天哪 这才过去几百年 你已经是七阶零仙了 这怎么可能啊 秦敌微笑道 一不小心 跃升了几阶 请问前辈 所为何来 幻璧嫩嫩不敢言 迟疑许久才到 我听门中弟子说 在小镇上 看见了斩杀淫贼的仙子 所以想过来见一见 看是哪位侠女 如此威风 秦敌便把燕雪叫来 对幻璧道 诺 她叫燕雪 是我的夫人 燕雪文言 笑容满面 望着幻璧道 拜见前辈 幻璧看着 鸟鸟亭亭 貌似柔弱的姑娘 发现她 才是初阶临仙 心中感到十分的震惊 真的是你 斩杀了几位天仙吗 你境界不高 怎么可能做到 燕雪 抿嘴而笑 没有解释 幻璧道 吸一口冷气 回头看了看 那一排洞天 心里感到莫名的寒意 她喃喃地说道 燕姑娘 你的杀心好重啊 燕雪 奄然笑道 这些人该杀 我看不惯 欺负女人的歹人 幻璧想起自己 也曾经有悲惨的过往 深深地叹了口气 道 这是一个男人为主的世界 欺负女人是他们的天性 看多了 也就习惯了 燕雪来自科技文明的地球 跟修真世界 有很大的区别 但她知道 这世上也有女仙大帝 容不得别人的欺悟 幻璧又道 姑娘杀了本门天仙卓长老 她是老祖昆隆上人的 第五代之孙 所幸 老祖受了重伤 暂时躺在冰关中 否则她可能会过来寻仇 燕雪转头看了秦迪一眼 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没事 让她来就是了 幻璧想起外面的五色阵魔 道 你们有五阶仙阵防护 倒是不用害怕任何人 秦先生 您从何处弄到的阵盘 秦迪笑道 这是我自己炼制的 啊 先生不单是炼器仙师 莫非还是炼阵仙师吗 这太令人惊讶了 我只知道 一般而言 灵仙只能炼制三阶仙阵 你能超越两阶炼制五阶阵盘 真是让人不敢置信 幻璧经历一连串的惊奇 已经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震撼了 秦先生 您是从天仙界 某个大宗门下来的吗 我听说有些宗门会派出弟子 前往各个星辰历练 还有一些惊仙和仙王 放出分身体验人生 请说我以前看走了眼 不晓得 您有这么深的背景 秦迪自言自语道 这没什么 过去的经历 不代表现在 再深的背景 不等于现实 如果将自己的姿态摆得太高 就像碧云仙君一般 不尊重别人 很容易吃大亏 仙人应该随遇而安 不骄不躁 才能修成正果 烧亭片刻 幻璧沉声道 秦先生 我有一桩心病 想向您请教 我那孙子浣雄 性格懦弱 胆小如鼠 这可怎么办呢 秦迪道 他既然是精细修士 可曾修炼过什么 厉害的剑诀 他练过追风剑和连云剑 这不行 你让他搬来小镇上居住 先跟着灵星文响 学习纤文 等他养出一股浩然之气 我再传他天剑诀 就可以克服胆怯的心性了 天剑诀 我怎么没听说过 他是哪派的剑诀呢 这是天如门的剑法 在某些未免 从原因阶段就开始修炼 适合矫正心态 谨守中庸之道 浣雄形成这样的性格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如果骤然修炼煞气中的心法 容易陷入天人武衰 比较而言 还是天剑诀比较妥当 不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他修炼了天剑诀之后 是否将来要加入天如门 哈哈 天如门招收弟子 需要精通如门经典 浣雄通不过测试 多谢秦先生 我回头就把他送过来 随后 幻璧告辞而去 果然将孙子送了过来 住在秦家小镇上 跟文祥 秦汉成等人学习先闻 秦笛则抽时间 传授大伙 天剑诀 天剑诀 总共七十二世 他只传给幻雄前三十六世 后面的则留给秦汉成 秦汉旭 文祥和文若等人 土林宫 昆隆上人躺在冰关中 对于祖席而言 如果只是肉身受伤 那还是小意思 很容易修复 问题是 他的仙机被触动了 洞天世界不停地震战 山巒大地起伏不定 所以他有种 惶惶不安的感觉 只能躺在那儿 一动不动 想将洞天 尽快稳定下来 这一天 他的三徒弟 李怀过来探视 李怀乃是五阶天仙 将一枚 道藏丹 递进冰关中 师父 这枚丹药 是弟子千方百计 借用世家的名义求来的 据说能缓解天人五衰 您把它吞下去试试 昆隆上人接过 到藏丹 看了看 问道 为什么要借用世家的名义 难道说 土林宫的名义不好使吗 李怀低声道 师父 您不在的这一个夹子 外面出了不少事 有一件噩耗 我不知道 该不该告诉你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瞒着我 师父 您先将丹药吞下去 然后再听我说 我怕您一生气 会从冰关里跳出来 昆隆上人盯着 到藏丹 一直看着 问道 这丹药可靠吗 李怀道 可靠 我走访了六七个服用丹药的人 每个人都对他赞不绝口 不过 卖我丹药的那人曾经说过 他对于零仙效果最好 对于天仙效果稍差 对于祖仙效果更差 但不管怎样 总归会有好处 这是什么人炼制的丹药 土灵界何时来了 这等厉害的炼丹师 师父 道藏丹 出自秦家小镇 那儿有一位隐居的高手 是个爱穿轻衣的女子 我曾经亲眼见过她 感受到她带来的威亚 她或许是九阶天仙 或许可能是祖仙 她的功力 比师父您低一些 但是身形飘渺 生机勃勃 跟普通的仙人不一样 嗯 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 该处距离土灵宫三千里 形同于近在咫尺 谁让他们住在那儿的 据说是幻璧长老 哼 引狼入室 幻璧到底是怎么想的 李怀没有接口 却催促道 师父 您吃了丹药 我才敢说 于是 昆龙上人将丹药丢入口中 冰棺中传来一阵低吼 又像是舒适的低吟 过了好半天才静下来 随后 昆龙上人从冰棺里坐起来 面上显得轻松了不少 小岛 没想到 这丹药还真的有效 让我的洞天 阵战减轻了一半 就从这一点 就可以放过 幻璧 收容外人的罪过了 第602章 老祖发怒 李怀抓了抓头发 面现苦涩 十一着说道 师父 着山陨落了 昆龙上人文言 猛然变色 眉毛竖起 睁圆了眼睛 一下子站起来 什么 怎么会陨落呢 这是何时发生的事 他已经陨落十几年了 据说死于一位 年轻女修之手 而那位女修 则曾经出现在 秦家小镇上 昆龙上人大怒 我的后人 好不容易修成天仙 没想到 竟然身死倒消 为什么没人 早点告诉我 黄钱呢 欢碧呢 将他们叫来 师父 掌门黄钱 闭关进阶 封闭了视听 没办法叫他来 那把欢碧叫来 我还没死呢 竟然这么糊弄我 真是气煞我也 不久 幻碧被叫过来 看见昆龙上人出了冰关 顿时意识到不妙了 他赶紧上前行礼 拜见老祖 昆龙很想给他一耳光 可是因为心中激荡 动天世界又有些不稳 所以只能强行忍住 冷冷地盯着他 问道 你说说 秦家小镇 那些人是何来路 你为什么要引狼入室 而且还瞒着我 着山陨落的消息 你眼里 还有我这个老祖吗 昆龙乃是多年的祖先 功力比换必高多了 余威很盛 下面的人见他 就像老鼠剑猫一样 幻碧文延伸区 都有些颤抖 跪地回答道 老祖您听我慢慢解释 我当初去精灵界 寻找仙精 路上碰到一位少年 名叫秦竹 才只是临仙出街 他答应为我铸造一口 四街仙剑 因此我让他借住在三千里外的 一片小山谷 我并不晓得他的来历 也没有引狼入室的意思 当时 跟着秦竹的 只有三位低阶灵仙 然而前些天 我去秦家小镇 看到他有数十位家人 而且秦竹竟然在 短短数百年内 从灵仙出街 跃升到灵仙七街 斩杀卓山的是他的夫人 名叫燕雪 功力很低 才刚刚进阶灵仙不久 就是这样的一位出阶灵仙 竟然在一个甲子内 斩杀了五十七位灵仙 还打败了好几位天仙 斩杀了其中的三位 就在数天前 我才联系到其中一位逃走的天仙 那人是 乐土宗的长老 名叫郑洪 他说 在某地看见一位仙子 心中爱慕 便上前搭讪 没成想 忽然有天雷降临 让他心中惊恐 浑身酸麻 于是挣扎着逃走了 他回忆当时的情景 认为 那位仙子 掌握了一种罕见的神类功夫 这是他能越阶斩杀对手的原因 昆龙上人听了 面色铁青 眼中的怒涩 并没有减少几分 一个出阶灵仙 难道还能翻了天不成 你在秦家小镇上 有没有看见祖先级别的人物 没有 弟子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山谷外面 有一层五阶仙阵 秦竹说是 自己炼制的阵盘 可是弟子不敢相信 什么 你真的看清楚了 他们有五阶仙阵 这不可能 那片山区只有低阶仙灵脉 如何能支撑起五阶仙阵 我看清了 的确是五色阵魔 我在谷内 看见一颗天仙洞天 还有十几颗灵仙洞天 就算有天仙洞天 顶多有四阶仙灵脉 也称不起五阶仙阵啊 这么说 他们真有祖先坐镇 李怀说 曾在小镇上 见到厉害的人物 你为什么没有看见 难道说 你还想为他们遮掩不成 弟子不敢 前些年我一直在闭关前修 所以不了解外面的情况 我上次去小镇上巡视 被秦竹请入山谷内 并没有看见什么祖先啊 昆龙上人双目紧盯着他 压迫感越来越强 幻璧不敢抬头 还在不停地辩解 启禀老祖 我虽然没见到祖先 却不敢轻视小镇上的人 因为那里有很多古怪之处 除了有五阶仙阵外 还能买到四阶的仙剑 甚至还有道藏丹 我怀疑那位秦先生 有可能背景很深 要么出自天仙界的大宗门 来武林界历练自身 要么他本人乃是金仙转世 昆龙上人听了这话 心里咯噔一声 顿时就泄气了 他虽然是祖先 但是想起先前被碧云先军一掌 打碎了宫殿 打死了几位姬妾和门人弟子 就感到胆寒心颤 连带着洞天世界 也开始震荡摇晃 于是他的面色 由铁青变成苍白 呼吱呼吱喘了一阵子粗气 脉步进入冰关 缓缓躺了下去 只留下一句话 换臂 你给我打听清楚 那位秦竹究竟是何来历 小镇上有没有大人物坐镇 他们的五阶仙阵 和道藏丹 是谁炼制的 每隔一个甲子 你过来汇报进展 另外 还要想法子 在不惊动大人物的情况下 悄悄将那位信念的 灵仙女修捉来 为我的侄孙报仇雪恨 换臂答道 是弟子尽力而为 然而 他心里却在想 我才不去捉人呢 有本事你自己去办 他是从低剑 卢顶修成的九阶天仙 剑锋使舵的本事很强 不会在看不清局势的情况下 得罪人 不说他的孙子浣雄 还在跟人家学习天剑诀 就说 当初碧云仙君下凡时 被秦竹一眼看穿 拉着徒弟 固如眉躲在凉亭中 还有当年 他拿出一百斤五阶仙壤 这岂是普通的灵仙 能做到的 幻碧不敢讲自己 收了人家的五阶仙壤 也不敢提换熊 跟人家学习剑法 所以 他只能顺嘴答应下来 等昆隆上人 躺进宾馆里 拖一天算一天罢了 等到幻碧走后 昆隆上人叹了口气 对李怀说道 不是自己的徒弟 办事终究不牢靠 我这一生 收过三十多个徒弟 修成天仙的有九人 然而天可连剑 有四人陷入天仙武衰 还有两位被碧云打死了 目前能正常行走的 还剩下三位 以你的功力为最高 而且对维师忠心耿耿 李怀躬身道 弟子侥幸 还能好好地活着 昆隆上人道 你去秦家小镇盯着 设法打探消息 查出他们的背景 顺便再弄两颗 盗葬单 等我的身体恢复一些 便亲自上门寻仇 是 弟子这就前去办 冰棺中陷入一片死寂 第603章 打探机密 李怀从宗门中 领取了一张仙符 将自身功力 压低到零仙层次 然后装扮成散修 混迹于秦家小镇上 有一天 他赫然看见浣雄 跟着一位身穿如山的人练剑 由于秦敌传给浣雄的 只是天剑绝前面一半 相当于儒门基础剑术 并不在乎被别人学去 于是 文祥 秦汉成 秦汉序 文祥 文弱 有时候再加上朱婉 秦陵 秦月 张乃锦都跟着掺和 就像地球上公园里大爷大妈 练习太极剑一样 整齐一排 颇为热闹 既然出自土灵宫 李怀自然认得浣雄 他的功力 比浣雄高了好几阶 再加上浣雄性格懦弱 所以 平日里 他有些看不起浣雄的意思 可是此时此刻 李怀却担心被浣雄点破身份 因此 他不得不运功改变了面容 他心想 浣雄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跟秦家人缴在一起 哼哼 这件事我得记下来 幻璧勾结秦家 对老祖不敬 这是多大的罪过啊 正在这时候 有位留着长胡子的老道走过来 笑嘻嘻地说道 我看这位仙长有些面生 眉宇间有些阴霾 让我帮你算一贯如何 走过来的乃是灵先浮衍 他每天在小镇上晃悠 除了待在茶馆里外 就是在街上跟人攀谈 三言两语之间 通过演算和察言观色 就能判断别人的来历 以及是否心怀歹意 李怀先是厌烦 转头瞪他一眼 发现他是售卖到葬丹的人 于是面上堆起笑容 道 原来是浮衍道长啊 我正想跟你买两颗 神丹呢 浮衍笑道 神丹要提前预定 哪能立即就有祸 而且每人献瘦一颗 要用仙精 仙灵脉 或者四阶以上的仙才来还 请问道长 你从哪里得到的 道葬丹 嘿嘿 天机不可泄露 莫非山谷中 有一位隐居的祖先 不可说 不可说 仙长贵姓 来自何方 我姓李 名叫李灿 是从西方礼土宗来的 浮衍掐指算了算 笑道 仙长你蒙我 西方并没有离土宗 修真人不可妄言 否则会引来天前 陷入天人武衰 你说了这句谎话 没心的阴云 便增添一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李怀取出一面红镜 照看自己的面容 笑道 二有什么阴云 浮衍仙长 你说谎的本领 比我强多了 若有天人武衰 也会先降临你身上 嘿嘿 你难道忘了 我有神丹在手 再加上功力低 就算天罚降临 也容易摆脱 两个人言语间互打疾风 然而 浮衍就是干这一行的 看人的能力更强 李怀跟人打交道比较少 所以 渐渐落了下风 浮衍跟对方攀谈了一阵子 回到茶楼饮茶静坐 同时抛出几根万年诗草演算 少女元宵帮他续茶 笑着问道 浮衍燕 你算出那人的来历了吗 我刚刚见你 下楼直奔那人而去 难道他有什么不妥吗 浮衍低声道 我虽然没算出他的来历 但知道他不怀好意 哼 他想从我手里买到葬单 简直是白日做梦 元宵 你自己小心一些 莫要被他骗走 我只是小丫头 他骗我做什么 他可能是宠你师父来的 先将你骗走 再将你师父 引致僻静之处动手 我师父那么聪明 他不会上当的 关心则乱 你莫要给别人机会 只要不走出小镇就没事 我知道了 多谢福叶眼 时光匆匆 转眼又过去百年 固如梅出关 晋升为出阶临仙 过来拜见秦迪 师父 我原本以为 用不了一个夹子 就能完成进阶呢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秦迪微笑道 你这还算快的呢 若是换一个人 没有无暇级的灵仙丹 也没有合适的心蕴残片 至少要花两三百年 还可能进阶失败 你见过进阶失败的人吗 进阶失败就可能陨落 即便不死也会受伤 动天改 必然动摇先机 师父 多谢你引我走上先路 想当年 还在地球上的时候 我为了修炼 一直不结婚 不知道承受父母 多少次的责骂 如今修成了灵仙 拥有八百万年的阳寿 想想 以前受的苦都值了 顾如梅想起 早已离世的父母 和故乡向阳平的旧事 心中感慨万千 经不住仰天长太息 秦迪默然无语 过了一会儿才道 劫世虚言心莫测 仙返两路似于你 顾如梅道 师父 我进阶灵仙之后 是否也该像雁雪一样 出去历练一个甲子 秦迪问道 你的雾土神勒 第三重练成了没有 基本上练成了 但还不够顺畅 做不到收发如星 你先在洞天中修炼几年 将其练得纯熟 待我传你四 六重心法 然后你再出门游历 你有神雷和仙情 这两种杀法手段 又有土栋护身 和逐日仙部 可以纵横土灵界了 只要不碰到祖先 便可以安然无恙 好吧 我去找阿虎做陪练 他皮糙肉厚 不怕击打 阿虎修炼到什么地步了 他到了地仙十五重 你不要留守 好好敲打他 让他努力修炼 是 我晓得了 十年之后 顾如梅走出秦家小镇 在土灵界四处游历 李怀这些年 一直在镇上居住 然而却没有多大的收获 因为小镇上自给自足 秦家人很少出远门 这一次 李怀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 走出小镇 便悄悄跟在他的身后 想到偏远的地方 将其捉住 继而逼问秦家的秘密 没成想 那姑娘走得很快 刚出小镇 绕过一座小山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怀在附近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 心中郁闷之急 返回土灵宫 派弟子帮忙寻找 顾如梅一路走一路打听 得知南方有座凤凰山 山上有个仙音门 于是 他便往南方而去 想去看看本地仙音门的情况 凤凰山位于一万八千里外 山势连绵 如展翅腾飞的凤凰 山上多子竹 多吴铜树 有一些已经成长到仙街 在核心区域 有一座四色的仙镇 笼罩了一片山巒 乃是仙音门的筑地 顾如梅来到仙镇入口处 看见一位临仙中年女修守在那里 于是上前表明来意 那位中年女修衣着朴素 淡扫峨眉 面容肃木 上下打量着她 陈生说说道 仙音门已经封闭了山门 不接受外人进去 如果你想进去 除非答应一个条件 万年之内 不能再出来 顾如梅感到很诧异 这是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原因 墨飞门中的长老 都陷入天人武衰了不成 不要瞎说 如果你能证明自己 出自仙音门 我便告诉你原因 否则 你赶紧走吧 那我证明给你看 第604章 黄中大旅 顾如梅把自己的凤凰 仙琴取出来 当即演奏了一首 仙音广陵赛 这是各地通用的曲目 只要演奏出六七成的水准 便可以证明 是仙音门的人 中年女修才听一半 便相信了 挥手指住她弹琴 够了 不用再弹了 姑娘你来自何方 顾如梅达到 我来自地明鉴 刚刚飞升上来 还不到一千年呢 下界还有仙音门存在 有啊 只不过人才凋零 除了我以外 剩下的都是地仙 以及河道修士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顾 叫顾如梅 师姐如何称呼 我叫林焕 不瞒你说 仙音门出事了 我们的四位天仙 都陷入天人武衰 因此宗门有了危机 不得已定下规矩 要求封闭山门 不准人进出 既然如此 师姐为何要守在仙镇门口呢 这只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否则 人人都知道 仙音门出现危机 将引起别的门派上门挑衅 甚至攻打我们的山门 姑娘虽然出自仙音门 但我也不能让你进来 除非你答应 万年内不得外出 否则 最好还是留在外面吧 留在外面对你 对宗门都有好处 故如没见她态度坚定 于是便不再强求 问道 请问师姐 本门四位天仙 是怎样陷入天人武衰的 麻烦你跟我说说 或许我能帮上忙 灵焕轻叹道 你能帮上什么忙啊 如果愿意帮忙的话 我请你做一件事 此去西南方向 一千八百里外 有一座仙丧峰 那里缺乏人手 你过去看看 帮忙抵御歹人的进攻 师姐 我知道一种神奇的丹药 名叫道藏丹 能够让陷入天人武衰的人 从宾关里爬出来 你跟我说说 几位师叔各自的情况 我去讨对证的丹药 几位师叔 是在演奏秘密之音的时候 没能控制好自己的心性 从而导致天人武衰的 像这种情况 就算有高阶仙丹 也未必管用 原来是这样 若是听了秘密之音受伤 需要用黄中大吕来矫正 黄中为杨绿第一 大吕为阴律第一 凌幻文言 颇为惊讶 你懂得黄中大吕之调 我略知一二 那你等着 我通知掌门师姐 不一会儿的功夫 有一位略显年轻的 九阶灵仙来到跟前 语气急切地问道 凌师妹 说有人懂得黄中大吕 凌幻笑道 就是这位姓顾的姑娘 她从下界而来 说略微懂得一些 九阶灵仙看相顾如眉 道 我叫清明 暂时接掌仙音门 姑娘能否说说 如何演奏黄中大吕仙音 可惜 门中没有厉害的中鼓仙气啊 固如眉笑道 不需要中鼓 我看这满山的竹子 有不少达到了仙阶 可以砍一些回来 制作成长短步一的主管 以其演奏出黄中大吕的仙音 好 好 你可以随便砍伐 若能治好几位师叔的病患 你算是立大功了 可我没办法待在山中一万年 最多一两个甲子 我还要离开呢 你来这里就算回家了 还要离开做什么 我的家位于北方的秦家小镇 那里有一些亲人 所以我不能离开太久 清明想了想 道 这样吧 你先帮我们制作主管 将演奏黄中大吕的方式 传授给我 你就不用进入山门了 等几位师叔病情好一些 你再来 没办法 这是老掌门定下的规矩 我也不能更改 请你谅解 顾如梅并不介意 他在清明的帮助下 在山上砍了十二根仙竹 按照长短步同 制作了十二根主管 最长的九尺 最短的四尺六寸 他把这十二根主管插在地上 又取出凤凰琴 演奏深海龙吟 龙前于渊 地脉薄发 阳气蒸腾 激起十二根主管发出仙音 听得人心情激荡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清明和灵幻都感到神情振奋 顾姑娘 这就是黄中大吕吗 这是开胃菜 接下来要把十根主管拔起 只留黄中 大吕二管 再演奏仙音 风雷影 和清虚影 一起来激发地气 每日一次 持续三百六十日 如此方能克服 秘密之音 造成的伤害 太妙了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千年书 顾师妹 多谢你了 请问你从何处学来的这些法门 顾如梅微微一笑 道 我师父姓秦 就住在秦家小镇上 等日后几位师叔病好了 欢迎师姐前去做客 当年 秦敌曾经拜师旷为师 师娟乃是师叔 秦敌对他们的仙音非常熟悉 事先传授于顾如梅 所以顾如梅 才知道这些法门 清明说道 师妹若是有闲 可以去仙桑峰坐镇 那边有数十株仙树 培养了一批仙残 仙残吐出来的丝乃是制作情咸的上加材料 所以我们不想放弃仙桑峰 最近情况不太妙 有一个敌对宗门 名叫铁桑门 也看中那些桑树了 我不能前去巡视 心里很着急 顾如梅道 好说 那我过去看看 师妹小心 空桑门是有天仙的 若有危险 就赶紧逃走吧 那里有一道三街仙镇 还有传送镇 想逃还是没问题的 我晓得了 请师姐给我一块令牌 若没有令牌 还要费一番口舌 诺 我给你准备好了 顾如梅来到仙桑山下 看见有十几位灵仙 还有上百位帝仙 正在攻打一道三色仙镇 那些人一面记起法器 不停地击打在镇膜上 一面乌言晦语 辱骂仙音们的弟子 而在仙桑山上 似乎只有一位灵仙 领着十几位帝仙 还有一些低阶弟子 有气无力地演奏反击的仙音 外面那些人都已经封闭了耳窍 所以受到仙音的影响比较小 三阶仙镇是用来抵御天仙的 因此在场的这些灵仙 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攻破 因为在场的人太多了 顾如梅并没有选择放出雾土神雷 而是取出凤凰仙琴 弹奏仙音 沧海桑田 这首仙音拥有很强的杀伐效果 能够损伤修士的仙机 改变洞天内的结构 引起沧海桑田般的演变 从而大幅度地削减寿源 第605章 解为仙桑山 正在攻打仙镇的那些人 听见仙音沧海桑田 以为仙音门来了厉害的天仙 感到心中惶恐 急忙仓皇而逃 大部分人连回头看一眼都不敢 仙音追着他们 一直将他们送出三千里外 这些人逃回宗门后 不但受缘减少了 而且有两成的灵仙 发生了天人武衰 一半的地仙的体内洞天受损 分明损伤了仙机 带来极大的伤害 这件事在铁桑门引起很大反响 铁桑门是一个中型宗门 拥有三位天仙 数百位灵仙 门主是一位七阶灵仙 名叫铁堂 他挨个询问了逃回去的弟子 结果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敌人是谁 只有少数几位灵仙 看见了顾如眉的样子 说有一位年轻的姑娘 功力并不高 只是一阶灵仙而已 可是他弹奏的仙情 拥有极强的杀伤力 甚至比仙音门的天仙还厉害 铁桑感到难以置信 一个初阶灵仙 怎么可能跟天仙相比呢 然而他不晓得的是 固如眉演奏的沧海桑田 乃是天下最著名的仙音之一 原本是仙音门主事矿的独门绝技 擎敌从事矿那里得到真传 又因为掌握了64万大道 对仙音进行了适度改造 因此杀伐力变得更加恐怖了 随后铁堂派出一位四阶天仙 去仙桑山探视 想看看 引起门中弟子惊恐的女子 究竟是什么人 这时候 顾如眉已经凭着令牌进入大镇 见到了驻守此地的灵仙郭彩玉 郭彩玉乃是五阶灵仙 相貌清秀 留着奇耳短发 看上去精明能干 他对顾如眉很好奇 赞道 师妹的情音十分了得 我刚刚躲在仙阵中 都感到心惊肉跳 不得不用一剑法器 将弟子护住 这才避免了损伤 顾如眉欠然说道 刚刚我在镇外 因为敌手太多 只得用上权力 没有掌控好情音杀法的方向 以后我小心一些 不让情音扩散 伤害到同门 师妹是新来的 我以前没见过你 你刚才谈的仙音 有什么名目吗 我来自下界 跟一位师父学的 据说叫沧海桑田 啊 那不是传说中 教主才掌握的 正派仙音吗 是吗 我不晓得 师妹你的运气真好 竟然在下一届 还能得到 这样高妙的传承 这简直就是奇迹了 在本届 没有人会谈沧海桑田 顾如眉心想 早知如此 我就不说出曲目了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他开口问道 郭师姐 为什么本门那几位师叔 会谈弥弥弥之音 却不会沧海桑田呢 这件事不是有些奇怪吗 郭彩玉答道 我听师父讲 很早很早以前 教主师矿和长老师娟一起 曾经出现在大罗界和先王界 他们留下了一套仙音传承 包含所有的曲目 然而 弥弥之音 好学意恋 沧海桑田很难掌握 因为弥弥之音属于人道 沧海桑田属于天道 牵涉到的天道法则很复杂 因此日久天长 只有弥弥之音传遍天下 而沧海桑田却失传了 故如梅道 我听说几位师叔 就是因为演奏弥弥之音 才出的事 这件事有些古怪 郭彩玉望他一眼 欲言又止 吞吞吐吐 师妹有所不知 这其中是有缘故的 有什么缘故呢 本门有四位天仙 分别是两男两女 其中有一位张师叔 在图灵城参加一场法会 用仙敌展示了一曲仙音 结识了一位容貌娇艳的女修 名叫江珠 乃是九街灵仙 江珠弹得一首好琵琶 跟张师叔聊得开心 因此跟着张师叔 来到仙音门 有一天 张师叔请老掌门 和另外两位师叔过去 共同演奏传统曲目 《弥弥之音》 这首仙音每位天仙都会 他们经常演奏 借以锤炼自身的星星 如果有多人一起演奏 效果更加显著 然而这一次 四人在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 将猪借口点燃 安神香 却有一种奇怪的香味 悄悄释放出来 几位师叔正在宁神演奏 没有流星香味散发 结果一个个着了他的道 后来将猪卷走不少宝物 悄悄溜走了 顾如没听得十分诧异 一个偌大的宗门 四位天仙上了妖女的当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郭采遇到 可不是吗 几位长老不肯声张 只能封闭山门 撑开防守大阵 希望能度过这次劫难 那将猪究竟来自哪个市里 据说是红楼中人 他们有游仙枕 还有燃魂香 能让人白日做梦 深陷梦中出不来 将猪跟刚刚围攻 仙桑山的铁桑门 有没有关系 或许有关系 不管怎样 定然是将猪走落了消息 否则铁桑门 不会来围攻我们 铁桑门只有三位天仙 平日里不敢这样做 两人正在说话的功夫 忽然看见仙镇之外 来了一位秃头四阶天仙 郭采遇面色大变 说道 不好 来的是铁桑门的天仙 名叫铁体 此人杀刑很重 据说 死在他手下的修士 有数百人 我们只有三阶仙镇 恐怕只能挡住他一天 固如梅道 师姐莫怕 我来收拾他 你的仙音虽然厉害 却未必能对付天仙啊 这里还有几十位弟子 得做好离开的准备了 这时候 那位秃头天仙面带宁笑 取出一只巨大的兽骨 砰的砸在阵膜上 阵膜猛烈的震荡 就像大气球一样 虽然没有打破 然而却发出惊人的声音 在场的仙音门弟子 一个个都被吓坏了 他们不知道 仙镇能坚持多久 如果很快被打破 那么 所有人都活不成 索性山上 还有一个传送阵 只要有一盏茶的时间 就能逃回去 秃头天仙铁体一面 用兽骨敲打阵膜 一面哈哈大笑 刚刚是谁用仙情 追杀铁桑门弟子 你再弹一曲出来 给我听听 等我打破了仙镇 男子一个个踢骨敲嘴 女子都捉回去做炉顶 哈哈 话音未落 就听见 咔嚓一声雷鸣 一道天雷从天而降 劈在他的头顶 铁体一下子就猛了 巨大的兽骨掉在地上 浑身猛烈地抽搐着 他抬头看向空中 面上露出惊恐之色 心想 青天白日 怎么会有天雷降下来 不对啊 我才是天仙四街 距离渡劫还差很远呢 他浑身酸麻 费劲地伸手 想将兽骨找回来 然而这时候 砰的一声 又有一道天雷 砸在他的头上 他猝不及防 站都站不稳 一屁股坐在地上 固如眉身形一晃 仿佛鬼魅一般 闪身出现在他的身后 一只陶罐仙气 乌云盖顶 将铁体照了进去 铁体只感到眼前一片黑暗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已经身陷陶罐重了 这件陶罐乃是固如眉 用本命仙壤所化身的 他已经吸纳了四街仙壤 所以陶罐乃是四街仙气 他将大道法则 凝聚在陶罐上 又用仙阵强化陶罐 大幅增加了陶罐的威力 陶罐之中 还有四街仙壤构成的流沙 因此 铁体像蚂蚁一样 陷入其中 拼命在陶罐中上下翻腾 抡起兽骨乱打 也不能从里面逃出来 这一幕落在郭彩玉 和那些弟子的眼中 他们都彻底惊待了 天哪 穷凶极恶的铁体 竟然被生生活捉 故事说 您太厉害了 连天仙都折在您手里 郭彩玉深吸一口气 定了定心神 道 没想到师妹 还有一件厉害的法宝 这不是仙音们的手段 你难道兼修了别派的法门 顾如梅微笑道 我是土修士 拥有一件陶器法宝 不是很正常吗 可那天雷是怎么回事 那是铁体作恶多端 所以上天降下雷法 也是我运气好 要不然捉不住它 它不会再度挣脱吧 没事 我这件陶器等级非同小可 有天道法则约束 它在里面越挣扎越虚弱 用不了多久 便会耗尽纤缘 陶罐中有四阶仙壤 一直在连续不断地运动 铁体半个身子陷入其中 拼命挣扎 将头颅和上半身 露在外面 然而流沙产生莫大的吸引力 让它挣扎不出来 身子还在一点点下线 铁体在陶罐中发出哀嚎 姑奶奶 放了我吧 我情愿做你的奴隶 给你做打烧也行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顾如梅冷笑道 我不缺你这样的奴隶 没来由玷污我的声誉 我就算招收奴隶 也会拣选梅青木秀 心地善良的人 我 我也能变得梅青木秀 顾如梅将陶罐盖上 收入洞天中 日久天长 铁体将会化为泥土 所有的修为和先缘力 都会留在洞天之内 变成顾如梅提升境界的洞力 按理说 一个灵仙吞噬了天仙 会把洞天称暴的 然而 顾如梅有陶罐过度缓缓释放仙气 他此前融合了几片很大的心蕴残片 还有高阶仙灵脉的灵根残留下来 足以吸收天仙释放的仙缘 再者说 他如果感觉不土 可以将陶罐吐出来 顾如梅根擎敌学习土系心法 他掌握的心法 出自后土娘娘这一脉 后土修成先帝 不知道吞噬了多少修士的功力 要不然 他怎么能成为明界的主宰呢 明界有三方势力 其中仙家有一后二帝 一后便是后土娘娘 二帝则是冬月大帝和丰都大帝 佛门有地藏王菩萨 摩门有明和和望川两位老祖 这其中 后土娘娘还是三清四玉之一 地位比冬月大帝和丰都大帝高得多 说她是明界主宰并不过分 秦敌西年有一句分身 曾经拜后土娘娘为师祖 得到她的真传心法 直到她自己成为顶尖的大帝 还跟后土娘娘保持良好的关系 第606章 邪徒谷 郭彩玉眼借着顾如梅将陶罐吞下去 心里感到一丝惶恐不安 他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懂 以为顾如梅可能是一位天仙 才用某种方法遮蔽了功力 因此 他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对方了 顾如梅笑道 好了 师姐 你带我参观一下 仙桑山如何 好好 你跟我来 仙桑山上有一些仙阶的桑树 还有一个残房 养了一批仙残 师姐 这是二阶仙残 能不能给我一些残种 好啊 你想要还不简单 给你三张够不够 够了 这样的残种能保留多久 至少一万年 还有这些残丝 也给我几两 好不好 给你两斤 应该够了吧 还有这些桑树 能不能让我移走一刻 这个 我得请示掌门才行 那就算了 我不要了 其实在青木展中 有几棵先接五六品的桑树 仙王洞天中 还有大片的仙桑林 顾如梅只是习惯性的问问而已 并不需要从这里迁移仙桑树 郭彩玉感到过意不去 师妹 请你在这儿帮我助手几年 我会跟掌门师姐说这件事 顾如梅摆了摆手 我忽然想起来了 家里有些桑树 所以不用再问了 郭彩遇到 铁桑门损失了天仙铁体 不晓得 会不会再派别的天仙过来 顾如梅笑道 来得越多越好 他是出来历练的 正需要跟人交手厮杀呢 然而随后 铁桑门并没有派人过来 因为有弟子发现 掌老铁体的魂灯熄灭了 掌门铁堂听闻这个消息之后 惊得面色入土 赶紧召回弟子 封闭山门 毕竟铁桑门只有三位天仙 如今陨落了一位 相当于折损了三成的实力 算是很大的损失了 顾如梅在仙桑山守了三年 发现外面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于是 他跟郭彩玉告别 留下一个联系地址 离开了仙桑山 此后 他在土灵界四处游历 没有碰到太多的厮杀机会 因为前些年燕雪杀人太多 让那些灯徒子都变得老实了 直到四十多年后 他来到寸草不生的邪徒谷 莫名其妙受到多人围攻 他才大展身手 仗着逐日仙部和雾土神雷 斩杀了两位天仙和十几位灵仙 事后他才晓得 原来有两个中型宗门 约好了在邪土谷进行生死决战 而邪土谷则是各大宗门解决争端的地方 也是土修士的禁地和坟墓 邪土谷是一个奇怪的山谷 土修士进去之后 很容易中邪 星星大变 疯狂是杀 不死不休 这个山谷很深 底部狭窄阴寒 固如没深入谷底 感受到浓烈的杀迹 索性他修炼过神魔炼体的心法 肉身经过淬炼 所以才能勉强承受 他在谷底看见不少的白骨 还有一些残破的洞天 其中有几颗洞天 还算完整 被他收了起来 谷底两侧的山崖上 还有几个山洞 其中有几具肉身并没有腐化 固如没心里发沉 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其中一具肉身忽然发出声音 乃是老玉发出来干涩的声音 小姑娘 你一个出界灵仙 怎么胆子这么大 走到这里来了 固如没吃了一惊 没想到这边还有活人 于是站住了脚步 道 前辈 我糊里糊涂走到这里来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只觉得越走越可怕 可是我又感到好奇 所以想看清楚再走 你没有觉得浑身疼痛 洞天摇摇晃晃吗 我感觉到了 只能咬牙忍着 你赶紧走吧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请问您是什么人 为什么待在这里 我是神土宗年老体衰的祖先 因为陷入天人武衰 不愿意躺进冰关里 所以来携土谷试一试 没想到 这里的土煞之气如此浓烈 连我也坚持不了几年了 前辈 您还能走动吗 要不要我救你出去 哎 已经太晚了 出去也活不了太久 干脆就葬在这吧 前辈 您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我想请姑娘挖个坑 过两天 我不行了 就自己滚进去 顾如梅吃不准对方的心思 便不敢往前走 只在自己站立的地方 挖了个坑 他挖坑的时候 用的是一口金属性仙剑 他虽然是土修士 但不妨碍 他从重剑锋 拔一口四阶仙剑 带在身边 然后 他听见那老鱼说道 小姑娘 为了表达 我对你的感谢 我想送给你一坛四阶仙壤 请你进前两步过来拿 顾如梅文言 反而退后几步 道 前辈自己留着吧 我走了 这地方阴森森的 感觉很不舒服 哎 姑娘别走那么快 我还有几页 金书送给你 顾如梅冷笑道 你骗谁呢 神土宗的功法 你怎敢随手送人 大大 我想送你的 乃是出自皇帝宫的心法 你过来拿吗 我身子动不了 老鱼说话的时候 一直背对顾如梅 此时无声无息地转过身来 一双眼睛 仿佛突鹫一般盯着他 舌头舔了舔嘴唇 似乎看中了 顾如梅的肉身 想骗他过来进行夺舍 顾如梅口中 默念神雷咒语 只是两三个呼吸的功夫 便有咔嚓一道天雷 猛然劈在那身披黑衣的 老玉身上 啊 老玉发出一声惨叫 面现惊恐之色 他的确陷入了天人武衰 能动用的先例并不多 因此才想把顾如梅骗过去 然而他没有相当到 自己招惹了不该惹的人 顾如梅一连降下三道神雷 披散了老玉 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一点先例 然后他挥起四阶仙剑 斩下了对方的手机 毫不客气地将洞天取出来 然后收入陶冠之中 至于说 其余山洞中的几具肉身 也都被他取出了洞天 因为洞天中 蕴藏着仙才和仙灵脉 拿回去抽离仙灵脉 再交给怡然阁 还能换到不少仙石和仙精呢 这种手段看似残忍 其实乃是修真戒常见的方式 要不然那么多仙人 如何能凑齐进阶 所需要的仙灵脉 正因为凑不齐物资 所以大多数修士 进阶缓慢 被挡在一个个大关卡之外 这也正是秦敌 放他出来历练的原因之一 要想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仙 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 后面将变得平庸 最终泯然众人意 第607章 受到围攻 此后又过了几年 顾如梅开始往回走 某一天 他走到一处山谷 此地距离秦家小镇 只剩下五千里了 他看见谷中大片的林田 长满了各种林草 只觉得心中安宁 充满了生机 他看见一个老嫂 正在田间劳作 挥动林除除草 乍一看去 老嫂的功力并不高 只是一味河道修士 然而 当顾如梅 从老嫂身边不远处经过时 忽然看见老嫂 偷偷窥死过来的目光 暗含杀鸡 双手握紧灵杵 半蹲着身子正在序里 于是 他立即警觉了 正在这时候 他又看见山谷四周 出现了十几位修士 为首的是一位四阶天仙 另外还有一位二阶天仙 剩下的则都是林仙 顾如梅毫不迟疑 取出了凤凰仙情 一面施展逐日仙不突围 一面弹奏起仙音沧海桑田 仙音一起 田剑的老嫂 还有那些个林仙 顿时便受到限制 原本快速移动的身形 骤然减缓了速度 包围圈出现了缺口 固如梅手脚不停 一面从缺口处突围出来 一面在外围游走演奏仙音 仙音传入那些人耳中 不一会儿的功夫 便引起了洞天内距离的波动 在场的都是土修士 洞天之中 称天的柱子 是用仙壤构成的 仙音就像化生出无数的蚂蚁 在天柱上钻出许多小孔 引起天柱摇摇欲坠 仙壤速速滑落 从而动摇了仙机 因此之故 这些个林仙 首先撑不住了 有人发出惊呼 转身逃走 有人待在原地 双手捂住了耳朵 有人急忙封住耳翘 然而却发现不顶用 天柱摇晃并没有缓解 只有两位天仙 从远处围过来 他们的修为比较高 洞天内的天柱较为稳固 为首的四阶天仙 乃是土灵宫的李怀 另一位是他的师弟 名叫李响 他们派人寻找顾如梅 一连找了数十年 好不容易找到了 布置了包围圈 却没想到 顾如梅还有仙秦的手段 仙秦是对付群宫的绝佳方式 不管是来一个人 还是来一百个人 听见仙音都会损伤仙机 轻者折损阳寿 重则引起天人武衰 这些人要想对付顾如梅 只能用极快的速度 将其拿下 尽快将其杀死 可是顾如梅脚步奇快 任凭李怀和另一位天仙 紧追慢赶 竟然追不上她 顾如梅也没有就此离开的意思 而是围着山谷转来转去 用秦英控制了在场的所有人 她是一个倔强的姑娘 生性善良 原本不喜欢杀人 可她记得师父的交代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要么不出手 出手便毫不留情 争取将敌人斩尽杀绝 又过了一会儿 那些个灵仙都撑不住了 咬牙切齿挣扎着逃走 其中 大半挣扎着逃掉了 但也有两个人 被顾如梅追上 顾如梅一只手弹琴 另一只手记起陶冠 将两人装了进去 那些逃走的人 并不等于没事了 因为被仙音触动了仙击 很容易诱导出天人武衰 除非他们的洞天 构建得很完美 法则很完备 才可以逃脱仙音的侵蚀 李怀看得牙子剧烈 又惊又怒 然而却追不上对方 正在这时候 李想忽然一口气 喘不上来 他的洞天 一直在轻轻地摇晃 原本他并不在意 可是 猛然间仙缘力 接续不上 这让他心惊肉跳 不敢再追赶 固如梅 只能站在小山巅 呼吱呼吱地喘粗气 他凝神 内视洞天内的变化 发现不但天柱 便矮了几丈 而且 洞天内大片的仙田 竟然一点点发生退化 有的地方 地势变低 有演化成湖泊的样子 有的地方莫名突起 变成光秃秃的荒山 因此 他心里感到害怕了 仙音还在持续 每多出一个阴符 便会引起杨寿的缩减 杨寿跟洞天天柱的 高低正相关 如果看见天柱变矮了 代表功力再下降 杨寿也跟着缩减 李响不敢停在当地 他发出一声嘶吼 师兄 这妖女的情音 满含杀鸡 我撑不住 先走了 话未说完 急急逃走 李怀感到无奈而又绝望 冲着顾如梅大声叫道 且住 罢手 不打了 我是土林宫的人 昆隆上人的徒弟 你把我的失职放出来 这件事就此罢休 顾如梅并没有停止弹奏 仙音依然在持续 口里说道 你让我停下来 我就得停下来吗 你一个天仙 莫名其妙地围攻我 若不给我个交代 怎么可能就此罢休 李怀道 秦家借助于土林宫的土地 你如果放出我的失职 还可以在原地居住 否则 我会禀明老祖 将你们全部撵走 故如梅冷亨道 若不想给宗门招来灾难 你尽可以去做 我听说 昆隆上人躺在冰关中 你可以换他出来 去跟我师父商量 若想仗势欺人 不会有好下场 他知道师父找到了帮手 雷仙云乃是惊险 所以并不害怕对方的威胁 如果事情闹大了 大不了将土林宫掀翻 李怀文言之后 心中十分愤怒 同时又多了一分疑惑 先前他只知道 燕雪踏入林仙后 出去走了一圈 大展伸手 越阶斩杀了许多人 表现出惊人的实力 如今没想到 换了一个固如梅 竟然也有越阶斩杀天仙的水平 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他是四阶天仙 比初阶林仙高了十几阶 然而非但拿不下对方 而且听了情音之后 动天中 就像生出了无数的蚂蚁 山河土地 莫名其妙的此起彼伏 通天法则变得紊乱起来 因此他心里感到害怕 他站在那里咬牙切齿 大声道 你莫要伤害我 两位失职的性命 我回头派人将他们赎回来 顾如梅道 还要拿出一笔补偿 你埋伏围攻我 这件事岂能罢休 李怀狠狠地一跺脚 将一座小山踩踏了 然后纵身飞走 随后 顾如梅回到秦家小镇 将那两位灵仙放出来 封印了功力 交给灵仙抚衍看管 这两位灵仙听了仙音 又被收入陶冠里 仙机受损不清 就算放回去 也很难恢复了 第608章 无可奈何 顾如梅见到秦迪 将一个甲子的游历 简单讲述了一遍 师父 我按照你的交代 费了不少功夫 才找到充满土杀的邪徒骨 那里可能是 土形斩所在的地方 秦迪笑着点头 很好 你帮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再过几个甲子 等我修炼到灵仙九阶 便将土形斩取回来 师父 我得到一些洞天 有些是被我斩杀的 有些是从邪徒骨找到的 其中有一颗土系祖先洞天 里面应该有四阶仙壤 你把它们搁在外头 等我有空时 会帮你破解 那些个灵仙洞天 你可以自己试试 按照 仙文汇翠中收录的 土系仙文 看看能不能找到 洞天秘药 师父 若是土灵宫的人找上门 我们该怎么办 仙礼后兵 仪礼夫人 兵来降荡 水来土掩 师父 我以前很少杀人 这次出门在外 不得已动手 心里感到有些不适 该如何调试为好 多谈即便普安咒 云河碑 极乐影 天风还配 可以慢慢消减 不适之感 我明白了 多谢师父 话说 李怀回到土灵宫 来到老祖昆隆上人 躺着的兵关跟前 低声叙说着种种不幸 师父 我奉您之命 潜伏在秦家小镇 历时一个甲子 都没能找出秦家的背景 秦家又出了一位土修魔女 我和李响 带领十几位灵仙 将她围住了 想要将她生情回来 然而 没想到的是 此女 竟然掌握了厉害的仙情 还有一种奇怪的步伐 以及某种威力惊人的雷法 昆隆上人双眼紧闭 从兵关里传来嘶哑的声音 黄前出关了吗 启禀师父 还没有 幻碧在做什么 弟子发现 幻碧的孙子幻雄 居住在秦家小镇 看起来他跟秦家关系良好 互相勾结在一起了 兵关里变得寂静无声 过了许久 才又传出声音 先这样吧 等黄前出关再说 土灵宫只有两位九阶天仙 如果黄前不出关 没有人能对付幻碧 而昆隆上人身体有样 在兵关中躺了两个甲子 非但病情未见好转 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妙了 先缘力流转越发困难 分明进入天人武衰的状态 可是昆隆上人不敢说出来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作为大宗门的老祖 也有类似的情况 就算有再强的实力 如果不能发挥出来 一旦陷入天人武衰 那就等于变成了废物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还能赢得下面人的尊重 如果呵斥发令 则会引起反感 搞不好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要是逼急了 谁敢保证 幻碧不会翻脸 甚至闯入地下兵宫 将昆隆上人拖出来 类似编尸一般收拾他 因此 纵然强悍如四阶祖先昆隆上人 也只能隐忍咽下这口气 好在作为老祖 虽然不能跳出来杀人 但还能指点门中弟子修炼 那些个天仙要想进阶祖先 到了关键的时候 不得不过来求他 换句话说 昆隆上人 还有拿捏幻碧的手段 当年 他给了幻碧小团五阶仙壤 而那些仙壤不足以进阶祖先 他以为等幻碧修炼到九阶天仙的巅峰 还会过来求他帮忙 却不知道幻碧已经从秦敌那里 得到了一百斤五阶仙壤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幻碧才不愿得罪秦敌 而对本门老祖选择杨凤英伟的态度 李怀从兵宫里走出来 心中感到很是郁闷 同时又有些茫然 他原本以为师父会下令收拾秦家人 没想到师父啥也没说 选择了隐忍 早知如此 他又何必上杆子做这些事呢 被捉走的两位灵仙 一位是李怀的徒弟 一位是向来清静的师侄 因此他还不能不管 迫不得已 他只好拿出一批四阶仙壤 去求浣雄出面 又赔了一批仙石 才将两个弟子赎回来 然而随后 李怀便发现 两个弟子先机被毁 几乎断绝了仙路 李怀大怒 然而无计可施 日子一天天过去 聚集在秦家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多 秦敌的功力 还在飞速提升 已经晋升到灵仙第八重了 秦府中人大多数 都已经修成了地仙 其中 顾如虎 庄冷 霍香 李秋水 杜月笙 吉娜 王炎等人 都已经修炼到地仙十二重以上 甚至快接近灵仙了 其余众人则还在地仙中前期 比如说 秦汉成 秦汉旭 朱婉 秦灵 秦月 他们按部就班的修炼 并没有急迫之感 修仙讲究顺其自然 如果没有良师益友 脱离了自身条件 着急上火 反而有害 因此 秦敌不会催促家人 有他在前面顶着 有燕雪和顾如梅 和几个弟子帮忙 他的家人有充足的时间 慢慢修炼 只要能顺利地进阶金仙 就可以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彻底摆脱受限的束缚了 这一天 秦敌将家人和弟子召唤过来 他坐在高台上 为众人讲述修真大道 他讲的是修真的原则 讲的是天道法则 仙文模型和洞天构建 这些东西 像元宵那样的低阶弟子 是听不懂的 功力境界越高 得到的感触和收获越大 因此 真正大有收获的 是雷仙云 清还仙子 闻祥 浮衍 霍山 燕雪和顾如梅 其次是 那些进入地仙境界的修士 即便听得朦朦胧胧 并不完全理解 但他们将秦敌讲的话记在心里 日后慢慢琢磨揣测 也会有很大的收获 等到最后 秦敌取出一张仙情 命雷欠云击鼓 固如梅辅助 燕雪笑音相合 演奏仙音 云门大眷 虽然只有四个人 却从空中召唤来五色仙云 这些仙云都是纯阳仙气所化 被众人纳入体内 有助于提升修为 仙音多种多样 类似于云门大眷 这样的正音 可以正心 诚意 改正六物 一点点弥补洞天中的缺陷 从而将仙机打得很扎实 整个过程 前后持续了一整天 到最后 每个人都感到收获匪浅 心中十分欢喜 第609章 祖龙之虐 众人散去 独有雷仙鱼留下来 面带笑容 妄想情敌 赞道 秦先生 没想到你在道法方面 有这么高深的造诣 我以前在皇帝宫 听过好几位先王的讲道 如今听你一讲 发现 你比他们境界高多了 秦敌微微一笑 道 我传你的紫微心法 你修炼到第几重了 有什么问题吗 雷仙云笑道 前八重心法 我大致都学会了 求您再传我一些 秦敌道 总共三十二重紫微心法 前面八重相当于中皆金线 我再传你四重心法 能让你晋升到金线巅峰 然后跨过仙君的门槛 不过这其中有个关键 你需要将本命鲜火 晋升到七件 请问先生 如何才能晋升鲜火 先要掌握火系鲜文 总共三千个 你至少要掌握两千两百个 将其融入鲜火之中 才能促进鲜火的进阶 如何才能融入鲜火 先要掌握鲜文大道的模型 然后用鲜火来模拟大道 展示出各种形态 多展示几回 鲜火便拥有大道纹理了 这期间 还可以借助于鲜符和火迹 求先生指点 如何才能尽快地掌握 三千火系鲜文 藏书阁中 有一套鲜文会萃 我已经把三千火系鲜文列出来了 你先抄录十遍 背诵百遍 书读百遍 奇异自现 不懂的地方 先去问文祥 若还是不懂 再来问我 然后用本命鲜火 构建火树荫花 雷仙云公身施礼 多谢先生指点 秦敌传授他四重心法 仔细讲解了一番 雷仙云乃是金仙第六重 在网上则是仙君敬见 所谓仙君 有时候是一种尊称 比如 仙前的碧云仙君 他的道号为碧云 仙君 是别人对他的叫法 而他本质上 才是金仙而已 并没有取号 仙君的资格 严格意义上讲 九阶金仙网上 还有一个大境界 那就是仙君境界 他又分成九个小境界 从仙君再网上 才是仙王 仙王网上 则是先帝 在有些地方 则认为 仙君是金仙中的佼佼者 他们将金仙分成十八层境界 后面九层乃是仙君 不管怎样 雷倩云只要再学会四重心法 就可以踏入仙君层次了 当然 这个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 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为修士 进阶越往后越慢 金仙美晋升一阶 往往需要数十万年的时间 除非有特殊的手段 才能加速这个过程 秦敌将雷倩云打发走 略微想了想 又把清还仙子叫来 你最近怎么样 距离第八次散仙节 还差多少 清还仙子答道 我有时候觉得很近 有时候又觉得很远 有种捉摸不定的感觉 而且 我尽管学会了 清暮雷龙声见觉 却常有心中梯梯然 仿佛天快要塌了的感觉 秦先生 您说 这是怎么回事 清帝道 你又这种感觉 说明距离第八次散仙节很近了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 换作祖龙之虐 我没有听说过 话说很早以前 有一位先帝 字号秦皇 他出身白龙族 早年修炼到祖先境界时 也曾经失去肉身 化为散仙 后来他以烈火来淬炼自身 先后自焚九次 最后终于修成正果 这种自虐的方法 虽然看似残酷 然而却能锤炼神魂 从而度过散仙节 为修成先王 先帝 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生 我出身清龙族 为什么没有听过这个人 此人修成先帝后 一直隐居在西方 成了白地宫的长老 先生 你说的祖龙之虐 跟我心中 啼啼然的感觉 有什么关系呢 临近最后两次散仙节 这种心中 啼啼然的感觉 会越来越强烈 我给你举秦皇的例子 是告诉你有种修行方式 可以加速修行 只不过这种方式 很痛苦 我不知道 你能否坚持下来 秦皇仙子咬牙说道 先生你说法吧 需要怎么做 我听你的 秦敌道 秦皇出身白龙族 五行火克金 所以采用火焚的方式 来磨炼自己 你出身清龙族 适合用金煞来淬炼 从今以后 你去金风展中修炼 只要能挺过百年 就等于在外面 修炼数千年 好 我知道 该怎么做了 在去金风展中之前 你要学习金系和木系先文 只有掌握了大道法则 才能更好地适应 金风展中的环境 从而加速境界的提升 于是清还仙子 也去找文祥 学习先文去了 他和雷仙云一样 虽然功力较高 但是基础不扎实 不像雁雪和固如梅 很早便跟着情敌 也不如装冷 霍香和里秋水 修仙关键在于 性命双修 性指心性精神 命指肉身命理 延伸开来 就是精神和物质文明 双丰收 精神主要是 原神和魂魄 提升的关键在于 掌握天道法则 而仙文则是天道的总纲 每一条大道 都有一个仙文与其对应 物质则肢体内 动天的构建 以及肉身的锤炼 如果失去了肉身 或者动天不稳 摇摇欲坠 也就失去了长生的基础 秦迪本是掌握了 54万大道的顶级先帝 他最重视的是天道法则 一直强调系统的学习仙文 在他看来 这比赚取仙实 积累仙才 构建动天还重要 如果仙才没有凑齐 暂时无法构筑洞天 还可以慢慢等待机会 而如果不理解天道 着急忙慌构建出 有缺陷的洞天 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那才叫悲催呢 秦迪自己没功夫 教导低阶弟子 因此他将文祥留下来 文祥毕竟做过 地名界的仙文阁主 同时还是四阶临仙 对于仙文的理解 比秦汉成和秦汉旭强不少 文祥在小镇上开了家 仙文馆 自己做馆长 请秦汉成 秦汉旭和孙女文若做教师 不但教授齐征 土虎 秦山 元宵这些年轻的弟子 而且还敞开大门对外招生 当然 自己人学习仙文免费 外人竟然要缴纳仙实 秦迪编撰的 《仙文汇翠》 收录了十万八千仙文 秦家人可以自行抄录 近年来 他叮嘱雁雪加强管理 要求众人不要将手抄本带出去 前面五万四千仙文 可以传给外人 后面的一半就要加以限制了 因为他编短的仙文注释 跟正宗的传承不一样 如果流传太广 会动摇本地仙文革的根基 而且 对自己并没有益处 就像如来佛祖 对唐三藏所说的 法不可侵传 想学到法 需要付出代价才行 第610章 山川大便 时光匆匆 不晓得又过了多少年 秦敌八千八百岁 进阶临先第九重 这一年 秦红和秦英飞升临界了 他们在地明界驻守数千年 将炎黄宫支撑起来 先后接引了四位 从地球上飞升的不须修士 其中一位功力最高者名叫 陈鹤 因为飞升比较早 在地明界流浪了千年 抵达炎黄宫的时候 便是不须中期 等秦红飞升离开的时候 陈鹤已经是和到修士了 此时 秦红乃是临先第三重 秦英则刚刚晋升临先 秦红抵达秦家小镇后不久 便又很快离开了 秦英则留在山谷里修炼 等到秦红再度返回的时候 他将土行斩带了回来 至此 秦敌凑齐了五行斩 将其摆放在先王洞天中 形成五个封闭的区域 每个都有三千里方圆 秦府修士可以按照自身属性 前往这些区域闭关修炼 而土灵界因为缺失了土行斩 造成地脉动荡 仙壤流失 沧海桑田 兵荒马乱 各大宗门 人心惶惶 土灵宫的掌门黄前刚刚出关 他已经进阶祖先了 原本实现了突破非常开心 可是很快得到下面人的禀报 齐炳掌门 大事不好了 我们的四阶仙填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别急 你慢慢说 仙填的等级在急剧下降 我们用测灵盘检测地力 发现它变成三阶二分的仙填了 啊 变化这么大 我记得原本是四阶八分的仙填 怎么可能将这么多 因为地下的仙灵脉发生了变故 不再向外吐出仙气 还没等黄前反应过来 随后又有人过来禀报 掌门 我们的三阶仙填也不行了 有一批仙米还没成熟 就开始哭黄 这可怎么办 掌门 黄长老进阶中断 因而发疯了 掌门 我们的五阶仙镇 竟然无法开启 掌门 土灵城的修饰都慌了 因为仙灵气在下降 黄前整个人都梦了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也不单是土灵宫如此 其他的大小宗门 都陷入一片混乱 原因是 土行斩原本拥有调节地气的功能 如今被秦鸿取走 地下灵脉虽然大部分还在 但是一时之间不再喷涌仙气 而且这些地脉有一部分四散逃走 重新分布到别的地方 仙灵脉有的埋藏比较浅 被宗门锁住龙头无法移动 有些埋藏比较深 属于自由移动的仙灵脉 原本五行斩的存在 将那些埋藏比较深的仙灵脉 强行拉过来 聚集在土行斩周围两三万里之内 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土灵宫 这种大宗门安身立命之处 一旦失去五行斩 这些仙灵脉便逃到边远之地 土灵宫地下深处的灵脉减少 导致仙田等级的下降 而在不久之后 在远处原本平级的地方 将会有新的仙灵脉诞生 换句话说 土灵界各方势力要重新洗牌了 可以预见 为了争抢新生的仙灵脉 宗门之间将会大打出手 对于土修士而言 仙田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仙壤 仙壤是门中弟子进阶的关键 如今仙田降级了 将限制弟子的进阶 这对土灵宫这种大宗门而言 影响非常巨大 因此 几乎所有闭关修炼的人都从宫殿 洞府中走出来 去外面查看 发生了什么事 就连躺在冰关里的昆龙上人 都被惊动了 可是他因为身陷天人武衰的缘故 没办法从冰关里爬出来 他心里拔凉拔凉的 暗道 乌漏偏逢连夜雨 难道说 我修行这么多年 结果竟然生死到消不成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原本他虽然陷入天人武衰 心里还有一些希望 毕竟陷入天人武衰 不等于死亡 有些人躺了许久还能复原 即便不能复原也可以坚持数百万年 可若是土灵宫的灵脉消失 缺乏仙灵气的支持 那可就全完了 这时候 秦家小镇依然很热闹 因为秦府有独立的仙王洞天 并不依赖于外界的仙灵脉 所以也没有人关注地下灵脉的变化 秦迪却不肯错过这个机会 他把燕雪 顾如梅 秦红 秦英 顾如虎 笑天犬叫过来 此时 燕雪修炼到灵仙第三重 顾如梅到了灵仙第二重 顾如虎 刚刚修成灵仙 笑天犬也踏入灵仙境界 秦迪拿出一批先接四品的淘气 还有一些牵引阵盘 分发给众人 对众人道 趁着天下大乱 这是难得的历练机会 燕雪你往北走 阿梅你往东走 秦红和秦英一起往南走 阿虎和笑天犬一起往西走 你们出行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寻找新生的仙灵脉 找到之后 将仙灵脉迁入陶罐中 这些仙灵脉 你们自己留着 以供将来迁入体内洞天 促进修为的提升 众人都听明白了 一个个摩拳擦掌 不用说 此次出门 必定会遇到厮杀 不惧厮杀 迎接挑战 才是出门历练的意义 至于说其他人 要么还没有进阶陵仙 不适合在外行走 要么如清环仙子和雷仙云一般 功力太高 杀鸡用牛刀 失去历练的意义 所以他们 都留在山谷里修炼 此后八百年 土灵界动荡不安 秦家小镇 安如磐石 这期间 庄冷 霍香 李秋水 杜月生 吉娜 王岩等人 一个个接近 帝仙巅峰 陆续踏入 临仙境界 其余众人 则进入 帝仙中后期 比如说 杜荣 杜兰 秦汉成 秦汉旭 朱婉 秦陵 秦月 张乃景等等 还有一些人 刚刚踏入 帝仙 比如说 顾玉宁 秦汐 陈寿亭等人 因为走过弯路 所以 进阶速度更慢一些 而那些 妖秀的 进阶速度并不慢 小狐狸 青凤 灵鹰 碧落 蚕丛 渔符 憋灵 杜鹃 都距离 林仙很近了 有些进入 秦府较晚的弟子 则还再不虚 河道阶段 别如说 秦山 奇征 土虎等等 按照秦敌的要求 这些人一旦进阶陵仙 便要离开秦家小镇 去外面游历几个甲子 庄冷和霍香 乃是火修 本命仙火 都已经超越 仙阶四品 有了这样的仙火 便能跟低 接天仙抗衡了 李秋水和吉纳 乃是精修 本命仙剑 超越了仙阶四品 先后修炼了 青阳剑爵 云阳剑爵 金天剑爵 和白地十三剑 因此 杀伐实力都不弱 杜岳生修炼了 虎族心法和天妖练刑 恢复了杀人不眨眼的 枭雄本性 王眼将剑法和阵道 结合起来 练成了九弓剑阵 和周天星斗剑阵 剑士一起 绵绵蜜蜜蜜 风雨不透 水泄不通 而且他随手 便能布置出防护仙阵 攻守兼备 游刃有余 第611章 贝禁足 秦敌将这些人派出去 并没有要求他们 大杀四方 只要在外面游走 历练一段时间 增长剑士 了解修真戒是什么样子 就算是完成任务 这个步骤 对于年轻的弟子来说 是必须的 如果不经过这一步 一直待在家里修炼 心思简单的像白纸一样 将来难以担当大任 秦敌自己则哪都不拒 一直借助于 五行斩闭关修炼 在他9500岁的时候 终于踏出了关键的一步 进入天仙第一重 天仙和灵仙 是有本质区别的 灵仙的寿线是800万岁 天仙的寿命 则是3000万岁 灵仙的洞天世界 直径3 5000里 天仙的洞天世界 扩大10倍 至少也有3万里 秦敌的体内洞天 比一般的天仙 还要大很多 才只是天仙第一重 就有18万里之扩了 洞天的大小 还不是关键 更关键的是 法则的完善 灵仙的洞天法则不完善 因此没办法收容人类 人类无法在里面生存 最多只能收容 猴子这种灵长类动物 因此才叫做灵仙 而天仙的洞天法 则更加复杂 是可以收容 凡人在里面定居的 但也仅限于凡人 不能收容超越金丹的修士 换言之 如果秦敌收一批凡人 进入体内洞天 他就是那些人的主宰 是他们心中的天 因此 这样的境界 被称作天仙 正因为洞天境界的提升 秦敌进阶天仙后 各方面实力 都跟着大幅提升 不管是炼制单气扶阵 还是越阶斩杀敌人 都可以上升一个大台阶 秦敌出关以后 慢悠悠地走出秦家小镇 散布到土灵城 他发现 此时的土灵城 变得萧条了很多 因为仙灵脉的重新分布 土灵城地下的灵脉 下降了一半 吸引力大幅下降 有些人迁徙到别处定居了 秦敌来到碧灵殿 想要见一见天仙换币 时候不大 他被请入殿内 此时的幻壁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依然是九阶天仙 天仙的进阶很慢 数千年光阴 并不足以进阶 他的面色有些发暗 似乎最近的日子 过得不好 他看见秦敌的第一眼 就被吓了一大跳 天哪 这才多久没见你 怎么就进阶天仙了 他上次见秦敌的时候 乃是昆隆上人讲道 金仙碧云下凡的时候 当时秦敌 还是低阶灵仙呢 从那时到现在 总共也就是两千多年 没想到功力提升这么多 他瞪大眼睛看着秦敌 感觉像见鬼了一样 这怎么可能啊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还是灵仙初见 前后不过三千年 你就完成了整个灵仙阶段 这种事说出去有谁信啊 试想 灵仙为什么会有八百万年的寿命 就因为他们进阶缓吗 这是天道选择的结果 天心与人心相应 因为灵仙进阶慢 所以天道将寿线拉长 让九成的人在八百万年内陨落 只有一成的人进阶天仙 而这一切在秦敌身上变成笑话 他只用了三千年 就从灵仙初阶 跨越九个境界 一步登天 修成了天仙 幻璧想想自己当年艰苦修行的经历 对于秦敌轻轻松松的境界 他的心里感到十分的苦涩 秦敌微笑道 我看你面色不好 是不是遇到难处了 幻璧长叹一声 道 我被老祖下令禁足了 这一千多年来 功力没有太大进步 老祖昆隆上人 他不是躺在冰关里了吗 他听了手下人的禀报 说我跟你勾结在一起 因此 在掌门黄前出关以后 他把黄前叫过去 说了一番话 黄前命我待在碧灵殿中 不能随意离开 而在这段时间内 土灵宫出了很多事 丧失了大量的仙田 还有不少的仙田降级 我名下拥有的仙田损失更重 因为没办法出去视察 再加上弟子的攀变 所以日子很不好过 你可是九阶天仙啊 单凭黄前说一句话 就能让你禁足吗 他已经是祖先了 功力高一阶便能压死人 更何况他是掌门 说话谁敢不听 我看你没必要待在碧灵殿 还不如搬出土灵城 前往我家小镇居住呢 我失去宗蒙供应 还怎么进阶呢 待在这里 近乎于等死 小镇上物资丰富 地下还有仙灵脉 即便无法大幅进阶 也可以支撑你缓慢修行 如果在土灵界 无法完成突破 那就先飞升再突破 实不相瞒 我可能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最多千年 我就要离开了 换壁吃了一惊 啊 你为何走得那么急 你虽然修成了天仙 具备了飞升的基本条件 但若是去了天仙界 还是很容易受欺负 何不等进阶祖先再走 秦迪孝道 时间不等人 作为修士 要想进步更快 就需要迎接挑战 压力越大 进步越快 如果安于现状 就是蹉跎岁月 幻壁陷入沉默 稍停片刻 说道 如果我搬去秦家仙镇 只怕掌门会怪罪 给你带来麻烦 我怕你承受不起 秦迪冷笑道 他一个出街祖先 能拿我怎么样 即便昆隆上人 从冰关里爬出来 又能奈我何 以我现在的功力 越阶斩杀低阶祖先 你以为我做不到 幻壁文言 身躯猛然一阵 他用精益的目光 看向对方 心里虽然有怀疑 但是大致上相信了 秦先生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我喜欢助人成道 看谁顺眼就帮一把 看不顺眼 就踩一脚 修仙之路 艰辛漫长 多的朋友 不是坏事 实际上 在秦迪看来 如果随口说一句 就能帮到别人 还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这种事为什么不做呢 幻壁毕竟是九阶天仙 稍加培养就能进阶祖先 如果到了天仙界 他还是能派上一些用场的 至于说 帮了幻壁会不会得罪土灵公 这对秦迪来说是小意思 他刚刚进阶天仙 正感到闲得无聊 很想跟人打一架 如果皇前或者昆隆上人 找上门来 那就太好了 他可以捉住对方 敲鼓吸嘴 想来土灵公积累很多年 应该有一些好东西 如果对方不来 那反而显得无趣 因此 他鼓动幻壁搬迁 就是想找个挑逝的借口 幻壁沉思片刻 道 好吧 等我准备一下 过两天搬过去 第612章 秋水斩仙 话虽然这么讲 此后三年 他依然待在碧林殿 并没有很快离开 不久 土灵公失窃一株 先接的悟道茶树 悟道茶树是稀有宝物 几乎每天都有人巡视 他生长在一个隐秘的小世界 普通的弟子 并不晓得他的位置 土灵公培养数百万年 总共只有两株 先接的悟道茶树 没想到 有一天 竟然失窃了 掌门皇前得到消息后大怒 赶紧派人彻查此事 可是 窃贼做得很仔细 竟然查不出蛛丝马迹 按照看守小世界的人员交代 最近只有七个人进去过 他们挨个 审查那些人 其中有一位姓朱的执事 乃是巴结林仙 叫苦连天 说自己压根就没进去 经过反复审查 皇前认为 有人冒充了朱执事 然而究竟是谁呢 那就不好说了 能冒充巴结林仙的人 功力肯定高过朱执事 这样的人 在土灵公 至少有三四十位 而且也不一定就出自土灵公 也可能是外人 打听出了悟道茶的位置 乔装打扮混进去了 此后又过了几年 幻璧带着幻雄和几个女弟子 离开土灵公 搬到秦家小镇定居 他将悟道茶树献给了秦敌 全当是投名状 对此 秦敌并没有太在意 先接一品的悟道茶树 对于朱婉 秦汉成等人有好处 但对秦敌来说 就显得不够了 他希望去天仙界 寻找更高阶的茶树 随后几年 皇前派人请幻璧回去 都被拒绝了 幻璧说 秦家小镇也是属于土灵公的 我在这里居住 有何不可 我一个九阶天仙 难道就没有一点自由吗 你莫要逼迫太甚 否则 我随时可以非生离开 他不敢说 背叛土灵公加入别的宗门 因为他的魂灯 还留在土灵公中 留下魂灯 就等于留下把柄 只要还在土灵界 就会受到制约 如果离开了土灵界 制约作用就很弱了 除非皇前拿着魂灯 追到天仙剑 才能继续约束他 否则没有太大的效果 这时候乃是多事之秋 皇前忙得焦头烂额 也没有心思去收拾幻璧 于是这件事暂时搁置下来 这一天 幻璧在小镇上见到秦迪 问道 秦先生 我的魂灯还留在幽魂殿 幽魂殿周围有五阶仙镇 我不敢闯进去 你是否有收回魂灯的办法 秦迪微笑道 这很简单 方法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进入大阵取回魂灯 第二种设立招魂阵 强行将那一丝魂魄拉回 这两者都不难 等再过数百年 在离开土灵界之前 我帮你收回魂灯 换壁大喜 果如此 多谢秦先生 此后过去三十年 某一天 李秋水在外游历 找到一条仙灵脉 他正在向陶冠中牵引的时候 受到一位五阶天仙的攻击 这位五阶天仙名叫张鹤 身材魁梧 长脸浓眉 出自神土宗 依仗的仙气 有两件 一件是四阶下瓶的土盾 还有一根三阶巅峰的土剑 这两件仙气 都是他的本命仙壤所化 然而他体内的四阶仙壤不足 所以 土剑还没有提升到四件 李秋水虽然心惊 却不害怕 放出精细仙剑 照着对方杀了过去 他的功力虽然低 然而本命仙剑等级 却是四阶上品 因此 在仙气方面占据了上风 每次交击 都让张鹤 心疼的呲牙咧嘴 金剑斩在土剑上 土剑显得很是脆弱 每次都要削下一块 张鹤只好凝神 再将土剑补上 与此同时 寄起土盾 砸向李秋水 李秋水灰剑斩过去 将土盾也刺穿一个窟窿 张鹤更加心疼 牙字欲裂 大吼一声 不要命地冲上去 李秋水施展出白地剑绝 剑势复杂又灵力 张鹤根本冲不到三百丈之内 张鹤的土剑和土盾 受伤越来越重 眼看近乎于千疮百孔 他只好再吼一声 仓皇逃走了 他心里又气又恨又无奈 暗想 真他妈的剑鬼 我一个五阶天仙 竟然斗不过一个 临仙出界的臭丫头 如果说出去 真是丢人现眼了 李秋水输了一口气 他并没有追杀上去 因为刚才一段时间的交手 让他的功力下降了很多 他毕竟只是出界临仙 虽然剑法和仙剑都很强 然而没办法坚持太久 如果敌人冒死攻击 不肯退去 再过一会儿 被迫逃走的就是他了 张鹤站在远处 恶狠狠地问道 臭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 出自哪个门盘 李秋水瞄了他眼 不肯搭理他 张鹤自觉吃了大亏 也不肯就此舍弃 气哼哼地道 你等着 我喊人过来 神土宗有的是人 不幸收拾不了你 李秋水看看陶冠 仙灵脉才千饮一半 至少还要半天时间才能完成 于是摸出一枚阴龟 说了几句话 不久 他听见阴龟中传来回音 一个时称 两个时称 三刻钟 于是他放下心 静静地等着 神土宗是土灵界三大宗门之一 拥有一位祖先 二十多位天仙 数百位灵仙 可以说人多是众 因此之故 还不到一刻钟 便有人找到这边来了 来的是一位七阶灵仙 冲着张鹤行礼 师叔 我就在附近 听见你的召唤 我就过来了 敌人在哪里呢 张鹤一挪嘴 诺 在那儿 七阶灵仙转头看过去 发现是一个身着黑衣 身材修长的少女 功力才只是初阶灵仙 不觉吃了一惊 师叔 您没搞错吧 这么一个小丫头 我都能轻易收拾她 张鹤腮帮子上的横肉 跳动了两下 道 少废话 你去收拾她 七阶灵仙张嘴 吐出一剑陶刀 提在手中 缓缓走向李秋水 李秋水手提金剑 静静地站在那里 眼看对方一点点窃近 双方接近百丈范围 七阶灵仙记起陶刀 将其放大到五丈长 仿佛一扇门板一样 照着李秋山砸下去 李秋水抛出了金剑 斜斜地迎了上去 刀剑相交 就听见扑的一声 就像刀切软木一样 虽然遇到阻挡 但是挡制不住 陶刀被斩坐两截 金剑飞速不减 照着七阶灵仙飞去 七阶灵仙没想到 自己的二阶仙剑陶刀 连一次碰撞都没有坚守下来 就被切成了两截 一时间心头低血 又惊又恐 眼见金剑飞来 她浑身颤抖 冷汗直流 仓促间转身就逃 是说 你为何要害我 她使出吃奶的力气 放纵出去 然而金剑来得很快 一切斩断了她的双腿 啊 此人发出一声惨叫 以为将要把性命 丢在这里了 然而金剑却飞了回去 没有斩下她的手机 李秋水收回金剑 一则因为距离较远 二则 她想留下此人的性命 让张鹤显得更难堪 果然 这位七阶灵仙一面 哀嚎一面叫苦 语气中很是不满 天哪 我的双腿断了 张师说 你有意害我 我将禀报门主和师父 张鹤心中烦躁 很想一掌将他打死 可是这时候 又有神土宗的修士 赶过来了 这次同时来了两位灵仙 将那位七阶灵仙 抬到一边 把双腿捡回来 接在短处 用白布包裹 过一段时间 还能恢复 尽管灵仙能恢复肉身 但是对功力境界有影响 而且容易伤害心境 街上的断腿不晓得 啥时候将会莫名其妙的疼痛 久而久之 还可能引起心魔 进而导致天人舞衰 张鹤看着那两位新来的灵仙 心道 多了这两位帮手 我能收拾那丫头吗 我的仙盾和仙道受损严重 暂时不能拿出来使用 单凭这两个家伙 对付不了那丫头 我还是等一等吧 等人多了一起收拾她 她还以为 李秋水乃是孤家寡人呢 因为李秋水乃是精细修士 而土灵界不适合金修士长期定居 因此 在这里碰到金修士 往往都是一个两个 不可能成群结队 这里压根就没多少金修士 可是她没想到的是 一个时辰之后 她这边多了两位低阶天仙 再加上十五六个灵仙 对方也多了四个帮手 秦红 秦英 顾如虎和笑天犬 接到李秋水的传英 及时赶过来 李秋水跟秦红和秦英并不熟 她不晓得这两个人的杀伐实力 名义上 秦红和秦英乃是秦迪的子女 秦迪也从来没有跟众人澄清过 实际上 秦红乃是秦迪的分身 她跟秦迪相比 差的只是功力境界 能施展的法术差不太多 因此 单凭她一个人 记起诸仙剑阵 就能打败眼前这些敌人了 然而 她没有大展身手 只是在旁边监视 让秦英 李秋水 顾如虎和笑天犬上去厮杀 随后便是一场混战 顾如虎身高拔起树杖 放出三头六臂 每一只手臂 各有一件仙器 刀枪剑戟 再加上土盾和陶钟 每一件都是三四阶仙器 尤其是那一口重剑 等级赫然达到了四阶巅峰 因此 几乎没有人能挡得住 秦英放出了轻木神雷 光光 劈在神土宗的弟子身上 劈得他们骨软筋麻 哭爹叫娘 混战刚开始 还不到二三十息的功夫 神土宗就败了 落花流水 一败涂地 众弟子四散而逃 但是他们哪里能逃得过 笑天犬的追杀呢 饶命 饶命 这都是张师叔惹的事 你们找他算账 他往北方逃走了 饶命啊 不干我们的事 十五位灵仙 被斩杀五人 八个跪地投降 剩下两人逃走了 三位天仙 四散而走 顾如虎舍弃了其余二人 指使笑天犬去追张鹤 不久 他们将张鹤围在一个小山谷中 由秦英降下神雷 笑天犬咬死了张鹤 随后 秦红并没有斩杀八个投降的灵仙 而是各自敲打一番 然后将他们放走了 原本这只是一场小冲突 众人都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秦家出来这些个修士 展露头角太突出了 包括燕雪 顾如煤 庄冷 货香在内 游历四方 不畏不惧 越界杀人 惹了不少事 一点点累积起来 引起了土灵界各派修士的忌讳 有不少人在调查他们的来历 一场轩然大波正在酝酿之中 这一天 秦敌正在静坐修炼 忽然之间心中悸动 于是睁开眼睛 掐指眼算了一番 便取出英归 说道 大风起西云飞扬 威家海内西归故乡 于是不久之后 燕雪 顾如煤 顾如虎 啸天犬 杜月生 秦红 秦英 李秋水 庄冷 霍香 从四面八方返回秦家小镇 燕雪问 先生 发生什么事了 秦敌道 要出大事了 我刚刚修改了防御大镇 未雨绸缪 做了一些准备 原先五届大镇保护的范围 并不包括外面的秦家小镇 因为小镇上有不少店铺 都是秦家人辛苦建立起来的 所以 秦敌略微修改 将大镇向外延伸了十里 把小镇笼罩在其中 近年来 居住在小镇上的人 约有1200人 其中一部分 依附于秦家 比如说元宵的父母 还有一部分 是秦家店铺的雇员 真正的外来人 约有1000位 他们眼看着小镇 被五色镇膜笼罩 每个人都感到很惊讶 一般而言 很多宗门都有互派大镇 平日里看不见 有危险的时候拉起来 如今 小镇外面忽然有了五街仙镇 这显然意味着 有危险将要降临了 因此有人叫道 我要出去 请放我出去 我不是本地人 福衍并没有拦阻 他打开一个小门 放走一部分 想要离开的散修 随后他环视小镇 看着剩下的人 扬声说道 大战将起 要走快走 不走就别走了 与秦家共存亡 有人问 请问仙长 究竟是什么人攻打我们 福衍一咧嘴 笑道 等等看就知道了 他也用大眼心惊演算过 算出来有危险 但危险来自何方 却没有算清楚 只觉得处处危机 有乌云盖顶之事 有人不以为意 笑道 打架 厮杀算什么 我没来这之前 居住在一个小山村 每隔三五年 便有一场惨烈的厮杀 自从搬到这边来以后 已经有两三个家子 没活动过 身子骨都快生锈了 又有人道 我不走 我儿子还在新闻馆学习呢 是啊 我也不走 我刚刚教了一笔拜师礼 现在走 岂不是亏了 我在小镇上 听过几次讲道 只觉得受益不浅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愿意跟情家人 站在一起 共同迎接挑战 不过 究竟是什么人会来呢 我只是个普通的地仙 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如果来的是天仙 很容易把我们压垮 敷衍朗声长笑 你们这些人啊 见识太浅薄了 你仔细看看外面的大镇 数数镇膜的颜色 即便是天仙来了 需要多久 能破开镇膜 有人笑道 原来是五阶仙镇 这下我就是放心了 除非来的是祖仙 否则很难打步大战 先前那些离开的人 都是傻子 到了外面 难道就安全了吗 说话间 就见先前离开小镇的那些人 有一些被重新压回来 而压解他们的人 有灵仙也有天仙 紧随其后 呼啦啦来了一大批人 其中 有些人看着熟悉 有些人显得很陌生 有些人似乎出自土林宫 有些人则出自别的门牌 第613章 风雨欲来 浮衍这些年来 一直在小镇上给人算命 因此结识了不少人 他仔细一看 发现有些人似乎出自神土宗 有些人出自仙壤门 不觉大吃一惊 自言自语道 一 怎么会这样 三大宗门的人连起手来 一起攻打我们 这是为什么呢 不远处 九阶天仙患壁面色大便 倒吸一口冷气 道 你说对了 这件事的确很古怪 三大宗门 连手攻打秦家小镇 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按理说 秦家小镇 位于土林宫的底盘上 就算被人清算 来的也该是土林宫 假如说 秦家是一块肥肉 也应该被土林宫吞下去 怎么会允许外人进来呢 除非土林宫觉得自己吞不下 才会邀请其余两派连起手来 实际上 形成这种局面 是有原因的 一则昆隆上人陷入天人武衰 土林宫只有皇前这么一位出街祖先 实力大不如前 如果昆隆上人还好好的话 是不会允许 仙壤门和神土宗的人 踏上自家地盘的 二则 土林宫的人认定 秦家小镇上有一位祖先 有不少人看到了清环仙子 感受到他带来的威压 将他认作祖先 三则 近年来 燕雪 顾如梅 顾如虎 秦鸿 秦英 庄冷 霍香 李秋水等人 进阶陵先后 在外面由历史大展神威 都能够越阶斩杀低阶天仙 合在一起 就不是土林宫 能单独吞下去的了 四则 秦家小镇所在的山谷外 笼罩着一层五阶仙镇 单凭土林宫一方势力 也不容易打破 总而言之 多重原因加起来 逼迫这三大宗门联手 想要彻底倾覆秦家小镇 务必要斩草除根 就像对待当年的五星门一样 不允许有核心弟子漏网 半个时辰之后 外面聚集的天仙和灵仙 越来越多 数不胜数 不计其数 乌鸦鸦一大片 从四面八方聚拢来 围在镇魔之外 大镇之中 一片寂静 小镇上那些散修 每个人都骇然变色 感到心中梯梯 凶多吉少 就连敷衍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又过了斩茶功夫 土林宫的公主 皇前现身了 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同时现身的还有两位祖先 一个人是仙壤门的住石 另一个是神土宗的遮鸣器 三位祖先成品自行 彼此之间距离很远 从三个方向出现在仙镇之外 另外 病烟烟的昆龙上人也现身了 他坐在轮椅中 被人推了出来 昆龙上人虽然病了 可他的辈分比较高 原先乃是四阶祖先 比其余三人都要强 住石和遮鸣器 并不晓得他的病情 害怕他是装病 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因此态度恭敬 不敢出言不逊 如果昆龙上人不露面 搞不好住石和遮鸣器联手 先将土林宫剿灭了 如今昆龙上人虽然坐在轮椅上 但他毕竟还没死 也没到脱离冰关 救验气的程度 言之 他不会从轮椅上跳起来 借机将住石和遮鸣器打杀呢 因此之故 住石和遮鸣器都站得远远的 时刻留心昆龙上人 稍有异状就得逃走 昆龙上人有苦 自己吃 坐在轮椅上 面无表情 一声不吭 双眼四睁四臂 表现出高深莫测的模样 这时候 黄前先发话了 声落红中 说道 秦家本为萧小 依附于土林宫 多行不义 杀人如麻 抢夺先卖 得罪各方 我等替天行道 除恶行善 搅除秦家 还我土林界一方安宁 罪魁祸首秦竹 你若自负双手 跪地投降 交出手下 行凶之人 我可以网开一面 准你抛弃肉身 转世重修 帮凶换毙 不便是非 助敌为恶 引狼入室 你若能拿下秦竹 回归土林宫 可以深入囚牢 服刑十万载 其余人等 跪地求饶 皆可从轻发落 听见这话 但凡知道跟脚的秦家人 一个个皆不以为然 心道 大言不惭 不知死活 你以为 我们好欺负啊 不怕一口咬不下 崩了你的牙齿 因为他们知道 山谷里有雷仙云 这位金仙作证 自然不担心后面的结局 最苦的 还是不了解底细的幻璧 他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患得患失 不知该何去何从 但是作为九阶天仙 他有自己的傲气和傲骨 不可能被对方一句话打动 尤其是不会屈从于对方的威胁 他心想 如果你答应给我奖赏 说不定我会临阵倒戈 如今 你要囚禁我十万年 让我生死盗销 这我怎么可能答应 他看看外面的五色阵魔 心里又多了一些信心 按道 秦先生能炼制五阶仙阵 而且提前未雨绸缪 将大阵张开来 没有选择匆忙逃走 说明他心里有谱 或许能摆脱眼前的危机呢 因此 他冲着阵外高声说道 我出自土林宫 感谢土林宫培养多年 因此 无意与宗门为敌 我没有犯什么错 也当不起十万年刑罚 秦竹先生是我的朋友 他送我四阶仙剑 五阶仙阳 助我良多 因为我不会背叛他 我会帮他应付 来自仙阳门 和神土宗的攻击 助食和证明器 文言冷笑 一个小小的九阶天仙 也敢躺臂当车 还真是不知死活呀 皇前立生叫道 换臂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错过今日 你将万劫不复 换臂摇了摇头 我意已决 师兄不必再劝 皇前怒道 我已进阶祖先 不再是你的师兄了 言下之意 咱俩差着辈分 你该叫我师叔 换臂望着他没在坑声 正在这时候 忽然有人尖叫一声 师父 你赶紧投降吧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行越远 换臂定睛一瞧 发现是自己的徒弟祺龟 于是叹了口气 道 阿龟 师父不能照顾你了 你好自为之吧 然而没想到 齐龟却大喝一声 老妖婆 我要与你划清界限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我的师父 我也不是你的徒弟 我走我的阳关道 你过你的独木桥 幻璧很生气 心想 你若要明哲保身 我不怪你 可你喊我 老妖婆 这就是七师灭祖了 此时此刻 他懒得多废口舌 甚至不愿意再看齐龟一眼 可是 齐龟又喊了一句 老妖婆 还不投降 意欲何为 幻璧大怒 差点咬碎了银牙 第614章 土鸡娃狗 正在这时 注射和遮鸣器 已经先领着 门人弟子先动手了 皇前也跟着一挥手 指挥土鸣宫的弟子 发动攻击 三大宗门 以土鸣宫来的人最多 大约占了一半还多 其中有天仙二十几位 灵仙五百位 仙壤门和神土宗 加起来也有这么多人 合起来 总共有三位祖仙 五十位天仙 灵仙上千人 这些人 各自祭出自己的法器 刀枪剑戟 辅月勾叉 各式各样 喷喷喷喷 砸在阵末上 如果没有三位祖仙的话 单凭剩下的那些人 要想攻破五阶仙阵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因为 毕竟是五阶仙阵 只要有源源不断的 仙器供应 就能不断地自我修补 哪怕有了裂纹 也可以很快补上 可是有三位祖仙 联手进攻 那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有五阶的 本命仙器 只要有一个时辰的击打 差不多就能破开仙阵了 因此之故 秦家小镇上那些 散修一个个面色入土 他们心里后悔啊 早知如此 就不改搬到这里来定居 有的人咬紧牙关 取出武器 站在大阵内御敌 幻璧领着孙子幻雄 还有几位女弟子 迎上了神土宗的人 秦敌一百首 秦家人也都动手了 燕雪 顾如梅 秦红 秦鹰 顾如虎 啸天犬 庄冷 霍香 李秋水 王眼 小狐狸青凤 林鹰碧落 蚕丛 鱼服 憋灵 杜鹃 吉娜 秦月 杜容 杜兰 齐征 屠虎 每个人守住一片区域 迎接敌人的进攻 既然是仙阵 都有一种特殊的属性 里面的人发动的攻击 可以原封不动地放出去 外面的人发出的剑气 却被大阵挡住了 因此 只要这些人不走出大阵 就不会受到伤害 除非大阵被彻底攻破 才会失去保护作用 当然 如果不走出大阵的话 每个人的攻击范围有限 也未必能伤到外面的人 而外面的人都知道先打破大阵 所以他们攻击的点在于阵魔 并不是里面的人 这时候 但凡拥有远程攻击手段的人 就沾光了 比如说顾如梅 冲着阵外弹琴 先因送到那些人的耳膜中 让那些灵仙苦不堪言 动天之中 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 很容易诱导出天人武衰 再比如说 雁雪 可以放出鬼水神雷 轰轰轰 砸在那些人的头上 让人焦头烂额 骨软筋麻 不过 像顾如虎那样 喜欢近战的人 就受到限制了 因为没办法冲出去 也就不容易斩杀对手 关键是来的敌人太多了 秦家人相对较手 所以 看上去处于下风 雷仙云望着阵外那些蝼蚁 问道 先生 需要我出手吗 秦敌摇头 不用 我这些家人和弟子 受到的考验太少了 这是一次难得机会 能增加他们的阅历 有助于他们的成长 秦桓仙子笑道 还有我呢 我已经好久没杀人了 手养心养 先让我来 秦敌道 你帮我看着那三位祖先 别让他们冲进来就行 好嘞 放心吧 这些年来 秦桓仙子的功力增长了许多 距离第八次散仙节 近在咫尺 如果骤然爆发 实力相当于祖先第四重巅峰 但因为是散仙的缘故 所以不能坚持太久 如今依托于五阶仙阵 用不着连续出手 所以 他的战力 比在场的任何一位祖先都强 换句话说 即便雷仙云不出手 单凭清桓仙子 也能应付眼前这场危机 再加上 秦敌进阶天仙之后 也能够越阶斩杀低阶祖先 所以他将眼前这些人 看作土鸡娃狗 秦敌坐镇山谷镇中 并没有上前厮杀 他取出了龙血弓 和一壶剑 搁在身边 这么多年过去 他一直在祭练各种法器 尤其是在进阶天仙之后 他从金风斩中 取出六阶仙金 将弓 剑和四口仙剑 都提升到六阶中品 同时 他还进行了火祭 将本命仙火 提升至六阶 但他的仙壤 仙水还是五阶 还没来得及升级 本命仙树材 只是三阶 原因是 剑木生长缓慢 他的年龄还是太轻朗 重新修炼 还不到一万年 哪怕本命仙树生长再快 也没法迅速提升到六阶 不过 尽管本命仙树提升缓慢 但他可以向体内动天中 牵引几颗五六阶的仙树 毕竟青木展中 有不少的中阶仙木 只要将几株五六阶的仙木 移入体内 就可以暂时补上短板 并不影响五行运转的平衡 擒底五行兼修 体内动天中 有五个天柱 构成五月明山 分别由金木水活土 五行仙材构成 按理说 作为天仙 只要有四阶仙才就够了 但是他 已经在南越恒山上 燃起了六阶仙火 在西越化山上 竖起四口六阶仙剑 在北越恒山之巅 有个天池 里面充满了五阶仙水 中越松山上 填充了五阶仙壤 这些都已经超越了天仙的层次 甚至超越了祖仙 达到了金仙的层次 六阶仙火和六阶仙金 都是对应金仙的 比如说 雷仙云 他作为火修 体内动天中 只有几朵六阶仙火 迄今还没有七阶仙火呢 一旦有了七阶仙火 他就有了进阶仙军的资本 正因为秦敌 拥有超越本身阶层的仙剑和仙火 他才有越阶斩杀祖仙的实力 才会将眼前这些人 视作土鸡瓦狗儿 但他并没有立即出手 只是宁神戒备 准备等大阵被撕裂的时候应急 清还仙子跃跃欲试 已经冲到了阵魔的后面 雷仙云青叹道 秦先生 你已经成竹在凶 又何必逗那些人玩呢 你想将他们一网打尽吗 你的杀心是不是有些重吗 秦敌抬头望天 你知道 先王 先帝何以正道 没有杀戮如何能正道呢 走过路过 都要留下传说 寂寂无闻并不是仙人所追求的 天行剑君子已自强不息 这就像钱挂之演变 初遥乾隆勿用 次遥 献龙在田 三遥君子 终日前前 西涕若历 四遥或月在渊 五遥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 六遥龙战于眼 骑血玄黄 抗龙有悔 群龙无首 你知道这些词句是什么意思吗 雷仙云摇头 我不明白 还请先生解释 第615章 天道杀伐 情敌淡淡地道 修仙刚开始的时候 很弱小 就像潜伏的幼龙 随着不断地积累 龙头开始抬起来 小心翼翼地修行 每日反省自身 继续提升实力 飞起在深渊大泽之上 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实力 高高地飞在天上 我在此节飞过 留下我的传说 龙战于也 齐雪玄黄达到极致 变成抗龙 如果不知道收敛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六个步骤 每一步都不可或缺 像你这样作为惊仙 没有经历飞龙在天 和龙战于也的阶段 是无法正道 成为先王 先帝的 而那些正道先帝 已经到了抗龙有悔的阶段 所以才会有诸多大帝的消失 才有五帝宫的解散 雷仙云闻言 沉默良久 老 我就是没有杀星 所以才受人欺负 照你这么说 我得杀人 才能正道 情敌道 可以杀同级别的人 或者越阶斩杀高手 但不能欺负弱小 譬如我现在是天仙 如果对手是天仙 老天不会怪罪 如果对方是祖先 老天还会奖赏我呢 如果我斩杀 低阶修士 就容易遭到天前 你也一样 面对这些低阶修士 尽量别下杀手 除非对方是遭到天焰的歹人 雷仙云道 我说呢 你在这里隐忍不发 让手下人放手杀戮 你这些弟子 还只是灵仙 由他们出手 杀了灵仙 不会受老天谴责 杀了天仙 还能讨老天欢喜 你真是 真是 居心叵测 太狡猾了 说到这里 他看了情敌一眼 怕对方不开心 情敌道 我不是一个心词手软的人 西年 我在人间界 收敛自己 很少杀神 因为那时候 乃是乾隆勿用的阶段 到了帝仙界之后 我依旧很少动手 因为那时候 属于献龙在田的阶段 刚刚抬起龙头 如今修成了天仙 已经到了货跃在渊的层次 需要适当地杀人了 眼前这些人 既然来围攻小镇 对我没有杀心 那么我出手反击 也就有了正当的理由 即便将这些人全杀了 老天也不会谴责我 天之道损 有余儿补不足 我只是初阶天仙 跟那些中高阶天仙相比 我属于不足 对方算是有余 因此我杀他们符合天道 杀得越多 老天越高兴 既然如此 又何乐而不为呢 雷仙云苦笑道 老奸俱华 你说的冷笑话 天道果真如此吗 情敌正色道 每个人理解的道 都不一样 我理解的天道便是如此 天道到底是怎样的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很多时候 道理是讲不通的 秦敌掌握五十四万大道 得出的结论 就是要自强不息 我不欺负弱小 但不能被人欺负 要有斩杀强敌的能力 正如三分五点中所说的 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詹事 俨然人望而未知 思不亦为而猛呼 君子要摆出架势 让人望而生畏 换句话说 中国人民不好惹 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他和雷仙云在这里 说话的功夫 外面的厮杀越来越激烈 明面上里面的人 处于劣势 根本不敢冲出大阵 跟敌人厮杀 外面的人越聚越多 已经不止那些天仙和灵仙了 远处还有很多的地仙 想要冲上来帮忙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 有些人就觉得不对劲 里面的人虽然少 但是杀伤力太强了 这一侧 女魔头 雁雪放出九口水系飞剑 在空中纵横飞驰 隔着大阵 距离百丈内 已经倒下了十几个人 其中包括一位天仙 这些人被水剑斩杀 伸手一触 鲜血染红了周围的土地 另一侧 庄冷和霍香 各自放出四阶仙火 施展出赤地千里之树 将周围树立化作火海 有五十多位灵仙猝不及防 被火焰卷入其中 拼命挣扎 焦头烂额 很快便被仙火烧毁了肉身 只有神魂挣扎着逃出去 更厉害的 则是顾如梅的仙情 演奏的仙音沧海桑田 将周围百里内的修士 全部笼罩进去 那些人分明感到寿源的下降 体内洞天不由自主地演变 降级 因此之故 那些围在周围的人都害怕了 急匆匆逃往远方 除此之外 还有顾如虎 秦英 李秋水 王眼 小狐狸青凤 灵鹰碧落 蚕丛 渝浮 憋灵 杜鹃 吉娜 秦月 杜蓉 杜兰 齐征 屠虎等人 这些人有灵仙也有地仙 虽然功力不高 但是 每个人都有四阶以上的仙剑 秦敌在重剑封上 插了三千口仙剑 每一口等级都不低 这样的仙剑放出去 虽然陷于他们的功力 未必能放出太远 却可以斩杀近处的敌人 至少能将对方祭出的法器斩断 因此之故 大阵之外 丢弃了一地残破的法器 那些围攻的灵仙和低阶天仙 祭练数万年得到的本命仙器 竟然一个照面被斩断了 这让很多人心头低血 天哪 我的仙剑 我温养了三万年的仙剑 竟然断作两截 我的土对被砍碎了 这可怎么办 我的金钟破了一个角 惨了 我的白玉瓶 阿扑 一口鲜血喷出来 说话的人面若精致 有些人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暗道 早知如此 我就不来了 即便来了 也不该冲到前面去 如今 本命仙器被毁 势必耽误十万年修行 我现在后悔也晚了 正在他们后悔不跌的时候 先因承虚而入 悄悄改变 他们的洞天基础 等到他们醒悟过来时 有的人已经陷入天人物衰了 如此一来 连后悔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老实讲 这些参加围攻的灵仙 还真是土鸡娃狗 就凭这些人 根本攻不破五阶仙阵 他们冲上来 纯粹是自讨苦吃 但是那五十位天仙 和三位祖先 就不是土鸡娃狗了 他们都有四五阶的仙器 并不惧怕大阵里面的 这些低阶修士 第616章 斩二祖先 仙壤们的祖先祝石 乃是二阶祖先 他用五阶仙壤 祭练出一根陶棍 这根陶棍才只是五阶下品的仙器 然而 他凭借着这根陶棍 切而不舍地击打在同一个地方 已经将阵膜打得凹陷下去 再过一段时间 就可能将阵膜击破了 另一侧 哲鸣器有一口陶刀 也是五阶下品的仙器 一下又一下 披在阵膜上 似乎笔住时还要早 会将阵膜打破 而皇前这位出阶祖先 功力虽然稍低 却有一件阵派法宝 乃是一件逃住的巨斧 这是一件五阶巅峰的仙器 可以算是土灵界威力 最强的法器了 他抡起巨斧 猛地劈在阵膜上 只劈了十下 就听见 吃了一声响 阵膜撕开了一道裂缝 哈哈 击破了 秦竹 那命来 他放声长啸 又一幅劈下去 将阵膜撕开更大 然后纵身跳了进去 可是他刚刚进去 便有一道闪电 轰得劈下来 皇前并不在意 因为先前他已经见过 燕雪放出的水雷 觉得那样的水雷 对付天仙还行 对付祖先力道太弱了 所以他反手撩起巨斧 向着天雷劈过去 然而 他迎面碰上的并不是燕雪 而是早已等候多时的 清环仙子 清环仙子的功力 相当于四阶祖先 修炼了青木雷龙声剑诀 先轰轰轰降下六道青木神雷 将皇前笼罩其中 同时放出一口青木大剑 夹在天雷中 斩了下去 皇前的巨斧 劈裂了第一道天雷 接住了第二道天雷 却被第三道天雷压了下去 紧接着第四 第五 第六道天雷 落在他身上 喷喷喷 皇前被天雷劈晕了 浑身剧烈的颤抖 骨软筋麻 使不出一点力气 天雷劈入洞天中 让洞天内的天柱 和一切生灵瑟瑟发抖 正在头晕目眩之际 一口青木大剑劈下来 一剑将它劈作两半 啊 皇前痛不可忍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惨叫 他意识到 肉身已经毁了 只能用元神裹住巨斧 仓皇逃走 哪里走 清环仙子 一伸手抓住了巨斧 在伸手 想要将元神捉住 元神化整为灵 四散而逃 清环仙子探手抓住了一大块 张嘴吞入口中 然而 其余大部分 还是逃走了 哼 逃得倒是很快 清环仙子有些生气 然而并没有追出去 这一幕落在外面的众人眼中 几乎所有人都愣住了 大阵内的很多人 也被惊呆了 祖先住师和证明器 都感到很差异 同时觉得心惊肉跳 他们在来这里之前 就已经听说秦家小镇 可能有一位祖先 他们以为 这位祖先的功力不会太高 否则不会臣服于土灵宫之下 秦家小镇的规模这么小 怎么可能容得下高阶祖先呢 哪个祖先不是威风八面雄霸四方 他们以为秦家这位祖先 在三大宗门联手之下 一定会被轻松剪灭 可是没想到 对方一伸手 就将皇前给斩杀了 祖先住师倒吸一口冷气 此人不是低阶祖先 实力远在我之上 我戳了马蜂窝 这可怎么办 另一侧 遮明器面色难堪 进退两难 稍微犹豫了一下 很快便一挥手 领着门下弟子 匆匆退走了 祖先健壮 也不敢再逗留 叹了口气 领着门人弟子转身就走 土灵宫公主皇前肉身被毁 神魂丢失了一部分 虽然不是神魂静灭 但也算是陨落了 昆隆上人 扑得吐了一口血 头一低 昏死过去 被人推着逃走了 其余的天仙和灵仙 皆四散而逃 黄黄如丧家之犬 情敌轻叹道 清还仙子 你下手太狠 把人都吓走了 清还仙子干咳两声 笑道 好久没动手 不知道身前 没想到会是这样 情敌道 清目雷龙声剑诀 是用来越街杀人的 对付同一级别的修士 等于杀鸡用牛刀 可可 我现在晓得 可惜已经晚了 不晚 我还有两只剑 没有射出去呢 说话间 情敌拉开龙穴宫 眯起眼睛望向远方 张弓搭剑 嗖嗖射出去两只剑 他用的是落日剑诀 随着功力的进步 带来眼力的提升 能在三千里外射川 摇晃的杨树叶 五百里外 祖先铸石飞在白云上 正在跟门人弟子说话 这次惹麻烦了 没想到秦家 有这么一位厉害的祖先 等我们回到宗门 赶紧将大阵张开 封闭山门 不得外出 同时派人联系秦家 送去仙才仙经 祈求和解 是 师尊 门下弟子功身应命 正在这时候 忽然有一根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飞过来 砰的射穿了 祖石的胸腹 然后 轰的一声 他的洞天炸裂开来 一股洁白的云柱 陡然升起 这是典型的仙隐之像 洞天裂解形成的奇特景象 祖石周遭十里之内 所有的弟子都受到波及 其中 有些人跟着陨落了 剩下的人也受了伤 那些跑得比较慢的 低阶弟子 因为距离太远 倒是没受到牵连 另一个方向 祖先哲鸣器 也被仙剑所伤 不过他的洞天 没有立即崩解 而是肉身被射穿 仙剑擦着洞天边缘掠过去 吓得他魂飞天外 一头扎到地下 施展土盾之法逃走了 哲鸣器不敢返回宗门 此后不知道去了哪里 秦敌也没有继续追杀 在他看来 自己一击不中 算是此人运气好 命不该绝 他这一番动作 震惊了很多人 其中包括九阶天仙幻壁 还有他的孙子幻雄 连同那些个定居在小镇上的散修 幻壁看得瞠目结舌 他虽然晓得 秦敌不是普通人 却无法想象 他能隔着数百里 一箭射杀了注石 另一箭射伤了遮鸣器 逼得对方施展土盾之法 狼狈逃窜 他虽然看出 秦敌已经进阶天仙 却无法想象 他的实力竟然如此强悍 这简直逆天了 他庆幸自己 没有选错边 如果听了黄钱的话 那才叫自寻死路呢 先前大阵之外 聚集了那么多敌人 山雨欲来风满楼 黑云压城城欲催 如今乌云散去 阳光明媚 青天朗日 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这场纷争 对秦家众人来说 都算是洗礼 然而 秦敌却觉得有些遗憾 因为敌人造成的冲击太弱了 想当年 他迎接成千上万的金仙 仙王 仙帝的围攻 一个人挑战天下群仙 逼得对方束手无策 那才是难得的经历 没有几次惨烈的厮杀经历 怎么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帝呢 第617章 一头魔鬼 此时 秦敌将换臂叫过来 哦 我看土灵宫要崩溃了 你是唯一的九阶天仙 应该回去收拾旧山河 幻碧还有些担心 问道 不知道 昆隆老祖的状况如何 他还能发挥几成的功力 秦敌道 我已经算过了 从今以后 他只能躺进冰棺里 幻碧沉阴片刻 道 好吧 我回去瞧瞧 他回到土灵城的时候 发现城中一片混乱 有人在争抢原本属于宗门的宝物 然后匆匆逃亡 幻碧大发雷霆 一连打伤了两个天线 打死了几个灵线 这才止住了乱局 随后 他召集剩下的人员 宣布自己做门主 土灵宫依然还在 经过几个月的运作 土灵宫逃走了一半的修士 剩下的人逐渐恢复平静 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土灵宫毕竟家大业大 尽管地下的仙灵脉 逃走了一部分 但是大部分仙田还在 对于土修士而言 只要有仙田和仙壤 就能够顺利进阶 至于说逃走的那些修士 等到将来在外头走投无路 还可能返回宗门 幻碧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自己的徒弟齐规 如果找到了 他准备使劲抽对方耳光 至少要将其抽个半死 齐规为人狡猾 眼见大事不妙 迅速逃走 不知所踪 然而他未来的仙路并不好走 因为幻碧掌控了土灵宫 将会大肆搜索逃走的弟子 齐规要想好好地活下去 只能隐姓埋名 躲起来修炼了 土灵界三大宗门 仙壤门的祖先住时被射杀 剩下的弟子 连九阶天仙都没有 因此 仙壤门的衰败可以遇见 神土宗的遮鸣器受伤逃走 他虽然不敢明面上返回神土宗 但是暗地里 依旧是神土宗的主宰 只要擒敌不去收拾他 神土宗便安如磐石 幻碧大着胆子 去探视昆隆上人 此时的昆隆上人 重新躺回宾关中 双眼紧闭 连心跳都减缓到半天 才跳一次 显然进入了某种形式的 龟西状态 幻碧低声道 老祖 我是幻碧 于此危难之际 执掌了土灵宫 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宾关里静静无声 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昆隆上人的肉身陷入龟西 然而他的神魂并没有静静 他听得真真切切 只是不想搭理幻碧而已 他作为老祖 掌握了系统的土系功法 觉得幻碧要想突破境界 进阶祖先 归根结底 还是要过来求他指点 因此他想拿捏一把 不过这样做 是有很大凶险的 因为他已经陷入了天人武衰 如果惹毛了幻碧 说不定 幻碧会将他大卸八块 彻底毁了他的肉身 将洞天挖出来慢慢收拾 人为刀卒 我为鱼肉 就是那种感觉 索性幻碧还是土灵宫弟子 当年入门的时候 曾经发过誓 不允许七师灭祖 所以昆隆上人还敢沉默下去 幻碧道 老祖 我是土灵宫弟子 会把宗门管理好 让宗门延续下去 你就放心地躺着吧 你居住的宫殿 我会派人管好 你留下的小事件 我也会接管下来 昆隆上人作为指掌 土灵宫的幕后老祖 拥有经营多年的小世界 里面有不少的好东西 只要他还在一天 从来没有人敢打他的主意 因此 他听见幻碧要接管 心里就有些着急了 可是他又不能动 稍微一动 洞天中的山川大地 便摇摇晃晃 整个洞天 有行将垮塌之势 所以他感到很痛苦 过了好大一会儿 宾馆里 终于有消息传出来 幻碧 给老祖留点面子 留一点隐私 行不行 幻碧面上浮现出笑容 道 老祖 你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说话我会听的 昆龙上人道 在我那宫殿中 有一个隐秘空间 你如果仔细找 肯定能找到 但我劝你一句 莫要闯进去 里面藏着一只魔鬼 每隔三千年 会出来是人 你不进去 便不会为其所成 届时丢一个俘虏进去 就能得到三千年安宁 你若是进去 整个土灵宫都可能瓦解 幻碧吃了一惊 问道 老祖 你怎么养了一头魔鬼呢 你养他有什么好处 他究竟有何来历 他出自五方宫 有可能是刘五方的 残魂魅影 我从他那里得到 一部分三分五点的传承 就是上次讲到的内容 如果没有他的指点 单凭几页残破的经书 又怎么能理解 其中的威严大义呢 哦 原来如此 这些年来 那头魔鬼 已经吞噬了不少的修饰 想来功力 已经恢复了不少 我与他达成了协议 不管将来如何 他都不能伤害土灵宫 所以 你莫要去招惹他 否则万一惹翻了 会给土灵宫 带来极大的伤害 换必道 我明白了 这件事 你让我想想 昆龙上人发出嘀吼 你记住 莫要闯入我的宫殿 乱闯 会让你丢了性命 幻璧离开之后 琢磨了许久 觉得 单凭自己不敢去对付那头魔鬼 于是他 来见情敌 将这些事告诉他 情敌道 莫急 我先祭连一件法器 等我祭连好了 再去收拾它 他送走幻璧后 从仙王洞天中 取来一些六阶仙壤 重新铸造了 网生罐 然后在罐上 刻画六阶仙阵 经过一道道雷劫之后 使气变成了六阶仙器 然后他叫上雷仙云 一起去见幻璧 在幻璧的带领下 找到昆龙上人的宫殿 昆龙上人的宫殿 位于一片仙田环绕之中 它本身就是一件低阶仙器 张开来占地数百亩 拥有众多的房屋和亭台楼阁 昆龙上人 虽然躺进宾馆里了 但他还有一些机械 和家人住在宫殿里 幻璧将这些人都召唤出来 对他们说道 这座仙宫被我征用了 从今以后 你们要换个地方居住 那些人敢怒不敢言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有人问 公主 我们该住到哪里 换必到 土陵宫有一半弟子离开了 土陵城有很多空置的房子 你们可以随便去住 那些人虽然心有怨恨 但也不得不低头离去 第618章 一尊化身 雷仙云放出神石 扫视仙宫里里外外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转头对秦迪道 这座仙宫中 有三个被仙镇封闭的密室 不知道哪一个藏着残魂 如果贸然闯进去 未必能捉住他 残魂因奇惨而散 很容易逃走 幻璧还是第一次见到雷仙云 因为看不透对方的功力 他的心里感到很惊讶 没想到秦迪身边还有这样的高手 先前他见过清环仙子出手 能看出清环仙子属于祖仙级别 而对于雷仙云的境界 他觉得云里雾里 一点都看不清 有种高山扬指的感觉 秦迪冷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将整个仙宫都收起来 幻璧心想 怎么收啊 就算收起来 将其待在身边 岂不是扬虎为患 如何防止那头魔鬼 从里面钻出来 秦迪取出网生罐 仰手一抛 化作一朵乌云 一个乌云盖顶 将占地数百亩的仙宫收了进去 然后再逐步缩小 变成拳头大的陶罐 飞回他的手中 幻璧看不出网生罐的等级 担心残魂从里面逃出来 同时也感到可惜 开口说道 昆隆上人说了 他在仙宫里 收藏了不少的东西呢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这件法器属于鬼器的范畴 他对残魂有很强的约束 虽然刘武方当年乃是先王 但他陨落之后 因为魂魄不全 境界严重跌落 很难从陶罐中挣脱出来 用不了多久 我会将仙宫还给你 幻璧大喜 果如此 那就太好了 不瞒先生您说 我想要这座仙宫 并不是为了财物 而是因为 其中有跟土灵宫相关的传承 也可以对昆隆上人有个交代 秦迪未在多言 带着雷仙云回去了 三个月后 秦迪正在静坐 忽然从网生罐里传出声音 先是砰砰敲打的声音 然后网生罐摇摇晃晃 形状发生改变 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似乎残魂在里面挣扎 秦迪觉得有些惊讶 没想到 残魂的法力这么高 竟然能撼动网生罐 他心里明白 网生罐属于六阶仙器 哪怕是金仙级别的残魂 也会受到束缚 没办法挣脱出来 残魂能让网生罐摇摇晃晃 说明他的实力已经不低了 他在网生罐的外面 贴了一张自己炼制的仙符 让网生罐暂时安静下来 然而过了一会儿 网生罐又开始轻轻震动 秦迪冷笑一声 将往生罐丢进大雨 九鼎中 过了很久 有一个阴沉的声音传出来 外面的大仙 能不能打个商量 放了我如何 秦迪道 你是谁 凭什么让我放你 放了你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是刘武方 武林界曾经的主宰 你不是刘武方 刘武方神魂消亡 单凭一丝残魂 就算有百万年时间 也难复原到这种程度 我就是刘武方 但不是他的残魂 在挑战先王之前 曾列解出一宗化身 我是那宗化身 我不信 如果是化身 为何自求于土灵宫 那是为了躲避强敌的搜索 如果是化身 为何容许我收走五行斩 不跳出来 跟我拼命才管 因为我在闭关修炼 一睁眼一闭眼 就是三千年 并不晓得外界的变化 也不知道 你收走了五行斩 今日我一醒来 发现形势不对了 我试着活动手脚 竟然闯不出去 束缚越来越紧 请问大仙 你是什么来历 你我无冤无仇 为何跟我过不去 咱们打个商量好不好 你若是放了我 我会报答你的 你若是不放心 我可以发天道誓言 情敌问 你现在的功力 处于什么境界 大顶里传出来的声音 显得阴沉而又忧郁 可可 我的底子太薄 当年裂解出来时 只是相当于天仙舞阶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才达到惊仙第二重 要想达到西年鼎盛十仙王级别的实力 至少还要数百万年 情敌道 按理说 你我没有太大的仇怨 我放了你也未尝不可 不过嘛 你当年得罪了雷仙云 你将他囚禁在宾关中 收了他一半的神魂 这是无法排解的仇怨 他心里有仇恨 不会放你走的 你就认命吧 听见这话 大顶里沉默了许久 过了好半天 才有声音传出来 大仙 你有所不知 我这样做事有原因的 我再下一盘大旗 阿云不安适适 不经过这番挫折 很难修成成为先君 先王 情敌道 你就鬼扯吧 你这番话能骗得了谁呢 我没有骗你 我收他一半的神魂 帮他再造了一句分身 哼哼 分身位于何处 被我送回雷家了 咦 你仔细说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阿云的父亲名叫雷鹏 西年皇帝公解散后 遭受了一场劫难 但是并没有生死到消 他是雷家之主 在金仙界赫赫有名 我将阿云的分身送回去了 你若是不信 将来到了金仙界 去雷家一问 便晓得真假了 你若真为了雷仙云好 又何必将囚禁在冰关中 大仙 我已经说了 这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 胡说八道 事情的真相绝非如此 你想控制雷仙云 健康的雷仙云不好控制 所以 你摄取他的一部分神魂 再造分身 送回雷家 想让他帮你打探消息 然而没成想 你在挑战青云子的时候 陨落了 于是你的金星不止白费了 这 不是这样的 大仙你不能冤枉我 你给我闭嘴 这种鬼话 我听得太多了 秦敌将一枚隔音符贴在大顶上 如此以来 再没有声音传出来 他沉思片刻 将这些事 暂时隐瞒起来 没有告诉雷仙云 一旦告诉他 他肯定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很快便会离开武林界 秦敌难得找到一个帮手 自然不会就这么放他走 而且 刘武方说的不静不识 满嘴谎言 相互矛盾 谁知道 金仙界是什么样子 雷仙云心思太简单 如果仓促返回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第619章 往昔之事 秦敌将刘武方的化身 留在往生灌内 灌上的法阵 一直在不停地运转 无声无息地消磨神魂 假以时日 化身的功力 被打落金仙境界 那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上一次 他曾经在目灵界 收了一句残魂魅影 经过往生灌 数百年的消磨 已经彻底化为乌有了 刘武方的这句化身 不知道能支撑多少时间 按照秦敌的估计 也未必能坚持太久 因为以前的往生灌 只是低阶仙气 如今经过重新计恋 已经变成六阶仙气了 上面的法阵威力大增 刘武方苦不堪言 拼命挣扎 挣扎不拖 大声嚎叫 无人搭理 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秦敌每隔十年 揭开隔音符 听听里面的声音 偶尔跟对方聊几句 时光匆匆 转眼过去五百年 秦敌的功力提升一阶 到了天仙第二重 而往生灌中 刘武方的功力 将至祖先境界 呈加速下降之势 经过多年的折磨和敲打 秦敌掌握了大部分事情 作为金仙界皇帝宫的长老 雷仙云的父亲雷鹏 非但没有死 反而功力通玄 一直保持八阶先王的修为 雷仙云以为父亲死了 其实是受了刘武方的欺骗 刘武方想通过雷仙云接近雷鹏 从而得到三分五点的传承 以及皇帝宫隐藏的宝物 他骗过了雷仙云 却骗不过雷鹏 雷鹏早就看破了他 不肯收他做女婿 刘武方拐骗雷仙云离开金仙界 借机收走他一半魂魄 采用秘法操控 化成雷仙云的分身 将其送回雷家 雷鹏看见女儿功力大将 神情阴郁 性格大变 不再是往昔无忧无虑的模样 于是勃然大怒 他并没有直接去找刘武方 而是趁其挑战青云子的时候插手 导致刘武方惨败 不但肉身被毁 而且神魂被吞噬 自那以后 刘武方仅有的一句话声 便只能悄悄躲藏 不敢露出蛛丝马迹 他名义上躲的是青云子 实际上是怕雷鹏找上门 秦敌了解这些状况后 更不会放他走了 除此之外 秦敌还了解了五行斩的来历 其实五行斩并不是刘武方炼制的 五行斩总共有六个 其中五个为八阶仙器 还有一个五阶仙器 刘武方只炼制了五阶仙器 而那些八阶仙器 则是他从皇帝宫中窃取的 西年皇帝宫中有一个藏书阁 阁楼顶层有一个密闭的房间 刘武方为人不老实 不顾宗门禁令 悄悄走进去 看见桌上摆着一套九阶 就将其偷走了 他一直提心吊胆 生怕被查出来 没成想过不多久 皇帝宫竟然解散了 这套九阶被他炼化之后 成了赫赫有名的五行斩 至于说 九阶最初是怎么来的 那就不晓得 其中更关键的秘密是 五行斩叠在一起 彼此相合 能变成九阶仙器 不但拥有很强的杀伐力 而且能促进五行运转 得到更高级别的仙才 但这有一个前提 操纵者必须懂得 三分五点的口诀 才能控制九阶仙器 因此 刘武方才千方百计 想接近雷鹏 试图学到皇帝宫的 嫡传心法 然而 他没有成功 只会一点三分五点的皮毛 无法将五行斩合在一起 结果败在青云子的手下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五行斩并不完全 听命于刘武方 除非他有仙王级别的实力 才能调动五行斩 否则 不至于自求于土灵宫 这么多年 秦敌得知秘密之后 仔细琢磨了一阵子 找到了控制五行斩的口诀 他把五行斩叠在一切 变成了宝塔的样子 搁在仙王洞天中 这座五层宝塔 每一层便是一个小世界 都在不停地旋转 悄悄炼化里面的仙才 假以时日 将会有七阶八阶的仙火 仙木 仙水 仙壤 仙金出现 而且 五行斩中有丰富的仙灵器 还有不断运转的大道法则 它可以作为修真试炼的 风水宝地 大大加速修饰的进阶 然而 这同样有个前提 必须学会三分五点 了解五行运转的奥秘 否则很容易产生偏差 从而导致天人五衰 因此之故 秦敌只能自己进入 五行斩中修炼 不敢让别人进来 毕竟五行大道很复杂 目前除了它和秦宏外 没有人能系统地掌握 五行大道 金木水火土 每一种各有三千大道 合在一起 有一万五千大道 这是宇宙运转基础法则的一部分 要想掌握大道 先要学会仙文 了解每个仙文的基本要义 构建出大道模型 然后再学习三分五点 了解五行运转的机力 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 借助于五行斩 秦敌的功力提升得很快 当他一万一千岁时 进阶天仙第三重 这时候 刘五方化身的功力 降低到天仙层次 被秦敌封禁在大顶空间内 秦敌收回网生冠 从里面取出仙弓 交还给天仙幻壁 此时 幻壁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土灵宫 自从秦敌收走土行斩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土灵界渐渐趋于稳定 重新冒出来的仙灵脉 被各派瓜分 牵引回去 锁定在仙田中 因此土灵宫的仙田 缓缓恢复 幻壁陪着秦敌巡视 土灵宫拥有的仙田 一边走一边介绍 经过这些年的折腾 土灵宫拥有的四阶仙田 都已经恢复了 三阶仙田 比以前少了两成 好在天仙和灵仙的数量减少了 每个人占据的资源 反而多了一些 秦敌问 你那孽图其归 返回宗门了吗 提起此人 幻壁就很生气 道 他被捉回来 痛哭流涕 跪地求饶 被我暴打一顿 然后关入水牢里 先囚禁三千年再说 秦敌又问 有没有祖先证明器的消息 幻壁摇头 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秦先生 只要你在土灵界一天 他就不敢公然露面 可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我若是离开了 你能撑得起宗门吗 会不会感觉到压力 啊 秦先生 你准备离开了 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 幻壁文言 有些心烦意乱 作为高阶修士 辛辛苦苦 究竟是为了什么 如果是为了宗门的发扬光大 他肯定会咬牙坚持下去 然而他没有为宗门献身的觉悟 他掌控土灵宫 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仙壤和仙事 第620章 剑仙剑 秦先生 你若是飞升天仙剑 能带着家人一起走吗 那是自然 我不可能将家人留在这里 那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能不能带上 我的孙子浣熊 以我的实力 白日飞升没有问题 但是 浣熊恐怕渡不过雷剑 秦迪微微一笑 好说 这对我来说并不难 我可以带人飞升 但此举有为天道 所有因果都有我承担 你欠我一个人情 幻碧精神大振 我知道 我愿意做出补偿 你走了 土灵宫怎么安排 哼 我管不了那么多 幻碧虽然是土灵宫修士 然而 他对宗门的忠诚度有限 种什么因 结什么果 因为他当年是被当作 卑贱的卢顶抢来的 一路挣扎 好不容易出人头地 并不是土灵宫精心培养的弟子 凭什么要求他 尽心尽力地回报宗门呢 他对秦迪说道 老祖昆龙上人 还在冰关里躺着 我对他并没有仇恨 西年他曾经帮过我 我不会跟他过不去 秦先生 您对此人怎么看 秦迪道 因为燕雪斩杀了他的侄孙 他虽然有意与我为仇 但是并没有造成伤害 我念在听过他讲到的份上 没有一箭将其射杀 表明恩怨了 两不相干了 换必问 秦先生 土灵宫还有数百位 陷入天人武衰的修士 上至祖先 下至灵先 终有天先 这些人在冰关里 烫了数百万年 超过九成 最终化为枯骨 对于这些人 你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们好受一些吗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有救人的手段 然而修士的陨落 属于天道自然 我若是强行插手 便属于逆天而为 要承担天道反噬 如果是我的亲人 有人和弟子 我固然不必忌讳 可以放手施救 然而 土灵宫的人 与我没有关系 我凭什么救他们呢 秦先生 我不敢求你救那些人 只是想问你 有没有法子 缓解他们的痛苦 别人也倒罢了 这其中 还有我的女儿呢 咦 我没听说过 你还有女儿 我有一儿一女 儿子名叫 幻田 也就是幻雄的父亲 他已经陨落很久了 女儿名叫幻沙 可怜他躺在冰关里 三十万年了 一想起他来 我就觉得心疼 你问我 为何滞留于武林界 不愿意百日飞升 一则担心孙子换雄 二则心念女儿换杀 如果就这么离开 我心不安啊 秦先生 您若能救我的女儿 我情愿做牛做马 投入秦家为仆 秦敌眼望着他 陈阴片刻道 我已经有很多门人弟子了 并不需要奴仆 修仙之路 慢慢幽远 一路行来 但凡是我的朋友 我都尽量帮忙 对我来说 救人并不难 难的是承担因果 生生死死都有定数 救死扶伤 逆天为 会遭老天记恨 因此 这个恩情 你要记得 其实 他说这话 一部分是瞎扯 天道苗苗 难以策夺 他掌握五十四万大道 西年鼎盛的时候 能凝聚天道枷锁 连老天都能锁住 又何惧天道反事呢 然而 幻必不知道啊 他听了这话 心中激动 扑通 跪下了 求先生救我的女儿 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义 秦迪问道 他此前有没有服用过到藏单 幻必回答 没有 他是金土双修 不能服用单系的到藏单 秦迪摸出一枚帘子 道 这是先接三品的青帘子 你给他喂下去 他就能从宾馆里出来了 然后 你把他送到秦家小镇来 让他跟着文祥学习先文 慢慢重塑体内洞天 补足天道法则 今后还可以走上先路 幻必用颤抖的手接过帘子 连声致谢 多谢先生 秦迪道 你可别把帘子给了昆龙上人 幻必吓了一跳 忙道 不敢 我也不舍得 秦迪又道 我并不急着飞升 还要待一段时间 走的时候 我会通知你 明白了 不久 秦家小镇上 多了一位身穿轻衣的姑娘 这位姑娘 便是换臂的女儿换纱 临先巴结 身体不算太好 但也大致摆脱了天人武衰 她算是死里复活 因此对秦家人很恭敬 秦迪让燕雪 清点小镇上的人口 看哪些人该跟着一起飞升 那些无关的散修就算了 但是 有些人可以带走 比如说 茶馆里的秋叶 还有元宵的父母等 因为有了先王洞天 这些人只要进入洞天中 就可以承受雷劫飞升 并不需要再借助于大禹九顶 这对秦迪来说 并没有增加多少负担 多一个人少一个人 影响不大 所谓的承担因果 只是借口而已 随后 秦迪想起来 先王洞天 还有好几万人 那些人跟他扒杆子打不着 乃是洞天元主人的亲戚 留着他们没有太大的意义 于是某一天 他找个机会 将这些人转移出来 丢在荒野之地 让他们留在武林界 至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如何面对秦京转变 造成的冲击 这就不在秦迪考虑范围内了 在五街仙器金风展中 还有上万人留在里边 并没有迁移出来 因为弟子秦山是他们的族人 等他成长起来 会把那些人安排好 故如梅又去了一次凤凰山 受到仙音们的欢迎 仙音们的四位天仙中 有三位因为每天听 黄中大吕 治愈了疾患 只有一人病的 较重尚未痊愈 仙音们的老掌门名叫施行 乃是一位六阶天仙 看相貌年龄人过中年 头杂方筋 留着半尺长的胡须 面带微笑 态度和蔼 跟顾如梅交谈了一番 然后带着弟子清明 来到秦家小镇 想要求见秦迪 秦迪在山谷仙宫内 跟他见了面 三人落座 顾如梅在旁边奉茶 诗行上下打量着秦迪 赞道 秦先生看着很年轻 名师出高徒 你教的弟子很了不起 秦迪微微一笑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只传授他几首曲子 是他有悟性 再加上性格坚韧 心无旁骛 滋滋以求 所以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请问秦先生 您的仙音传承 来自于何方 您师父是哪位高人 我师父啊 他的名讳我不敢提 他是游戏人间的先王 偶然经过人间界 传授我一个甲子 然后就离开了 依依 竟然是先王吗 你的运气真好 竟然能碰到那样的大人物 这就是传说的先缘啊 是啊 天机渺渺 难以捉摸 师行问道 秦先生 按理说 你可以加入仙音门 为何你一直没来凤凰山呢 秦敌笑道 你也看见了 我不是孤身一人 还有很多家人呢 我即便去了凤凰山 也只是匆匆而过 没办法长时间留在仙音门 而且我快要离开武林界了 所以不想打扰你们 归根结底 秦敌不是专修仙音的仙人 而且他的辈分太高了 别说眼前的天仙诗行 即便是惊仙 也只能算是他的晚辈 可是又没法说破 所以他懒得去凤凰山装孙子 诗行望着他 叹道 老实说 我很羡慕你来去自由 如果不是肩负宗门重任 我也该飞升离开了 秦先生 如果你到了天仙界 有机会去仙音门 请帮我跟师父传句话 我师父名叫 诗香 早在二十万年前 他便飞升上界 如今不知道怎么样了 好说 你想让我带什么话 就说再过五万年 我便前去见他 再告诉他 仙音门一切安好 秦敌点头 我记下了 关于那位出自红楼的妖女江珠 你们有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诗行又叹了一口气 摇头道 他害了我的师弟 卷走两件仙器 然后就逃走了 如今不知道在哪里 你是否看清楚 他真是九阶灵仙吗 有没有用仙服压低自身的境界 我觉得有些奇怪 做一个灵仙 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伸入仙音门 利用燃魂香 陷害四位天仙呢 而且 他既然已经得手 为什么还要留下你们的性命 这个 我也觉得纳闷 他当时坐在旁边 听我们合奏秘密之音 竟然显得游刃有余 等我们四人都被燃魂香迷惑之后 他偷了一件仙敌 一张仙情 还卷走我收藏多年的仙音乐谱 然而却没有杀人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 这么说 此人并非十恶不赦 嗯 我听说红楼的女弟子 主要靠护人心智 很少杀人夺命 红楼的男弟子 则不然 他们杀性较重 不会留守 你是否听说过大荒先尊 施行想了想 我听说过他的凶名 但没见过这个人 秦敌只是随口疑问 也没指望 能得到多少有用的信息 然而没成想 施行稍停片刻又到 大约八万年前 有一位仙音门的长老夏凡 在凤凰山待了三个月 传授我们一些仙音曲子 我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聊了许多上界的事 他说 上界很乱 自从五帝宫解散后 天仙界和金仙界 就成了一盘散沙 他还说 大荒先尊 乃是空空道人的关门弟子 空空道人还活着的时候 红楼有多位金仙 分别是三君子 四霸王 十二金钗 就在皇帝宫解散前夕 有几位先帝在大罗界混战 打死了许多先王 包括空空道人 便是那时候陨落的 空空道人死后 他的先王界一直没找到 红楼那些个金仙 不择手段 互相攻击 其中 大荒先尊功力稍低 主动逃到下界来 有人说他手里有先王界 所以一直在追杀他 大荒先尊出手很辣 凡是见过他的人 差不多都死了 而那些活着的人 也是他故意留下来 混淆识听的 秦帝文言 感觉有些诧异 这么说 大荒先尊 就像过街老鼠一样 压根儿不敢公开露面 他也只会不动 红楼那些弟子 他觉得奇怪 这么个被人追杀的家伙 怎么敢在地球上 昆仑洞天 留下自己的名号 难道说 那也是幌子不成 然而关闭了天风大阵 想要炼化整个地球 这是确定的事实 难道动手脚的人 并不是大荒先尊 秦帝不知道答案 也懒得去猜测 这种事等将来 见到大荒先尊的时候 自然能得到结果 施行道 大荒先尊在 红楼门派中 拥有很高的辈分 威逼利诱之下 那些弟子 也不敢不听话 而且 他如果有先王界 拥有无上权柄 更能号令弟子 至于说 他究竟躲在哪里 那只有天知晓了 秦帝问道 关于天仙剑 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听长老说 从武林界飞升后 抵达的天仙剑 有个专门的名称 换作剑仙剑 那里有十个大型的宗门 七个有名的世家 都以天仙为主体 祖先为长老 金仙为支柱 彼此之间相互征伐 每隔三万年 有一次大型的剑会 通过笔剑来决定 各派的名次 划分各自的地盘 秦先生 像你我这样的散修 飞升以后 一定要投入某个门派 或者世家 否则 没办法生存下去 可惜 仙音门不属于 十大宗门之列 而是依附于轩宇楼 轩宇楼的金仙老祖 有一口轩宇剑 据说是仿造神剑 轩缘剑 炼制的 另外有名的门派 分别是 南明剑派 腾空剑派 龙渊剑派 成瘾剑派 清平剑派等等 七大室家中 包括扶桑家 高阳家 青鸟家 连山家 太白家 秦敌静静地听着 事实追问道 这些宗门和室家 以哪派的实力为最强 哪派的实力比较弱 谁占的地盘比较大 你手里有没有上街的地图 狮行笑着摇头 我没有地图 这些消息都是听来的 每次见会之后 各大室力经常有变化 哪方势力强 我也不晓得 难道说 那里就没有散修势力了吗 没有 我听说 剑仙界只有一个入口 明之为登仙平 所有从下界飞升的修士 都会出现在那里 必须先选择加入一方势力 才允许离开 情敌经不住摇头 笑道 看来 剑仙界乃是彰显威权的地方 想做个散修都不行 第621章 残缺的宇宙 像这种情况说明 很早以前 应该有一位大人物 强行设置了未免入口 每一方有人的世界 都有独立的天道约束 如果某位大仙 拥有很强的实力 可以掌控小世界的天道 对于进出这方世界 预先设定好条件 即便这位大仙离开了 他设置的条件没变 天道还会继续运转下去 情敌当初作为先帝的时候 因为掌握了天道枷锁 不但能设置小世界的天道 还能约束整个中千世界 大千世界的天道 他可以将大片区域 数万颗星辰封印 想让天道怎样运转 想让谁进进出出 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 他完全可以想象 西年掌控剑仙界的那个人 应该是一位厉害的剑修 像阳谷一样 从上界注视着剑仙界 看着那里的人挥剑杀伐 演化剑意 情敌心想 如果那个人死了 或者跟随老牌的先帝 离开本界 那样的话还好 如果他还在关注剑仙界 对我来说 威胁就比较大了 试想 假如一个人喜欢养蛆蛆 弄了一窝蛆蛆 在罐子里厮杀 忽然某一天 发现其中的一只很厉害 俨然变成了人的模样 瞪大眼睛瞧着外面 想要跳出来挑战他 他会不会提前一步 将其掐死呢 因此之故 情敌一听诗行 说起上界的情况 心里就开始盘算 飞升之后 是否该继续韬光养晦 其中的关键 就在于 掌控剑仙界的人 究竟是谁 那个人处于何种状况 他是一位先王 还是先帝 如果是先王的话 是住在金仙界 还是大罗剑 金仙界和大罗剑 还剩下几位先王 彼此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在搞明白这些问题之前 情敌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 不能过多展示自身的实力 遇到麻烦将雷仙云和清还仙子 推在前面 自己悄悄地积攒实力 才是上策 如果不加收敛 连续大展神威 越阶斩杀高手 成为剑仙界最顶尖的人物 很可能会落入那人的眼中 随后的先路将变得崎岖 秦敌对诗行提供的消息很满意 因此投桃报李 送给他几颗盗藏单 还有一枚玉剑 里面有他对于 秦敌之音的体验 秦敌之音 乃是先王诗娟的经典传承 秦敌 西年曾经跟诗娟学过这首仙音 多年以后 有了自己独特的体会 早已经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诗行接过玉剑 神识一扫 便知道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于是连连致谢 兴冲冲地回去了 此后不久 秦桓仙子度过第八次散仙节 踏入祖先后期 他出关之后 心情愉悦 来见秦敌 秦先生 我还剩下最后一场散仙节了 只要度过九次大劫 就能进阶金仙 突破天道约束 重塑肉身 对不对 秦敌点点头 这是西年天庭定下的规矩 如今连天庭都没了 规矩却还保留着 这是谁定的规矩啊 天庭谁来做主 很早很早以前 天庭有四十九位执政大帝 每隔百万年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讨论天下大事 制定天庭规章 由天地负责执行 秦敌说的是 记忆中的天庭 并不是这方宇宙的情况 这不是他熟悉的宇宙 上面是什么情况 他也不晓得 这个世界很奇怪 连三清三元都没有 但却有二十八秀和中央玄黄大事件 大罗界是有的 而且是唯一的 金仙界有多个 究竟有多少 暂时还是未知数 天仙界那就更多了 剑仙界只是其中的一个 类似武林界这样的灵仙界 则多如牛毛 每一个天仙界都对应着多个灵仙界 秦敌望着清环仙子 问道 你从东方青龙七星而来 一路上经过几个金仙界 清环仙子掐指数了数 道 总共五六个 你知道 这方宇宙有几个金仙界 我知道 总共有三十六个 只有这么多吗 嗯 二十八秀各有一个金仙界 中央玄黄大事件有八个 加起来总共三十六个 那有多少天仙界呢 不知道 每个金仙界 对应的天仙界数量不等 多则数百 少则数十 关键看仙灵脉的多寡 秦敌心想 这里可能是一个残缺的宇宙 有多少个大千世界都不晓得 宇宙发展不均衡 有的地方仙灵气丰富 拥有更多的天仙界 有的地方仙灵气稀薄 自然拥有较少的天仙界 所谓金仙界 天仙界 灵仙界这种称呼 只是代表仙人的聚集程度 金仙多的地方便是金仙界 天仙多的地方便是天仙界 灵仙为主的位面便是灵仙界 你以前去过剑仙界没有 我刚到中央玄黄大世界不久 就失去肉身 将原神躲在美玉中 对剑仙界没有印象 秦敌想了想到 按理说 你当初只是天仙 怎么可能躲过大荒仙尊的神殿扫尸呢 清还仙子感到有些后怕 身子一颤 说道 因为我藏身的那块玉与众不同 我作为龙族的公主之一 拥有一块护身法玉 里面有一些特殊机关 说到这里 他张嘴吐出一块三彩美玉 呈现出红 蓝 绿三色 递给秦敌道 你看看 这里面的机关我看不懂 只是失去肉身后 元神才自动被收进去 秦敌手托美玉凝神观看 过了一会儿 开口道 这里面有一道 缩威的八阶隐身仙阵 不是惊仙能看透的 这种仙阵脱胎于清帝宫 应该是龙族跟清帝宫交换来的 清还仙子道 早年清龙族 依附于清帝宫 经常能得到一些赏赐 后来 清帝宫解散了 龙王才决定化整为灵 让我们去各界寻找机缘 没想到 很多族人遭了难 秦敌将彩玉还给他 道 收好 既然你的功力提升了 我可以传你后续的 轻木雷龙声剑绝 祝你度过最后一次三仙节 清还仙子 十分感激地道 多谢先生 可惜我没能帮你什么忙 秦敌微笑道 来日方长 以后机会还多着呢 第622章 清鸟家 秦敌按那心情 继续留在灵仙界 此时 秦汉成 秦汉旭 朱婉 秦灵这些人 正在进阶灵仙的关头 而吉娜 秦月 杜蓉 杜兰刚刚进阶灵仙 还需要略微稳定一下 此后又过了500多年 秦敌晋升天仙 第4重 燕雪也到了灵仙第7重 顾如梅到了灵仙第6重 其余大部分人 都踏入灵仙境界 秦敌这才通知 幻璧准备上路 幻璧还是天仙第9重 并没有进阶祖先 天仙每提升一阶 都不容易 尤其是跨越一个大境界 难度会增加数倍 往往要耗费数千年 数万年 甚至十万年才行 所有该走的人 都已经进入仙王洞天了 只有秦敌和幻璧留在外面 为什么要留下幻璧呢 因为他是九阶天仙 飞升上界乃是非常自然的事 比较而言 清还仙子乃是散仙 而且出身妖族 到了上界以后 有可能被人看破身份 雷线云的功力太高 他一出场 会让所有人心惊肉跳 情敌才是四阶天仙 出到上界 容易被轻视 有幻璧陪着有好处 两人做好了准备 便开始召唤雷杰 不久 童云密布 天雷降临 轰轰轰 伴随着剧烈的雷鸣电闪 夹杂着烽火大劫 痛苦和黑暗笼罩了两人 幻璧做了承受雷杰煎熬的准备 然而实际上 九成的天雷和烽火 都被情敌施展 吞天绝吞了下去 情敌仿佛化成了巨猿 将大口张开来 足有百战宽广 那些天雷 闪电 烽火就像落进无底洞 被他引入洞天之中 他的洞天在飞速的变化 五座高山节节拔高 山川大地不停地翻腾 然而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中 按照他设计的图纸 加速改造 他的功力飞速提升 每迎接一道天雷 都往上迈一个台阶 七天七夜的大劫 一点点过去了 等到杜节快结束的时候 秦迪的功力又提升一阶 到了天仙第五重 然后有王口大的天花降临 其中八成被他引入 仙王洞天中 落在燕雪 固如梅等人的头上 只有两成被幻璧收走 幻璧并没有感觉不满 因为按照秦迪的说法 幻雄和幻沙也得到了好处 他们都在仙王洞天中躲着呢 然后不久 一道彩虹 卷着两人穿越空间屏障 来到了剑仙剑 两人眼前由黑暗显出光明 定睛一看 发现自己出现在 一个方圆离许的祭坛上 祭坛正中有一个立主 上面赫然写着 生仙平三个字 他们转头四顾 发现祭坛边上有十七面大旗 颜色各异 迎风招展 每一面大旗的下方 各有一张桌子 几把椅子 坐着几位招仙士 幻璧神石传音 我们该去哪儿 情敌道 不急 我们靠过去看看再说 两人走到边上 接近一面旗子 上面写着清平剑派 一位身穿青山的老年祖先 目光盯着幻璧 说道 这位仙子 是否想加入本门 清平剑派远远流长 在十大剑派中居于前列 如果成为本门正式弟子 可以学到清平剑爵 如果依附于我们 只要每年缴纳一百块仙士即可 情敌道 请问前辈 贵派有没有地盘 能不能赐给美人一座山峰 老年祖先写眼瞄了他一瞥 只有祖先 才能分到独立的山峰 你一个中阶天仙 别做梦了 连加入本派的资格都没有 你赶紧离开这儿 我们只招九阶以上的天仙 幻璧淡淡地道 他是我师弟 既然贵门不欢迎 那我们再换一家 喂喂 这位仙子 你别走啊 有话好商量 情敌横跨几丈 来到轩宇剑派的跟前 轩宇剑派一位 身穿黄色衣裙的女修祖先 站起身来 道 两位想加入本门吗 轩宇派不收拥财 先要进行一番测试 通过测试才能收进来 情敌又问了一句 贵派能提供独立的山峰吗 女修祖先回答 不行 作为出入门的天仙 只能先进入仙谱园 跟很多弟子住在一起 于是 情敌也不问了 转身就想走开 女修祖先冷声说道 你要想拥有独立的山峰 只能去七大世家试试 他们有地盘 但是人缘薄弱 需要招纳客卿 不过嘛 他们不会传你功法 没有高明的功法 条件再好 也是蹉跎岁月 听他这么说 情敌心里有谱了 随后一路走过去 挨个问了问 最后 他来到 青鸟家的旗帜之下 那里只有一位年轻的姑娘 看上去势单力薄 他看见有人过来 隔着老远就站起来了 笑容满面招呼 两位仙长 请过来叙话 情敌问道 怎么只有姑娘一个人 我看别的宗门都来了好几位 而且有祖先坐镇 你们家的祖先没有来 那姑娘笑嘻嘻地说道 来是来了 不过 他刚刚离开了 情敌问 姑娘如何称呼 青鸟家有什么特色 加入贵方 能有什么福利 我叫卓灵 本家有金仙老祖坐镇 占据方圆数万里地界 拥有丰富的仙灵脉 每位刚来的天仙 都有独立的府邸 至少十里私密空间 百亩仙田 只要能完成任务 可以不受干扰的进修 你们有没有仙境况吗 有 作为青鸟家的客亲 可以享有优惠 都有什么样的任务 任务可多了 你进来以后 自然就明白了 你放心 只要尽力即可 没有性命之忧 青鸟家 跟白地公有什么关系 哦 仙长您知道的不少啊 本家老祖 原本出自白地公 精通青鸟见诀 自从白地公解散后 他从金仙界下来 在这里开辟了青鸟家 情敌略微询问了几句 便决定加入青鸟家了 他只想找个地方立足 对环境并没有太多要求 他也不惧怕危险 只要有相互杀伐 就不会缺少资源 他宁愿找个人少的世家 将拥有更大的自由 卓林大喜 他在这里待了好多天 终于招到两位天仙 他心想 这两人被我骗走 不晓得会不会后悔 因为他心里清楚 比较而言 青鸟家的老祖功力不弱 但因为常年闭关的缘故 下面没有好好经营 第二代 第三代缺乏人才 所以势力相对薄弱 在十大宗门 七大世家中几乎垫底 卓林乃是第五代 他这一代 只有三个兄弟姐妹 修炼到天仙后期 势力愈发单薄了 第623章 家族规矩 秦迪和焕毕 跟着卓林离开生贤坪 通过传送阵 抵达青鸟家所在的青鸟国 卓林介绍道 青鸟国有72座高峰 还有一座主峰 主峰是老祖和家人居住的地方 72峰留给青鸟家的主兵 除此之外 还有几座仙城 以及众多的小山和旷野 焕毕问道 什么是主兵 卓林笑道 青鸟家的克青 给家族做出贡献 将会获得相应的积分 按照积分高低 分成主兵 贵兵 家兵 上兵 克兵 游兵等几类 主兵的地位最高 身份跟青鸟家的主人差不多 我们乃是新来的人 算在哪一类 你们是克兵 什么是游兵呢 游兵是指多年以后 积分依然垫底 对青鸟家贡献很少 心态游历的人 这些人从克兵 降为游兵 这算是一种警告 卓林领着他们 来到高耸 入云的主风山脚下 那里有一片仙城 他又介绍道 这座仙城换作青鸟城 乃是我们青鸟家定居的区域 也是汇聚重要宾客的地方 你们有什么好东西 想要拿出来交流 可以去青鸟仙方 想要购买什么仙材 也可以去仙方看一看 他领着两人进城 来到一座仙宫 道 这是家族祠堂 我带你们登名造册 领取身份令牌 熟悉家族规矩 然后挑选居住的地方 走进祠堂 里面有一位身穿黑衣的祖先老者 面容瘦靴 略显冷峻 老者问了情敌和幻璧的名字 领着他们 发下天道誓言 说什么兵主一体 合作共融 既然选择加入青鸟家 就不能心怀叵测 跟家族为敌 秦敌看誓词比较简单 没什么忌讳 于是便跟着宣誓了 随后 老者给了几枚预检 说明家族规矩 又给了身份令牌 将身份令牌收好了 这枚令牌乃是法器 里面有家族信息 任务召唤 积分标记 还可以当作音规 秦敌问 我有些家人 有可能陆续过来 投奔于我是否每个人 都要登明造册 老者说道 只有天仙 才有登明造册的资格 有了这样的身份令牌 可以走出青鸟家的地盘 在整个建仙界游历 没有令牌 就没法出门吗 我要是娶妻生子 有了一堆家人 这些家人 只能留在家中 哼哼 年轻人不思进去 针对这种情况 族规中有说法 你手里的令牌 换作主牌 还可以领取几块 副牌 副牌依附于主牌 只能在青鸟家的地盘行走 不能离开家族势力范围 否则出去就是找死 副牌跟主牌是连通的 积分叠加在一起 显示在主牌上 过错造成的罚分 也将由家主来承担 那么 请给我来一些副牌吧 副牌不能免费供应 一千先是一块 你想要几块 先给我来五十块 若是不够 等将来再补 黑衣老者瞪了他一眼 心道 你要生这么多子女 还怎么修炼提升境界 卓琳在旁边看着 也感到很惊讶 因为在他看来 但凡飞升上来的人 往往是孤家寡人 一个个心高气傲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七生子 像秦迪这样一来 就领取大量副牌 实在太罕见了 不过 鉴于青鸟家正缺人呢 并不介意多来一些人 于是 卓琳笑着对黑衣老者道 金先生 他既然开口 你就给他那么多副牌呗 黑衣老者 没好气地对秦迪道 把你的令牌拿出来 等我一个时辰 说完转身去了另外的房间 副牌虽然早就造好了 但是要跟主牌勾连 还要做些小小的改动 卓琳望着秦迪 说道 秦先生 你看着年轻 为什么刚来见仙界 便想着生儿育女呢 你难道不晓得 多一个子女 便多一分牵挂 有可能会动摇你的仙机 秦迪微笑道 多子多福 人多了更容易获得积分 有了积分 还能换到仙才 不是吗 他一面说话 一面用神识扫尸御简 熟悉所谓的家族规矩 卓小姐 请问老祖如何称呼 卓琳道 老祖跟我同姓 单名一个英字 人称青鸟先尊 秦迪问道 我看这预见中说 要想获取积分 可以去完成家族任务 也可以用物资 跟人交换积分 恰好 我是一位住建师 是否可以不做任务 单靠交换 获取积分啊 卓琳眼前一亮 秦先生是住建师 那太好了 我们正缺乏优质先见呢 对于这样的人才 当然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不需要去完成艰险的任务 他是卓家人 了解自家的情况 因为老祖闭关太久了 家族势力薄弱 周围的宗门和世家节节进逼 很多地方经常出事 不得不派人驻守在四周 面临很大的危险 不过 他也明白住建师的重要性 如果能获得更多的四五阶先见 势必能大幅提升家族客亲的战斗力 就等于去前线完成任务了 他望着秦迪 问道 秦先生 你需要什么仙才 可以通过身份令牌下单 然后 会有人将仙才送过去 你铸造的仙剑 可以交给家族换积分 也可以在本地仙城销售 换取仙石 仙金 和你需要的东西 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秦迪问道 家族里储备的仙才很丰富吗 老祖当年斩杀了几位金仙 还有许多的祖先 为与筹谋 准备了一些材料 另外 我们占据的地盘也有不少产出 仙才还是不缺的 那就好 如果需要什么东西 我会提出来 一个时辰之后 秦迪缴纳五万仙石 拿到五十块 副牌 换币也要了两块副牌 是给换雄和换沙准备的 随后 卓琳领着他们去挑选定居的地方 距离青鸟城八千里外 东南西北各有一座仙城 分别换作南安城 北安城 东安城 西安城 有一批天仙和低阶祖先定居在那里 乃是防守青鸟家族的后备基地 秦迪和换币挑选了一块地盘 在南安城的东边 有一座桃山 占地五十里 山上有很多桃树 等级并不高 最多不过 先接二品 第624章 桃山 困局 卓琳领着他们通过 传送阵抵达南安城 然后向东飞了斩茶功夫 便来到桃山所在的地方 此时正值春天 满山的桃花 万子千红 很是扬眼 卓琳赞道 这地方真好 有这么多桃树不容易 秦先生 你别把桃树都砍了 秦迪围着桃山转了一圈 看见山南地势平坦 于是手一指 说道 我准备在那里建立宅院 然后用大镇将整座山围起来 卓琳笑道 随便你怎么折腾 反正别把桃树砍光了就行 他把两人领到地头 算是完成了任务 稍停片刻就离开了 秦迪先布置大镇 用五阶的防护仙镇 将整座山罩住 又布置了一道五阶 隐匿仙镇 这才将仙王洞天和仙宫放出来 随后 众人一起动手 将山南的桃树移开一部分 边山赶石 再造桃山 造出一系列的亭台楼阁 将其变成仙家福地 秦迪坐在仙宫中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清晰地感受得到 这里的仙气浓度 比武林界提升了一个层次 地下的仙灵脉 几乎无处不在 或许正因为如此 才能供养大量的天仙吧 比起武林界来说 待在这里修炼 进阶的速度会加快一倍 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 众人便足不出户 留在家里静修 按理说 仙王洞天中 储备了大量的物资 足以支撑 所有人修炼数万年 不过秦迪还是通过身份令牌 让人送来了一批仙金 他已经是五级天仙了 能施展炼星之术 从低阶仙金中 凝炼初中阶仙金 轻轻松松地铸造出 五六阶仙剑 别的炼器仙师 往往需要耗费千年光阴 才能炼制出一口仙剑 而秦迪则用几个月的时间 一次铸剑五千口 其中大部分能突破雷截 成为四阶 五阶 甚至六阶仙剑 他把六阶仙剑插在重剑峰 只将少量四 五阶仙剑交给轻鸟家 四阶仙剑是天仙使用的主流法器 虽然说大多数飞升过来的天仙 都已经拥有四阶仙器了 但他们不舍得动用本命法器 跟人交手 一旦损毁将会耽误修行 因此他们 还需要更多的四阶仙器 作为备用法器 五阶仙剑是祖先使用的主流法器 轻鸟家尽管在七大士家中垫底 但却拥有三千位祖先 这些人都对五阶仙剑有需求 情敌每隔百年 上交十口仙剑 其中一半为四阶 一半为五阶 在他而言 这实在太容易 可是在轻鸟家来说 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匆匆五百年过去 这一天 轻鸟家召集家人开会 主持会议的乃是二阶金仙卓庆 轻鸟家的老祖卓英乃是七阶金仙 功力在剑仙剑能排进前三位 然而他长年闭关 已经有三十万年没有现身了 外面有很多人怀疑 卓英可能离开了剑仙剑 正因为如此 别的宗门才过来打压轻鸟家 卓英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卓光 另一个叫卓明 他们都只是祖先 未能晋升金仙 每个人的资质不一样 并不是说有好条件就能成才 其中卓明更悲催 已经陷入天人武衰了 尽管卓家有的是仙金 仙石购买了不少的丹药 也未能让他摆脱病痛 不过 吃多了丹药 毕竟有些好处 卓明并没有躺入兵关 他还能像凡人一样走动 甚至主着拐杖 参加了会议 卓庆是青鸟师家的第三代 三十万年前晋升金仙 正因为有他支撑起家族 老祖卓英才敢长期闭关 可是卓庆毕竟只是金仙第二重 比起别的门派老祖差一些 所以连累青鸟家的势力逐渐萎缩 跟卓庆同辈的总共有七个人 名字是按照一首仙诗曲的 分别叫卓庆 卓云 卓星 卓龙 卓鸾 卓燕 卓雀 卿云 卫石星 云龙前作鱼 神鸾施奇仇 还从燕雀居 这七个人里头 除了卓静为金仙外 功力较高的是卓星和卓燕 卓星为男子 卓燕为女修 乃是七八阶祖先 还有静阶金仙的可能性 其余四人都没有太大希望 还有两人陷入天人五衰 距离陨落不远了 青鸟世家 第四代有二十多口人 其中有两位佼佼者 同样是一男一女 男的叫卓峰 女子叫卓宇 都是六阶以上的祖先 前途很光明 青鸟世家第五代 也就是跟卓琳同辈 总共有六十多口人 因为修行时间短 暂时看不出英才 其中卓琳算是表现不错的 青鸟世家 还有第六代 第七代 第八代 那就更不行了 很多人还没有进阶天仙呢 只能足不出户 养在青鸟仙城 这次参加会议的 总共有四十多人 几乎囊括了卓家所有的英才 卓琳也参加了 卓庆身材高大 面容冷峻 眉头紧皱 凝视着众人 下面的人望着他 都感觉到了压力 卓庆开口道 过去千年 我们家占据的地盘 又比以前缩小了三十里 过去万年 我们总计失地五百多里 这还是在敌人 没有明目张胆 发动攻击的情况下 一点点蚕食缓缓丧失的 今天丢失一礼 明天再丢一礼 这样下去 如何适个了局 说话间 他忍不住握紧了拳头 要不是剑仙界有规矩 金仙只能在剑会上切磋 不能在下面私自出手 我早就亲自上场 将入侵的敌人打杀了 实际上 他心知肚明 如果金仙能动手 那样对青鸟家更不利 下面的人听他说话 都不敢轻易开口 因为局势在那里摆着 大伙都没有好办法 卓庆叹了口气 道 再过三千年 就到剑会召开的日子了 上次剑会 咱家的比分垫底 跟各大门派平均分相比 总共输了两千多分 损失两亿鲜石 不得不将一条鲜金矿脉 和一片鲜湖割让给别派 这次要是再惨败 在场的人中 卓琳因为年轻 没有参加过三万年前的剑会 忍不住低声问前面的卓宇 姑姑 剑会是怎么比的 怎么会跟鲜石挂钩呢 卓宇一身静装 板着脸 神识传音道 剑会规矩 每个势力出一位金仙 十位祖仙 一百位天仙 分别进行比试 其中 金仙赢一场击一百分 祖仙赢一场击十分 天仙赢一场击一分 总分加起来 再跟平均分比较 输了的 要拿鲜石出来 一分抵十万鲜石 这些鲜石 则归给获胜的 宗门和世家 正因为我们输了 所以招不到新人 势力越来越弱 卓琳明白了 他负责在生仙坪招收新人 知道有些门派 为了吸引人才 专门提供很高的福利 从下界飞升上来的新人 参差不齐 有天仙也有祖仙 最抢手的 自然是中高阶祖仙 然后是低阶祖仙 接着是高阶天仙 最次的中低阶天仙 几乎没人要 自然不会主动 招揽像情敌那样的 五阶天仙 第625章 青阳剑爵 金仙酌庆哀叹 抱怨了一阵子 然后道 不管怎样 剑会 还是要参加的 为了选拔参战的高手 必须尽量调动 一切财力物力 发布家族任务 宣布一甲子后 开启内部比试 凡是被选中的人 可以提升积分 享受最佳待遇 下面的人 都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因为每次建会 都是这么搞的 这时候 主管家族财务的 卓云开口道 家里仙实 仙金有些紧张 能不能拿仙气 作为奖励 过去500年间 有一位新来的客亲 献上25口五阶仙剑 还有同样多的四阶仙剑 如果再加上 家族原有的三位仙气师 积累万年的剑气 如果拿出去做奖励 应该比仙实 仙金还管用 卓庆问 哦 这位新来的客亲 叫什么名字 只用500年 就献上这么多仙剑 他叫秦竹 是由卓陵招进来的 他铸造的仙剑 品相如何 品相相当好 25口五阶仙剑中 有十口上品 还有两口剑 堪称极品 等级有区别 有两口属于五阶巅峰 虽然都是五阶仙剑 既有品相差别 又有等级分野 品相指的是 外观和整体一致性 有没有内在的瑕疵 等级指的是 剑灵承受雷截后 所处的境界 按理说 剑灵是有记忆的 一口好剑的剑灵 最好空灵而又犀利 空灵是指他的品性单纯 不要有太多杂念 犀利是指他有争锋之心 情敌上交的这些剑 剑灵都被抹掉了记忆 就是不想让对方看出铸剑的方式 而这恰恰符合空灵的要求 因此被列为好剑 情敌真正用心铸造的剑 都在中剑风插着呢 他对空灵没有要求 在他看来 宝金风雨的剑才是好剑 卓云将一口仙剑递给卓庆 道 大哥 你看看这口剑 堪称完美无瑕 可惜只是五阶巅峰 要不然连你都能使用 卓庆乃是金仙 需要用六阶仙剑 他伸手抚摸着仙剑 赞道 果然是好剑 这口剑交给卓锋吧 卓锋站起来露出兴奋的神色 多谢二爷爷 卓庆沉吟道 看起来 这位秦竹铸剑的实力很强 卓灵 你去多跟他结交 看看能否尽力拉拢 哪怕招为夫婿 也未尝不可 卓灵红了脸 道 二爷 我还没想成亲呢 再者说 这位秦先生堪称奇葩 刚来的时候 就要了五十块副牌 说要娶妻生子 这都过去了五百多年 说不定连孙子都有了 卓庆道 我只是让你去看看 又没让你嫁给他 我们卓家这么多后辈女修 你的资质算是不错 我还不舍得让你这么早嫁人呢 你去跟他说 如果他能铸造出六阶上品的仙剑 可以一步升天 成为主兵 卓灵很是惊讶 我们家七十二个山峰 只有二十位主兵 其余五十二峰还空着呢 二爷 你为什么这么看重秦卓 卓庆咬牙道 因为我只有一口本命仙剑 达到六阶 手里缺乏备用的仙剑 所以在剑会上很吃亏 我赢一场就是一百分啊 唉 卓灵道 我明白了 二爷 我这就去找他 卓庆叮嘱道 家里还有少量储备的六阶仙金 你可以带三百斤给他 让他试试看 我知道了 坐在前边的卓宇传音道 丫头 你问他 还有没有好的五阶仙剑 给我弄一口回来 好的 姑姑 次日 卓灵到了桃山 进入大镇之后 看见里面有不少人 经不住吃了一惊 情敌笑道 这都是我的家人 我飞升的时候 将家人带过来了 卓灵没看见先王洞天 因为他被情敌遮蔽了 他知道世间有一些仙器 可以将人装进去 但是能不能躲过雷劫 却要冒很大的风险 有人成功了 大部分人都失败了 他看见燕雪 顾如梅 庄棱等人都是灵仙 猜测他们 可能是情敌的机械 想起二爷所说的话 心里有些啄恼 不过为了获得仙剑 他还是忍住怒气 面上保持笑容 道 秦先生 没想到你金屋藏娇 养了这么多红粉之急 你这日子过得很惬意啊 秦敌道 你误会了 这些人大部分是我的徒弟 言下之意 其中也有七千 这样说是为了减少麻烦 卓灵道 我这次过来 带来家主的旨意 想问你 能否铸造六阶仙剑 我们家遇到麻烦了 再过三千年 有一场很重要的剑会 输赢都在数一仙时 他将家族情况和卓庆说的话 转告秦敌 请他尽力而为 铸造出顶级好剑 可以提升他为主兵 占据七十二峰之一 那里的仙气更加丰富 秦敌想了想到 请给我千年光阴 我会完成你的要求 但这些六阶仙剑 只能勉强铸造一口剑 为了保险起剑 请多送来一些五六阶的仙剑 另外 我知道有些人并非金修士 你可以提供仙墓 我为你炼制墓剑 五行之中 水火无形 以其为剑 不怕折断 所以只要有本命仙剑就够了 并不需要准备别的剑 土剑毁了 也可以重新塑造 但是比较麻烦一些 金剑虽然坚固 相互交击 却容易毁损 最容易折断的则是木剑 应该给参赛的修士多 准备几口 卓林道 秦先生 你是金木双修 要不然 怎么能炼制墓剑呢 秦敌道 我是五行兼修 对我而言 什么材料都有用 卓林问 你出自五行门 五行门已经没落了 不 我是散修 不属于任何门派 卓姑娘 我对你们的青鸟见诀 有些兴趣 有没有可能让我见识一番 等到足内比试的时候 你就能见到了 要不然 你修了妻妾 成为我家的上门女婿 也有见识 青鸟见诀的资格 说这话时 她瞄了燕穴等人一眼 然后看向情敌 心道 看你会不会中圈套 我们家的女婿 是那么好当的吗 秦敌呵呵笑道 我听说 青鸟见诀 有几处缺陷 如果能配合青鸟见诀 杀伐实力 将提升数倍 卓林道 你胡说八道 若有缺陷 我家 怎么会有两位精仙呢 卓姑娘 你会参加下次的建会吗 如果能在足内比试中 进入前一百名 我就会参加建会 卓姑娘 你若是有空闲 不妨留在桃山 那边一位姑娘 是我的徒弟 名叫李秋水 我让她传你一套青鸟见诀 等你学会了 必然体验出与众不同 这个 卓林以为对方想骗她的青鸟见诀 所以 有些犹豫 不过她转念一想 我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被你骗走见诀呢 你愿意传我青鸟见诀 我可以见识一番 不管有没有用 看一眼 总没有坏处 秦迪传音于李秋水 青鸟见诀 七十二诗 我以前教你的 只有三十六诗 你把这些招式交给她 等你进阶天仙 我才能传你后面的部分 功力不到 无法施展出来 李秋水功声道 是 师父 秦迪有道 只传她青鸟见诀就够了 莫要展示云阳见诀 桑天见诀 和青鸟见诀 更不能暴露白地见诀 弟子明白 于是 卓琳就在桃山待了三个月 学会了三十六诗青阳见诀 刚开始的时候 她以为 李秋水只是四阶临仙 实力太弱 不可能掌握高阶剑术 谁知道 李秋水将三十六诗青阳见诀 施展出来 卓琳一下子就看呆了 只感到这套剑术博大精深 威力并不在青鸟之下 而且隐隐间有互补之势 她花了三个月的功夫 学会了这套剑法 便匆匆离开了 回到青鸟仙城 她将剑法展示给姑姑卓宇看 卓宇看了大惊失色 领她去见金仙卓庆 卓庆看她 反复施展了 一遍又一遍 口中喃喃说道 这真是传说中的青阳剑诀 我听父亲说 西年白地宫中 青阳与青鸟是一对夫妻 两人都有先帝的实力 双剑合璧 横行天下 然而白地宫的弟子 要么学习青阳剑诀 要么学习青鸟剑诀 只能挑选一种 这位秦先生的祖上 莫非也出自白地宫 他为何要将青阳剑诀 传给我们呢 难道想让我们投投报理 将青鸟剑诀传给他 哼哼 那绝不可能 卓琳问 二爷 我能停下来吗 这是不是真的青阳剑诀 卓庆摆摆手 停下来吧 这应该是青阳剑诀 虽然只有三十六十 但对我们家族的帮助非常大 有了这套剑诀 下次见会 我们家不会垫底了 卓琳问 二爷 那位秦先生 该怎么对待他 卓庆瞄他两眼 此人很不简单 竟然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一 该怎么对待他呢 要不然 我将你嫁给他如何 卓琳一跺脚 此人家里有一堆的女人 看着就像花花公子 是吗 这么说 他有一件等级较高的法器 冒险将人从下界戴上来 这也难怪 他毕竟是炼器仙师 将几层五六阶的仙器 叠加在一起 也是能够度过雷劫的 是不是该升他为主兵 等等吧 看他能否铸造出 六阶上品的仙剑 另外 此人既然掌握了青云剑绝 那么也应该 让他参加家族内部的比试 我们要修改参赛规矩 所有加入青鸟家 不到十万年的客卿 都必须参加比试 输赢不重要 我们要了解门下客卿的实力 啊 二爷 秦先生是难得的 助见仙师 他万一受伤 陨落了怎么办 嗯 允许他使用金甲 给他最好的防护 别让他受伤 那样比试就不公平了啊 别人都只能用皮甲 他却用上金甲 人家会抗议的 哼 我特意批准的 谁敢抗议 我需要更多的了解此人 让他参赛 有助于我 看清他的来历 如果啥也不做 迷迷糊糊培养好多年 到最后万一反噬 那可就惨了 他已经发下天道誓言 要终于我们清鸟家了 而且还献上仙剑和剑爵 说明他对我们没有歹意 你太年轻了 哪里晓得种种骗局 即使是朋友 不也要知根知底吗 你要晓得 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乃是来自朋友的背叛 那好吧 我听太爷爷的 就这样安排 不久 秦迪和幻璧都得到通知 要求他们参加未来的族内大笔 而且 清鸟家还说了 因为秦竹是难得的仙气师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将为他提供金甲防护仙气 至于说幻璧 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老实讲 秦迪根本用不着金甲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可以越阶斩杀中高阶祖先 别看清鸟家有三千位祖先 真正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人很少 而且他还精通逐日仙部 再加上能自己炼制护身仙服 更不容易受伤了 不过 他因为不晓得 剑仙界背后的主人是谁 不知道那人是否还活着 所以准备韬光养晦 保留大部分实力 即便登上擂台 不会施展太过于玄奇的功法 比如说诸仙剑阵 那是不能施展的 比如说 某些高深的功法 包括竹日仙部 神魔炼体 天妖炼形 凤舞九天 红云大道 落日剑爵 甚至各种雷法 都要小心使用 基础浅显的功法 倒是没问题 秦敌心里清楚 像这种家族内部的鄙视 不太可能 吸引见仙界主的关注 此人关注的目标 应该是那些金仙 毕竟修真境界最关键 哪怕是才华横溢的天仙 就像晨星一样璀璨 若不能晋升为金仙 随时都可能夭折 真正的天道之子 一定会脱颖而出 从天仙境界祖先 从祖先境界金仙 所以只要 流星那些金仙就够了 秦敌心想 如果我是见仙界主 就像养蛆蛆的主人 任凭蛆蛆斗来斗去 只等他们白日飞升 鲤鱼跳龙门之后 还是会跳到我的手心里 到时候 我再仔细考察就是了 他还能化作大鹏鸟 飞走了不成 一般来说 见仙界主 应该是 某位高阶仙王 仙王也是要修炼的 一睁眼一闭眼 就是百万年 哪有功夫 一直盯着罐子里的蛆蛆呢 因此 即便我偶尔使用 厉害的手段 也未必会被 剑仙界主发现 我只要尽量少用就行了 比如说 雷法 每一种雷法 都有三十六重 如果我使用 十八重以上的雷法 落在剑仙界主的眼里 他一定会震惊地跳起来 如果我只用 九重以下的雷法 他就不会那么吃惊了 五帝宫 毕竟有一些弟子流落在外 掌握低阶雷法的人 虽然少 但总归是还是有的 第六百二十六章 诛煞剑王 想到这里 他把大宇九鼎取出来 轻轻拍打着 大鼎空间内 封禁者刘五方的分身 自从被转移出往升冠 囚禁在大鼎空间内 他的功力 便一直保持在天仙境界 出又出不去 死又不舍得 因此 他只能待在大鼎内 坐在那里发呆 情敌问道 刘五方 你对剑仙界了解多少 他的主人是谁 刘五方不吭声 过了好大一会儿 才道你又不肯放了我 我说不说有什么区别 情敌道 我可以对你做承诺 最多囚禁你五百万年 然后放你出去 你说话算数 不将我交给雷鹏 不会交给雷鹏 最多交给雷仙云发落 我看他对你的恨意并不深 以你的手段 多说几句软话 他会放你走的 你不怕我将来 盯着你报仇 简直是笑话 我还是雷仙的时候 就能收走五星斩 等到五百万年后 我也是仙王了 在这方残缺的宇宙内 还有什么好怕的 那好 你问吧 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你先说说 见仙界的主人 和上层金仙界的情况 金仙界中 以金仙为底层 仙君为中间 仙王为主宰 仙王总计有两三百位 但只有十八位 正道仙王拥有仙王界 有了仙王界 才能找到大罗界的入口 秦敌问 不是说有一位空空道人 已经丢失了仙王界吗 怎么还有十八位正道仙王 刘武方答道 很早以前 不只有十八枚仙王界 总共有二十枚之多 为什么有那么多 我们所处的位置 属于中央玄黄大世界 西年有大帝 从大罗界下来 按照八方之位 挑选八颗星辰 汇聚仙灵脉 造出八个金仙界 每个金仙界 对应着若干戈中千世界 和小千世界 大帝定下规矩 给每个金仙界 二十枚仙王界 谁抢到仙王界 谁就是正道仙王 而且只有达到仙王巅峰 才能激发仙王界上的 导引法阵 寻找到大罗界的入口 而仙王界则自动脱落 依然留在金仙界 可是后来 五帝宫解散 天庭消失了 再没有人从天上下来 仙王界丢失后 得不到补充 于是越来越少 大约两百多万年前 我还是仙王的时候 只剩下十八枚仙王界 现如今还有几枚 我也不晓得 秦迪道 那你重点说说 剑仙界的主人 他是否还活着 刘五方答道 我刚刚说过 金仙界有两三百位仙王 每一位仙王都有自己的地盘 至少有一个中千世界 而正道仙王拥有的地盘更大 剑仙界原来的主人 名叫诸煞剑王 他已经被我打死了 现在的主人是谁 我也不晓得 秦迪吃了一惊 什么 被你打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西年 我从皇帝宫出来 还只是一位八阶金仙 我因为偷了五行斩 害怕被追杀 所以带着雷仙云 躲在武林界 我用五行斩凝聚地气 只用了三十万年 便进阶仙王 当时我并没有采用 正常的方式飞升 而是借助于五行斩 穿越虚空 抵达金仙界 因此并没有惊动诸煞剑王 后来又过了七十年 我的功力达到三阶仙王 便对他发起挑战 借机斩了他 听你这么说 此人并不是正道仙王 你挑战他做什么 因为要积攒积分 没有足够的积分 就没有挑战正道仙王的资格 清云子是正道仙王吗 当初跟我交手的时候 他还不是正道仙王 现如今就不晓得了 诸煞剑王死透了没有 是否有分身留下来 不知道 你将其斩杀以后 有没有取出他的洞天 留下任何的法器 我将洞天内的仙灵脉抽出来 然后将洞天打碎了 至于说法器嘛 都被我拿出去卖掉了 他有一口宝剑 等级比较高 被我留下来 但在跟清云子一战时 也被他抢去了 唉 要不是有雷鹏插手 我不可能拜那么惨 秦敌略微说了一口气 道 罢了罢了 既然朱煞剑王已经死了 那就不提他了 不过 因为剑仙界换了新的戒主 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留武方道 不用太在意 等你晋升到仙王 或者高阶金仙 可以借助于五行斩 撕破虚空飞出去 从而突破戒主的前置 我怕他提前插手 你再说说 剑仙界有哪些常见的功法 这个 你可以直接以实力碾压 还需要什么功法啊 我只是匆匆而过 十个多年 已经忘记了 算了 看在你回答这么多问题的份上 我给你指一条路 你待在大顶中 虽然不能修炼 但却可以误导 你不是 想要三分五点吗 我背诵一段口诀 你仔细听好了 用心琢磨 或许还有成道的机会 秦敌背诵了一段口诀 算是给对方的奖励 刘武方算是苦尽甘来 虽然还在囚牢中 但是精神没那么空虚了 像他这样曾经的仙王 只要还有一丝残魂 保留下来 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有时候 修仙不是一辈子的事 而是可以多次轮回 卷土重来未可知 秦敌跟对方无冤无仇 在他看来 刘武方算不得十恶不赦 很多修正人都这样 这世上哪有好人啊 他不是刘武方的债主 雷仙云才是呢 等到雷仙云进阶仙王 说不定心胸豁然开朗 就能看待以前的事了 刘武方找的借口 未尝没有道理 他将雷倩云放在冰棺里 这对他是一种磨难 可是度过了磨难 却可能大有长进 他将雷仙云的神魂一分为二 为他塑造了一具分身 这也未必是什么坏事 凡事都要辩证地看 俗话说 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 匹吉太来 物吉必反 多难兴邦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秦敌收起大顶 走入仙王洞天 将五行斩拆开来 放在不同的地方 这样一来 秦府众人才能进去修炼 这些人中 只有秦山是五行兼修 而秦山的功力还很低 其余的人都只修一种或者两种 若将五行斩合在一起 他们功力不足 又不懂得五行运转的大道 也就没法进去修炼了 第627章 擂台出赛 随后 秦敌开始宁神助剑 他从金风斩中 取出数万斤五阶仙金 加上青鸟家送来的仙金 其中有一部分六阶仙金 他施展炼心之术 把这些仙金反复提炼 耗费三年光阴 才得到五百斤七阶的液体仙金 收入陶罐中 他将自己温养多年的四口 本命仙剑吐出来 净润在金叶中 又过了十年 仙剑吸收太白金金 得到四口七阶中品的仙剑 他看陶罐中 还剩下一些金叶 于是便拿上次炼制的仙剑 放入其中 得到一口七阶下品的仙剑 十口六阶上品的仙剑 擎敌将大部分六阶仙剑 插在重剑峰上 此时 总剑峰上 已经有五百口六阶仙剑 两千五百口五阶仙剑 其中一半延续了 从昆仑上带上来的剑灵 另外一半是重新炼制的 因为仙剑每晋升一阶 都要经历雷劫 尽管仙王洞天中有雷池 这些仙剑 都要投入雷池金兽洗礼 然后再暴露在天雷之下 但还是有一些仙剑损毁了 未能度过雷劫 仙剑彻彻底消亡 因此 真正从昆仑山带来的剑灵 只剩下一千五百多 其余都是重新塑造的 补足三千口仙剑之术 那些历经考验的剑灵 每一位都带着地球的记忆 将来成长为神剑后 只会听从秦家人的指令 每一口剑都是无价之宝 秦敌不可能将其交给青鸟家 他交上去的 都是新柱的仙剑 他把四口本命仙剑 吞入腹中 在他的洞天之中 西越化山 猛然增高百丈 促使他的功力大幅提升 他闭关十年 晋升为天仙第六重 等他出关之后 便接近足内大笔的日子了 青鸟家拥有祖先三千 天仙三四万余 因为天仙太多了 所以 诸赛不必去青鸟城 先在南安城选两百人 然后再转到青鸟城进行决赛 这一天 风和日丽 八千位天仙聚集南安城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人持有副牌 前去观看 秦敌 幻碧也带着燕雪 古如梅 幻雄 幻沙等人出发了 金仙雷倩云没有来 青桓仙子不甘寂寞 用遮天扶压低了功力 跟燕雪等人一起去凑热闹 南安城中 搭起了二十个擂台 每个擂台的外面 都有透明的仙镇包裹着 每位天仙都要先抽签 拿到一个独立的号码 然后进行十八轮交手 赢一场得两分 输一场没有分 平手得一分 根据积分选出前两百名 秦敌前去抽签的时候 有人递给他一件防护金甲 这种防护金甲 相当于四阶仙器 很难被四阶仙剑击破 即使是五阶仙剑 虽然能击破金甲 也只能给里面的人 带来轻微的伤害 秦敌毫不客气地 将金甲穿在了身上 身份令牌挂在腰间 他转头四顾 发现同样穿金甲的 还有几个人 看样子那些人跟他一样 都有特殊的技能 属于需要保护的人才 穿上金甲之后 虽然不会受伤 但还是可能会输 因为现场有裁判监督 如果披甲人 被对手赐在关键部位 则会被裁判判法下去 不久 比赛开始了 因为参赛的人 功力参差不齐 既有九阶天仙 又有一阶天仙 这么多人混杂在一起 有的擂台撕打激烈 有的很快就投降了 秦敌在下面看了一会 发现擂台上受伤的不少 但是致死的并不多 对于天仙而言 缺胳膊少腿 都是小意思 只要别被刺穿洞天 砍破泥丸弓 守住紧要部位即可 如果遇到非常危险的情况 裁判还会跳上去阻拦 等到秦敌出场的时候 因为他穿着金甲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 他的对手是一位八阶天仙 名叫丁阳 并没有将身穿金甲的人 放在心上 因为但凡穿上金甲 就说明此人有专长 在某些方面 浪费了太多的精力 在剑术厮杀方面 则比较弱 他对着情敌一抱拳 请 情敌同样还礼 然后双方退开摆帐 每一个擂台 都相当于一个小世界 外表看着不大 内部有百里空间 要不然作为天仙 施展不开手脚 情敌取出一口五阶仙剑 施展青阳剑绝前五十四事 在他看来 这已经绰绰有余了 丁阳作为八阶天仙 手里还没有五阶仙剑呢 不管他施展什么剑法 只要两剑相交 他就吃了亏 剑气不如人 每碰一下 都会留下小缺口 用不了多久 便会伤痕累累 所幸他一开始 放出来的剑气 并不是本命仙剑 所以 还没有心疼得要死 然而 他心里很清楚 即便放出本命仙气 也还是要吃亏的 所以 双方只交手半斩茶的功夫 总计不过十几招 他就跳到一边 宣布认输了 出事有十八场比赛 就算输两场也没关系 丁阳作为客亲 并没有想拼死搏杀的意思 每个人的争胜心不一样 有的人拼死 也不肯认输 大多数人都要权衡利弊 像这种级别的出赛 赢一场获得的家族积分狠手 又没有额外的奖励 丁阳性格沉稳 所以 见识不好 便认输了 秦迪轻轻松松 从擂台上走下来 看了看身份令牌 发现获胜之后 才增加了两分 还不如先前 他上交一口四接仙剑呢 在过去五百多年中 他每次上交一口四接仙剑 除了领到仙石之外 还能增加五个积分 上交一口五接仙剑 则增加五十个积分 他先后累计了二百七十五分 再加上这两分 就有二百七十七分了 只要凑够五百分 就能从克兵升为上兵 按照青鸟家的规矩 上兵可以迁入南安城定居 拥有一座宽敞的府邸 南安城的下面 有一条五接仙灵脉 比陶山上的仙气 提升三四倍 而且有了上兵的身份之后 再想拿到仙精和别的仙材 享受的折扣比较多 家族管理制度很详细 资源向着等级高的人清闲 青鸟家的宾客 分成主兵 贵宾 加兵 上兵 客兵 游兵 游兵按照市价获取仙材 无法享受折扣 客兵有10%的折扣 上兵有20%的折扣 加兵有30%的折扣 贵宾有40%的折扣 主兵有50%的折扣 正因为有种种制度的刺激和制约 才能调动这些外来的宾客 为家族做贡献 人为财死后 鸟为食王 除了擒敌这样 自身拥有储备的资源外 很多修士都很穷 为了祭连一口本命仙剑 都要积累数万年的积分 才能获取足够的仙材 而为了获得进阶所需的仙灵脉 还要承接驻守边境的人物 舍生忘死地跟敌人厮杀呢 第628章 烈焰剑爵 在秦迪刚刚登台的时候 台下围观的人群中 也包括卓灵和卓宇 他们奉命过来查看 想知道秦迪的剑法和实力 然而 秦迪轻轻松松地 赢了第一场 使用的剑法 只有一招比较新颖 不在青阳剑爵36时之内 但就因为这一招 让卓灵和卓宇睁大了眼睛 卓灵采用神式传音 姑姑 看来秦主掌握的青阳剑爵 不止36时 他传授给我的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卓宇轻轻点头 那肯定的 没有人会将压箱底的功夫 泄露出去 否则 他还怎么在我们家出人头电 问题 是他到底掌握了多少事 按照太爷爷的说法 青阳剑爵 和我们家传的青鸟剑爵一样 都有72时之多 即便是太爷爷 也只掌握了68时青鸟剑爵 他老人家 一直闭关 不就是为了顿悟最后四世吗 嗯 慢慢数着呗 到目前为止 秦主已经有37时剑爵了 看他后面还有没有 可他的对手太弱了 根本逼迫不出他的剑招 那就挑厉害的对手给他 于是乎 接下来 秦敌遇到的对手 都是天仙巅峰的年轻人 那些人 信心满满不会轻易认输 而且其中少数对手 已经有五阶仙剑 品相虽然不如秦敌拥有的仙剑 但是没有等级境界的鸿沟 可以好好地交手了 秦敌贤待在擂台上的时间太长 干脆趁着比赛的间歇 回到陶山仙王洞天 从五行展中 取出一朵五阶上品的火焰 重新回来比试 在他的体内洞天中 南越横山之上 还有一朵六阶的本命仙火呢 因为等级太高了 而且带有自身的特色 是他独门的春秋圣火 他不想展示在人前 所以才另外 取了一朵五阶仙火御敌 等他再次登台的时候 剑法一变 从青阳剑绝 变成了烈焰剑绝 一朵鲜火出现在剑端 放出数百丈长的火苗 他的对手 在火焰逼迫之下 不得不认输 卓琳和卓宇看呆了 姑姑 没想到 秦竹还有这一手 难道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吗 他跟我说 自己五行间修 已经展示出金修和火修的法术 看样子 他没骗人 依我看 他施展的烈焰剑绝 不在青阳剑绝之下 这门剑术 据说出自赤地宫 知道的人虽然很多 但是精通的人比较少 我看他已经融会贯通了 所以才敢拿出来对敌 可是 我们要看的是青阳剑绝 不是吗 不管了 我们先要了解他的实力 然后再说青阳剑绝的事 炼器仙师大多是火修 这一点并不奇怪 他既然能铸造五阶仙剑 便可能拥有五阶仙火 这不令人惊奇 不过 他凭什么敢接下家族任务 说自己能铸造六阶仙剑呢 是啊 他不会是吹牛吧 到时候完不成任务 岂不是让二爷失望 他们不晓得的是 擎敌注剑靠的是炼心之法 这门心法出自精神入收 也是白帝宫的核心不传秘术 并不需要高阶仙火 有仙火固然可以加速注剑 没有仙火也无所谓 炼心之法 原本是精神入收 从巨大的星辰中 抽提仙金的秘法 每一颗星辰都有五行材料 精神直接伸手一抓 就能抓出金属 然后经过祭炼 能得到九阶仙金 秦迪当年用这种法门 一口气铸造数百口神剑 所谓神剑是指超越九阶的仙剑 还分成混沌神器 和天地玄黄五级 要想得到神剑 单凭炼心之法还不行 还要有五行神雷的配合 他现在功力不足 最多只能铸造七阶仙剑 五行神雷也只能施展出一小半 距离大城还远得很呢 随后 秦迪靠着烈焰剑绝 连续赢了许多场次 卓灵月看月吃惊 姑姑 秦竹弃金保持不败 她作为助剑师 怎么可能连战连胜啊 这种事你以前见过吗 而且 她身上的金甲很光洁 连一点划痕都没有留下 卓宇道 你只看见她施展烈焰剑绝 没看见她的步伐 有多么灵活 静若楚子 动若脱土 她是天生的剑线 肯定修炼过顺移的法门 跟我们的青鸟身法类似 姑姑 她的排名居于前列 看样子能进复赛了 她才是六阶天仙 连续打败天仙巅峰 说明她有惊人的实力 不单纯是一位助剑师 我现在怀疑 她有什么样厉害的背景 是哪个宗门的精英弟子 阿玲 这人是你从生仙坪招收进来的 你知道她出自下界何处 她说自己来自武林界 另一人九阶天仙换臂 是她的师姐 功力比她高 成绩反而远不如她 这两人出自一个宗门 一个是纯粹的土修 一个是金火双修 差距太大了 姑姑 你去过武林界吗 没有 我作为祖先 因为受天道约束 下去一趟不容易 武林界 只是普通林界中的一个 对应于剑仙界 总共有七十多个类似的灵界 那些灵界的修饰飞升之后 汇聚在这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很早以前 武林界出过一位先王 名叫刘武方 据说也是五行兼修 我现在怀疑 难道秦竹是她的弟子吗 要不然 他怎么如此优异 远超群柴呢 两人看完了秦敌的比赛 然后离开了南安城 回到青鸟仙城 他们将所见所闻 以及自己的猜测 禀报给金仙卓庆 卓庆沉阴片刻 道 刘武方已经死了很多年 就算秦竹是他的徒弟 对于我们青鸟家而言 也不是什么坏事 每一位先王都不简单 说不定留下了厉害的传承 你们多留心情竹就是了 卓庆道 我们观看了他的十八场比试 只见他施展了三十九世青鸟剑爵 还有四十八世烈焰剑爵 似乎他在火修上的功夫 比金修还要强 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应该是五行兼修 可惜他没有在擂台上展示出来 卓庆道 不急 他才来几年啊 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星 他一个六阶天仙 距离金仙十万八千里 难道还能破空 飞走不成 二爷说的没错 从天仙到金仙 隔着两个大境界 十几个小境界 境界要花很长时间 我现在每提升一阶 平均要数万年 这还算快的呢 就算境界金仙 也不适合立即飞升 要不然 我早走了 第六百二十九章 剑爵换九 三个月后 通过出事的天仙 汇聚于青鸟仙城 这一次 只有秦迪一个人前往 幻璧差一点 未能进入复赛 他虽然是九阶天仙 但因为是土修 跟金修比鉴 处于劣势 而且青鸟家的修饰中 处于天仙巅峰的 不乏其人 燕雪和顾如梅等人 也没有钱去观战 因为青鸟仙城 对拿副牌的低阶修饰有限制 要经过申请才能过去 秦迪来到青鸟仙城 受到了卓琳的接待 卓琳在这里有自己的府邸 拿出仙酒 摆下大宴 热情款待秦迪 席间并没有别人 他亲自作陪 给秦迪敬酒 秦先生 你传我的青鸟见诀 可以说价值连城 二爷特意赐下三坛仙酒 让我交给你 这样的仙酒 已经酿造了十万年 喝一杯能增长功力三十年 秦迪喝了一口 赞道 不错 这是正宗的百花酿 选用多种仙草酿制而成 还在仙壤中埋藏了很多年 这样的仙酒 虽然不如仙丹的效力强 但胜在中正平和 不会造成天人武衰 秦府之中 除了秦迪能炼制五六阶的仙丹外 秦红和庄冷 也能炼制三四阶仙丹 按理说 仙丹是不缺的 然而他们炼制的丹药 大部分都用来销售 只有无瑕丹和质宝丹 才留下来自己服用 因为丹药的威力太强 很容易造成偏差 必须小心翼翼的服用 仙酒则不然 每天喝一杯 缓缓提升功力 不会带来洞天世界的震荡 卓林笑语音音说道 秦先生 我知道你掌握的青阳见诀 不止三十六十 我们家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请你将后续的见诀 传给我们 每一世换三坛鲜酒 怎么样 秦迪微微一笑 道 见诀为无价之宝 鲜酒却是能买到的 卓林问道 先生 你有什么需求 都可以说出来 秦迪道 我的功力太低 暂时没有需求 怎么能没有需求呢 你家还有那么多机器 若没有资源 还怎么修炼 你不会不管他们吧 我跟你说过 那些人大多是我的徒弟 不是机器 好吧 不是机器 秦先生 不瞒你说 我家太爷也想让你入赘 你若是愿意的话 可以成为青鸟家的人 我家天仙吉北的女修 有五十多位呢 环肥燕寿 春蓝秋菊 肯定有能讨你喜欢的人 多谢你们的好意 可惜 我没这个心思 秦先生 请你再喝一杯 你或许不晓得 我家有麻烦了 上次监会输了两千多份 丧失两亿多仙实 求你帮帮我们 好不好 卓琳奉命拉拢秦迪 放低身段 笑语奄然 软磨硬泡 想要有所收获 秦迪也借机了解了更多的信息 知道了青鸟家的大致状况 最后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他跟卓琳达成协议 我把所知道的青阳剑爵 都传给你 后面还有十八诗 跟你换五十滩仙酒 外加一批中街仙草 卓琳大喜 如果能掌握五十四诗青阳剑爵 就能大幅提升青鸟剑爵的威力 至于说 后面还有没有更多的剑爵 他相信对方应该还有 那就一点点往外击呗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多花点心思 不幸挤不出来 而对于秦迪而言 这些剑爵都属于细枝末节 他真正的功夫 是改良版的诸仙剑阵 其余的青阳剑爵 云阳剑爵 惊天剑爵 青鸟剑爵 烈焰剑爵 青木剑爵 太白剑爵 玄武剑爵 烈焰剑爵 雾土剑爵 还有三才剑阵 五行剑阵 七星剑阵 九宫剑阵 周天剑阵等等 那都是基础剑爵而已 这种剑爵要多少有多少 如果能换来仙酒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中也包括青鸟剑爵 他不介意传给对方后面几事 问题是他现在不能提 否则对方可能会跳起来跟他拼命 打个比分 某人辛辛苦苦搜集一辈子 最终得到两件古董 正德炉 可是某一天去你家一看 发现你屋里堆了几百件正德炉 而且每一件都是精品 你让人家心里怎么想 羡慕极度恨 自然是免不了的 说不定会灭你满门 抢走所有的宝贝 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 但凡涉及到对方的核心传承 最好悠着点别乱说 因此之故 秦敌只能一点点吊着对方 先用十八式青鸟剑爵 来兑换仙酒和仙草 他在青鸟仙城待了两个多月 一面传授剑爵 一面参加比试 从周遭四个仙城过来的八百位天仙 再加上居住在青鸟仙城的卓家人 以及七十二封主兵推荐的人 总共一千一百位天仙 汇聚在一起比试 总共十个擂台 每个人登场十次 最后算总的积分 秦敌靠着一口五阶仙剑 加上五阶巅峰的仙火 轻轻松松赢下来 比赛过程乏善可陈 因为这不是他的真正实力 他如果放出四口七阶本命仙剑 大概连二阶金仙卓庆都能斩杀 其中有几场比试 卓庆隔着老远亲自观看 他看见擂台上的秦敌穿着金甲 靠着仙剑和仙火猛打猛冲 根本看不出太多的战术和隐藏实力 包括步伐也没有让他感到惊奇 因为秦敌知道有人看 所以故意藏桌了 等到天仙阶层的比试结束后 紧接着便是祖先阶层的比试 经过两个多月的比试 最后挑选出十位祖先和一百位天仙 这些人每人奖励三百积分 还有一批仙石和仙丹 算是青鸟家精选的高手 回去修炼准备两千年后的建会 秦敌带着仙九和仙草回到陶山 将仙九拿给秦汉城 秦汉旭 秦灵 秦月这些人 他们的功力增长较慢 有了仙九能加速修行 至于说 燕雪 顾如梅 顾如虎 庄冷 霍香 李秋水 他们用不着饮用仙九 直接去五行展中 艰苦修行就对了 秦敌看了看身份令牌 发现自己的积分 已经达到七百多份了 等级从克兵提升到上兵 于是便前往南安城 南安城中 有几千座府邸 有资格住在这里的人 都至少有上兵的身份 城主府位于北城 城主名叫卓云 功力不高 才只是四阶祖先 但他的辈分比较高 跟卓庆同辈 属于青鸟家第三代 第六百三十章 再开宜然阁 秦敌走进城主府的招待室 负责接待他的乃是卓云的机械 名叫罗胡 容貌明艳 面带笑容 查看了他的令牌 笑道 恭喜秦先生 您已经成为青鸟家的上兵 从今以后 不管领取什么材料 都可以享受八折的优惠 您可以在南安城拥有一座宅院 而且鉴于您是炼气仙师 还可以在新龙街拥有一座门店 具体的位置您可以自己挑选 罗胡领他来到一个巨大的地图跟前 笑道 南安城纵横四十里 总共三千座府邸 其中五百座还空着 商业街只有一条 从东到西 长约十余里 店铺有大有小 家族赐给你的府邸是免费的 但是店铺不能免费 需要你支付租金 跟店铺的大小和位置有关系 但凡图上有标记的 都已经被人占据了 秦敌宁神看了看地图 发现上面有很多标记 都是名字和编号 看上去跟身份令牌相关 他开口问道 我在这里挑选了府邸 能不能暂时保留陶山的住址 因为我家里人口比较多 这边的府邸略显窄小 有些住不开 我想将一半人留在陶山 罗胡笑道 当然可以 但您要每年缴纳五百先十的租金 这只是象征性的税金 对您来说毫无压力 您刚来这里数百年 就积攒了七百多积分 很是了不起啊 您或许还不晓得 秦鸟家的积分 一分能换一万先十 你只要放出风声 就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 求着您兑换呢 秦敌问 如何才能完成积分兑换 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您只要将两个身份令牌 相互碰触 就可以通过神识转移积分了 副牌也可以吗 可以 新龙街有百来家店铺 里面的店员大都手持副牌 他们的主人忙着修炼 很少出现在店里 如果副牌无法交易 那就太麻烦了 秦敌从地图上 挑选了一处位于成东的宅院 然后在新龙街的东头 挑选了一家店铺 罗胡说道 这家店铺的铺面很大 然而位置太偏了 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秦敌摇摇头 这些店铺的顾客 并非常助于南安城的这些人 而是住在周围数千里内的修室 那些人偶尔来城里一趟 总要走完整条长街 因此 店铺的位置并不重要 有没有好的商品更重要 俗话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吗 秦先生 你准备开卖仙剑吗 那也用不了这么大的店铺啊 我想开杂货破 秦敌拿到府邸和店铺的钥匙 便离开了城主府 随后他派张乃锦领着一帮人 将宜然阁重新开起来 再让秦红和秦英 前往心府底坐镇 朱婉和秦灵 在宜然阁开辟了灵医馆 他们已经进阶灵仙了 医术大有提高 病人主要是灵仙 和更低阶的修士 见仙界只有天仙以上的修士 才能拥有独立的令牌 但天仙和祖先有家人 有奴仆 所以 灵医馆并不缺少病人 尤其是那些陷入天仁武衰的家伙 浑身疼痛难忍 而灵医馆则推出了 第一阶道藏单 能够减低病痛 这些第一阶道藏单 乃是由庄冷 秦汉城 秦汉序和文祥 联手练制的 有时候 燕雪和顾如梅也会帮忙 要想练制道藏单 首先要学习纤文 了解大道法则 掌握大道模型 秦府有不少人 学会了五六万纤文 其中少数人 掌握了八万纤文 因此 秦笛将制作大道模型的方法 传给他们 并且亲手制作了 金木水活土五行大道树 每一株大道树 都有三千个枝丫和树根 代表着三千大道 他把这五棵树 放在先王洞天中 然后让众人对着树 构建类似的大道模型 众人限于功力 和对大道的理解 都只能模拟出一部分枝丫 然而按照秦笛的说法 只要拥有三百个枝丫 就能以其为核心 熔炼为低阶大道丹了 具体炼丹的过程 由装冷来负责 而大道模型 则由众人分开制备 所以 每一颗大道丹 都有所不同 品级和功效 参差不齐 有的拥有三百条大道 有的拥有五百条大道 有的拥有八百条大道 一旦超过一千条大道 那就算高阶 道藏丹 对于祖先级别的天人武衰 也能部分缓解 这些大道丹一部分 搁在宜然阁中销售 一部分作为药品 由朱婉和秦琳 在接触患者的时候卖出去 渐渐地打响了知名度 来购买的人逐渐增多起来 与此同时 装冷 货香 李秋水和王眼 还分别炼制了丹 气 符 震 通过宜然阁对外销售 如此以来 秦符开始正常运作 仿佛吸睛怪兽一样 不但获取仙实和仙才 而且连带着大幅提升 秦笛的积分 因为众人手里的副牌 是跟秦笛手里的主牌 连通的 每隔一段时间 众人将积分转给秦笛 让他的积分 蹭蹭往上涨 而作为偌大的青鸟世家 自然有人监管积分变化 负责这件事的人 乃是卓明 卓明乃是老祖卓英的次子 是卓庆的叔叔 辈分很高 然而很多年前受过伤 一直未能摆脱天人武衰的威胁 他的功力陷入停滞状态 每天都觉得浑身酸痛 然而他挣扎着 不肯躺入兵关 还能像凡人一样 在外面行走 他每天都要看一眼家族积分 将其中变化显著的人物标出来 提醒家族重点关注 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是普通的修士 想得到积分并不容易 有些人在外面驻守千年 也不过增长十个 或者二十个积分 作为刚进来的客兵 要想提升到上兵 往往需要数万年光阴 可是有个叫秦竹的家伙 才近来几百年 就成为上兵了 而且 此人的积分还在急剧上涨 这可是从未见过的奇迹啊 因此 他专门叮嘱自己的儿子 南安城主卓云 详细调查这件事 不久卓云禀报 爹 秦家开了一家店铺 名叫宜然阁 对外销售单 契 符 镇 他们推出的物品档次并不高 只有一种丹药最有名 换作到藏丹 能够缓解天人武衰 第631章 丹葬大盗 卓鸣微微皱眉 道 我已经吃过好些没类似的丹药 大部分都没有效果 秦家推出的盗葬丹 效力究竟怎样 卓云道 不好说 有的人吃了豁然而愈 有的人吃了效果不明星 我仔细调查过 秦家一年能推出50颗盗葬丹 每一颗能换取两三个积分 其中一半的丹药有显著疗效 不能说他们全是骗子 咦 只要两三个积分吗 怎么卖这么便宜 我以前吃的盗葬丹 都是从外面买的 每颗要百万鲜石呢 我去问了店主 那人叫张乃景 才只是初阶灵仙 乃是秦竹的姐夫 他说 这些盗葬丹都是自家炼制的 内涵的大盗法则 参差不齐 有的档次较低 只对地仙有效 有的档次稍高 对于灵仙和天仙有效果 只有极少数对祖先有效 而且还要结合每个人的情况 修炼的盗法不一样 缺失的法则也不一样 吞下盗葬丹后 能不能发挥效果 结果很难说 卓明叹了口气 道 这话倒是没错 我以前去看过几次先一 那些人都提到大盗法则 然而都说不出所以然 卓云道 第一 我从一然格中 买了一颗最贵的盗葬丹 花了十个积分 据说这梅道葬丹 内涵两千大道 效果非常好 对于高阶祖先也应该有效 卓明眼前一亮 是吗 这样的丹药 是谁炼制出来的 我没问出来 人家说是偶然得到的 只有这么一颗 实际上 这梅丹药的内核 是由雷仙云炼制的 它毕竟是金仙 学了仙闻之后 对照着大道术 很容易构建出 比较复杂的模型 而燕雪和顾如梅等人 就算掌握了八万仙闻 但因为功力不足 没办法将其柔和在一起 卓明接过拳头大的丹药 问道 这不会是毒药吧 卓云盲道 爹 你放心 秦家人尽在掌握中 他们怎么敢献上毒药呢 就算他是死奸 又怎会带着家人一起送死 卓明心里明白 这不可能是毒药 因为他算是家族废人 就算有敌对势力进来 也不会投毒于他 毒死他没有意义 于是他张嘴 把丹药吞了下去 丹药进入丹田 一入洞天之中 猛然弹开来 化作一棵大稻树 总共两千个枝丫和树根 闪闪放光 生机勃勃 带动整个洞天起死回生 仿佛一瞬间 严寒过去 进入温序的春天 卓明精神大震 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 天可连剑 我已经有一百多万年 没有这种充满生机的感觉了 我好像重新活了过来一样 不晓得这种感觉 能持续多久 如果能一直延续下去就好了 卓明教导 爹 我拿到到葬单的时候 附带着还有一个小册子 店主说 让你闭关参详 有可能将丹药的疗效固定下来 什么样的小册子 拿来我看 诺 就那么几十页 用的是普通的桑皮纸 不出千年就化了 啊 这是仙文 怎么能写在桑皮纸上 我数数 总共五十页 每页 有四十个仙文 下面的注视这么小 几乎看不清 卓明一面抱怨 一面阅读上面的字迹 才读了不到半夜 他猛然惊醒 不得了 这才是救命良药啊 阿云 你去把江先生请过来 你是说 主兵 江宁 对 他是我们供奉的仙文大师 请他来帮我解析仙文 我自己看不懂 瞎琢磨 容易出错 是 我这就去请 不久 一位身穿长袍的中年人 出现在卓明府中 此人名叫江宁 公立为四阶祖先 出自仙文阁 仙文阁 在建仙界化整为零 在每个宗门和世家都有人 卓明客气地说道 江先生 你帮我看看这个小册子 能否将上面的仙文传授于我 江宁看了一眼 忍不住嗤之以鼻 仙文分成八大境界 但凡写在桑皮之上 肯定是刚刚入门的级别 如果是登堂入室的层次 必须使用符纸来书写 一面说着 他伸手去摸小册子 卓明却道 江先生 你小心些 这关系到我的性命 千万别弄坏了 江宁文言一致 轻手轻脚地拿起小册子 皱着眉头阅读了片刻 道 不对劲 这不是正统的仙文 读起来像是歪门邪道 这上面的仙文事业 跟我所学不一样 怎么会呢 有多大差别 多的地方差了三成 啊 你说这仙文是假的 半真半假 其中有很多谬误 不可能 我体内有一棵大倒树 此刻正在闪闪放光 大倒树 那是什么东西 江宁压根没听说过 像这种大道模型 只有仙文革的敌传弟子才知道 即使是金仙界 都未必有这种人 江宁不晓得很正常 卓明深吸一口气 道 江先生 你能否帮我原封不动地抄路一遍 将其抄写在金箔上 然而再一点点讲给我听 江宁道 抄写没问题 可我不能传授谬误 卓明摆了摆手 先抄写 然后再说是否谬误 你只管讲 我会自己判断对错 如果没有吞服到藏丹 他也就相信江宁的说法了 可是 此刻他感觉变体舒畅 对炼制到藏丹的人 佩服得五体投地 自然不肯相信江宁的话 于是 江宁花了两天的功夫抄写 等他抄完之后 探见金箔上雾气蒸腾 比平素书写鲜文喷发的雾气 高出两三丈 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不已 怪事 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不是邪魔外道 还是说到高一尺 磨高一丈 自此之后 两个人开始研究鲜文 一年年过去 卓明的洞天法则一点点完善 两个甲子之后 他惊喜地发现 停顿多年的功力 竟然有了提升的迹象 这让他欣喜若狂 急忙传音将金箴卓庆请过来 卓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的天然武帅 好像已经渡过去了 卓庆大喜 是吗 小说 你经历了什么事 卓明便将盗葬单和小册子 讲给他听 卓庆文言很是惊讶 这位秦竹还真不简单呢 他的家人之中 竟然有人 能炼制这种高明的丹药 还有人懂得高深的鲜文大道 难不成他家里 潜藏着厉害的人物 可是为什么要隐藏呢 卓明道 不要管他 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地方 我们只要盯住他就行了 他留在青鸟家 对我们有好处 他还答应千年之内 帮我住一口六街仙剑呢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另外 他传给卓陵五十四世青云剑诀 我琢磨了两个甲子 发现这种剑术 能弥补青鸟剑诀的不足 将我的杀伐实力提升两三成 我已经吩咐所有的家人 学习青阳剑诀 预计在下次见会上 将大放光彩 这是好事啊 如果擎竹献上六街仙剑 你不能吝啬对他的奖赏 我晓得 那是应该的 第六百三十二章 仙剑经 这个时候 大阵笼罩的桃山之上 仙王洞天的深处 燕雪正在闭关静接天仙 秦敌亲自为他护法 历时一百五十年 终于完成了突破 刚刚突破的燕雪 心情激动 这代表了生命层次的提升 不但杀伐实力增强数倍 而且受限延长到三千万年 近乎于天地同寿了 他望着秦敌 奄然笑道 先生 要是搁在地球上 从二十世纪往前算 三千万年前 有没有恐龙啊 秦敌微微一笑 道 恐龙在六千万年前就灭绝了 啊 还是看不到恐龙 既然你已经进阶天仙 自今日起 我传你时空大道 将来有一天 还能回到你想去的时代 我想去民国时代再看一眼 不晓得有没有可能 看一眼未尝不可 然而却如镜花水月 只能看不能动 一动就化作泡影 怎么会这样呢 那说明 你传的时空大道不灵吗 时空大道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大道 我虽然掌握许多大道 但关于这部分内容 还有缺陷 否则 当年我在抗战年代 早就大杀四方了 又怎么会谨小顺微 活得像乌龟一样 先生 怎么才能补足大道呢 你才掌握八万五千仙文 连我编转的 仙文汇翠 还没有完全掌握 后面还有三十多万仙文 等你学权了 再谈登峰造极的事 哦 我明白了 燕雪忍不住苦笑 燕雪出关不久 没过一百年 顾如梅也开始闭关了 由燕雪为他护法 随后又过了一百七十年 顾如梅才完成突破 进阶天仙 而这时 秦敌已经到了天仙第七重 距离约定交剑的千年时间不远了 他前往仲剑峰 查看自己以前铸造的仙剑 此前为了加速仙剑的成长 他把金风掌戈在仲剑峰的边上 金风吹拂 仙剑得到洗礼 品级一点点提升 剑铃越来越成熟 他取下一口六阶巅峰的仙剑 还有一口七阶下品的仙剑 再加上三口五阶巅峰的仙剑 这都是他前次铸剑时炼制的 成行还不到一千年 他把这些剑包裹在一起 准备交上去 按理说 秦敌只要上交一口六阶仙剑就够了 但他心里很清楚 即便有六阶仙剑 浊庆跟人交手 还可能会输 因为浊庆只是二阶金仙 别的门派有五阶 六阶 七阶 八阶金仙 进阶差一大截 每人都有六阶仙剑 浊庆并没有优势 如果有一口七阶下品的仙剑 那就不一样了 至少能赢下大部分战斗 俗话说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秦敌既然投奔青鸟家 一段时间内合作共融 帮家族就等于帮他自己 只要青鸟家别把他卖了就行 而他因为桃山上有雷仙云的存在 所以并不怕浊庆翻脸不认人 他觉得线上几口仙剑 跟线上完整的青鸟剑爵不一样 浊庆不会害怕 他拥有七阶仙剑 因为功利进阶差太远了 却可能对拥有完整青鸟剑爵的人下毒手 毕竟是家传心法 怎么能流落到外人手里 因此 秦敌将五口剑包裹得严严实实 拿到南安城主府 对负责接待的罗胡道 这是我铸造的高阶仙剑 仙剑有灵 你莫要打开查看 免得生出事端 罗胡文言一惊 道 我知道了 这就交给城主 秦敌又叮嘱道 你跟城主说 让他直接交到金仙手里 千万不要偷偷查看 否则被仙剑所伤 我承担不及 罗胡用力点头 嗯 我记住了 随后秦敌转身离开 罗胡将仙剑交给罗云 罗云犹豫片刻 最终没敢打开桥一眼 而是直接通过传送阵 抵达青鸟仙城 将包裹递给了卓庆 那位秦竹神神秘秘 交上来几口剑 却不准我看一眼 也不知道为什么 卓庆笑道 新著的高阶仙剑 因为还没有认住 性子难以捉摸 搞不好会伤人 他把包裹打开 剑里面有五口剑 其中两口贴着仙副 其余没有贴服的 乃是五阶上品的仙剑 他定睛看向那两口 贴了仙副的宝剑 一瞬间 眼睛瞪得溜圆 倒吸一口冷气 一 这口剑为六阶上品 而这一口 竟然超越了六阶 达到了七阶下品 天哪 若没有仙副 连我都把持不住 他可能破空飞走 没想到 秦竹铸剑的实力 如此强悍 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我当初让他铸剑 本想碰碰运气而已 结果 他竟然成功了 这难道是天意吗 我们青鸟家要发达了 罗云吃了一惊 破空飞走 怪不得秦竹不让我打开包裹呢 卓庆双手各握着一口仙剑 连剑上的仙服都没有接下来 心中激动 双手微微颤抖 宝 等我收服这两口剑后 就算遇到中阶金仙 也可以战而胜之 另外 三口五阶仙剑 也都是难得的好剑 你把它们交给卓星 卓燕和卓宇 罗云点头道 是 卓庆又道 提升秦竹的身份为主兵 让他从空置的七十二峰中挑选一座 允许他招收一百名弟子 五百名仆人和婢女 我知道了 等一下就去安排 我要闭关十年 收服这两口仙剑 这期间 让家里的人小心一些 嗯 青鸟仙城有护法大阵 随时都可以张开 四大卫安城 也早都准备好了 卓庆仔细叮嘱了一番 然后挥手让卓云离开 卓云返回南安城 派人去请秦迪 秦迪很快来到城主府 受到卓云的热情款待 卓云笑容满面 道 恭喜秦先生 从今以后 你就是青鸟家的主兵了 所谓主兵 是说兵制如归的意思 拥有的地位跟主人差不多 请你跟我走 我带你去挑选一座仙山 不瞒你说 我家老祖刚来建仙界时 便施展大手笔 建立了72座仙山 这些仙山都是给主兵预留的 然而时间过去两百万年 迄今只有二十位主兵 剩下的仙山还空着呢 请敌问 请问城主 仙山上有什么好东西 卓云道 每一座仙山之中 都有一条五阶仙灵脉 可以让你一路修炼到祖仙巅峰 甚至有希望突破到惊仙境界 山腰开辟了仙田 栽种了不少的灵芝仙草 有的已经生长了百万年 其中不乏四五的街仙草 山上还有一些仙树 天池 深潭 内有仙水 培养了仙街灵鱼 除此之外 有的仙山上还有仙晶 有的仙山上有仙火 每座仙山都不一样 这需要你自己挑选 你说的仙山究竟有多大 如果跟桃山差不多 我也就懒得搬迁了 仙山占地两三百里 主峰高千刃 侧峰各有洞天 有仙鹤飞舞 百鸟聚集 每座仙山至少能容纳一千位修士 秦先生 您作为主兵 可以招收一百名弟子 五百名奴仆和婢女 这些人可以从奴隶中挑选 也可以从别家持有副牌的人中选择 青鸟家还有奴隶吗 有啊 战事连绵不绝 捉来的天仙变成了奴隶 有些奴隶还把家人带来了 这些仙山都位于何处 南安城周围有没有 有 从南安城往北两千里 有一座万花峰 属于七十二座仙山之一 要不然我带你去看看 好 那就去看看 对于天仙而言 两千里算是近在咫尺 两人很快抵达万花峰 放眼望去 万花峰上 楼阁重重 百花盛开 岔子烟红 一座主峰 高耸入云 四座侧峰 峰顶和山腰开辟了仙田 其余大部分地方 则被鲜花绿树覆盖 情敌纵身落在主峰之巅 清风袭袭 白云环绕在身侧 他抬头望向天空 视线突破几块云朵 再往上则是蔚蓝的苍穹 他眯起眼睛看着虚空 隐约看到 紫青之气 飘忽不定 这让他精神大振 暗道 没想到 剑仙剑 还有紫青仙气 这种仙气 能大大加速修炼进城 就冲这一点 我也该将万花峰拿下来 卓云在旁边介绍到 此山名叫万花峰 其实有三百多种花 这些花是前人栽培的 多年以前 有一位出自万花门的仙子 曾经在这里住了十几万年 他酿的百花酒很有名 靠着百花酒成为主兵 可惜 他后来陷入了天人武衰 秦迪问 此人还活着吗 还在宾馆里躺着呢 他是什么功力竞俭 大概卡在五阶祖先了 秦先生 你若有上等的盗藏单 让他起死回生的话 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百花酿了 秦迪微笑道 你这个提议很有意思 等我安顿下来 再考虑这件事 此人叫什么名字 卓云道 他叫中花娘 南安城有一个地下兵教 存放了大量的兵关 你若想救他 可以去那里找 秦迪从主封下来 在四大侧封和山谷间巡视 他发现 山上有很多的亭台楼阁 还有一些幽深的洞府 山腰有八百亩五阶仙田 两千多亩四阶仙田 仙田中长满了灵芝仙草 山谷中有一片湖泊 里面有三四阶的仙水 生长着许多的仙灵鱼 其余大片的地方 长满了仙花绿树 多种鸟飞来飞去 其中有仙鹤 还有一种绿色的飞鸟 秦迪定睛看去 发现那些绿色的飞鸟 便是青鸟 跟青鸟家的青鸟一个意思 青鸟是一种飞得很快的仙鸟 希望姆拿它做信使 可以穿梭时空 将信送到很远的地方 可惜 眼前这些青鸟 等级最高的 只有仙阶二品 如果能培养成神鸟的话 或许能飞上大罗舰 直接飞去另外一个宇宙 秦迪看了一圈 冲着卓云点头 很好 我喜欢这里 准备江家搬过来 卓云笑道 此处距离南安城不远 以后 我会经常过来请教 秦先生 你若想招收弟子和奴仆 可以去南安城贴告示 也可以去见奴谷 挑选奴婢 见奴谷 位于南安城的西边 那里有人把守 有大阵封锁 你可以凭着身份令牌前去 好 我明白了 卓云飞回南安城 秦迪则回到桃山 接下来便是搬家 秦家大部分人员 除了一部分住在城里的人外 其余的人连同幻壁 幻雄 幻沙 都搬到万花峰 桃山则直接放弃了 秦迪在万花峰上 重新布置了仙镇 笼罩了一部分山峰 将仙宫和仙王洞天 取出来 那些仙田和湖泊 都位于大阵之外 他并不需要从外界 招收弟子和奴仆 迄今为止 在仙王洞天中 还有数万名五行门的后人呢 其中有不少的不须和道修士 但是并没有帝仙出现 因为秦迪没有传授 他们进阶帝仙的心法 他让秦山进入洞天 挑选三十位年轻人带出来 让他们去看管仙田 秦山挑选了十五位少年 还有十五位少女 功力都在不须层次 秦山已经是十阶帝仙了 奉命传授他们功法 并且监管他们的工作 这一天 秦迪来到南安城 在卓云的机械罗湖的陪同下 走入城主府的地下 找到兵教的入口 罗湖在前面领路 一面走一面道 秦先生 请跟我来 这座兵教规模很大 总共五百个兵士 每个兵士放着六个兵官 有接近三千位修士 躺在兵官中 秦迪感到有些惊讶 这么多 兵官中没有龙穴石吧 没有龙穴石 只有寒冰石 寒冰石的效果差了点 没办法 青鸟家买不起那么多龙穴石 不过 钟花娘的兵官里有龙穴石 因为她曾经是青鸟家的主兵 穿过阴森幽暗的走廊 走过一间间兵士 罗湖走进一个房间 里面只有一个兵官 罗湖道 因为花娘是主兵 所以单独占据一间兵士 她躺在这里 已经有十五万年了 不晓得还能不能唤醒 她轻轻拍打兵官 低声呼唤道 花娘 有人来看你了 听了好大一会儿 兵官里才有低雅的声音传出来 谁来看我 是我的徒弟吗 罗湖道 不是 这有一位秦先生 乃是新晋的主兵 专程来看你 想请你出山酿酒 我都这样子了 连洞都动不了 还怎么酿酒啊 她想要我的酿酒方子 我可不舍得交出去 就让我带入坟墓里吧 秦敌陈生道 中花娘 我是秦竹 带来一颗倒葬丹 能让你起死回生 等你好了 再帮我酿酒如何 倒葬丹 我先前也吃过两颗 并没有什么用处 试试看嘛 就算治不好 也没有坏处 若真能治好 我帮你酿酒便是 反正是将死之人 如果能从冰棺里出来 那倒是天意了 那我揭开棺盖了 可以吗 你揭开一条缝 把丹药丢进来 秦敌一言而行 将丹药丢进冰棺中 第634章 中花娘 随后过了好大一阵子 冰棺里寂静无声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 才传来咯咯的声响 冰棺开始震动 接着震动越来越剧烈 连整个兵士都跟着摇晃 等到两个时辰过去 震动逐渐平息 然后就听见咔嚓一声响 棺盖打开了 一个头上插满珠花 身上洒满干枯花朵的女子坐起来 她看上去就像凡人的三十岁 面色白中泛青 眉如翠雨 容貌消瘦 两只手干枯 好像鸡爪子一样 好在眼神还显得灵动 她上下打量着秦敌 道 秦先生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竟然成为主兵了 而且还有这么好的盗葬单 真是不简单啊 我烫得太久了 一时半会儿之间 无法彻底复原 大概有等一个夹子 才能帮你酿酒 秦敌笑道 中花娘 你能走动吗 若是能走 我带你回万花峰疗养 能走 却无法飞行 我带你过去 秦敌对罗湖道了声线 然后带着中花娘 飞回万花峰 万花峰的几个侧峰 都建有宫殿 中花娘住在了西侧的山峰 她看着满山 岔子烟红的花朵 深深地叹了口气 道 我以为再也回不来了 没想到还有机会 回来看一眼 这些花都是我亲手栽种的 当年我有一百个弟子 还有五百位奴仆 现如今都成了过眼烟雨 秦敌道 主风被我占了 你不介意吧 中花娘苦笑道 我能坐在这里 自由地呼吸仙气 就已经很满意了 不敢奢望 占据整座山 我听说 到藏丹的效力 只有一万年 一万年后 我还要躺回冰关里去 对不对 秦敌道 我有办法将你的病 彻底治愈 你还能重塑洞天 延续以前的先路 但你也知道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中花娘能成为五阶祖先 也是久经考验的女修 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他望着秦敌道 如果我真能痊愈 愿意发下天道誓言 从今以后 义父于先生 以您马首是瞻 秦敌点点头 那就说定了 你先恢复体力 等到一甲子之后 我再告诉你治疗的方法 随后 他吩咐秦山 拨一位五行门的少女 去伺候中花娘 时光匆匆 转眼过去一个甲子 这一天 燕雪带着文若来到西风 给中花娘带来一册金书 这册金书总共有十页 每打开一页 便有一株大稻树 从金书上耸立起来 看上去活灵活现 就像真的仙树一样 燕雪报了自己的名字 道 这是先生亲手书写的金书 每一页蕴含一千大稻 总共有一万大稻 其中以木系为主 土系和水系为辅 这位文若姑娘乃是鲜文大师 以后由她来为你讲解道法 中花娘看着大稻树呆住了 过了许久才醒过神来 太感谢你们了 是不是学会这些道法 就能度过天人武衰了 燕雪笑道 不单能度过天人武衰 还能助你进阶金县呢 啊 我还有希望进阶金县 那是我多年前的梦想 现如今不敢奢望了 慢慢来 水到渠成嘛 燕姑娘 你看着好年轻啊 修到多少年了 呵呵 这可是秘密 我看你身上生机勃发 应该不到十万岁 对吗 你猜对了 秦先生今年多少岁 他比我大几岁 道葬丹是他炼制的吗 还有这经书 也是他书写的 这么说 他是先文大宗师 中花娘 你别问太多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很多东西 慢慢就明白了 好吧 那我不问了 请文若姑娘细心教我 我已经制作了少许百花酿 刚开始酒味很淡 可以当作饮料 我请你们品茶 中花娘吩咐 来自五行门的少女 普清拿来百花饮 请燕雪和文若饮用 燕雪喝了一口 忍不住赞不绝口 好东西 凝结百花之精华 能提升功力 加速修行 而且口感很好 太难得了 文若也跟着点头 她的功力进展较慢 才是临先第五重 已经被燕雪 远远地甩开了 因此 对这种能提升功力的先饮 很感兴趣 中花娘历练丰富 等到燕雪离去后 她对文若笑语相迎 介意了解秦府的情况 文若也不是傻子 但她喝了百花饮 整个人头重脚轻 心里放开了束缚 你问秦先生啊 她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我和爷爷跟着她数千年 至今都捉摸不透 她究竟是怎样的人 她像微微高山 让人看不清有多高 她像深邃的湖泊 让人看不透有多深 她究竟有什么长处 她几乎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她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佩服的五体头地 我和爷爷出自先文阁 可是我们的先文造诣 跟秦先生一比 就像蚂蚁比大象一样 又像青蛙呆在井底 不知道天有多大 秦先生编写了一套 先文汇翠 内容浩如烟海 我奉命过来给你讲解 所有观点都出自那套经典 哦 原来她真是先文大宗师啊 非指如此 在非生剑先界之前 秦先生曾经隔着五百里 一剑射杀了二阶祖先 咦 真的吗 这么说 她的杀手锏是先剑 我 我不能多说 喝醉了 中花娘 你别再问了 你只要想想 秦先生带着我们这些人 才来青鸟家千余年 就从客兵超越加兵 上兵 贵兵而变成主兵 就可以想象她的非同凡响 中花娘文言点点头 果然不再往下问 她心里很清楚 自己当年靠着百花酿 再加上先锋王将 花了十万年的时间 才凑够积分成为主兵 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不然 青鸟家也不会迄今为止 才只有二十位主兵了 她想起自己昔日的先锋王 不觉叹了口气 当年陷入天人武衰时 她将先锋王献给青鸟家了 如今还怎么开口要回来呢 另外还有一只先锋王 她交给了自己的徒弟 然而那个徒弟 已经多年有无音讯 也不知道是死了 还是将她这个师父忘记了 俗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是徒弟呢 可是她想起来就觉得心中不爽 自从陷入天人武衰后 人走茶凉 她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谁还记得她曾经是青鸟家的主兵呢 而且她现在连那块代表主兵的令牌 也被收走了 换来青鸟家将她放入龙穴宾关中 照顾到死 她起死回生 从宾关中出来 如今相当于一个素人 连身份令牌都没有 以往的积分也都没有了 这也不能说 青鸟家带人刻薄 原因是 即便中花娘服用了道藏丹 暂时从宾关里爬出来 也不代表 她就摆脱了天人武衰 大多数人服用道藏丹后 疾病暂时被压制 出来活动几千年 然后又不得不重新躺回宾关里去 她按捺郁闷的心情 跟着文若学习先文大道 随着身体的逐渐好转 洞天内的环境发生质变 心情也变得一点点好起来 匆匆五百年过去 她将一批百花酿献上来 恰好秦敌出关 进阶天仙第八重 她来到西风 看了看中花娘的面色 赞道 你恢复得很好 再有两百年 就能彻底摆脱天人武衰了 中花娘道 多谢秦先生 这些年中 我足不出户 待在万花峰 静心疗养 死气渐去 生气复来 仿佛获得了心生一般 只是心中还有一点牵挂 想请先生帮我的忙 想让我做什么 你说吧 我出自百花门 除了擅长百花酿之外 还擅长养风 我曾经有两只四界的先锋王 一只献给了青鸟家 另一只交给了徒弟黄月 我想请先生帮我查一查 黄月去了哪里 他是否还活着 我想将先锋王要回来 秦敌拥有主兵的令牌 调查这件事比较方便 他传言于卓云 不久得到回复 黄月 女 天仙七阶 于五万年前嫁人 上缴赎金之后 离开青鸟家 转入扶桑家 扶桑家远在东方 距离这里很远 中花娘得知这则信息后 经不住皱眉 我看她得了失心疯 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嫁人呢 哎 看样子 我没法 要回先锋王了 秦敌道 没关系 我家养了一窝蜂 已经培养到仙基二品了 我给你一只母蜂 你从头开始养吧 先生也喜欢养蜂 你养了多少年了 我也记不清 好像超过五千年了 五千年就能达到仙基二品 那算是奇迹 呵呵 我曾经为蜂王开过光 先生说笑了 蜂王怎么开光 我传到万妖心惊的残片 为她打开了噤声的途径 中花娘感到很惊讶 说道万妖心惊 我听说那是妖族通用的心法 很早很早以前 有女娲娘娘在万妖大会上讲述 后来经过口口相传 出现了很多谬误 近乎于失传了 没想到你还有一些残片 秦敌微微一笑 没有多解释 她有整套的万妖心惊 是从女娲娘娘手里得到的 所谓残片乃是虚言 要不然 她怎么精通妖族心法 府中培养了那么多妖羞呢 随后 她让燕雪送来一只母蜂 还有数百只公蜂 中花娘十分欢喜 笑道 有了这些先锋 再加上百花酿 我才算真的活过来 等到冻天修复 我可以重新休闲了 秦敌想了想 道 你所修炼的 是不是青帝百花精 是的 青帝百花精 三十三卷 你学到第几卷了 啊 我只有九卷经文 目前学到第六卷 因为没有良师 自己瞎琢磨 结果陷入困境 趁着今日得闲 我有兴致 为你讲解 青帝百花精 第六卷 中花娘浑身巨震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先生 您也是百花门的人 秦敌微微摇头 我掌握很多传承 都装在我的脑海里 你做好了 平心静气 听我解说 我只讲一个时辰 中花娘赶紧盘膝做好 正心诚意 宁神倾听 青帝闭上眼睛 从脑海深处 抽出一卷内容 开始缓缓解说其中的药益 西年 她有一句分身名叫 秦木 乃是青帝门下 清传弟子 青帝宫有一些精通花木的先王 也就是传说中的花神 她都比较熟悉 也熟悉 青帝百花经 秦敌有着顶接先帝的底子 讲解道法深入浅出 知道哪里是关键 哪里容易犯错 只花了一个时辰 便将关键之处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中花娘 如闻天籁一般 越听越心情激动 到最后坐不住了 干脆改为贵族 差一点就要喊她 师父了 她没敢喊出来 因为即便喊了 对方也未必接受 她得到秦敌的传授 心里已经将其认作师父了 她想起文若所说的话 心里生出同样的感觉 庆幸自己的运气太好了 这正是角处逢生 柳暗花明 有了这样的名师指点 她对未来重新走上先路 恢复了信心 从今以后 我一定跟锦先生 听从先生的吩咐 若有违逆 必遭天前 秦敌将她从冰棺里救出来 乃是看中了她酿造的百花酿 有了百花酿和封王江 至少能加速朱婉 秦汉成 秦灵 秦月等人的修为 双方之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迄今为止 秦敌麾下的门人弟子 还很有信 要想恢复先帝的势力 还需要招收更多的人手 试想 通天教主在紫之崖讲道 红云老祖在火云公不道 红军道祖在紫萧公说法 哪位大帝门下 没有众多的弟子 讲道不得有群先云集一起捧场 原始天尊 还有十二位厉害的门人呢 比如说 广成子 赤金子 太乙真人 玉顶真人 灵宝大法师等等 有誓弟子福其劳 这才是作为顶尖先帝的架势 秦敌要想恢复昔日的荣景 也不能是孤家寡人 收人要收心 在她看来 只花一个时辰 就让中花娘心悦成福 这种事还是可以做的 第635章 龙甘凤胆 青鸟仙城 卓家人都已经学会了54世 青云剑爵 特别是那些各祖先 在庆幸实力增长的同时 又感到有些遗憾 因为他们学到的剑爵并不全 青鸟剑爵和青云剑爵 原本都有72世 然而 青鸟家的剑爵 接近于完全 譬如 金仙卓庆 掌握了68世 祖先卓风 卓雨 卓星等人都掌握了60世左右 而他们学会的青阳剑爵 只有54世 如此以来 有几招无法匹配 所以 心中不无遗憾 对于卓灵这样的天心而言 有54世剑爵 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他掌握的 家传剑爵 也就这么多 至于说 老祖卓英 迄今还在闭关悟道 并不晓得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众人之中 最开心的乃是卓明 因为他度过了天人武衰 又能够继续修炼了 他虽然年龄稍大 乃是家族第二代 但是 祖先的寿缘极长 只要能摆脱天人武衰 慢慢修行 一点点积累 总还有进阶金仙的希望 金仙卓庆收服两口仙剑后 实力增长了许多 因而信心大增 每天笑容满面 这一天 他把家族几个功力较高的祖先叫过来 其中包括跟他平辈的 卓星 卓艳 比他低一倍的卓风 卓雨 以及比他高一辈的卓光 卓明 他作为二阶金仙 需要指点这些人的修为 对他来说 如果这些人中再冒出一位金仙 那将大大减轻他的压力 而且 青鸟家必将大兴 他们修炼的 功法属于精细 原本是白帝宫的一支 进阶的关键在于 熔炼和温养高级仙精 有高级仙精 作为天柱 才能将洞天支撑起来 融合仙精是需要冒风险的 青鸟家拥有一些珍贵的六阶仙精 然而他们修炼的道法太尖色 就像走在狭窄的小路上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要求修士 进阶到祖先巅峰 才能融合仙精 准备进阶 他们并不晓得 这世上还有 另一派修士 譬如秦敌麾下的门人弟子 先修仙文大道法则 走上康庄大道 拥有广阔的仙机 可以提前将高阶仙材融入体内 从而带动修为境界的大幅提升 所谓名师初高徒 若没有名师 普通人只能自己摸索 青鸟家的修士 看不清前面的路 等于摸着石头过河 一点点往前走 所以走得很慢 情敌洞彻万里 领着家人修炼 先掌握大道法则 选了一条宽广的大路 闭着眼睛 都不会掉到沟里去 所以修炼速度很快 等到卓庆指点完了 卓明忽然开口道 趁这个机会 我来说两句 你们知道吗 我能够恢复修为 究竟靠什么呢 卓风道 二爷 您是靠到藏单才复原 这我们都知道 卓明摇头 飞眼 到藏单只相当于要影子 关键在于一本桑皮书 上面有不少的线文 我想告诉大伙 新近的主兵 秦竹 家中可能有一位先文大宗师 比咱们供奉的主兵 江宁还要高明很多 如果我们去万花峰拜访 或许有机会拜见那位宗师 听其一席话 圣读千年书 这件事不可轻乎 卓庆文言点头 二叔 你说得很对 一你看 能否请那位大宗师出来讲道 卓明吸一口气 道 可以试试 但未必能成 卓语却道 我觉得吧 这事该盯紧秦竹 他既然是秦家之主 掌握了主兵的令牌 说明在家里说话好事 而那位大宗师 则是依附于他的 卓庆又一次点头 不错 你把秦竹请来 我跟他聊聊 问他大宗师是什么人 于是不久之后 秦迪便来到青鸟仙城 城里最高大的建筑 乃是青鸟宫 这是金仙卓庆居住的地方 而第一代的老祖卓英 则住在青鸟山的主峰之巅 那里还有一座宫殿 因为大镇环绕 位置太高 处于白云环绕之中 没有人前去打扰 而显得特别清静 卓庆作为青鸟国实质上的国主 为了方便管理 只能住在山脚下的青鸟宫 因为处于青鸟仙城中 而富有人气 秦迪走进青鸟宫 受到卓庆的热情款待 卓庆放下作为金仙的架子 亲自站在门口迎接 秦先生 你是青鸟家的主兵 来到这里 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我为你准备了穷枝玉叶 龙肝凤胆 鲜酒佳酿 共谋一罪 进入宫殿 分兵主落座 四个容貌绝艳的少女 在边上伺候 一道道罕见的美食端上来 秦迪看见所谓穷枝 乃是一种鲜接无品的灵芝 足有持续大小 仙气风盈 吃下去能增长千年功力 所谓玉叶 乃是从仙玉中压榨出来的液体 相当于液化的仙气 吞入腹中 进入洞天之内 可以释放转化为仙气 直接促进功力的提升 所谓龙肝凤胆 并不是真的龙凤内脏 而是两种少见的仙草 一种是龙须草 另一种是仙凤花 每一株都能提升800年功力 鲜酒则是储存更久的百花酿 里面还加了特殊的物品 能大幅补足仙缘力 卓庆自己没怎么动筷子 却殷切地劝秦敌 秦先生 这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 请尽情享用 你还很年轻 惊得起折腾 吃下这些灵芝仙草 对你而言大有弊异 呵呵 我年长一些 不敢大吃大喝 吃多了难以刻画 秦敌心里明白 像这种补品 不是每个人都敢服用的 归根结底 修饰的境界 取决于洞天的构建 能不能构建出完美的洞天 则要靠精妙的法则 和充足的资源 眼前这些灵芝仙草 都属于资源的范畴 卓庆作为青鸟家 实质上的家主 因为洞天法则受到限制 已经不敢胡吃海塞了 吃多了非但不能提升功力 反而可能造成洞天的不稳 作为精仙 虽然摆脱了天人武衰 但不等于从今以后 无灾无病 修仙之路 漫漫无忌 五衰六号 七损八折 后面还有更多的灾难 话虽然这么讲 但只要进阶精仙 就等于跨过了生死大关 在进阶精仙之前 天人武衰能定人生死 成为精仙之后 六号 七损 八折都只能影响精仙的进阶 限制实力的发挥 然而并不能害死精仙 因此 精仙拥有无限长的寿源 第636章 青鸟大盗树 卓庆第一次接见情敌 故意摆出这么多大补之品 实际上相当于一场考验 他想考验情敌的见识 是否明白这番道理 也想看情敌敢不敢吃 吃下去之后 会不会出事 他望着情敌 朗声笑道 说实话 如果是别的主兵过来 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我是为了感谢 你铸造的仙剑 尤其是那一口七阶仙剑 被我收服之后 让我的杀伐实力 提升了一截 而且 刺激我体内的洞天 隐隐触摸到 更高一阶的门槛 所以不能不摆设大雁 好好招待你 秦先生 请不要客气 赶紧动手吧 秦敌微微一笑 便开始不紧不慢地吃喝 他的动天法则 十分完善 吃再多仙草都没事 就算有些仙草药性偏激 回家再练一副仙丹 调整一下就行了 卓庆道 请问秦先生 你住见的神迹学自何人 秦敌信口开河达到 家师欧至子 欧至子 倒是没听说过 他是金仙吗 他曾经是先王 可惜陨落了 一丝元神 转胜于下界 收我为徒 传我助见之法 后来飘然而去 不知何踪 卓庆嘴角微微抽动 你的运气倒好 竟然被先王收为弟子 那么 青阳剑爵 也是他传给你的 是啊 家师是白帝公引传的弟子 他说 自己掌握七十二世 青阳剑爵 可惜陷于我的功力太低 没办法全部传授 因此 我只学了五十四世 太可惜了 这话直接堵住了 潜在的缺口 让卓庆想探寻 后续剑爵的话 也说不出来了 再喝一杯 请问秦先生 你那府中 是否潜藏着一位 鲜文大宗师 那些神奇的道藏丹 是大宗师炼制的吗 我不太明白 怎么才算鲜文大宗师 按照建仙界的规矩 掌握七万鲜文 精通其中的一半 能够详细解析出来 那就是鲜文大宗师 照这个规矩来说 我府中有好几位大宗师呢 这话说的不假 秦敌当初编撰出 鲜文汇翠 收录十万八千鲜文 就搁在鲜宫中 任凭家里人抄录和学习 几乎每个人都抄了十遍 除了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 开谈讲授鲜文大道之外 还有原先的鲜文革主文祥 和秦汉成 秦汉序 文若静心研究 再传授给其余众人 因此迄今为止 很多人掌握了六七万鲜文 其中的佼佼者 比如说 雁雪和顾如梅 都掌握八万多了 浊庆却为之心经 道 真的吗 那这些大宗师 又是从哪里请来的 秦敌孝道 都是我的家人和客亲 实不相瞒 当初家师欧质子临走的时候 施展醍醐灌顶之法 将海量的鲜文大道 灌入我的随海深处 因此 我掌握的鲜文 比家人还多 他们都是由我传授的 卓庆听了这话 手一抖 竟然将酒杯碰倒了 婢女赶紧收拾酒杯 擦拭桌子 卓庆嘴角抽动了几下 然后咧嘴大笑 哈哈 如此说来 秦先生做青鸟家的主兵 乃是我们的福情 能不能麻烦你 每隔三千年 开谈讲法一回 以开启我们的见识 梳理思绪 拓宽先路 秦敌面带微笑看着对方 道 可以 只要每次讲到之前 来这么一桌 好酒好菜 就行了 卓庆开心的一拍桌子 就这么说定了 秦先生 请享用 秦敌不紧不慢地 吃了半个时辰 将满桌的菜肴一扫而光 然后闭目静坐片刻 身上放出道道彩光 还有一股好闻的香味 他的身躯开始发出 咯咯的响声 伴随着轻轻的颤抖 卓庆露出惊讶 而又羡慕的神色 挥手让几位婢女退下去 他心想 这小子心够大的 竟然在这里进阶 不怕我一掌 将其打杀 当然 他不可能真的动手 这里头有多重原因 一则擒敌的功力太弱了 距离成长为惊仙太远 不可能对青鸟家构成威胁 二则 他还有求于秦敌 不管是住建 还是讲解先闻 秦敌都有极大的价值 三则他作为青鸟家主 如果无缘无故地打杀克青 那么 青鸟家距离灭亡 也就不远了 高山不择卑土方 能成其高 江河不择系流方 能成其大 善待克青 才是家族成长的关键 他却不知道 秦敌之所以敢这么做 乃是因为其精通演算之法 早已算出此行没有风险 才敢在这里闭目突破 卓庆呆呆地坐了一个时辰 思绪飘到了千年之后的建会上 盘算着 能不能在参加建会之前 将自身的境界提升到 惊仙第三重 最近他感受到境界的契机 然而又没有把握 秦敌睁开眼睛 站起身来 笑道 多谢家主 让我功力 又提升一戒 我不能白得这番好处 所以我准备明日便开谈讲法 请帮我找合适的地方 卓庆问道 秦先生 你不需要沐浴更衣 摘戒几日吗 不需要 鉴于青鸟家以精修为主 我便开讲精细先闻 精细有三千大道 请问家主掌握多少 我掌握两千三百大道 然而比较凌乱 不成体系 精细之外 还掌握了多少大道 另有两千大道 都只是稍有涉猎 理解比较肤浅 既然如此 锦家主取一些先进来 等级越高越好 我为你制作一株 青鸟大道术 卓庆文言猛然跳起来 你说什么 青鸟大道术 你懂得我家的祖传心法 秦敌笑道 我不懂 我听说 青鸟心法出自白地宫 而我师父也出自白地宫 他跟我讲过一些精细法则 其中 或许触及到青鸟心法 更多的还是青鸟大道 卓庆说了口气 露出兴奋的神色 道 哪怕稍微粘点边也好 我不是怕你掌握青鸟心法 而是以为 你真懂得这门道法 因而 我才会这么惊讶 他取出一些六阶仙金 足有五六百金 问道 这些够不够 秦敌点点头 够了 我只是做个模型 不需要太多 他沉下心来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来制作大道模型 第六百三十七章 金仙卓英 秦敌制作的模型 只有两千八百个枝鸟和树根 代表两千八百大道 还剩下两百大道 没有展示出来 而且这些枝鸟和树根 都是光土秃的 没有相应的细枝末节 换句话说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模型 粗枝大叶 葫芦吞枣 并不细致 然而 卓庆看了阴晕 蒸腾的大道树 看见树枝上简单的标记 却经不住欣喜若狂 因为 他正缺少整体架构 他虽然掌握了 两千三百大道 却不知道那些大道的位置 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看了这个粗枝大叶的模型 他的脑海里 一片清明 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苍天啊 大帝啊 三千大道 原来如此 这模型价值连城 他为我指缅未来的方向 有了他 我可以加快修行了 不光是我 就连我的祖父 也同样需要他 老实讲 卓庆从来没见过 类似的大道模型 再见仙界 也没有人能制作这样的模型 别说是在见仙界 即便在真正的仙文阁总部 那些顶尖的仙文大宗师 也很难制作类似的模型 没有仙王级别的见识 自然不懂得两千八百大道 即便有仙王的实力 若不精通仙文 也难将大道展示出来 秦迪毕竟是顶尖的仙帝 仙文造诣 比仙界祖师还高出很多 他如果认真制作大道术 偶心力血的话 可以制作出一株 拥有五十四万枝鸭的大道术 那才是他掌握道法的极限 不过 即便有那样的大道术 搁在卓庆眼前 他也看不懂 正因为知道这一点 秦迪才制作这种 简单粗糙的大道术 这也算是英才试教吧 卓庆心情激动得难以言表 双眼紧盯着大道术 一眨不眨 就像看着多年未见的爱人一样 最后 秦迪不得已开口问道 家主 你看我还要不要开谈讲法了 卓庆摆了摆手 先不讲了 等将来再说 这时候 他所有心思都放在大道术上 根本听不进任何道理 秦先生 感谢的话 我不多说 只能说辛苦你了 请您先回万花峰 回头我找些好东西给您送去 于是秦迪告辞而去 此后 卓庆闭关七百年 进阶京先第三重 等他出关以后 小心翼翼地收起大道术 登上青鸟山主峰 走进大镇包裹的范围 山巅有一座 宏伟壮观的仙宫 然而却没有什么人 只有一位半老徐娘 守在宫门内 这位半老徐娘 乃是九阶祖先 金仙卓英的第五房妾 也是唯一还活着的姬妾 名叫郭冰莲 卓庆对他行礼 吴奶奶 我来看望爷爷 带来一件质宝 郭冰莲叹道 自从你上次来 又过去两万年了 你能有什么质宝 拿出来给我看看 如果没有要紧的事 你就别进去了 你爷爷面色不好 有五千年没睁眼了 卓庆道 吴奶奶 我这件宝贝非同小可 能让爷爷开心地跳起来 郭冰莲无奈地苦笑 你这孩子 都已经是惊险了 咱们还喜欢胡说八道 吴奶奶 我真没胡说 我要是拿出这件宝贝 你看了也会无比惊讶 如果我记得没错 尼卡在祖先巅峰 也有三十万年了 对不对 看了这件宝贝 能让你的瓶颈有所松动 你说 它是不是价值连城的质宝 哼 哪有那种 起人心智的宝贝呢 你让我去见爷爷 我在宫里取出宝贝 你看一眼就明白了 那好吧 你跟我来 有些人所谓的 必死官 其实是无奈的自我囚禁 因为找不到突破的渠道 所以 不得不将自己锁起来 足不出户 目不亏远 希望能完成顿武 然而 像卓英这样常年闭关 其实浪费了时间 只是在做无用功而已 如果有粮食在旁边指点 哪里需要 像这样漫无尽头的闭关啊 卓英走进大殿 看见祖父面无表情地 坐在厚厚的蒲团上 闭着眼睛无悲无喜 呼吸心跳都没有 并没有觉得奇怪 因为他以前来过多次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 他以前来的时候 都是自言自语 蓄到一阵子 然后等上半天 有时候 祖父会睁开眼睛 跟他说一会儿话 有时候 则始终闭目不言 这一次 他将大道术取出来 然后道 骑兵祖父 我们家来了一位奇人 此人名叫秦竹 功力虽然不高 却是了不起的先文大宗师 他制作了一株大道术 契合我们的青鸟心法 标明2800大道 孙儿对着大道术 闭关700年 晋升到金仙第三重 等你啥时候醒过来 可以仔细看一看 这件质宝 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卓音也不知道 有没有听见 或许 他已经浑游天外了 所以 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郭冰连看见大道术 经不住双目放光 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他也是精细修饰 掌握了两千大道 状况跟当初的卓庆一样 只觉得 大道交织 错综复杂 简不断 理不清 所以 他不敢乱动 生怕走错路 尽管有 卓音的指点 可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搭建的洞天世界 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 青鸟家这么多后辈 真正修成精鲜的 只有卓庆一个人 郭冰连看见大道术 心情激动 就像喝了百花酿一样 连站都站不稳了 于是 他正对大道 树盘膝坐下来 闭上眼睛对天祷告 感谢上仓 让阿庆带来这样的宝贝 有了他 分明就像是天开了一样 卓庆说了一会儿话 也不知道 祖父有没有听见 待在那里等了许久 然后悄悄离开了 大约过了十天之后 卓音才睁开眼 看见大道术 河盘西晋坐的郭冰连 郭冰连道 老燕 你醒了 卓音轻轻点头 这次 我的元神离体太远 在多个天仙界游走 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收获 按理说 他如果想求到 应该将元神飘到金仙界才对 但因为金仙界 有很多仙君和仙王 元神搞不好 被对方吞噬掉 所以他不敢去上界 郭冰连道 老燕 这是阿庆送来的宝贝 我琢磨了几天 越琢磨越觉得 韵味无穷 我已经想通了 就等你醒过来 我好去闭关修炼 卓音道 你去吧 莫要管我 我既然醒了 又有这么好玩的东西 一时半会儿 不会再闭关 于是郭冰连去了隔壁的侧殿 第638章 一段割绝 卓音静静地看着大稻树 心里想到 很久很久以前 他刚刚加入白地公的时候 曾经在祖师殿 见过一树类似的大稻树 当时他功力太低 就算看见 也无法理解 等到后来 白地公解散了 那株大稻树 不晓得去了哪里 他当年只是匆匆一瞥 并没有看清白地公的大稻树 有多少枝鸭 只知道那些枝鸭上 并没有清晰的标记 他在白地公学艺数万年 只进去祖师殿一回 只有给宗门 做出重大贡献的弟子 才能有资格进祖师殿悟道 没想到 时至今日 竟然有人将大稻树献上来了 这简直是千古奇闻 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怎么会落在青鸟家呢 看见这株大稻树 卓英思索百万年难解的迷惑 几乎瞬间被破解了一半 剩下一半多看几眼 也差不多能明白 因此 他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可怜我寻寻觅觅那么久 到今天才找到答案 这人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秦竹是吧 他献上大稻树 就是我家的恩人 我应该见一见他 不过 他并不着急 立即去做这件事 因为他闭关太久了 如果忽然献身 会惊动十大剑派 和其余六大施加 他盯着大稻树 目不转睛 一看就是两百年 然后他站起身来 走出大殿 站在青鸟山主峰之巅 冲着山脚的青鸟 山城传音 阿庆 你请秦竹上来 我想见一见他 然而 山下的卓庆 却回音说道 爷爷 秦竹乘坐仙舟 前去南明山 参加建会去了 此刻已经离去万里 我正要跟上去呢 卓音吃了一惊 秦竹是什么修为 他是天仙巅峰 你给我看好他 千万别让他陨落了 我晓得 爷爷 卓音很想跟去看看 可是因为郭冰连还在闭关 所以他只好留下来 继续琢磨大道数 此时 秦迪和一百位天仙 以及十位祖先 乘坐仙舟刚离开青鸟 仙城不久 还没有跨过国境 卓庆几个闪身 便追上了仙舟 仙舟上的这批人 包括卓星 卓艳 卓风 卓雨 卓灵 乃是青鸟家的精英 如果卓庆没有跟上来 万一仙舟被敌方金仙攻击 将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 秦迪站在仙舟边缘 放眼看向下方的世界 他的对面 站着卓家第五代后人卓灵 正瞪大眼睛惊异地瞧着他 卓灵还记得 当初他将秦竹接引来 那时候的秦竹 才是天仙第四重 如今过去了三千多年 他才晋升了一阶 到了天仙第九重后期 而秦竹却连续跨越好多阶 直接到了天仙巅峰 所谓天仙巅峰是指第九重圆满 随时都可以闭关晋升祖先 妖念 简直就是妖念 秦竹 你怎么修炼这么快 秦迪微笑道 因为有穷之玉叶 龙肝凤打 这话说的没错 后来卓庆不断送来灵芝仙草 连带着燕雪 顾如梅都跟着沾光 这时候 燕雪都到了天仙第三重 顾如梅则是天仙第二重 卓灵道 且 我又不是没吃过灵药 可我三千年 才晋升一剑 天意如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秦竹 你是驻剑仙师 为什么还要参加建会 你待在家里不好吗 我去看热闹 看看那些个惊仙 究竟掌握了何种大道 既然到了惊仙层次 每个人都有了独特的道法 观摩别人的大道 有助于情敌 更深入地理解这方世界 然而 卓灵却道 金仙之间的比试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举行 怎么能让人随便看呢 每看一场 要缴纳五万仙屎 你带够仙屎了吗 啊 还有这种事 若是不够 我只能卖两口仙剑了 别 你把仙剑给我 我求二爷带你进去 每位参赛的金仙 能带几个随从进入 那行 就这么说定了 过了一会儿 卓灵忍不住问道 秦竹 你会的青阳剑诀 真的只有五十四式 秦迪笑道 没错 更多的我也不会啊 不过嘛 我还会三十六式 云阳剑诀 你想不想学 想学的话 回去找我的徒弟李秋水 让他传给你 卓灵为之一愣 道 学会了云阳剑诀 对青鸟剑诀 有什么好处 秦迪道 白帝宫四大剑诀 都属于精细法诀 可以相互叠加 每多学会仪式 不但能领悟更多大道 而且杀伐实力 也跟着增加 真的假的 你怎么不早说 现在学也来不及了 关于青鸟剑诀 我虽然不懂 但却听过几句歌诀 我念出来 你仔细琢磨琢磨 看看有没有收获 你还懂得青鸟心法的歌诀 你说吧 我听着呢 春泉下雨溜 青鸟向今生 归心游太极 回向入无名 五香分子府 千灯赵赤诚 凤灵采珠石 龙山众玉戎 夏皇三蛇响 春中九汝名 江河因远别 黄湖来相迎 宁真天地表 绝想寂寥前 有项游虚祸 望行本自然 回云随无取 流水逐歌咸 食水香如饭 脂肪脆四连 亭鸾燕咬水 归路上红天 动灵尊尚德 虚无阳骨神 丹丘呈翠凤 玄浮玉搬陵 以黎父怨吏 众性起山人 自此逢何事 从今复几春 海无三尺水 山成树寸尘 无名万物史 有道百灵初 寄绝承丹器 玄名尚欲须 赤凤来咸喜 青鸟入献书 坏鸡仍成鸡 枯鱼还作鱼 七星玉日管 行乐止云须 道生乃太隐 守静及悬根 中和炼酒器 北雀淋悬水 南宫生降云 龙泥印玉策 大火炼真纹 灵驾千寻上 空香万里纹 碧玉成双树 空清为一灵 着灵听的云里雾里 一时间难以理解 情敌问总共八百个字 你记住了吗 卓琳点头 记住了 但是这些歌诀 该做何解释 情敌淡淡地道 你的境界不足 等日后多琢磨 慢慢就能明白 一旦豁然开朗 功力将有提升 卓琳生怕忘记了 赶紧回到船舱内 将这段话记下来 卓彦从旁边经过 凑过去看了一眼 问道 这是什么 自此之间 充满玄机 好像跟我们家的剑诀有关系 卓琳低声道 姑奶奶 这是秦竹传给我的 眉头眉尾 我也看不懂 卓彦伸手拿起一叶牛皮纸 道 我好像懂得几句 但是 大部分都不明白 她将歌诀通读了一遍 闭目沉思片刻 叮嘱道 这样的歌诀 不应该书写出来 我已经记住了 你把它烧了吧 卓琳问道 这就烧了 我还准备交给二爷呢 卓彦摇了摇头 二哥日里万机 要准备剑会的安排 如果看了歌诀 很容易陷入其中 导致分心他故 影响剑会的鄙视 等到剑会结束后 我再默写出来交给他 好吧 那我将他烧了 反正我记在心里了 除非在剑会上受重伤 否则 不会忘记 第639章 仙舟之上 正在这时候 卓庆站在仙舟的船头 对着众人发话 我带领大伙参加剑会 有些话要叮嘱几句 请大家听好了 众人都放下手头的事 走出船舱看向他 原本站在外面的修士 也都转头凝视着他 卓庆接着说道 我知道 这次去参加剑会的人中 有一半参加过上次的剑会 但还有一半的新人 不了解剑会的规矩 剑会采用循环赛 总共十大剑派 再加上七大世家 相当于17个门派 每个门派都只派出一位金仙 十位祖仙和一百位天仙 中途不准换人 每个人出场16次 每次有一个对手 赢了也就赢了 输了要早些认输 千万别受重伤 一旦受重伤 就没法参加后续的比赛了 为了保护参赛的人 我给大伙每人一张护身仙服 但是要记住 按照剑会的规矩 一旦启动仙服就等于认输了 剑会跟家族内部的比试不同 虽然有裁判 但不会出手救人 敌人也不会留守 你要想活下来 只能靠自己的判断 启动仙服不能太晚 输一场不要紧 总比被人杀死 无法参加后面的比试好 我先后参加过八次剑会 亲眼目睹 每次剑会都有人受重伤 甚至有些人当场惨死 就算有护身仙服 也来不及激发 十六场比试 每天一场 耗费大量的仙缘力 刚开始的时候 生龙活虎 到最后 筋疲力尽 有的门派 连一半的人都没剩下 我们青鸟世家 上次参加剑会的时候 最后一场 只剩下五位祖先 五十三位天仙 众人都在宁神倾听浊庆讲话 每一个人都觉得心情沉重 压力很大 因为来参加剑会的 都是各派高手 从千军万马中 精心挑选出来的 想胜一场都不容易 更何况要连续比试十六场 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考验 这时候 卓庆忽然提高声音道 青鸟家不会亏待大伙 每赢一场 除了增加家族积分之外 还有仙石 仙金 仙丹等奖励 另外 家族藏书阁中 收藏了一些功法秘籍 每赢一场 可以对学习一门心法 众人闻言 又感到精神大振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如果没有物质刺激 这些人也未必愿意拼命 而像卓星 卓燕 卓风 卓雨 卓灵这些人 则是为自己的家族而奋斗 虽然不看重奖励 但是获胜之后 则会拿到更多的家族资源 青鸟家有很多后人 这些人获得的资源并不一致 强者横强 弱者将被放弃 然后 卓庆给每个人下 发护身仙服 天仙每人一张四阶仙服 祖先每人一张五阶仙服 等到秦敌走过去的时候 领到的 却是一张五阶仙服 卓庆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秦先生乃是主兵 对青鸟家有特殊的意义 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对你而言 树荫不要紧 务必要活下来 秦敌笑道 放心 我死不了 他来参加建会的目的 是为了增加对剑仙剑的了解 而天仙级别的交手 对他来说 一点挑战都没有 卓庆不晓得 他真正的实力 觉得他可能掉以轻心了 秦先生 要想激发五阶仙服 需要多动用一些仙缘力 千万别忘记这一点 明白 秦敌自身便是仙服师 怀里揣着一摞 自制的六阶仙服 又怎会不明白这一点呢 自从晋升天仙巅峰 他已经能炼制六阶的 单 气 服 阵了 并不局限于炼制六阶仙剑 接下来再进一步 晋升祖仙之后 他将能炼制七阶的单气 服阵 他掌控丰富的天道法则 所缺的只是充沛的仙缘力 如果没有足够的仙缘力 制作七阶仙服的时候容易中断 若不能一笔划到底 整张仙服就废了 不管是炼制七阶仙丹 还是制作七阶仙阵 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讲究一鼓作气 不能半倒停顿 而在铸造仙剑的时候 他施展炼心之法 中间可以停下来喘口气 因此能提前获得七阶仙剑 秦敌离开船头 走到左侧的船弦边站定 放眼望着下方的风景 这时候 一个身穿黑衣身材挺拔的年轻人走过来 此人长发披肩 见眉心目 鼻若刀削 嘴唇略显单薄 下颗高高抬起 望着秦敌说道 你叫秦竹 刚刚家主说的话 我在旁边听到了 你引起了我的好奇 据我所知 青鸟家的主兵 无意不是老牌的祖先 而你却还是天仙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秦敌转头看他一眼 问道 你是谁 那人说道 我叫王成 进入青鸟家三万五千年 完成了许多任务 至今才是嘉宾 你是哪年加入青鸟家的 怎么跑到我前面去了 青鸟家的等级 最高的是主兵 其次是贵兵 嘉宾 上兵 客兵 游兵 从嘉宾到主兵差两级呢 如果是普通的修士 很难晋升上去 秦敌道 我是驻剑师 你若是需要仙剑 可以来找我 王成眨眨眼睛 显得有些迷惑 你一个驻剑师 为何要参加剑会 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若是死了 好不容易拿到主兵令牌 岂不是白拿了 青鸟摆摆手 道 你小心自己活下来就行 管那么多做什么 因为一言不合 他便懒得搭理对方 他不喜欢这种粗鸟 没有礼貌的人 王成有些恼怒 拂袖而去 秦竹 我等着看你的笑话 秦敌没有多看他一眼 仿佛没听见一般 这时候 卓琳走过来 笑道 秦先生 你知道 剑仙界有多少金仙 而哪位金仙实力最强吗 秦敌摇头 我不清楚 麻烦你跟我说说 卓琳道 每次见会之后 都会推出剑仙谱 从高到低分成三阶 金仙算是大剑仙 祖仙算是中剑仙 天仙算是小剑仙 中 小剑仙根据剑会成绩 只取钱一百名 而大剑仙错不够一百支数 所以囊括了所有金仙 即便没来参加剑会 也会被列进去 秦敌道 原来是这样 上次的剑仙谱 收录了多少大剑仙 总共73位大剑仙 平均每个门派有三四位 我们青鸟家的老祖 七阶金仙排在第三位 前面两位分别出自薛宇剑派 和清平剑派 都是八阶金仙 我家二爷 作为二阶金仙 上次排在第49位 这次他晋升一阶 有可能往前挪动几位 薛宇剑派和清平剑派那两位老祖 会参加此次监会吗 应该不会参加 不过 他们是大门派 即便不亲自出手 下面还有五六阶的金仙 依然能占据上风 既然是八阶金仙 为何还留在剑仙界 不肯飞升金仙界呢 我听二爷说 上届有大恐怖 有位先王掌管剑仙界 会让飞升上去的金仙发誓效忠 如果拒绝就会被杀死 是吗 那位先王叫什么名字 即便有人知道 也不敢提他的名字 或许他能隔空听剑 他是否有分身 出现在剑仙界 不晓得 每次监会到了最后环节 获胜的大剑仙 登上祭坛对天祷告 有时候会从天上赐下剑绝 或者高阶先剑 可那是有代价的 接受赏赐的人要跪下来 对着上天三拜九寇 正因为这一点 我家老祖不爱去参加监会 说到这里 卓琳收了声音 改为神识传音 道 你想啊 我们青鸟家出自白帝宫 青鸟先帝地位不低 我们作为盼门下弟子 怎能轻易对外人宣誓呢 跟我们类似的 也包括轩宇剑派和清平剑派 轩宇剑派出自皇帝宫 清平剑派出自玉清派 清帝明白了 这么说 这种剑会 只有祖先和天仙 认真厮杀 作为金仙 都不会倾尽全力 卓琳道 高阶金仙自然会收手的 低阶金仙 还是要尽力 否则输了积分 要拿仙石补偿 秦迪赞道 你知道的东西不少吗 卓琳笑道 我毕竟是清鸟家 后起之秀 家里发生的大小事 都晓得 预计这次参加监会之后 如果没有受重伤 顺顺利利地活下来 再有几千年 我也该进阶祖先了 秦迪道 你拿到护身仙服了吗 是四阶 还是五阶 五阶 跟你一样 清鸟家有高阶先服师 有一位主兵 能炼制五阶先服 但是产量很少 五百年才提供一掌 五十丈长的仙舟 平滑地飞在云层中 一路上平静无视 没有人拦阻 也没有碰到 任何的高阶妖兽 想来 见仙界人族鼎盛 大部分妖兽都被斩杀了 即便有剩下来的 也被人圈养起来 卓琳站在仙舟上 直直点点 刚刚飞过了高阳家 现在是连山家的地盘 再往前 就是南明剑派了 南明剑派主要是火修 当地的火系资源 比较丰富 你说自己五行间修 可以去市面上走走 南明山下有座仙城 城中有一个仙须 聚集了很多的火修室 可以在哪里买到 多种仙火 秦迪问 你怎么知道 莫非以前来过 嗯 我以前跟着姑姑出来游历 曾经到过南明仙城 出来游历 会遇到风险吗 对于天仙来说 有一些风险 对于祖先而言 风险较小 但要带好青鸟家的令牌 相当于身份度碟 只要不四处乱闯 误闯金仙的私人领地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有些金仙脾气不好 若是不小心得罪了他们 有可能被追杀到死 明白了 这次剑会 为什么会在南明山举行 这不奇怪 十大剑派 七大世家 轮流做主 举行剑会 再过三万年 就该轮到青鸟家了 我知道 二爷正在发愁呢 因为作为剑会之主 要招待前来修饰 还要负责提供奖品 耗费不少的仙石 如果办得太差 会让人笑话的 所以 秦先生若有余力 可以多铸造几口剑 那样的画奖品就有了 秦敌微微一笑 道 只要青鸟家 远远不断地提供仙金 我可以在三万年内 住建千口 全都在五阶仙器以上 你看如何 卓灵大喜 真的吗 这我得告诉二爷 他肯定会非常欢喜 秦敌准备等进阶祖先后 再认真住建一回 将种剑峰上的仙剑 全部提升到六阶以上 为了达到这一步 他除了要从金峰展中 取出仙金外 还要从外界搜集一些仙金 因此 青鸟家提供的资源越多越好 上一次的住建 让他的本命仙剑 提升到七阶中品 等到下次住建 该能提升到七阶上品了 这四口本命仙剑 乃是他真正的杀手锏之一 尤其是利用四口剑 组成诸仙剑阵 结合风 火 雷 雨 种种天煞之威 即便是碰到金仙 他也不害怕 然而在这次建会上 他的对手乃是天仙 无法对他构成威胁 因此 他不会放出本命仙剑 更不会动用诸仙剑阵 一旦放出七阶仙剑 势必会吸引金仙的眼球 等于给自己找麻烦 其中最让他心存顾虑的是 那位剑仙剑主 或许有化身游走本剑 一旦发现诸仙剑阵 也会被吸引过来 那才是最大的麻烦 为此 秦敌临来的时候 特意从中剑峰 拔了八口五阶仙剑 准备以其来对敌 八口仙剑可以组成八卦剑阵 这是剑修常用的手段 很多人都知道一点皮毛 但真正精通的并太多 秦敌钻研过八卦剑阵 包括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 先天八卦 是大仙帝清帝 福西发明的 后天八卦则是小仙帝文王创立的 因此八卦剑阵也有两种 对于普通的剑修而言 能学会一种都不容易 别提将两种剑法融合为一体了 秦敌自身便是神阵师 精通各种阵法 他曾经经研三才剑阵 四方剑阵 五行剑阵 六合剑阵 七星剑阵 八卦剑阵 九宫剑阵 十面埋伏剑阵 周天星斗剑阵 最多的时候可以动用三千六百口仙剑 后来他融合了各种剑阵之后 最终反扑归真 选择了通天教主的诸仙剑阵 而且对诸仙剑阵进行了改动 将其与佛门四大地火风水融合 从而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如今 他舍弃诸仙剑阵不用 单纯使用八卦剑阵 就可以打遍天仙无敌手 别说是天仙 即便是中低阶的祖仙 也会败在他的八卦剑阵之下 但拿八卦剑阵来对付金仙 还远远不够 第六百四十章 南明仙城 仙周飞行了大半天 等到日头西斜 西方云朵泛红 才从空中落下来 秦敌抬头望向前方 看见一座熊熊燃烧的火山 高不可攀 在云层中闪烁 卓琳伸手一指 道 那就是南明山 据说南明剑派的老祖 南云上人便在山顶修炼 山脚下便是南明仙城 仙周在距离仙城两三百里外 缓缓落地 众人从仙周上下来 跟着金仙卓沁往前走 南明仙城的西侧 有一片新建的楼阁 还有数十个被大阵包裹的擂台 有南明剑派的祖仙迎上来 欢迎青鸟家的修饰 晚辈赤玲 见过卓先生 请您跟我来 卓沁只是点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众人跟着赤玲 来到一处孤立的楼阁 暂时住下来 建会将在两天后举行 各大门派都已经来了 提前熟悉周围的环境 做足比赛的准备 卓沁要求众人老实备战 不要四处走动 惹是生非 因为有的门派故意碰� 在比赛之前先伤了对手 给比试带来很大的麻烦 在比赛之前先伤了对手 给比试带来很大的麻烦 各方参赛的人员 已经抱上去了 就算有人受伤 也不准再更换 秦迪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 听见敲门声 开门一瞧 原来是卓琳 卓琳低声道 秦先生 我们去城里走走 这里的鲜虚很热闹 能碰到不少好东西 秦迪道 家主不是说了吗 不让我们出去 惹是生非 卓琳笑道 二爷吓唬人里 姑姑卓瑜也跟着去 不会有问题的 那好吧 我跟你去瞧瞧 三人悄悄走出去 走了斩茶功夫 来到仙城门口 守在门口的是一位老年祖先 须发白钟带灰 道 要想入城 请缴纳一千仙时 卓琳差点跳起来 怎么这么贵 这不是敲诈勒索吗 老年祖先并没有生气 反而和气地解释道 姑娘莫及 为了举办剑会 我们南鸣剑派 耗费了大量的仙石 不得不想办法收回一些 而且外来的高手进入仙城 搞不好 一言不合 打起来 因此我们要限制进城的人数 还要防止破坏城池 卓宇拦住卓琳 别闹 下一届 剑会在咱家举行 我们也要学着点 他取出三千仙石 递给对方 老年祖先笑道 原来是青鸟家的仙子 请进吧 三人进了城 直奔南城而去 南城有一个大型的仙须 乃是修士之间 专门做交易的地方 他们很快来到仙须的位置 这是一个环形的虚式 一圈数百家店铺 中间有一个广场 有散修在广场上摆摊 卓宇和卓琳 看不上广场上散修的物品 他们专门驱大的店铺 重点关注金钗 配玉之类的法器 秦敌道 你们慢慢看 我去广场上转转 卓琳道 秦先生 好东西都在店铺里 广场上找不到好货 我随便看看 就当是消磨时光了 秦敌放眼望去 看见那些散修 货站货坐 有人在身前摊开物品 有人弄一条白布 上面写好要卖的货物 因为货物 收藏在储物法器中 如果没有提示 别人也不晓得 秦敌看见好些人 要出售鲜货 于是不紧不慢地走过去 挨个跟对方攀谈 他对鲜火来者不惧 反正一分钱一分货 等级低的鲜火售价便宜 等级高的鲜火价格较贵 他先用鲜石购买 然后用鲜单 鲜服兑换 将广场上的散修销售的鲜火 一扫而光 这些鲜火带回去之后 经过剂链 可以变成高阶鲜火 不管是他自己 还是雷仙云 接下来都需要七阶鲜火 而这些低阶鲜火 便是火焰进阶的食粮 采购完鲜火之后 情敌一抬头 看见一家店铺 门楣上写着 鲜车两个字 他心中一动 迈步走了过去 一位年轻的 零仙女修迎上来 笑道 仙长 请来看看我们的鲜车 有多种型号 有鲜接一品 二品 三品 坚固而又轻便 可以穿越大部分 虚空界鱼 虚空中 有各种各样的煞气 也就是宇宙射线 宇宙潮汐 如果单凭肉身穿越 若非修炼过神魔炼体 往往会受到损伤 有了仙车的防护 可以大幅减少损伤 情敌问 等级最高的便是三阶 对 没有更高等级的仙车了 不是我们造不出 而是因为 缺乏所需要的材料 就算造出来 也因为价格 太贵没人买 那我看一看三阶仙车 仙长请跟我来 情敌看见一辆仙车 外表看 只有杖许长 五尺宽 然而内部别有洞天 驱动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靠仙石和仙精 另一种是靠妖兽来拉 比如说天马 天龙 金凤等等 情府还有一匹天马呢 当年杜月笙转而修妖 曾经培养了一匹马妖 得到情敌的亲自指点 经过多年的修炼 已经达到了仙阶 情敌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 觉得仙车还可以改造 回去之后 更换外面的仙精 增添几道法阵 就可以变成四阶 五阶的仙车 于是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买下来 最后 情敌随口问道 仙车店 为什么开在南明仙城 林仙女修笑道 本店平日不开张 每隔三万年开张一回 跟着建会走 等到下一次建会时 我们就要去清凉仙城了 情敌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里有不少店铺 都是跟着建会走的 对 包括隔壁的仙宫 仙壶 仙床 仙拆 仙衣 仙靴 当他走出仙车店的时候 恰好又碰到卓灵和卓宇 卓灵笑道 我先前说的没错吧 真正的好东西 都在这些店铺里 其中六七成的店铺 都只在建会的时候才开张 平日里想找都找不到 如果错过这一次 又要等三万年了 情敌问 你买到什么好东西了 卓灵道 刚买了一件风钗 乃是三阶仙器 能够增强杀伐力 正准备去买仙衣呢 秦先生 你家里那么多基钱 不买几件仙衣 回去讨他们欢喜 情敌点头 好吧 那就去看看 第六百四十一章 借机推销 三人走入仙衣店 有几位店员赶紧迎上来 介绍店中的各种仙衣 主要是仙残衣 仙麻衣 天香棉 云颈衣 以及各种瘦皮衣 金甲 银甲 铁甲 铁甲衣 情敌问 有没有霓裳侠衣 店员赶紧摇头 对不起 仙肠 我们没有 只有用仙残丝纺绑制的云颈衣 给我来三十件 再来二十件上等的瘦皮衣 三件金甲 店员先是一愣 稷儿大喜 仙长 我这就给您准备 总共两百八十万仙石 卓琳和卓宇都有些吃惊 因为一般的修饰 拿不出这么多仙石 情敌取出一个丝绸包裹的物品 打开外面的丝绸 露出一个持续大的金玉圆盘 圆盘上有一道道金丝 纵横交错 十分复杂 闪闪放光 刚一暴露出来 就有云雾生成 云雾还在一圈去旋转 继而发生分解 演变出红橙黄绿青蓝六种颜色 卓宇先发出一声惊呼 天哪 这是六阶仙镇的阵盘 秦先生 你怎么舍得将这样的宝贝拿出来 你从哪里得到的阵盘啊 六阶仙镇是件仙界大势力的主流阵盘 这样等级的阵盘很稀缺 整个青鸟家也只有青鸟仙城 有六阶仙镇的防护 其余的城池 包括南安城 东安城 西安城 北安城都只有五阶仙镇 六阶仙镇对应的是金仙 即便是金仙级别的敌人前来攻打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其打破 只要有了这样的仙镇 里面的人依托于仙镇发起反击 可以说安全无忧 自从擒敌拿出阵盘 不单惊动了几位店员 就连店主都从里间走出来 店主是一位头发雪白的老玉 五阶祖先 鹤发童颜 剑步如飞 却拄着一个龙头拐杖 做装饰 跟着他出来的 还有一位中年女修 二阶祖先 半老徐娘 再加上一个天仙级别的少女 看上去还带着一些稚气 老玉凝视着阵盘 眼见着围绕阵盘三尺 隐约出现六色云气 然而却因为阵盘 还没有勾连地下仙镇 所以无法将六色云气 演变为阵魔 他深吸一口气 转头望着情敌 道 这位客官 你想用阵盘来换仙衣 情敌还没有开口说话 卓琳先抢着叫起来 不能换 六阶阵盘 价值非常昂贵 至少要八百万仙石 而且常常缺货 一出来就被人买走了 秦先生 你把它交给青鸟家 我们给你仙石 然后你再来买仙衣 行不行 老玉面容不改 看着卓琳 没有说话 他身后的少女 却伸手扯了扯他的衣巾 意思说应该将阵盘拿下来 中年女修的面色 也显得很凝重 因为有了六阶阵盘 整个家族就有了立身之本 这比多少件仙衣都重要 老玉心如明镜 看着情敌笑道 客官既然将阵盘拿出来 难道还能再收回去不成 阵盘我们要了 作假八百万仙石 除却仙衣之外 再不给你五百二十万仙石 卓琳教道 不行 不能慢 秦先生 我们走吧 情敌面带微笑 将阵盘往前一推 老玉大喜 说道 青娘 赶紧去拿仙石 小药 把仙衣和兽皮衣包好 说话间伸手将阵盘抓住 宁神端向 越看越喜欢 只觉得做了一辈子生意 从来没有这么满意过 卓琳撅嘴恨恨的一跺脚 显然对情敌的做法很不满意 卓琳只是轻轻摇头 没有开口说话 经过这么一次冲击 两个人连购买仙衣的兴趣也没了 等到交易完成 走出仙衣店 卓琳才问道 秦先生 你从哪里弄来的六阶阵盘 这样的阵盘你肯定还有 对不对 秦迪点头 青鸟家若是想要 我再去找两个便是 秦先生 你家里藏着厉害的仙镇师 没有 阵盘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你师父是谁 先王 欧至子 秦迪只是随口瞎说 反正卓琳和卓宇 又不晓得真假 卓宇道 那就说定了 等回去之后 你再拿两个阵盘出来 家族以市价购买 不会亏待你的 卓琳问道 你师父 还给你留下什么宝贝 秦迪笑道 还有一碟六阶仙符 对他而言 这是一个推销的机会 这种好东西 平日里难得拿出来 他是炼制单气扶阵的顶级高手 只要略微花点心思 就能换成仙石和仙金 他卖一个六阶阵盘 价格比王眼炼制的三阶阵盘 高数百倍 他炼制的仙符 也比徒弟李秋水炼制的仙符贵百倍 卓琳问言又是一阵 转头望着他 问道 你真有六阶仙符 秦迪道 有啊 正因为如此 我才不怕在剑会上受伤 剑者有份 我送给你们美人一张 说着 他取出两张仙符 递给卓琳和卓宇 又道 我这种仙符 非常灵敏 能与你心意相通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能在一瞬间激发出来 你多给我一张 我拿去交给二眼 回头给你仙石 这样吧 我多给你几张 你送给卓风 卓星 卓艳 仙石 我就不要了 请家族折抵高阶仙才即可 不管是金木水活土 哪一系的仙才都行 那好 家族拥有不少的仙木星 还有一些仙水 回头给送来 青鸟家毕竟占据了 方圆数万里的地盘 见仙界的地下 有丰富的仙灵脉 仙气凝结 不断冒出仙才 被青鸟家收集起来 而这个家族 主要是精修 其余四系的修饰比较少 但在客卿中 各种修饰都有 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这也正是秦敌主动 拿出仙服来的意义 秦家经过多年打拼 已经拥有大量的资源 但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每提升一个卫面 都有新的高阶仙才 需要尽量的收集和更换 如此秦府中人 才能不断进阶 如果坐吃山空 早晚会遇到麻烦 秦敌和燕雪 固如梅等人 为什么进阶那么快 除了掌握大道法则外 还要靠各种资源的填补 就像填鸭一样 使劲往里灌 所以才能快速成长 这么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